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玄幻仙侠剧 妖女哪里逃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开荒 水寒领先演播 第605集 死要面子 活受罪 小野四景刚的脸色古怪 冠军侯的这些条件在下大多都可以接受 说实话 这些都让在下很意外 您其实可以直接跟在下说的 在下一定不会拒绝 李宣耀的东西涉及到了一些人证 一些误证 还有一些发生在扶桑京都的灭门案的案件卷宗 还包括一位当时主办此案的京都凤行 小野四景刚第一眼看了之后的感觉 是李宣何苦要来这么一出 这又不是什么难事 李宣直接问他们扶桑使团要不就可以 难道他们还能不给吗 然后他就猜测 李宣要这些东西的用意 这位冠军侯不可能无地放尸 这张清单说不定就观设当今的大靖朝局 李宣就不经唇角棱条 我猜你现在一定在想 我为什么要这些东西 有什么目的 你们该仔细查一查究竟是否可以当作筹码 利用他们挟制本侯 他望见小野四景刚的脸上献出了尴尬之意 就嘲讽的一笑 小野四格下 我实话实说吧 这些东西对我来说的确很重要 可你确定要与本侯为敌 我猜你应该也意识到了 你们在大靖无论寻到什么样的靠山 什么样的强远 本侯都有办法让你们难不到看河 甚至拿到了看河 你们也无法完成贸易 这个世界上要成就一桩事很难 可是要破坏一桩事 却简单容易得多 小野四景刚不禁漠然不渝 这一个多月他已经体会到李轩在大靖朝中的力量 可以预见的是 哪怕是换了一位皇帝 李轩掌握的势力 在短时间内也不会衰减多少 李轩力量根治于他的武力 还有他在大靖儒门中的地位 这也是大靖的拳法 可动用十名以上天位战力的拳法 不过关键还是东海 小野四景刚一直到不久之前 才领会到冠军侯在东海的力量 他们将军花费重金打造的三苏战船 三天前在四国的南侧海面沉没 据说是被一头伪天位境界的龙撞碎的 这毫无疑问 是这位冠军侯的示威 东海龙族与李轩之间的关系 紧密到超出他想象 李轩与声悠然道 前而言之 这张清单上的人语物 我需要你们在一个月之内 原原本本 完好无缺地送到大靖 缺了任何一件都不行 还有 这桩事我不希望你们走了任何消息 如果因此导致本侯功败垂成 他们贵国三五年之内 都休想从大靖朝廷获取看抗 小野四景刚心神一灵 他身神一半 在下会尽快将此事回去告知国内 我想国内一定会同意的 可一个月的时间是否太短错了 能否宽限一二 不短了 现在就是季风 你们传个信回去 只需半个月 船只就快抵达天井 可能会有一些人不愿意见到这艘船 进入大靖 这就需要你们在护卫上 就点心了 我相信你们是有这个势力的 此时李轩又神色淡淡的喝了一口茶 忘了与阁下说了 贵国的山明家族 日前也派见使者入京 准备求取朝廷看抗 小野四景刚的脸色当即微微一变 他们扶桑有一家山明市 是幕府将军最忌惮的地方军阀 山明市在扶桑南北朝时期 广大 集圣时拥有全扶桑 66国中的11个 号称六分之一殿 而此时山明市正迎来复兴 拥有一位睿智的家主 与庞大的领国 他们手中还有全扶桑最大的经营矿 拥有着源源不断的财力 若再让山明家族插手看抗贸易 后果不堪设想 当今的幕府将军 是由另一家地方军阀 系川氏扶持继位 可山明市一直都在质疑将军的正统性 这很可能会导致一场席卷整个扶桑的内战 小野寺警刚深深一个呼吸 再次败复于地 在下明白了 在下一定会竭尽全力地达成冠军侯的愿望 可唯独最后一个条件 在下无论如何都无法答应 这位冠军侯的最后一个条件 是想知道两个月之前 贺茂一刀斋出现在承德签护所 到底是什么缘故 李轩当时就眸色微冷 看来你们是不想拿到朝廷的看抗了 管军侯大人 任何一桩事都有他的价值 小野寺警刚刚抬起头 目光毫不相让地看着李轩 而在我们使团中 贺茂大人领受的使命 重要性是在看贺茂一之上的 如果大人您坚持 那在下只能很遗憾地率领使团回归了 李轩与他对视了片刻 然后就一声失笑 你们不愿意就算了 把前面的事给我办好吧 他眼里献出了宁思之意 对于这些扶桑人 还有盟务人的图谋 他越来越在意 也越来越警惕了 这些家伙究竟是一语何为 承德签护所的位置在古北口外 曾为宁萌藩的侠地 后来被朵延三不占据 成为他们的牧场 不久前 蒙物难清 朵延三不遭遇重创 承德签护所被大境收复 成为昌明卫辖下的一个签护所 李轩心想这个地方究竟有什么东西 吸引这些天位 他随后又想到自己来的另一个世界 清康西地在承德修建避暑山庄 使得此地成为清王朝事实上的副都 第二个政治中心 这其中是否有什么关联 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 京城之中都热闹至极 由于朝靖考察之故 大境地方数千名文武官员入京 使得京城中的各大客栈都处于客满的状态 市面也是繁华无比 什么文房四宝 书画古董之类的都变得无比的畅销 这些都是地方官拿来送礼的 此时各大权贵的府上都是门庭如市 李轩的冠军侯府也同样是宾客如云 可惜他不但没能收到多少礼金 反倒是待客的时候 亏空了一大笔钱 这些客人都知道 李轩一身的好气流离 那肯定是清职耿介之臣 就决定不自找没趣了 往往都是送上一叠宣纸作为礼物 略表新意 关键他们也没钱 这些文官武将 基本上是为官清正 身无欲才 他们没有钱贿赂上官 又不愿意被别人挤下去 就只能求到冠军侯府上 只需有李轩一个名次 那些给他们评定考课的力部 考公司官员就不敢造子 李轩这边也很好说话 更不需要贿赂什么呢 只需有实打实的功绩在 官生还过得去 李轩就不令出手 无愧于他这理学护法之称 于是前来他府中败回他的官员 也是越来越多 甚至还有一些穷困潦倒 连客栈都住不起的穷鬼来找到窃钱 如果有借有还道也没什么 可李轩看这些家伙 打满补丁的官袍 面积发黄的模样 就估计这些钱是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啊 李轩心里在为自己那越欠越多的账单发愁 可这个时候他哪把打中脸都得撑住 好在薛云柔与罗燕他们仗义相助 从没让他为难 李轩现在只求警太十四年的正月 尽快到来 到了正月朝静考察就该结束了 这些文物百官都会陆续离京 那些穷鬼官员也该滚大了 还有正月之后成一补府 也会给他一笔分红 然后朝廷的俸禄也是每半年一次 总收入可以高达四十万两 勉强可以填平欠账 值得一提的是 他的母亲刘氏原本准备在年末入京 与他一起过年的 可结果在十月的时候 大嫂肃昭君修为突破十重楼镜 然后不到一个月 他就怀上了 苏昭君一直没有担子 就是为宝存元气 早日突破十重楼镜 打开天门 这也是苏昭君与刘氏之间 婆媳不合的源头 而如今 苏昭君破镜成功 然后不到一个月 就传出了喜讯 这是刘氏大喜过望 然后他最心疼的小儿子 就被他丢到九霄云外了 就在十二月的月中 全顶天与伟真二人 面色沉冷的连妹上门 他们带来一个坏消息 就在这三日当中 朝中共有七位 无品官或被弹劾 或被补拿下狱 且这七人几乎无一例外 与冠军侯的关系较为清静 他们曾经 服从伟真 谈和过前太子 谈和过皇甫玄姬 也曾配合李轩 对大将军梁亨发难 被公认是李轩一党的核心成员 李轩没有结党之一 可如今他的党羽 已经遍及朝堂 这些罪名可是却有其事 李轩看了两人递上了的奏章抄本 还有督察运文档之后 就不禁见眉微宁 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罪名 武庄师他们担任地方官 与实务官时的熟识过错 两庄师文子中 有几次君王 藐视朝廷之嫌 可天子大度 应该不会在意 前顶天却与生冷冽的 问题是事后的处置 既然有过失 那么扁持调职 就是难免的 且据我所知 他们还在紧锣密鼓 正月之前 他们应该还会有 更多的手段使出来 是啊 千知 伟真也是忧心忡忡 这短短时间内 如此众多同道被贬斥地方 这会让许多人对你生出顾虑 关键是这些人被贬斥的缘由 是李轩与扶桑使团之间的私人恩怨 这难免引人诟病 李轩就不解的问 据我所知 内关键应该没这个能耐 即便是司理剑掌印太监乾隆也没有 自从王震之后 如今司理剑的权柄 正处于最暗弱的手 应该是湘王 全顶天目中闪现着冷冽之意 应该是湘王的党羽 开始介入的缘故 他们应该视为尽道案 他想 这位众人听到的贤王 看来也不是真的贤得仁厚 李轩神色也为之以宁 他随后就将些奏章与督察院文档 收了起来 此事 我暂时也无法可想 只能先拖下去 韦师叔 你可以想想办法 将他们的案子尽量拖延 越晚越好 此事 倒是不难 此时韦真欲言又止 可他随后还是迟疑地说 千知 我自然是愿意帮你的 可如今我身边许多同僚 都心有顾虑 天子修行所缘秘法 注定无私 而日后能继承黄统的 不是湘王 就是夷王 而我们与太后 上皇 还有一望一脉 已经关系僵硬 如今又去得罪朝中 声望卓著的湘王 这有何必要 李轩听到这里 就知道 是那些御史与科道官 对湘王生出了借己之心 他们可以服从他 一起弹劾内关剑 却不敢贸然 射入黄统之争 这毕竟关系到身家姓名 家族存亡的 岂能不慎 李轩想了想 就微微笑道 这样吧 就在明日 有一艘来自于扶桑的船只 会抵达天井 你们随我去看看 就明白究竟了 可能是急于获取看河 扶桑那边的回应非常快 对面的全顶天鱼 伪真文言 就不禁面面相觑 各自眼线好奇之意 本集结束了 订阅加关注 从此不迷路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玄幻仙侠剧 妖女哪里逃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开荒 水寒领先演播 第606集 湘王必须死 一日中午 天津卫的某座码头 一搜看起了 毫不起眼的扶船上 李轩 全顶天 伪真与薛白等人 都齐聚于此 船舱之外则是 薛云柔 罗燕 江汉韵 杜邪等 扶桑人做事极为慎重 这次竟请来了 一位天位禁忌的阴阳师 坐镇押送 沿途可谓是 神不知鬼不绝 一点消息都没有走咯 可李轩为防意外 还是兴师动众 不但动员了 高达五人的天位 还有 薛云楼的九天十地 闭魔神缩 用于确保不被钉烧 还有这一路返径的安全 九天十地 闭魔神缩的神速 冠绝天下 可以保证 他们即使是被人盯上 也没法追上来 位于船舱内的全顶天 则是脸色发青 丧心病狂 真是丧心病狂 他问过了 扶桑人送来这两个人证 又翻看了这桩 京都灭门案的记录 竟被气得双手发战 难以自已 这个湘王 暴力紫碎 豺狼之行 古之节奏 不过如此 秦志 你是对的 我等 万不能让此等狼心狗肺 残暴不仁之人 登上地位 净为一己致死 在朝中挑拨利剑 醒风作浪 如果未来真被他得逞 这天下百姓 势必遭其荼毒 甚至是乱世可泣啊 所迁都玉石伪真 看完手中的一封书信之后 也是长吐一口浊气 真可谓道貌黯然 衣冠禽兽 堂堂大进险网 他竟然阴险独狠至此 这是灭人满门 还是他最得力的亲信死士 他竟也能下得了手 薛白也是微微凝眉 谋中怒意阴晕 什么大进险网 简直是心如蛇蝎 他随后就看着李轩 简直 你准备怎么做 仅仅只是这些证据 只怕还不足以指证湘王 全顶天与伟真听了之后 却不经冷笑 心想这种事情 哪里需要什么确实的证据 有扶桑人送来这些东西与人正在 天子与上皇太后及遗王 自然会分辨真假 关键是朝廷公义 薛白扫望了诸人一眼 我担心那些倾向于湘王的朝臣 还是会被他蛊惑 伟真心想这的确是个问题 那些已经站到湘王阵营的大臣 未必就会相信他的指证 就比如 立部尚书汪文 哪怕李轩将这些东西与人正 都摆在那位老尚书的面前 他也一样会怀疑这些证据的真实性 那位老尚书应该不会怀疑李轩的人品 却会想 李轩是不是被人蒙蔽了 薛老弟说得对 此时不可不虑 我们拿到这些东西 虽然足以格出他的王爵 甚至是将之圈进下狱 却不足以将这畜生盯死 世人多愚昧 一位流言蒙蔽 换成是我 只需传一两个谣言出去 就可让人难辨真假 以为是天子与千知你们不愿立出 所以罗知罪名 无良为道 只需他能博取到群臣的同情 未来就还有翻盘的机会 一旦天子有什么万一 湘王他 甚至还有继位的可能 涉及相忘的案件 可不止一桩 还有其他的方向 我正在查 会尽我所能将他定罪 让这位贤王 永无翻身之 李轩辉一挥秀 将身前的血衣 书信与卷宗等等 全都收齐 所以这些东西 我还不准备抛出去 先有经当案 脱一阵再说吧 等到不得已的时候 我们再抛出此案不止 这至少可以阻止他 出任辅政王 再说其他 他随后又神色一素 看着众人 不过接下来朝中的局面 却得仰赖诸位 帮我维持了 三位 此案不但涉及国本 还关系天下人 以及我等的身家性命 还请三位助我 全顶天伟真 薛白文言都是眼神凝染 其中全顶天更是面色冷凝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全某事无论如何 都不会让这狼子野心之辈 登上地位的 他若不知道这桩事 也就罢了 在了解详情之后 哪怕李勋现在放弃此案 他全顶天 也会一力顶上去 伟真此时又想起一事 随后 他就略觉头疼地问 那么扶桑人的 看何贸易怎么办 他们先前 为阻止看何贸易 动员了为数众多的御史 和柯道官 形成了攻击内关键 与户部广机库的风潮 可现在这个弯 可没那么容易转过来 那些御史和柯道官 可不是李勋与他 能任意拆使的 那些家伙都是牛 脾气倔强固执 想让他们现在就放弃弹劾 那弹劾容易 李勋闻言 却玩耳一笑 我们可以在看何贸易的时候 让督察院 与户部都几时钟 派员监督吗 内关键与户部广机库的人 都不可信 可如果有官生轻正的御史盯着 他们想必不敢造次 看何贸易关系国家大政 酒拖下去确实不多 我想督察院与六科的 致氏同仁 应该能理解的 全顶天听了之后 就不禁无语 他想这位冠军侯 真是深谙为官理政之道 无论什么事 都能被李勋说得大义凛然 伟真则是眼前一亮 心想着同样是对扶桑人的一个牵制 一旦扶桑人敢走了消息 那么他们随时可以从督察院着手 阻挠刊河 让李勋心安的是 他们回归京城的途中也是风平浪静 不过李勋是个极谨慎的人 他没有轻忽大意 直接将两个人政都安置于自己的冠军侯府 这里的东面是江南医馆 江云齐常年坐镇 右边是薛云柔的道馆 最近这些天他也很清闲 一直在这座道馆里面修行 前面则是冷雨柔 扶摸金刚与孔雀千姬目前都在他手里 在做最后的完善与调试 后面还有于洪商的公主府 虽然于洪商没有入住 不过他却持着开府之权 网罗了一个完整的幕府 还有众多高手 其中的伪天位就有三位 顺带一提 此时这条已经被官方改名为 冠军胡同的街角处 还有一个小小的神词 里面供奉着水德云军的神像 敖鼠颖随时可降临于此 而在冠军侯府的内部 还有着魂天镇原顶加深的 独孤壁落与陆邪 陆邪就是玄鹿妖王陆臣 他的妖名不适合行走于人士 就改了这名字 所以这冠军侯府是真正的龙坛虎穴 深不可测 而就在三天之后的中午 罗烟神色匆匆地从外面走回来 李轩看着他递过来一份卷宗 眸色也是沉冷如冰 现在的年纪刚好是二十七岁 身高六尺一寸 少年时喜欢将月季插于发际 喜欢明玉横的玉制首饰 手中也有一枚 点催凤行和甜玉簪 许多人都曾经看到过这枚首饰 喜食豆腐脑 汁粉常年都有花鹿行供应 李轩不由抬头 看向了对面的罗烟 全都对上了 真的是他 如你所料 全都对上了 分毫不差 李月儿的主人应该就是他了 我想这个世上 不可能有这么巧合的事 罗烟神色凝冷地 为一汗手 然后长吐了一个浊气 我也万万想不到 李月儿的主人竟然是这位 太子报病一案至此 已经真相大白 李轩用手指敲着桌案 陷入宁思 现在是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最好是能拿到直接的罪证 将此女定死 与她目前掌握的重度证据 已经足以将相亡一档 全数拿下 可要想不留下任何后患 不为日后留下任何发案可能 还需要更紧密的证据链 她必须取信于朝堂诸公 扭转朝堂公义 罗烟就神色轻松地问 这桩石可以让左道行帮忙吧 他们秀医卫总不能什么事都不做吧 李轩却微微摇头 天子与他身边的人 都有相亡的暗器盯梢 即便是我 现在也被人盯住了 稍有动静 就可能打扫惊蛇 如果我没有猜错 相亡手中应该挽露了至少四名天位 否则他怎敢有问鼎皇位之念 我担心此人一旦惊觉 很可能会做出什么事来 所以我们现在不发则矣 发则必中其地 必须一击致命不可 罗烟不禁神色一凝 往冠军侯府外看了过去 说起来 我每次出入冠军侯府 都有一股阴森之感 即便是我 也必须费很大的力气 才能摆脱 他想 那应该是一件偏魔道的仙宝 可以监察他们的一举一动 李轩则目光冷冽道 所以现在 也只有烟二女 还有他们视线之外的露血和输影 可以不受限制的行动 紫蝶妖女幻术无双 在他修为九重楼镜的时候 就能将幻术玩得炉火纯青 将朱聚堂众多六道斯精英 玩弄于鼓掌之间 如今他修为更上层楼 已接近十一重楼镜 那一首幻法也就更加的出神入幻 难以监测 敖鼠影是龙 神龙见首不见尾 陆血则是活着的仙丹 他能够活到现在 其藏宗影迹之能 也是一等一的 之前此人落入扶桑使团之手 只是意外 他沉吟着说 现在要找到实质的罪证 还是很容易的 他幼年时代身边那些人 一定有人认得李悦尔 他总不可能要杀人灭口吧 还有那枚 点催凤行和田玉簪 现在一定在他手里 此外 那个幻术师 也可以想办法将之情难 既然已经知道 这位主上的身份 那么要寻到 这位幻术师的踪迹 应该不难 罗烟就不惊扬眉 与寒抱怨的 平常的时候是不难 可要想不露蛛丝马迹就难了 你就只会拆使我 这些天 你躲在官军侯府 与千千还有薛云柔 他们过得很快活吧 嗯 李轩就苦笑不已 心想他这几天 哪里能顾得上儿女情长啊 就在这些天 湘王对他施加的压力 越来越大 虽然在李轩看来 这只是湘王临此前的疯狂 可他却不能不全身应对 本集结束了 订阅加关注 从此不迷路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玄幻仙侠剧 妖女哪里逃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开荒 水寒领先演播 李轩原以为 他手中的荆刀案 可以压制湘王与秦臣 两到三个月的时间 可事实是仅仅一个月不到 朝中就已经废返迎天 弹劾李轩 侍卫素参 办案不立的不知反己 内关键的那些太监 此时也是像一群疯狗 带着李轩身边的党羽疯咬 李轩逼迫扶桑人就范之后 就没有再阻扰勘和贸易了 可他与内关键的争斗 却还在继续 而且又愈演愈烈之势 这些内侍已元气大伤 两个月来 内关键的剑城 少剑 还有好几位点部 陆续被李轩与左道行 联手斩落马下 剩余的人则是兔死狐悲 皇居不安 不但是想方设法地 在天子的耳边给他们上眼药 也在动用外朝的人脉 全力攻坚李轩 以及所有与李轩较为清静的朝着 在李轩的眼中 这些内侍其实不足为患 两个月来 左道行光是抄家 就往宫中内裤 拉回了650万两 景太帝原本就在因朝中 一地相往一事 心塞不已 在听闻内关键秦币之后 就更加的糟心了 一个鸡蛋的采买价格高达10两文银 一经普通龙须面的采买价达到80两 这也只有内关键的人能做得出来 景太帝再怎么不知人间疾苦 也知道自己的钱被人坑了 这使得景太帝震怒不已 自太宗以来 这些内关键的人日渐猖狂 不知收敛 内裤至少有3000万两文银 落入私人之手 就更不用说 内关键在看和贸易中的非法收入 还有对皇商的盘补 按照左道行的说法 这些内侍已失盛兴 接下来就是等账目清查完成之后 待死而已 所以正常的情况 内关键的人哪怕有 私立剑太景乾隆为后盾 哪怕是拼尽全力 也难以伤到他二人的毫毛 他们想要动摇景太帝 对左道行的信任 更加的难受登天 景太帝虽有妇人之人 耳根子却不软 至于李轩 他立足朝堂 可从来都不是靠天子的宠心 可随着湘王的势力参合其中 形势就截然不同 他们掀起的攻势 就像是狂掏骇浪 一波接着一波 连绵不绝 到了12月27日 就已经有29名文武官员 遭到攻坚弹劾 其中被直接抓捕 下狱的只有六位 可其中却有三人请辞 六人告病在家 尚书自便 这些清流人士 有一个极大的毛病 就是爱惜羽毛 湘王那些人攻坚他们的内容 大多都是捕风捉影之事 没有实质的证据 可这些人 却认为自己的人格被质疑 是极大的羞辱 所以直接撂挑子不干了 就想等朝廷 证明他们的清白 现在李轩他们也应对得力 将损失压制到了最低 全鼎天执掌通政史司 朝中的所有奏章 都须襟他之手 全鼎天就秉承了一个托字诀 将所有攻坚 李轩一党的弹劾奏章 能托则托 能扣则扣 或者从奏章字句中 找出错谬之处 然后将之打回原籍 他是证人君子 原本不屑于用这些官场手段 可湘王于瞻善 却让全鼎天动了真怒 在十二月中旬之后 手段尽出 几乎将他的两位副使驾攻 尤其湘王的心腹党羽 通政史司又参议许原先 整整半个月 都无法触碰那些弹劾作章 全鼎天以年关事务繁忙为由 由两位副使负责的事务重新分配 令许原先暂时负责 各地城上的账策 贺表等等 事务杂乱繁忙 却无关紧要 督察院左迁都玉使伟真 则是勉励为自己 被关押下狱的几位同僚奔走 他秉承的也是一个托字 在倾其所能的拖延办案流程 只需将这几个人的案子 延后一两个月审理 结果必定是截然不同 李轩没打算包庇护短 却绝不愿坐视自己的 这几位同僚毁于党真 现在去年年关 大理寺才被清理过一次 目前这个大进的最高司法机关 还是地党占优 而刑部上述于是月 更是地党中间首脑人物 李轩与伟真的面子 目前还是很好使的 都能如愿以偿 担任公布都己事中的薛白 则是扛起了反击的大旗 他将矛头指向了当今的河道总督 在12月27日提前举行的 朔望大潮中 指责公布与河道衙门 在汉江与黄河等多处河段 修筑的堤坝 虚应故事 甚至是偷工减料 空耗国堂 这简直就是捅了马蜂窝了 当日朝堂为此案 争执击变了整整三个时辰 最后无果而终 而在散朝之后 通政使司在短短半日间 就收到了数十封关于薛白的谈章 薛白之举 可谓是正机要害 几乎以一己之力 将相亡一党的所有火力 全部都吸引了过去 让其余人压力大浅 甚至形成了反击之势 而此时 赐府高谷 萧慈等人 则是对湘王忌惮一击 也担心李轩被迫放弃荆刀案 在朝堂中帮李轩拉着偏价 到了十二月二十八日 朝中越来越激烈的党争 却戛然而止 只因接下来就是新年了 从二十八日到正月初七 朝中几乎九成的部门都 将落索休暮 整个大靖朝廷 会陷入到瘫痪状态 正月初一 虽然有一次正代大潮 可那是去给皇帝拜寿的 一切都需遵循国理 没人会准到在这个时候挑起事端 除夕是李轩的二十岁生日 也是于洪商的深沉 可于洪商自从十月末 开始闭关休养之后 直到至今都没有露面 他只是没两天 发了一封服输 让李轩心绪烧安 李轩这边也没有大肆操办 只有这个时候 许多人因他的缘故 不得不告病在家 甚至是被捕拿下狱 李轩怎好意思 大张旗鼓为自己庆生 他也没胆给自己庆生 将几个女孩都拉在一块吗 所以除夕之夜 李轩再次翻车 他试图掌控时间 可张月与彭富来两人 记得前次的教训 敬他而远之 李大陆则是干脆 以公务为借口 躲在六道司不肯归家 李轩左右无缘 再遭拜礼 新年之夜 被揍得鼻青脸肿 无比凄凉 不过他现在误了 让几个女孩出出气 也没什么不好 时间到了正月初八 随着年休结束 朝堂中硝烟在即 通正史思 关于李轩的谈章 每天已经不下三百本 且言辞越来越激烈 甚至有人直接指斥李轩 为国贼 而随着时间推移 李轩又一直没能拿出 湘王涉及荆刀案的证据 朝中导向向望的朝臣 越来越多 这谈章的数量日益增长 李轩自己是不痛不痒 懒得在意 可他的部署党羽 却支撑不住啊 尤其伟真 薛白与全顶天 这三个中间人物 每日关于他们的谈章 也不下百本 正月十五之后 吏部尚书汪文也加入其中 他遵循承诺 等了李轩足足两个月 然后在正月十五 满朝大臣 随同景泰帝寄完天地坛之后 汪文就同时上了两本奏章 一本谈和李轩办案不立 一本则是推举湘王于瞻善 为辅政亲王 进入内阁 参与政务 且是不经通政史思 直接将奏章递交到了 景泰帝的面前 到了这个时候 李轩知道湘王的案子 已经拖不下去了 只因正月之后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朝臣 卷入其中 其中不乏轻直耿介 能力卓绝之辈 这些人未来如受湘王案的影响 耽误试图 对朝廷来说 绝不是什么好事 不过 到了正月二十二日 李轩正准备对湘王发难之际 罗燕却给他带来了一个惊喜 那个幻术师 我现在大概有六七成的把握 确定此人就藏匿于这个位置 罗燕一边说话 一边眼含细血与期待地看着李轩 现在就看见李轩有没有胆量 赌上这一把了 李轩则看着眼前的惊师于途 罗燕用手在指点的方位 正是湘王府 他仅仅凝撕了片刻 就一声失笑 有什么不敢呢 不过时间当在七日之后 二月初一的书王大潮 这正是他苦等了两个月 才等到的关键 咱们可能会放弃 李轩又脸神冷冽地抬头 望向冠军侯府之外 二月初一 本侯当与那位湘王 决一胜负 本集结束了 订阅加关注 从此不迷路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 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玄幻仙侠剧 妖女哪里逃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开荒 水寒领先演播 第六百零七集 下 决一胜负 二月初一的清晨 北京城内大雨如注 李轩在行十四刻 准时结束了休闲 然后他就穿上了月千千 轻手给他 运烫好的明黄色飞鱼服 外照六道扶摩甲 腰胯着一对大热神刀 骑着他的玉琪铃去上朝 可李轩才刚刚走出冠军侯府 薛白就神色匆匆的策马奔驰而来 这位的脸色清白 气息浮躁 出事了千知 有人在串联策动 复考举人 还有国子监学生 前往成天门口去 现在已经有四百人 贵服于成天门前 据说还有更多的人 在往那边赶 李轩不经神色一愣 他的消息网络 遍布京城 在国子监的影响也很大 有着为数众多的学生 可在这之前 他却没有说到半点风声 徐白随后解释原由 昨日国子监有人 以生辰的名义举办文会 在大时拥访大肆宴请 因春围入京的举子 还有国子监的学生 宴席一直持续到子时深夜 有人突然谈及 国本空虚一事 煽动与宴请之人 前往寇雀 当时就有将近六成的举人 与国子监生被蛊惑 然后这些人又呼朋唤友 声势见增 他的神色恨恨不移 这应该是湘王的手笔 还真是出其不意 他对汪文提出的 辅政亲王一旨 显示志在必得 薛白不担心湘王得逞 只是愤恨于 这位贤王的手段 认为此聊 为一己之私 将为数众多的举子 与学生扯住进来 使得他们的前途毁于一旦 天子本性人德宽厚 可未来朝廷诸公 对于这些参与 拥立湘王的人 难免要另眼相看 李轩则是稍稍错愕之后 就镇定了下来 先去看看吧 当他们抵达成天门 果然就望见有大批的儒生 冒着大雨 贵府在成天门前的石板上 人数则已达到七百 还有众多准备 经成天门上朝的文武百官 聚在旁边 他们或是指指点点 或是议论纷纷 李轩扫了这些儒生一眼 然后就直接策马走了过去 张淡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李轩喊的张淡 是他在国子剑的学生之一 由于其为人豁达 又秉性慷慨之故 在国子剑学生里边 颇巨声望 算是其中的领袖人物 人群中当即站起了一人 他神色尴尬地看了李轩一眼 就朝李轩伸身伸一半 灰先生 我等众人 是在寇雀 天子无似 朝廷无处 以至于天灾频发 更有慧兴犯子威的天招 这分明是苍天在世境 朝廷不能置若妄温 否则必有大害啊 所以你们这要逼朝廷 令湘王为处对吧 李轩冷声询问 然后就见张淡 默然不达 只向他深深一礼 李轩暗暗叹息之余 眸色则更显沉冷 带着你的些同学回去吧 相往此人 人品不端 狼子野心 绝不可为处 那周围寇雀的学生文言 就不禁一阵哗然 有人眉头大皱 有人惊疑不定 有人对李轩 懦目一失 张淡同样是一阵愣神 他有些迟疑地 看了李轩 学生听说 冠君侯 与湘王殿下有着夙愿 所以 不愿湘王济同 李轩则是神色淡然道 在你张淡眼中 我就是因这等 雅字之怨 因死害公之人吗 他目光如炬地看着张淡 就信我一天如何 今日朝堂之上 就会有个结果 到了明日 你依然认为湘王可以为处 再来寇去不止 张淡面色清白 变换了片刻 就深深败赴 弟子遵命 不过这里的国子见生 我最多只能劝回一半 李轩心想 哪怕只有半数 那也很不错了 可以为朝廷挽救许多良才 他随后就侧着马 直屈五门 入了五门 李轩遇到了脸色焦躁的左道行 简直 左道行面色难看到了几点 我刚接到消息 要朝廷意图串联 要在今日行逼宫之举 李轩听了之后 就指了指一旁的金水桥 已经看到了 就在那边 而在那五座通往太和门的金水桥前 有一些文武官员 正在按照六部九四五剑 与五军都督府的分类 肆无忌惮地呼朋唤友 召集同僚 各自抱团秘义 那些被换过去的人 脸色则是各不相同 有人面无血色 有人面犯嘲红 有人激动不已 也有人惶恐不安 左道行的谋色更加沉冷 想往这是意在处位 要逼天子就犯 李轩则是一声轻笑 哼 哀得先过了我这一关 别担心 他休想得逞 对了 稍后我有些人证 物证 要送到宫内 你安排些可夸得利的人 带他们进来 左道行定定看了他一眼 长久合作以来养成的信任 让他神色微松 也就在这个时候不远处 传来了一阵阵的哗然声响 湘王殿下 湘王千岁 王爷万福 就在这此起彼伏的呼唤声中 湘王于沾善 披着一身大肠 龙香虎不斑的大步走来 他在经过李轩身侧时 稍稍停顿 眼含深意的侧目看了过来 冠军侯的金刀案可有进展啊 李轩报了报权 严谨意该地回应道 尚吾 本王也是这么猜的 冠军侯至今以来 都没有正经的查过案 哪里能有进展啊 湘王于沾善的面色 骤然阴黑如铁 语气则是沉冷如冰 本王速来大度 可所谓佛也有火 以李轩无凭无据的指摘本王 究竟是何意 要拖到什么时候才肯罢休 他说这句的时候 声如红钟 引来周围群臣纷纷侧目 然后湘王又看向了左道行 你们秀依卫 什么时候才肯将武女云皇释放 左道行也神色默然一礼 长宁郡主 是设公主遇袭一案 嫌疑还未洗清 其实 于云皇的去留 已经不是他能做主的了 此时的于云皇 是天子唯一能够打击 湘王冥王的把柄 哪里会轻易放人 哼 嫌疑 要你们拿出确实的证据 你们有没有 湘王一声冷笑 用手指点了点左道行 我就再给你们一天 一天之后 我就要见到云皇 否则 本王当邀天下宗士 一同上书 请天子诛了你 这个坚定小人 他说完这一句 就大步走入到了太和殿 左道行的脸色 顿时更加的阴黑如铁 之后百官都陆续入殿 应大雨之故 那些无凭以下的官员 没有待在广场上 而是排列于殿外的 郎道两侧 李轩敏锐地发现 站在后面的伟真 薛白与全顶天 他们都被孤立了 在三人的周围 那些朝臣都与他们 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之后景太帝也进入殿内 在寓座之上坐下来 他显然以知晓朝臣串联一事 一身气息无比的陈老 也就在九声边响 四里见掌印太监乾隆道出 诸臣有事起奏 无事退朝之后 朝堂当中顿时 一声轰然声响 轰动六百余人离开位置 跪在了殿中央的金砖上 外面那些无凭以下的朝臣 也纷纷走入雨中跪幅 他们众口一词 声如雷震 天子的脸顿时清寒似铁 用刀锋般犀利的眸光 让湘王看了过去 他的双手紧抓着 龙椅上的扶手 惊惊暴击 而朝堂之上 如陈寻高谷 如萧瓷伤红 神色都是宁肃之至 湘王于沾善 则是一脸不安 与惶恐之色 也就在这个时候 李轩手持护板 踏步行出 朝着景泰帝 一离 陛下 臣以为 毅力辅证亲王之事 可以捎还 在这之前 臣有一桩 涉及湘王的大案 要秉知陛下 本集结束了 订阅加关注 从此不迷路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 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玄幻仙侠剧 妖女哪里逃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开荒 水寒 领先演播 第六百零八集 真凶 当李轩言落 朝堂之内轰然骚动 那些贵府者的群臣 都纷纷抬头 往前方看了过去 玉座上的天子 同样是神色一灵 凝神看着李轩 他的眼中满含期待之意 心想莫非是 荆刀案有了进展 湘王也下意识地 以为李轩说的是荆刀案 这位冠军侯又准备 以此案来阻止 今日辅证亲王之意 他当即怒意填膺 虚发怒章 冠军侯是要准备 血口喷人 指摘本王射击金刀案吗 可方才你在太和殿外 可是亲口说 此案毫无进展 如果你今日 拿不出确实的证据 本王可不会善罢甘休 吏部尚书汪文 也是眉头大咒 冠军侯 许之凡事事可而止 相蒙殿下人品高节 民参日元 无凭无据 就不要以无中生有之事 无人清白 二位 我可没有说是荆刀案 李轩笑了笑 朝着天子威仪躬身 陛下 关于太子报病一案 臣信不辱命 已经查到水落石出了 臣手中有确凿证据 证实相望于沾善 与一年前的五经博士废园投毒 意图谋杀前太子 以往于剑身一案 还有太子于剑记的报病有关 是这两桩案件的幕后主谋 顺势间 这满殿朝臣都再次翁然乍响 包括陈巡 高谷 萧辞 商洪 与汪文 几乎所有人都不经震撼失神 包括那些贵服于地的群臣 也跪不住了 他们纷纷执起了身躯 往李轩的方向张望 景太帝的身躯 则是微微震战 通孔未章 他对太子报病案的关注 更在荆刀案之上 相往于沾扇弄是面无血色 有纸一样的苍白 他努力的强作镇定 想要做出悲愤填膺 暴躯 闲冤的神态 可李轩展现出的淡定自若 胸有成竹 却让他惊以不定 心念间掀起了狂涛海浪 这两桩案件的首尾 他自问是收拾得很干净的 可李轩既然在朝堂之上 天子面前道出此事 肯定不是虚张声势 景太帝看着湘王于沾扇 神情森冷异常 你说这两岸的真凶 是我这皇叔 李轩 你可将案情如实到来 李轩朝着景太帝抱拳一一 这就得从五经博士肺炎说起了 一年前肺炎舍身投毒 意图毒杀前太子 当时真相大白之后 朝廷就前使之肺炎家乡 周拿肺炎三族问罪 却查得肺炎无父无母 无妻无子 他所有的家人 都在数年之前暴病身亡 当时秀一位左都督 怀疑他的家人是假死脱身 当日就发出了通缉令 遣人穷搜天下 却全无所获 秀一位都督同指左道行 就俯身一半 臣无能 至今未寻得肺炎家人的踪迹 之所以找不到 是因为他们去了扶桑 并在肺炎投毒案之后的两个月 被杀人灭口 灭了满门 李轩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 不紧不慢 语声悠然地说着 说来巧合 当时前广胡道 监察御史思政良 受皇府玄机指使 暗中释放水源乌之旗 引发南方大水 此人案发之后 就逃顿到扶桑 凭着他在中原任官的经历 与能源善变 取得了扶桑幕府将军的信任 成为幕府的侧用人 这是进士的最高指 其职权大概相当于 我朝的四里见饼笔 恰在此时 飞原藏于扶桑京都的家人 背面满门 足立幕府的京都奉行 查案数月无果 于是幕府将军 令思政良接手此案 中军都督左都督 封城侯郭聪听到这里 就不经唇角微抽 皇府玄机指使思政良 释放水源乌之旗一事 可是至今都查无实证 李轩此言分明是暗含着抹黑之意 患在平常时候 他一定会出言 替皇府玄机辩解 可这个时候 他却绝不敢打断 更是被李轩的言辞吸引 聚精会神的倾听 李轩则在朝堂中 众多目光的注视下 继续侃侃而言 思政良此人虽是人面兽心 心肠恶毒 可他查案的能力还是不错的 湘王遣去的杀手办事干净 几乎没留下任何线索 可思政良却查到五经博士 费缘的夫人 曾于数年前 将他的小女儿 与一位侍女 送入了扶桑皇宫 被扶桑人 承梁亲王 是为养女 对外则宣称 他的幼女早已早腰 湘王面色丈红 怒不可遏 吾言乱语 本王何时派过什么杀手 这五经博士费缘 与本王何干 李轩没理他 转而从袖中 拿出了几封书信 拖在了手上 这位肺夫人 对湘王早有防备 不但是留下了 她丈夫生前的 二十七封书信 事发之前半个月 还写下血书一笔 交给了她的幼女保存 她的目的是 以防万一 防备湘王 肖王果真 如她所料 且人至扶桑灭其满满 那司里见掌印太监乾隆 当即将扶尘一摆 从李轩的手中 接过那些书信 然后恭恭敬敬地 递送到景太帝的手里 景太帝快速翻阅 然后雨声沉冷道 将这些书信 交付殿中三平一圣 群臣传阅 而就在陈寻与高谷等人 迫不及待地 接手那些书信翻阅的时候 李轩则是牧师 相亡于沾善 此时飞原的幼女 还有扶桑人的京都奉行 就在五门之外等候 陛下随时都可传箭垂寻 首府陈寻已经看完那些书信 他的神色微动 两个月之前 他还真以为李轩 一力阻挠堪和贸易 真是出于私人恩怨 也曾经感慨这位 冠军侯私心稍重 有些不识大体 可如今看来 自己却是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了 正是 李轩转过身 朝着陈寻点点头 我要逼迫扶桑人 将一印的人证物证 送回大境 还需要他们保守秘密 不能打草惊蛇 就只能出此下策 荒唐 真是荒唐 湘王怒急而笑 就只准备一些罪人的书信 一个罪人之际留下的 所谓的血书 就断定本王是五金博士 废原投毒的幕后主谋 且这些所谓的人证物证 都是来自于扶桑 因此他们是真是假 他义愤铁鹰地 解下王冠 跪倒在了地上 陛下 你就做事冠军后 罗之罪名 血口喷人 要献臣于死地吗 臣之前就已经说过 臣 无德无能 不堪为朝廷之处 想要辞去大宗正一支 返回封地救国 陛下如果不愿意 臣担任什么辅政亲王 您只需要准臣之请 打发臣救国便是 何须这么麻烦 说到最后 相望的语中不但是 满含悲愤 更是隐含弃因 此时在殿中高谷 萧慈与伤红等人 听了之后 却不禁冷笑出声 由这些书信来看 指使五金博士废原 涉局毒杀 遗忘于见深的 一定是这位乡王无疑了 当时案发之后 景太帝与太后 与疑王于见深 双方就开始互相猜疑 虽然此案由李轩查明 是五金博士废原自杀 可事后不久 天子与太后 与疑王的关系 还是迅速恶化 乃之废除 乡王之计可谓是 一举数得 将满朝群臣 都戏弄于鼓掌之间 景太帝的鼻尖 更是一声轻哼 他听从湘王之言 极其恶毒 是暗指 今日李轩的 一应所为 都是受他驱策 只为阻止湘王 担任辅政亲王 不过那些贵夫的群臣 倒是有一大半 信了湘王的言辞 他们 为服湘王于沾善 祭统 为获 雍丽之功 都拼上了未来前程 此时怎肯轻易相信 他们心中 仁德醇厚的贤王 竟是一个狼子 运刃崇敬一击 却没有在书信中 直接提及过 毒杀前太子 于剑身一案 至于 废原夫人的血书一笔 也多为猜测之词 相望于沾善 顿时精神一震 他原本心情忐忑不安 担心李轩手中 掌握了什么确实罪证 可如果只是 吏部尚述汪文说的这些 那么他今日还有生机 只需裹挟住 秦臣之意 甚至可直接 翻转乾坤 赐夫高谷听了之后 就不禁一声暗神 心想这位汪天官 真是迂腐不堪 只凭这些书信 这份血书 难道还不足以为证 这可是试试谋逆 哪里需要什么 确实罪证 他一声痴笑 汪 王尚书此言大谬 有这些书信可知 武经博士 废原与相望过从甚密 还多次受相望资助 此人分明就是相望一党 通政史司 又参议许元仙 当即从秦臣中出列 这话可说不通 湘王在朝中 声望高龙 乐善好时 许多臣子都受过他的恩惠 而武经博士废原生前 可也对前太子 以往与见身亲尽有加 颜值这不是遗忘的 自道自言 李轩早料到了这一幕 他之所以要延后两个月 才向湘王发难 就是知道 废原夫人留下这些书信 还无法定死湘王 让他真正的身败名裂 尽失人心 所以接下来 他又神色自若地 朝着玉座上的天子 攻身一礼 陛下 接下来臣要说的 是太子报病一案的 真正凶手 本集结束了 订阅加关注 从此不迷路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玄幻仙侠剧 妖女哪里逃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开荒 水寒领先演播 第六百零九集 直击要害 李爱卿 玉座上的天子 长吸雷口气 极力平息着 胸中的焦躁欲怒 李爱卿 你方才说 向往是 无二见机 报病一案的 幕后主谋 景太帝最在意的 就是这桩饰 他的手指骨节 正发出一阵 咔嚓嚓的响声 他的周身刚气起伏 脚下的地面 正在开立 襄王于沾扇 的确是此案的幕后主谋 然而负责执行之人 却是襄王之女 常宁郡主于云皇 李轩雨声未落 就听到身后 响起的哗然之声 还有襄王于沾扇 看过来的阴毒事件 他没有理会 神色坦然的 与景太帝对视 数月之前 我曾在京城婉月楼 逮捕青楼女子李悦尔 此女 一位身份神秘的 幻术师联手 控制了前红炉四卿 邦正义 不但参与了谋害太子 更在事后利用邦正义 掩盖痕迹 意图将朝廷的视线 引向吐蕃 事后 我与左都督对此女 几次搜魂所迫 所有搜到的记忆 都以秘法 记录了下来 诚之预览 不知陛下 您可记得内容 自然是记得的 景太帝为一汉手 他对任何设计 他独子脑流 报病一案的人证物证 与线索 都关注有加 朕知道李悦尔 有一个神秘的主人 还记得当时李爱卿 从那些记忆画面中 总结出的线索 那是个女子 年纪是25到27岁 身高六尺 她喜欢月季 喜欢摘下新鲜的月季 将之插在发剂上 少年时的她 喜欢玉制的手势 尤其是城东 鸣玉行的雕工 手中有一枚 点催凤星和天雨簪 爱不释手 不知此物 还在不在她的手中 其实吃豆腐脑 甜的 还喜欢用花鹿行的脂粉 李轩很有耐心地 等景太帝说完 这才面含意色地开口 陛下 修医卫奉我之令 一直在查有关线索 可静斩寥寥 可臣自从知道 五经博士肺原 那是湘王的心腹死事之后 臣就有了一个想法 太子暴病一案 是否也与湘王有设 所以令身边的清静之人 暗查湘王身边的清静之人 然后她发现 李轩就转过身 看着湘王于瞻善 全都对得上 湘王之女常宁郡主于云皇 她现在的年纪刚好是27岁 身高六尺一寸 少年时 喜欢将月脊差于发际 喜欢明玉行的玉制首饰 她手中也有一枚 点脆凤形和田玉簪 也洗食豆腐脑 在景台六年之前 于云皇用的脂粉 常年都由花禄行供应 此时的朝堂 就像是炸开的热粥 如陈巡 如高谷 如山横 他们看湘王的目光 都沉冷如冰 杀意配着 那些贵服在地的朝臣们 至少有四分之一 从地上起身 他们的脸色 如死人一般苍白 纷纷退回到了原本的队列 即便是吏部上述汪文 也清黑着脸 袖中的双拳紧握 清津古井 他绝不是愚蠢之辈 到了这个时候 汪文也意识到 这位湘王有着很大的问题 有着极大的嫌疑 而既然有了嫌疑 那么这位湘王与他的子嗣 都不再适合成为国家之处 如果李轩所言是真 那么这位众所公认的嫌王 不仅谋害坑信了大静的两任太子 还屠灭了自家心腹死士的全家老幼 其人之心该是何等的恶毒 李轩身 景太帝猛了将自己的扶手拍成粉碎 目姿欲裂地怒瞪着湘王 我儿何苦 你可下次毒手 你既然想要当着大金的皇帝 当初太后问你是否愿为监国的时候 于震善你为何要辞让 昔日土木堡之病 上皇正统帝被搂去草原之后 孙太后首选的监国人选 正是有着仁德谦让之名 且曾两次地位的湘王于瞻善 他甚至以命人至宗人府 去取湘王的金策 所谓金策 是指金策玉蝶 是宗室身份的证明 是皇家的族谱 那是湘王于瞻善距离皇位最近的一次 不像是之前两次暗含无穷杀鸡 于瞻善却言辞拒绝 也让这位获得了三次地位的贤王美名 相望于瞻善的面色清白 他想 那个时候自己哪里敢接受正统帝的烂摊子 那个时节 整个大境风雨飘摇 蒙武人已经兵临城下 瓦剌大汗也先武力冠绝天下 所向无敌 而蒙武大汗偷偷不花 蒙武国师阿巴斯 也同样是在万军之势的加持下 达到顶尖大天位级的强横高手 那种情况下接受坚果 被瓦剌大汗也先活生生地打死吗 那个时候谁能想到于捷横空出世 一粒重伤脱脱不花 与阿巴斯成为公认的天下第一人 谁能想到一向藏着的景泰帝 竟然能够驾驭龙器 勉励于瓦剌大汗也先 看啊 还有梁亨 郭泰 诸国能 等众多名将现世 谁能想到大境几乎被蒙武人打崩的国运 硬生生地被景泰帝与于杰联手挽回 臣 竟是百口莫辩 相望于瞻善神色苍白的贵服于地 为书不知何处遭了陛下之计 竟如此罗知罪民欲取为书的性命 冠军侯之言也不尽不识 小女云皇何时用过花禄行的指纹 有何时有过 点缀凤行何田与簪得为首饰 冠军侯也没有任何实质的证据 而如果是人证 十个百个臣都能够找出来 证明云皇他的青牌 此诚所谓俱家之罪何患无辞 陛下 您如果已要取为书性命 为书情愿临死 愿请陛下吃三尺白铃或一杯独角 为书至今陛下 饶过为书一家老小的性命 他们也是瑜伽人 是宗师的一员 与您血脉相连 随着他的话 那些还跪在地上的朝臣们 神态各有变化 有些人的脸色更加苍白 有些人则是渐渐的义愤填膺 现出了悲怒凤慨之意 而此时 景太帝却是连呼吸都无法均匀 这位天子的谋中都快喷出火来 来人 还不给我将这蛇蝎心肠 狼青狗肺的混账给我拿下 陛下且慢 请稍安勿躁 李轩却朝着上手处报了报权 关于于云皇 臣还是有证据的 昔日于云皇年幼时的侍女 大多都不知去向 可当时服侍于云皇的一位奶娘 却在于云皇六岁的时候 被云南募国公府 请去照顾他家刚出生的嫡子 还有一位负责洒扫的大娘 随同她的丈夫 前往辽东任职 当地百户 可在数年前辽东沦陷 这家人也被蒙物人请拿 成为蒙物人的木奴 陈家这两人寻得 他们都认出了李月儿 正是于云皇身边最亲近的丫鬟 李月儿比于云皇大两岁 也是他的玩伴 相望于沾扇听了之后 却直起身不屑的一声冷笑 本王说过 像这样的证人 十个百个我都可以给你们寻来 何足为凭 李轩毫不觉意外 他用鸡翘的目光 看着湘王于沾扇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所以今日还堵了一把 于沾扇 你不妨宁神听一听 你那座湘王府方向的动静 于沾扇文言一正愣神 秦臣则是都是错愕不解 也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听见树立之外 忽然传了一声震天轰鸣 那是山摇地动般的动静 使得地面为之微微震荒 而此时在太和门之外 那些无凭以下的群臣 则望见宫城东面 距离此间只有无理的方位 忽然升起了一团蘑菇云状的粉尘 这些朝臣议论纷纷之际 在太和门内的议政殿中 李轩正唇角微扬 有人告诉我 那位谋害了太子的幻术师 还有那位古母 有五六成的可能 藏匿于湘王府的东侧眼 本侯就心想何妨一事 即便未能抓到这两人 说不定也能找到其他的线索 他的眼神冷冽如刀 于瞻善 你很荣幸 为确保这次搜查王府万无一失 本侯劳动了整整七名天位出手 只求能取得你于瞻善的死证 你敢 于瞻善勃然大怒 豁然起身 你胆大妄为 竟敢无止擅查本王的王府 可此时他心胸内 却滋生起了无穷的惶恐与惊骇之意 本侯如何不敢 李轩怒哼的同时 心中却滋生出无穷的喜意 他只看于瞻善这次的神色 就知道自己这次是赌对了 他同样双眼怒张 瞪视了回去 本侯奉旨查太子报病案 查荆刀案 既然你于瞻善涉案 如何就查不得 本集结束了 订阅加关注 从此不迷路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玄幻仙侠剧 妖女哪里逃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开荒 水寒领先演播 第六百一十集 上 以似大镜黄统 湘王府发生震天暴明之际 罗燕就第一时间 化作一道紫金电光 往湘王府的深处行进 这次行动的要点 就在于一个筷子 尽量在湘王府的人 反应过来之前 控制住局面 不给对方任何销毁证据的时间 朗宇柔为此 动用了一万三千斤的炸药 还有高达三十门的 红衣大将军炮 配合薛云柔准备了 整整一个时辰的 仙法流星坠 以及顶级仙器 正一扶摸剑之威 勿求 在一击之内 瘫痪掉 湘王府的防护法阵 而就在爆炸发生之际 李轩邀来的诸多天位战力 赫连扶龙 东方梁 陆血 江云齐 江寒韵 敖书营等人 也都身如顺影般的穿梭入闹 他们都只有一个任务 以最短的时间内 瓦解湘王府的 所有抵抗力量 不能让任何人 从王府之内逃脱 欧书营直接化作了 千丈黑龙 从空坠落 随着他的一声龙吼 辉弘龙威 盖压全场 使得王府之内 所有修为五城楼以下的人等 都直接陷入孕领 罗燕则是直奔东侧院 他的速度如光似电 甚至还在几名天位之上 仅逊色于江云齐 紧随他身后的 则是顿素仅仅逊色于 他半仇的玄称子 两人只用了三十分之一个 弹纸时间 就以抵达 然后罗燕的顿光 宛如流星一般的杂道 一座厢房之内 此时出现在他眼前的 是一位年仅四十 穿着一身黑色道袍 面貌平平无奇 做道人打扮的中年女子 罗燕看见此人 就当即兴神大定 洗衣滋生 这个女人 果然就藏身于此 此女藏匿于湘王府内 秀一位 想要查到她的下落 自身难入登天 在说话的同时 罗燕的一双红袖刀 就已经席卷过去 那紫金色的刀光 几乎将中年女冠淹没 紧紧不到两个呼吸的时间 就从那中年女冠身上 砍出数道伤口 而就在这两个呼吸之间 两人之间的幻术对抗 不下于二十个回合 几乎是不相上下 可罗燕的刀翼 已经从女冠身上的伤口 灌住进去 在极力地破坏着 中年女冠的一身器脉 法力道源 罗燕的目的 不是将对方擒拿 也不是将这心患道姑斩杀 而是阻止对方自裁 或者自爆血肉 尤其后者 此女哪怕是死了得无所谓 只需他们从湘王府 带出着心患道姑的尸体 那就是无可质疑的铁证 不过就在两个呼吸之后 心患道姑的面上 还是浮现出一层青黑之色 那是一种剧毒 正在他身上蔓延 幸在下一瞬 赫连扶龙及时赶至 他抬手一拍 就将此人从里到外 都冻在了寒冰当中 罗燕见状顿时唇角微扬 心想有活口了 心患道姑 身上的毒 应该是极其致命的 可接下来 他们有的是时间 去辨认 去分析 去化解 总算是心不辱命吧 赫连扶龙轻虚了狗气 然后回望到身后 他发现江云琪 已经副手立在 他们后方的院中 这位的任务是古母 此女同样是被 风洞在冰层内 悬浮于江云琪的 后方一丈处 赫连扶龙接下来 又把目光 看向了更难面 眸光 穿透一重重的障碍 看向了 湘王府的书房方向 在李轩预定的方案中 这座书房 也是重中之重 那边很可能 藏着湘王谋逆的 关键证据 赫连扶龙心里 才刚升起这念头 就听玄尘子 那娇嫩的声音响起 书房已经拿下 所有书信文档等等 分毫无损 赫连扶龙顿时精神一振 他想拿下了这两个人证 还有湘王的 遗印书信文档 一定可以定死此案 那位狼子野心 歹毒狠辣的 所谓贤王 再也没有了 任何脱罪的可能 与此同时 在太和门的 义政殿内 这座宽阔的殿堂内 寂静如死 裸真可闻 只能听到外面 大雨的稀里声响 所有人都在等着 湘王府那边的 搜缴结果 不过 先前那六百多位 贵妇余地的官员 已经有一大半 悄悄地回归到了 他们原本的对立当中 这些朝臣 大多都是静世出身 脑筋灵光 那些武臣们 也是久在 官场历练的人精 此时也都看出了 形势的不对劲 就在方才 湘王于瞻善 为李轩布置 攻打湘王府 强行搜查仪式 咆哮朝堂 整整半个时间 都无法控制情绪 这怎么看都是 心虚的表现 与湘王于瞻善 平时表现出的 进退贤雅 贤明持重 威严有度 可谓是大相径天 随着时间的推移 殿堂中的中央处 只余下74人 无不都是神色默默 面白如纸 还有一些人 则是身身跪服在地 保持着请罪的姿势 他们额前 溢着冷汗 须体像是筛康一样 抖动 他们都是 今日逼宫 于世上卷入太深 是无论如何 都无法脱身的 且今日 湘王的罪命 一旦被证实 那么他们就不 仅仅只有逼宫 而是党父湘王 何同谋逆 这是大逆不道之罪 天子 诛他们九族 都不为过 湘王于沾善 则是立在 玉座台阶之下 他的脸是死灰色的 一身气息 森冷浮躁 只要是修为精神之人 都可以感应到 湘王于沾善 正被好几道 充满了 杀意的神念 锁定着 尤其是天子 景泰帝 他的一身气息 似于责任而逝 不过湘王于沾善 本人却毫不在意 他有些失魂落魄 心不在焉 时不时地就抬起头 往湘王府的方向看一眼 李轩见状 就不禁冷冷地审笑 怎么 这湘王府里边 到底藏了什么 让你于沾善 这么挂你 湘王于沾善 看了他一眼之后 却一阵漠然不语 在湘王府的搜查结果 出来之前 现在说什么都是假的 他现在只希望 他王府里那些部署 能够做出最正确的反应 问题是 这位冠军侯 动员了七名天位 关其部署 显然是筹谋已久 也就在这之后不久 赫连扶龙的身影 从空中横飞而至 镜子落在了太和门前 本集结束了 订阅加关注 从此不迷路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 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玄幻仙侠剧 妖女哪里逃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开荒 水寒 领先演播 第六百一十集 下 以赐大镜黄统 在大镜紫禁城 那是静止飞行 可此时 赫连扶龙已经顾不当 他匆匆走路到殿堂中 朝着景泰帝 躬身一离 陛下 陈凤冠军侯之请 前往湘王府搜查 在湘王府的东侧院 成功地抓捕了 心患道姑与古姆 都是活口 而这两人意图 以剧图自裁 却被陈与江云旗 动入宣兵 就在赫连扶龙 话说到一半的时候 群臣就已是一片哗然 声如雷动 即便是礼部上述胡营 亲自出面弹压 也一样效果不张 所有的朝臣 都是震惊失色 议论纷纷 幸在赫连扶龙 修为强达天位 足以压制住所有的杂生 除此之外 我们还拿下了湘王府的书房 正在清理湘王书信 与移印账策 自成赶来皇宫之前 已经朝得与湘王谋逆有关的 服输三封 除此之外 何连扶龙的语音一顿 又拿出了一枚 玉制的首饰放在掌心 我们搜查常宁郡主的房屋 在其庄廊中 寻得了这枚 点缀凤行和田玉簪 与李月儿记忆中的那枚首饰 一模一样 别无二致 相望于沾扇 不由地闭上了眼 仰面望天 所有的精气神 都在此刻卸去了一大半 通正史思又参议许元仙 不甘心就愤 他感觉自己的心脏 被紧紧地定住 也知道湘王一旦被定下了 暗害太子与谋逆的罪名 他一家老小都不能活 御家之罪 何患无辞 许元仙几乎是从牙齿缝里面 吐出的声音 湘王贤德 岂会做出这等大逆不道之事 这胭脂不是你们伪造的证物 可此时殿中所有朝臣 除了那些还跪着的湘王一党 都在用冷冽不屑的目光看着他 事到此刻 一切都以真相大白 他们即便是对湘王再怎么信任 再怎么愚昧 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 被这样子言辞欺骗 还在想抵赖 赫连福龙就用冷力与嘲讽的目光看了过去 冠军侯就是料到你们湘王一党 冠会蛊惑群臣 煽动人心 所以这次搜查王府 冠军侯还特意地邀请了汉林院掌院学士 顺天浮影与国子监祭九三人一并前往 一印搜查过程 皆由他们三人亲自监督 其实这邀请二字 就是修士之后的说辞 李轩事前不愿意透露目的 所以对这三位用了一些无伤大雅的手段 有着强逼诱骗之险 幸在赫连福龙反攻的时候 这三位已经对李轩的无理之举释怀 许元先听了之后 整个人如受雷击 彻底没有了声息 他脑海中的意识僵致 再想不出任何反驳之词 赫连福龙说的这三人 都是独高望重的大儒 在朝中也是官高执重 朝中重臣这才发现 今日汉林院掌院学士 顺天浮影与国子监祭九这三人 都未出现于朝中 景泰帝则是低沉着身陷 一声咆哮 余瞻善 他得一个身影一个闪失 就来到了湘王余瞻善的身前 手抓着湘王的脖梗 直接将是高高举起 只是短短的一瞬 湘王的颈部骨骼就发出咔嚓嚓的上升 景泰帝的双眼赤红 让他遇恨莫名的是 在数月之前 他还有曾立湘王为辅政亲王 以备万亿的念头 陛下 礼部尚书胡颖微微一叹 他走了出来 来到景泰帝的身侧 湘王当诸 剥皮凌迟都不为过 却当明正典型 正告天下 景泰帝的手臂上 青睛抱起 他目姿欲裂 怒瞪着胡颖神情正常 他恨不得现在 就将这个狼心狗肺的畜生一把捏死 守抚陈群也走了出来 他的神色凝肃 陛下请赞作隐忍 湘王于瞻善 孤明钓鱼 道貌黯然 外贤内奸 外忠内诈 朝爷内外 还有众多朝臣学子 被他的虚名蛊惑欺骗 如今此人谋逆 以罪证确凿 朝廷就当堂堂正正 以刑律诛之 来日法常之上 将此聊时已折行 岂不快哉 景太帝终于收敛住了怒气 他将于瞻善 狠狠地一甩 将相往于瞻善的躯体 直接砸落地面 为人 即刻将相往于瞻善 亚入秀义为赵狱关押 有福龙先生 你亲自看押监管 还有方才所有参与 毕宫义立福征 亲王之人 即刻之金水 瞧钱罚贵 有新部尚书于是月 俄同秀义为都督 同志左道行 督察院左前 都于是为真 去做真鞭 凡事相亡当于 全都给这亚入赵狱待身 其余人等 发挥两个时辰之后 仗心三十 回家之后 等待朝廷处置 他的声音就像是 狮子在咆哮 镇得所有朝臣 都耳膜生疼 此时景太帝又深深 一个呼吸 与生阴刻森冷 此外 即刻将相往府 上下人等 全书缩纳下狱 你可都不能走脱 我尽住相往一家老鹰 难谢朕心头之恨 殿中群臣 一时间静若寒蝉 景太帝平日里 虽然是仁厚谦和 是真正的温润君子 可太子于建计 无疑是他的逆灵 龙之逆灵 处者杀之 此时力部尚书汪文 也微微一叹 他将自己的乌纱帽去下 然后伸身攻山 老臣 惭愧 他也是方才参吕 毅力辅证亲王的一员 也该当去精水桥前贵服 此时汪文只恨自己 有眼无珠 几乎就令于沾扇 这等狼子野心 残忍狠毒的恶徒 登上地位 景太帝 捏动了一下嘴唇 终究没有出言阻止 吏不尚书汪文的罪过 的确需惩戒 尤其此人 自去年八月以来的 一应举动 也让他恼恨无比 襄王于沾扇 如这位当朝天官的相助 配合 断不可能有现在这样的声势 在景太帝看来 力部尚书汪文 福利襄王 或是出于攻刑 其罪可恕 却不再适合担任 力部尚书这一要职 景太帝接下来 又望向了前方的五门 与生冷冽 左道行 承天门外 还是有许多学子贵去是吗 左道行还没有离开 这座义政殿 他当即攻身一拜 至朝会开始之刻 承天门外 一云及千人 多是各地赶来 赴春围的学子 还有国子建的学生 景太帝就一声冷笑 指着 正被拖往门外的相望余瞻善道 这就是他们想要福宝的贤王 一群不明势力的宠货 把这些混账也给我拿下 在春天门前仗则三十 阿勇 记录他们的性命 所有举人尖声压回元吉 永不许用 首府陈寻闻言 当即皱了皱眉 陛下 这些学子与剑生 大多都为湘王匡骗煽动 臣以为只需将湘王谋逆一事 在成天门前宣之于众 然后将之驱散即可 伤红也脸色一片轻满 陛下不可呀 还请陛下 连这些学子寒窗不易 收回称命 景太帝顿时胸膛起伏 他知道自己就是在迁怒 可如果就此收回御令 他的念头无法通达 一肚子的邪火 无处发泄 李轩此时也抱全异议 陛下 这些学子年轻冲动 满腔热血 难免被人煽动蛊惑 且即便汪尚书这边的明如 也被湘王蒙骗 又何况是他们 臣以为朝廷仗则可以 永不续用则过重 陛下可纠察主谋煽动之人 是以重刑 其余人则是以仗刑二十 举人取消参与荆轲春围的资格 作为惩戒 罢了 就按照官军侯说的办 井太迪认为李轩的处置方式 更合心意 他终究是将胸中的玉弩强按了下来 然后反身回到了玉座 那颗女子 家封冠军侯使此一千五百户 应封其一子为靖安博 侍习王帝 并此盲袍以张其功 若非是冠军侯 朕现在定被相望着沙子仇人 瞒在谷中 至于此事 包括朝中内阁诸臣都无意义 有记得昔日太子脑流 习乎抱病身死 井太帝下旨言查 满朝大臣都不以为人 是冠军侯李轩 以李坚持 这才在今日查出了 湘王于瞻上 这国之大恶 祸乱之缘 甚至有人认为 井太帝的赏赐还显得轻了 这虽是开疆拓土之功 可维持国家政术 铲除湘王逆党 其功可不下于开疆拓土 天子之所以不愿意 现在就为他加封公爵 想必是因为李轩过于年轻 担心未来赏无可赏 井太帝随后 用森冷的目光扫荡了 这空了将近一半的朝堂 同时 陈冷的声音说 此时满朝大臣都不敢答言 纷纷免贯贵服于地 李轩孤身立于其中 稍显尴尬 他不喜欢动不动就给人下跪 可此刻也不好太特立独行 只能朝着天子方向 威仪攻身 以示尊敬 此时 井太帝又一声含笑 罢了 你们不是担心国家无处 朕身死之后无人继位吗 那么朕就给你们一个储君 红尚 保那孩子进来 随着井太帝的话音 于红尚抱着一个 裹在墙堡中的婴儿 从义政殿的侧门 缓缓行入 可能是被殿中肃杀的气氛惊动 这婴儿发出了红亮的哭声 井太帝侧目看了过去 眼中现出了几分爱怜与柔色 此为朕的堂旨 端和王的姨父子 朕欲将之养于太子 见机的心下 疑似大剑黄统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玄幻仙侠剧 妖女哪里逃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开荒 水寒领先演播 第611集 这孩子是谁的 就在大雨烧停 天边陷出鱼杜白的时候 承天门那厚重的城门 轰然敞开 一大批顶盔冠甲 全副武装的玉营钉马 与秀依卫 从门内汹涌而出 他们黑压压的一片 就如同钢铁潮流般的淹没了 那一千余名贵服在地的学子 将他们全数锁拿镇压 有一些自制武力强横的举子 与剑升试图反抗挣扎 可是这些进军将士 却是毫不犹豫的动用刀兵 甚至是攻击 那些举人学子 要么是被强行打晕在地 要么就是被弩箭直接钉穿在地面 秀依卫千湖魏白龙 则是坐在一匹高头大马上 来回奔驰 手捧着一封圣旨大声宣告 随着魏白龙的声音 不但那些被抓捕的学子们 纷纷脸色煞白 四面八方也传出了一阵哗然的声响 周围看热闹围观的人群 无不都是神色错愕 议论纷纷 这些人要么是文训赶来的国子剑学生 与副考举人 要么就是附近大小石庸方的官宦人家 勋贵豪奴 当魏白龙将谋逆二字道出 他们当中的一大半都变了颜色 按照他们获得的信息 湘王近日分明以大事已成 有人甚至认为湘王出任辅政亲王一事 基本已成定局 怎么就好端端被打成了谋逆 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联想起了方才湘王府方向 那声惊天暴震 心想这成天门前的变故 莫非是与此有关 那些被所拿的学子 当中就有人不服 高声大喊 你们这实在血口喷燃 湘王贤德 曾经三辞地位 他怎么可能会谋逆 一定是你们校医卫在空险忠良 蒙蔽天子 还有人在咆哮在怒吼 湘王人后 众所共振 你们说湘王谋逆 可有什么证据 这分明是有奸领在朝中作祟 不与湘王继承大统 你们罗知罪名 党邪宪政 却塞不住天下悠悠之口 老子不羡也不服 湘王贤良方正人后爱命 我等学生请朝廷离湘王为处 到底有什么错 魏白龙听了之后 却是一声含笑 真是不知似火 到了这个时候了 还想蛊惑人心 来人哪 将这些人的牙都给我砸碎 他随后神色微宁 冷冽地看向了周围人群 今日管军侯大人已经查明 武经博士废原投毒案 还有太子报病案真相 两桩案件具有相亡 于瞻善主谋 而且以罪证确凿 满朝大臣 巨无异议 可秀依未的信誉 明显是无法取信于众 许多人的脸上 还是浮现着狐疑之色 甚至还有人献出了不屑之意 也就在这个时候 几个身影骑着地形龙 从远处奔至 他们穿着一身红薄 行色匆匆 回首一人 才侧骑跨过金水桥 就高声大喝 而最后的一人 则是略寒焦躁 还有一人穿着三品官袍 他骑着地形龙 及时到成天门前的时候 并没有急于入内 而是在大门前站定 朝着外面抱了抱拳 诸位 本官乃是现任顺天服饮王冠 方才我三人 协同冠军侯部署 搜查湘王府 已经获取人证物证数十件 可以确证 湘王于瞻善 不但是谋害两任太子的主谋 更与经营众多武官勾结 本官稍后就将请旨 即刻起封锁全城 锁拿湘王党女 你们尽可贵家不得外出 也不得心谣传谣 这个时候 之前被李轩劝回的国子剑学生张旦 就在围观的人群当中 他脸色煞白地看着这一幕 心内则是惊疑不已 张旦 还是难以置信 心想湘王怎么会谋逆 怎么会是毒害两任太子的主谋 可汉林院长院学士 顺天服隐于国子剑祭球 三人无不都是德望威龙 人品高级 刚正不恶的大乳 他们如果不是看到了确实的罪证 是绝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的 子晨 一个声音从张旦的身后响起 听说你今日也参与归缺了 张旦听到有人换自己的名字 就立时回望身后 他发现来着正是他在国子剑的同学王静 还有与之形影不离的龙瑞 这两人都来自于南之利 却是张旦极其珍视的友人 这不但是因他们性情值得深交 更因两人扎实厚重的学问 如果不出意料 这两人必定今年要高中 甚至可能位在一甲 是日后的宰相之才 望见两人张旦就不由苦笑着一抱拳 惭愧 昨日那场文会我也去了 当时脑子一热 就跟随着众人一起前来叩劝 现在老师入宫的时候 将我与众多同学劝退 否则我现在的情况 真是不敢设想 此时不止是他 聚在张旦周围的国子剑学生 也无不都是面露侥幸之色 这可是谋逆大罪 哪怕沾上一心半点 都不是什么小事 说不定他们这十年寒窗的成果 就毁于一旦了 可惜当时我极力劝说 可还是有许多同学不肯离开 张旦说到这里 又眼线出复杂的神色 不过我真没想到 相王他竟然谋逆 为夺取皇位 谋害两任太子 这 这简直 送人听闻 应该是真的 龙瑞看着那宫门的方向 以这三位老大人的人品 除非是确证的相王谋逆 否则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张旦 微微焊手 他刚才也是这么想的 随后人群中又传出了一阵骚动 这是有人传出了宫中的消息 是真的 湘王谋害两任太子一事 罪证俱全 绝非构陷 湘王已经被送往锦衣卫 招玉关押 刚才使出宫城的车马就是 还有许多参与逼宫的朝臣 正在内津水桥前罚贵 行不于尚书 正在主持争别 凡是湘王一党 都要锁拿下狱 怕是要足诸 还有人说 据说 冠军侯在数月前就已经锁定了湘王 不过关键的人证物证 还在扶桑人的手中 他隐忍数月 以金刀案牵制湘王 又纠合数十位清职大臣 弹河户部广机库云内关键 就是为阻挠看河 逼迫扶桑人交出那些罪证 可惜当时朝臣们 错以为他挟私报复 多有非议 甚至是大肆公结 直到今日 才真相大白 冠军侯还是一贯的品性高洁 这位才是我大进真正的栋梁 张旦听着众人议论 就不禁抹了把额头上的冷汗 真是惭愧 方才老师他劝我的时候 我还怀疑他阻挠湘王 是瑕疵报复 我确实自始至终 都对护法大人他兴致无疑 我观湘王的意应之举 就知这人不对劲 看似道貌安然 有德君子 其实阴险脚诈 心肠恶毒 龙睿失笑 安慰着张旦 放心 护法大人他不会与你 这等没脑子的浑人计较的 张旦唇脚微抽 却无言反驳 这次他确实冲动了 也没有仔细分辨 王静则是摇着头 我们还是尽快回去吧 别给激酒大人添麻烦了 也得尽快将湘王谋逆一事 转告同学 必须在国子监挂而告知 他担心那些湘王的党徒 还会借助谣言声势 如果再有同学陷进去 那情况就不好了 这对国子监的所有人来说 都不是好事 不能让天子以为 国子监的学生都是逆党乱途 同一时间 在太和门义政殿 当于洪商走入进来的时候 李轩第一时间 看的是于洪商的肚皮 最近于洪商行迹可疑 李轩怀疑他是怀孕了 虽然之前李轩也给于洪商探了脉 可这是宪法显示的事件 于洪商身为天位 要掩饰迈向实在是太容易不过了 不过让李轩略决失望的是 于洪商的肚子是平的 没有任何的隆起 李轩就用怀疑的视线 看向于洪商怀里的孩子 可随后他就摇头 心想自己是想多了 关键是时间对不上 他是七月的时候 与于洪商发生的关系 可是到现在也不过是六个月时间 于是李轩就兴致勃勃地 睁开护道天眼 往于洪商的怀里张望 心想这娃到底长啥样 端和王他曾经听说过 那是仁宗次子郑王于瞻雍的曾孙 算是相往于瞻善一戏之外 距离皇室血脉最近 此人已经在三个月前病亡 没想到这位还留下了一副子 不过这对于景泰帝 对于于洪商 甚至对于他本人来说 都是件好事 虽然不知这孩子长大 是什么性情 可总比正统帝妇辟要强吧 李轩却并未注意到 当他宁神打望的时候 于洪商却略有些心虚地 测过了半身 避开了李轩的视线 也就在此时 高谷紧拧着眉头 从情晨当中走出 陛下 请问这位小皇孙 可有金策御蝶 能否教育诸臣一关 李轩当即策目看了过去 眼线悠然之色 金策御蝶乃是宗室身份的证明 是皇家的族谱 一个皇室子弟诞生之后 就有人将提前办好的 金策御蝶记录上名字 存在宗人府之中 在这个世界 金策御蝶还有另外一个作用 那就是皇家血脉的证明 只有真正的皇家血液 才能够在金策御蝶之上流明 所以高谷实际问的 这个孩子是否皇室子义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玄幻仙侠剧 妖女哪里逃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开荒 水寒领先演播 第六百一十二集 老谋深算 李千之 听策御蝶 景太帝微宁着眼 高清之士怀我这尊儿 非是我皇家血液 高谷文言 却是神色坦然的义鞠躬 臣不敢 只是端和王仪在三月前轰事 如今却又冒出一个 义父子 臣又些许疑惑而已 臣担心有人弄虚作假 满天过海 混淆了皇家血脉 景太帝就一声寒审 他没有再说什么 只是一幅秀 令司理店长应太监乾隆 将一份金策玉碟取出 捧尺到群臣对立中 让他们一一跃来 李轩看了一眼 发现这孩子的名字叫 鱼幼龙 景太帝的孙子辈是幼子辈 是个挺生僻的字 这是大晶朝太祖定下的 如此一来 民间百姓取名写文章 都不用避讳 少去很多麻烦 龙的意思 则是 郡拔高耸 如重山处处 寓意是很不错的 不过这山字下面是龙 以山阵龙 这对皇室来说 不是什么好事吧 李轩疑惑不已 景太帝为何会给这小娃 取这样的名字 不过这金色玉碟的气息 明显于于鸿山怀里的孩子 遥相呼应 可见这小娃娃 窃息他们老瑜家的后来 此时李轩又生起了一股名物 意识到这个小娃娃 多半是景太帝今日 用于压制湘王的手段 即便是他今日没有将湘王拿下 景太帝也不是没有办法 应对朝臣们的逼宫 这些朝臣们不就是担心国家无处吗 那就给他们一个 太子于建计昏迷不行 无法继位 那么被养在于建计膝下的于幼龙 就是接任皇位的第一人选 高谷看了金色玉碟一眼 一时间也无话可说 这孩子被说为太子四子 对太后与正统帝 宜王甚至整个宜王党来说 无疑是个极其不妙的消息 意味着正统帝与宜王继位的可能 可能再次被断绝 可景太帝也从皇室中收养四孙 那是名正言顺的事情 轮不到外查查口 等到乾隆在殿中走过一圈 然后收回金色玉碟 返回玉前 景太帝就开口说 近日因国处空虚一事 朝野动荡不宁 争执不休 甚至还引发了天灾 生出了会心犯子卫的天象 还有湘王这栋野心勃勃之辈 阴途作乱 朕不得不为此深深忧虑 国家无储 缺席朝野动乱之源 所以近日策利无孙于右龙为皇太孙 以首府陈寻为少师 兵部尚书于杰为少父 管军侯李轩为少保 于鸿商听到这里 就不禁诧异地看了一眼景太帝 在他父皇的计划中 原本是没有这一出的 随后于鸿商就意识到 这应是景太帝临时起义 这个时候 有将近五分之二的朝臣 都应党父相亡 被压制内经水桥前罚贵 这座殿中剩下来的 要么就是帝党 要么就是依旧被荆刀案挟制的 太后与遗亡党羽 还有一些不偏不倚的 两兵不靠的 正是阻力最小的时候 李轩则是眉眼为阳 少师 少妇与少保 合成三姑 是三宫的父子 在古时候 其地位低于高 而高于清 除了长左天子李英阳 京邦洪化之外 也是辅佐太子的公关 其位至重 时至如今 三公三姑 已经成为朝臣的虚致 可依然有着 极大的政治意义 天子之意 显然是预计住他 与陈循 于杰三人之力 辅保皇太孙 可此时 满殿朝臣 依然是一片哗然声响 高谷与萧辞 也本能地皱起了眉头 景太帝收养于幼龙 为四孙没关系 可此时策利皇太孙 却触及到他们的底线了 他们不愿意见到这一幕 却不打算亲自冲锋陷阵 这殿堂之中 自有胆大不畏死的朝臣 此时就一位小官站了出来 陛下 臣以为 策利太孙还为时尚早 皇孙才刚出生不久 品性未明 天资未见 且国有名训 国赖长军 这 这恐怕非是国家之福啊 景太帝当眼冷眼看着他 眼中含着怒火 国处之宣 朕一言可诀 即使你一个小小的 几时中可以议论的 还有 什么叫国赖长军 你是认为 朕连十五年都活不了 等不到他长大成人 给我撤下去 以诅咒君王之罪 押入赵云万神 可此人被押出朝堂之后 却又有人站了出来 陛下 端和王乃是仁宗次子郑王 于瞻拥的曾孙 且非是嫡子 就礼法来说 已是出了陛下的三福之外 而宗室当中 以正统帝处子的血矣 与陛下最为亲近 陛下如欲收养 四子四孙 大可从正统帝膝下挑选 无需令假他求 景太帝听了之后 就冷笑着反问 这又是什么道理 您见从原之亲族中 挑选次次成绩的都不胜数 轮到朕就不行了 就非得从皇兄珠子中 挑选不可 你是礼部几世中 朕问你礼法中 可有这样的规矩 这位礼部几世中 雅然无语 最终只能报了报权 礼法虽为此规 却难使大进宗室心服 陛下强力远之宗室为四孙 臣孔后患无穷啊 此时还有人出列的 陛下 您可还记得当日 您登基时推太后的承诺 您说过日后定将皇位 传于遗王之手 如今是与自食其言吗 请太帝面不改色 纯情审议 李轩正宇出面拨斥 却发现后方的五尘中 有一个身材异常魁梧的人影 抢先出猎道 陛下何曾为诺 是以往自己施德 请辞太子之位 这与陛下何干 那正是梁亨 他须发怒张 双眼圆瞪 扫望着堂下群臣道 陛下不立处的时候 你们哭天抢地 现在立处了 你们又说三道四 你们道得要怎样 立什么人为储君 那是陛下的事 岂是你们外臣能够非议 你们谁敢不服 再敢妄言一句 梁某现在就砍了他的脑袋 李轩就拿眼看了过去 心里涌现 歇取意外之色 请太帝则面色愉悦 吴清侯此言甚善 神德无心 朕亦将其父亲 任之金银都督通知 执掌十团银 他已知这几个月 梁亨日日都 指手于成田门外 每天卯时出就过来 一直待到深夜才离开 孜孜不息 从未待醒 哪怕是被人讥讽 也不恼不怒 再没有了以前的 跋扈之态 而今日梁亨的表态 让他尤其满意 不过 景太帝还未确定过 此人是否诚心改过 没有直接官复原职 而是降职一级 出任金银都督通知 至于十团银 虽然是邵宝渝杰 从金银原本的 五军银 三千银 与神机银中 挑选金锐为骨干 募兵组近的金银主力 可邵宝渝杰 作为一手草创 十团银之人 在十团银中 声望崇高 足以形成大小相职之局 而在道完这局之后 景太帝就随后起身 太孙之事 这一决 有敢妄议 则着际免官 发配边垂 至高方也当 从速拟止 正高天下 朕累了 今日朝义到此为止 随后 他就将翁然之声 四起的朝臣置之不顾 直接走出了 这间义政殿 散朝之后 李轩就眼含深意地 看着梁亨 上下打量着这位 前任大将军 五亲侯今日之言 可真为是霸气四溢啊 哪里哪里 雨爹你今日揭穿 向王臣面目 朕破谋逆大案的功绩 不止一提 何况这些朝臣 确实不像话 都气凌到天子的头上了 此时梁亨面犯红朝 心情甚佳 哪怕是见到李轩 这个便宜爹 也没有影响 他的好心情 甚至毫无障碍地 把爹这个字 给说出来了 他讲 铁面人提供的策略 果然是对的 此时只有无比坚决地 站在天子这一边 才有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 官复原职 诚如铁面人的谏言 他梁亨现在的首要之急 是尽快掌握实权 否则无论自己 有什么样的想法 都无从实现 梁亨心里也暗暗庆幸 自从婉月楼那场变故之后 他就与湘王走得远了 尤其是他被罢官 执尔梁彪 被贬持云南之后 这两个月 梁亨恼恨于湘王 不尽力帮忙 干脆听信铁面人的话 与湘王府 彻底断了联系 否则这次 他说不定就要被卷入进去 成为湘王逆党 李轩凝然地看着他 然后一声轻笑 希望梁大奖女 今日之言 都是真心实意啊 他心里却更加警惕了 重新掌握了军传的梁亨 在他眼里是极端的威胁 也就在李轩 想要继续说些什么的时候 却发现高谷 伤红等人朝他走了过来 冠军豪 高谷守执欲规 朝着李轩一抱拳 金刀案既然与湘王有赦 可见太后与上皇都是清白至深 此案是否可以结案了 他无力阻止景太帝 李皇太孙 只能退而求其次 先让太后与上皇从金刀案脱身 恢复自由 也可让众多与太后上皇有赦的朝臣 尽快解开套在他们脖梗上的绳索 李轩却微一摇头 赐福大人何出此言呢 我是说过湘王与金刀案有赦 却没有说过他就是主谋人 冠军豪这话就奇怪了 户部尚书萧辞皱着眉头 冷眼看着李轩 湘王乃是谋害两任太子的主谋 而这金刀案显然是湘王为篡夺地位 有意陷害 这案情简洁明了 还有什么好查的 李轩就摇头说 这只是萧尚书的猜测之词 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湘王是金刀案主谋的直接证据 可至今为止 也没有证明太后与上皇设案的实证 这是兵部左侍郎商红 他神色诚恳道 天资总不能将此寝宫一直这么封锁下去 否则日后史书上难免有一个不孝之名 冠军侯要查案可以 可总得给个实现 李轩当即定定地与商红对视了言 现象麻烦来了 其实现在的情况也在他的意料之中 随了湘王倒下 朝局失衡 金刀案的形势自然也会发生变化 这桩案子很难再拖下去 可李轩随后却微微一笑 此进宫虽被封锁 可太后一切起居用度都已硬如往 天子也依旧对太后恭敬有加 只要他有空下都会成婚定情 这哪能说得上是不孝啊 倒是这金刀案不查清楚 让人以为太后昏溃不辞才是大问题 他随后宁思道 这样吧 飞原投毒案与太子报名案 我都查了一年多 我们就以一年为期如何呀 一年之后如果还查不出什么所以然来 我会亲自向陛下请令解封辞信公 这个时候对面的高谷萧辞等人 都有了开口骂娘的冲动 本集结束了 订阅加关注 从此不迷路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玄幻仙侠剧 妖女哪里逃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开荒 水寒领先演播 第六百一十三集 于红商的变化 景太帝从太和门离开之后 就走向了后面的凤天殿 于红商则是神色木然地 紧紧抱着孩子 一步一驱地紧随其后 当景太帝走入门内 就眼神怜爱 歉疚地往于红商看了过去 他轻声一叹 委屈你了红商 是为父对你不住 他知道这一次 自己的女儿 为他与太子于建计的牺牲 是何等据的 一红商当即眼圈一红 把情手偏向其他的方向 父皇说哪里话 死为未嫁从父 父皇对孩儿 有生养之恩 明记有所求 孩儿岂能不从 且是设皇统 孩儿这点大局观还是有的 景太的确从中 听出了于红商语气中的怨气和疏离 他心内不由生出了几分悔意 如果他早知李轩能拿下香王 早知道香王就是谋害于建计的凶手 他不会让于红商怀里的孩子早早生产 这完全没必要还伤了他与于红商的妇女情分 景太帝想要开口说些什么 却无话可说 他只能将目光转向于红商怀中 紧紧抱着的强宝上 又一声叹息 神儿 你对父皇就这么不放心 为父说过 未来无论怎样 为父都不会将这个孩子从你身边夺走 虽然没有名分 可他只会在你身边长大 于红商的神色这才微微松缓 可他抱着孩子的手却没有半分放松 景太帝则继续道 不过这两个月 你需得小心看护了 这次虽然是借助了仙丹 其转韩元丹这里促成早产 幼龙他一身筋骨血脉 都经过洗炼强化 理论来说 他的体质要比普通孩子强许多 可终究不是自然生产 绝不能轻忽大义 还有 红商 你现在也该长点心 这深宫之中 到处都是痴美亡粮 唯鬼唯欲 尤其孙太后 她在深宫中深耕数十年 棋子遍布 剑记得是阴剑不远 你可便让幽龙布上了她的后尘呢 听到孙太后三字 于红商也眼神威宁 威以汉手 父皇放心 孩儿知道厉害的 孩儿宫中的人手 在三个月前已撤换过一次 都是由孩儿亲自挑选的人 他们的一家老幼 也都在孩儿的掌握中 且幽龙一切一识 孩儿都不会驾于人手 景太帝不由点头 他一直都知道 于红商可比他的弟弟于剑记 要聪明得多 只关于红商这四个月来的 监国经历就知道 于红商为帝为君的资质 还在他本人与太子于剑记之上 四个月来 除了荆刀案之外 朝中波澜不兴 由此可知 于红商调理阴阳 梳理政务之能 还有端和王的那个事情 而且你务必要好生照顾 孩儿明白 于红商星知景太帝说的照顾 是务必不能让此女走漏风声 于幼龙身份最大的破绽 就是这个女人 其实最好的办法是杀人灭狗 可无论是景太帝还是她 都做不出这种灭绝人性的事情来 他们只能以幻术掩盖 这女人的部分记忆 然后严防死守 就在这一刻 她怀里的于幼龙 开始哇哇大哭起来 于红商一看就知道 这孩子是饿了 恰好她胸前也胀得很 于红商就翘脸微红 如果父皇没有别的事 那么孩儿就先告退了 景太帝此时却一阵犹豫 她愁出了半赏 还是面色凝然地开口 神儿 你还需答应我一事 关于幼龙的身世 你无论如何 不能让冠军侯得知 于红商闻言之后 顿时脸色一片青黑 于景太帝分开之后 于红商就匆匆地往伏碧宫的方向走 他怀里的于幼龙不但是皇长孙 也是皇太孙 是肯定没法随他出宫 随他一起去公主府居住的 在于幼龙长大成人之前 于红商除非是能狠下心 舍得放开这孩子 否则就只能住在宫内 所以接下来的几年 于红商还得住在宫里边 又由于他要抚养皇孙之故 景太帝将伏碧宫旁边的几座院落 也拨给了他 贵格完全向仁寿宫 慈庆宫等等看齐 不过于红商才走下奉天殿的台阶 就看见李轩的身影 从最面大步地行过来 一开始看见李轩的时候 于红商还是非常欢喜的 他已经两个多月没见到李轩了 几乎相思成疾 尤其不久前的某个 对女人和孩子都至关重要的时候 他脑子里面全部都是李轩的身影 方才李轩在朝堂之上揭开太子报病案的真相 拿下湘王这个幕后真凶 更让他心生感激 可仅仅一瞬之后 于红商的俏脸就为之一僵 只因墙堡里的于又龙还在哭泣 他的胸前则是越来越难受了 以前的于红商从来都不知道 这种事是这么难受的 这么一来 李轩那张貌如攀安 敬意出尘的脸 还有鹦鹉挺拔的身姿 在于红商的眼里就变得平平无奇起来 吸引力大不如前 他不耐地想 这家伙跑这里来干嘛呀 这家伙真不会挑时候 李轩却一点都没有察觉出异样 他匆匆地走了过来 红商 你的阴阳之理 可话说到一半 李轩就感觉到不对劲 他的鼻子嗅了嗅 奇怪 怎么有股奶香味 于红商就低下头 装模作样地哄着怀里的娃娃 掩饰着他脸上的一样 有吗 应该是这小家伙吧 他刚才喝了一点奶 可于红商已经答应了景泰蒂 绝不能将幼龙的身世告诉李轩 如果被李轩知道实情 那么李轩哪怕用脚跟去想都能猜到是怎么回事 似他这样的天位强者 其实有能力控制自己的奶水 可对于这孩子来说 却不是什么好事 奶水中蕴藏元气 如果积蓄压抑得太久 会令奶水中的元气过剩 孩子未必就能承受得了 除此之外 人奶中也含有母体中的各种毒素 于红商虽然是天位之身 体质如纯净流离 可他成就天位的方式有很大问题 几乎沦为鬼地汗拔 故而也不能不防 李轩也没细想 孩子身上有奶香 那是很正常的事情 他目光看着鱼又聋 不知怎么回事 李轩莫名地感觉 这孩子很清静 很讨人喜欢 李轩以前不喜欢小孩 可于红商怀里的小宝宝 却给他截然不同的感觉 怎么回事 他怎么一直在哭啊 此时李轩的目光却在不知不觉间 移到了于红商的胸前 他心想不对啊 红商怎么会突然间大了这么多 之前在太和门一正殿的时候 他没注意 可这个时候 李轩才惊觉于红商的凶量 竟然到了与月千千等量奇观的地步 这让李轩心里涌起了莫名的冲动 一时间心痒难骚 他应该是饿了 刚才没有喝饱 于红商一直在躲避李轩的目光 也就没有发现他的异样 他一边信口慈黄 一边抱着强宝 微微晃动 哄着小幽龙 李轩 你跑这来是找我有事 有事快说 没事的话 我得找人去给他喂奶了 他感觉此时的于红商 有着一股迥异于以往的魅力 说不清也道不明 只不是三个月不见 想你都想疯了 还有 善儿 你的阴阳之力调合得怎么样啊 想我 是吗 于红商不禁冷笑 你有那么多女孩陪着 一天能分出多少心思想自己 他越来越觉得不耐 感觉胸前仗得更加难受 哇哇大哭的小幽龙 也让他反靠不已 我很好 不劳挂心 你还有别的事 拜托长话短说 你看孩子他一直在哭 李轩就心想着情况不对啊 于红商今天不但对他爱搭不理 就连轩郎都不叫了 李轩顿时感觉到一股深重的危机 他看出于红商的不耐 很大一部分缘由 适应红商怀里的小家伙 于是李轩就灵机微动 拿出了一个葫芦 这是酒油零中乳的枝叶 习性中凉 可以带地奶水 还有这强身健体智能 我嫂子也怀孕了 这是我给我那还未出生的侄儿 特意寻来的礼物 果如他的预料 小幽龙一接触到葫芦里面的那乳汁 他就没有哭了 他大口大口地吞吸 于红商看着这一幕 却不禁一阵无语 李轩则是面含得意之色 试图从于红商手里接过小孩 看吧 小孩都喜欢吃东西 不知他的奶妈寻到了没有 没有的话 可以形容着酒油零中乳代替他 给我抱一抱 这孩子与我很投缘 我特别的喜欢 还有 他又没有什么小名啊 为什么叫幼龙啊 龙之一字 可有什么讲究 可接下来 他却见于红商直接把他的葫芦丢了回来 然后就静字往前方走 于红商的声音却异常冷冽 你没事管这么多做什么 这又不是你的孩子 还有 最近我都没时间 你没事的话别来找我 李轩看着于红商的背影 不禁一阵发愣 心想商尔这到底是怎么了 自己哪里说错话了 然后他就惊慌地想 这次自己与于红商的感情危机 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 本集结束了 订阅加关注 从此不迷路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玄幻仙侠剧 妖女哪里逃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开荒 水寒领先演播 第614集 兵权大增 与此同时 在仁寿宫内 这里的气氛却已是低沉压乙急 襄王已经被押入秀一位赵玉的事情 早自半个之前就传入到了此间 可此间的主人 心情非但没有因此转好 反而更加的愈恨恼怒起来 孙太后几乎从牙缝里面吐出的声音 她散出的气息 甚至让乌角都结出了一层寒冰 她怎么敢 她怎么敢 这简直是滋意妄为 无法无天 与其与她怎么敢立以远之庶孙 为皇嗣 居然还是什么姨父子 骑着你那么多的孩子 哪一个不比那不知来路的野种枪 那些阎官礼官 还有那些汉林 难道就不知这是不合礼法的吗 上一个远之庶种 成为皇太孙 他们把书读到狗肚子里面去了 让她惊怒的是 于其玉宁愿是将皇位给一个外人 都不愿意从正统帝的膝下诸子中挑选皇寺 这知他们母子于何地 上皇正统帝的元神 此时就显化在孙太后的身前 她的面色同样是阴森无比 孩儿说过的 于其玉狼子野心 对孩儿与母亲您应怀怨恨 是断然不会让皇位落回在我这一心手中的 至于那些阎官 母亲您也没必要太苛求 如今襄网倒下 又有金刀案在压制外朝的众多贤粮 于其玉内外都没有智者 又有兵部余节 五军都督府李轩为羽翼 分明是大事已成 不可阻挡 就如他所说的 皇储一事 他一言可绝 孙太后面色铁青 询问旁边的国舅孙继宗 那个叫于幼龙的小畜生 现在是由杭贵妃抚养 孙继宗却苦着脸 摇了摇头 景太帝不知是何想法 将那小畜生 放在了他女儿于洪商的身边 这几个月来 我都曾尝试 往他的伏碧宫里面参人 可却毫无进展 于洪商挑选宫女 完全不走尚仪的渠道 他直接从外面挑人进来自己调教 我又尝试从他们的家人找手 可结果查了一个月 都不知道他们是来自何处 尚仪是宫中十二件 四司八局之一 也是女官的名称 掌礼仪教学 理论来说 紫禁城的所有宫女 都需经尚仪教导妥当 在遣送至各大宫寓 还有 她的公主府已经建成气候 景太帝将几个黄庄赐给了她 每年有百万两银子的出息 本身又是天尾 得以网罗了不少江湖好手 孙太后紧握着扶手 脸色铁青 这不合规矩 她敢这么放肆 孙继宗没有答话 而是神色漠然的一公身 这当然不合规矩 可当今的皇帝是于其玉 且大权在握 哪有旁人智慧的余地 没有荆刀案的时候 孙太后还可以以 嫡母的身份牵制一二 可现在孙太后困在 仁寿宫不能动弹 景太帝也就更加的猖狂无忌 孙太后随后用冷冽的目光 看向了远处的孙初云 如果她这个外甥女出手 那个小畜生可能都活不过今晚 孙初云却不做理会 她直接偏开头 看向了这座电雨之外 不识大体 孙太后不由双眼圆瞪 一声怒哼 孙太后很想发作 狠狠地训斥这个不明事理的丫头 可当她想到 她还须借助孙初云联络内外 就强忍了下来 没用的母后 郑董弟猜到她母亲想要做什么 她微摇着头 那个小畜生 其实无足轻重 即便此子早有 于其欲大不了再抱养一个 这于她何损呢 太祖二十六子 太宗四子 人宗九子 这么多的宗室 难道还找不到一个年龄合适的孩子 她既然铁了心 不想让我重夺黄统 就有的是办法可想 所以这非但于事无补 反倒会让我们的处境更加凶险 一旦露了蛛丝马迹 后果不堪设想 齐阵你说得对 我们不可能等到几年之后 如今湘王虽处 可你我母子的处境 却更加不堪 孙太后先紧闭着眼 深深呼吸 等到她在争目的时候 那牟子却是杀鸡无限 蒙物人那边 他们筹备的怎样 郑统帝面色清朗的回应 一万事俱备了 瓦剌在等我的心神之事 可这誓言一旦发下 那就是箭在弦上 不得不发映 你去与他们联络 孙太后一边说着 一边陷入宁私 还有 外朝也该有点动静 不能让于其玉 将这黄丝立得顺风顺水 季宗 我们手里的那些言官礼官 还有那些宗室 该动的都得动起来 不要舍不得钱 这次哪怕能牵扯住 于其玉一二分的精力 也都是划算的 李轩在宫里面 又待了一个多时辰 才走出了五门 这是因不久之前 他被都之剑首领太监王传话 换住了 说是天子召见 李轩原以为 景太帝叫他过去 是为相亡后续的案件审理 似这种谋逆大案 是势必要除恶物尽的 哪怕景太帝 平时在咱们人后 也会狠下心肠 行杀伐猪连之事 所以襄王的下狱 仅仅只是开始 他们还得拷问此人的同党 捉拿一应的涉案之人 可结果出乎李轩的意料 景太帝没打算 让他再涉入襄王案 一应的后续审理 景太帝准备交给内籍市场 与秀一位 李轩乐得如此 他继续参与此案的意愿 本就不大 只因着后续的活迹 既肮脏又血腥 无非是拷打 锁拿 然后诛旗满门 李轩穿越到这个世界 虽然一年有余 可他的心肠还没有到 杀人不眨眼 抬手兼数万妇虏 人头落地的地步 景太帝找他的目的 是为军务 这位天子准备将神机右营 也交到他的手中 神机右营人员 一万一千人 驻地在京城的东北郊 原本是京营最精锐的一支禁军 可由于13年前被于杰抽掉骨干 组建石团营的缘故 境况已经大不如前了 算是禁军中垫底的一支 景太帝希望李轩能够主掌神机右营 尽快令右营的战力 向神机左营看起 他还许诺李轩会购买 一万两千杆符文碎发献堂枪 调拨神机右营 并将神机右营的人员增至一万九千人 李轩惊讶无比 天子对他的信任 让他有了些受宠若惊之感 他想 这景太帝对他难道就一点猜忌没有 如果这神机左右营 按照景太帝的计划编制完成 将成为经营中仅次于石团营的一支大兵团 石团营人员多达16万 是少宝渝节偶星沥血建成 在景太十三年年初与蒙误人的大战中 大放异彩 硬汉瓦剌血军而不落下风 可未来的神机左右营 在装备上要远远胜过石团营 符文碎发献堂枪的威力 可是如同中平法器 对于四重楼五修的 有效杀伤射程高达260张 这远不是石团营培养的那些剑手能够比较 又由于火枪采用了后膛碎发与定装弹药的方式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防雨 这就避免了火枪最大的缺陷 虽然五军都督府中的众多速将 还有兵部的众多要员 都在质疑这支全火枪部队的战斗力 认为他们不堪大用 可仅从纸面上的数据来看 这神机左右营的战力是非常强的 景太地却不但将这支禁军交给了他 甚至都未做任何掣肘 连一个监军都没有派 说是唯以自专 也就是一切事物都有李轩自己做主的意思 李轩自然是乐意掌握更多兵权 可他质疑这扩军与购买装备的钱从哪来 兵部是无论如何都不肯给他拨更多款项了 户部那边就更不用说 刚才朝会结束之后 户部尚书消辞 因他不肯放手荆刀案 可是神色不悦 拂袖而去的 结果景太地大手一挥 说是接下来扩军的一切开销 都从内裤拨给 李轩再无话可说 他知道最近皇家内裤很有钱 不久后的湘王案 更将带来大笔镜像 不过接下来 他估计有的忙了 那神机左营 他都没有完全操训完成 现在又多了个右营 李轩估计接下来两个月 都得劳劳实实的 待在军队里边 此外还有军官 合格的军官可不好找 不但得精通武道 还得通晓火器 有一定的管理能力 所以接下来 他又得去各个书博那边搜刮 而就在李轩告辞出宫 走出承天门之后 他看见了孙初云 这女孩不知在想些什么 正面色迷茫 魂不守舍地 往外面走 李轩看了他之后略觉讶异 急步走了过去 本集结束了 订阅加关注 从此不迷路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玄幻仙侠剧 妖女哪里逃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开荒 水寒领先演播 第615集 承德龙脉 当李轩侧及走到孙初云身边之后 一直跟着他走了大概小半里路 孙初云都未发现他的存在 李轩就不禁奇怪地问 初云 你在想什么呢 怎么魂不守舍的 他说话的同时 目光狐疑地望了一眼后方的宫城 心想初云来这里做什么 去宫中 可是仁寿宫已经封锁了 装浪驾 孙初云明显吃了一惊 然后就面色镇静道 我去了脏伐库 手里有一张案子 需要那边的一桩证物 大静的脏伐库有两个 都在工程内的太叶池西岸 朝廷伐末的脏营 书画各种值钱的器具等等 都往这里面丢 孙初云刚才也确实去了脏伐库 拿了里面一件东西 原来如此 李轩不宜有他 他微微笑道 我听说初云你最近半经常走神 好像吃了魂似的 原本以为他们是夸张的说法 没想到是真的 初云 你最近有什么心事吗 孙初云文言定定地看了一眼李轩 他神色迟疑 欲言又止 最后偏开视线 微一摇头 属下没事 只是最近有一桩很麻烦的案子 我有点想不清楚 李轩目光中 闪现出一摩一则 然后就没有再询问了 他为遗憾手 那你注意身体 别太累了 最近无常都的破案率都很不错的 为了神异司都第二位 可谓是我们神异府的中流砥柱 这势头必给断了 无常都的取名 来自于孙初云的名字 寓意是云无常 风无象 他也配得上这份荣耀 这一都 也是由孙初云一手草创 从上到下都充满着孙初云的印记 还有 骑马的时候别走神 这可是危险架势 创造人可就不好了 李轩说完之后 重重地拍了孙初云的肩 就策马往另一侧走过去 不过他才刚策马走出几步 孙初云却忽然开口大喝 李轩 李轩不由眼线疑惑之色 往孙初云看了过去 最近几个月 孙初云一直叫他中郎将或者侯爷 叫他李轩还是第一次 孙初云则是清白着脸说 李轩 你最近要小心太后与上皇 还有蒙误人 尤其 尤其是成德 他似乎是用了全身力气 说出这句话 说完之后 就侧着马狂奔离去 李轩则是面色凝然 若有所思的 骑马立在原地 定定不动 两久之后 李轩这才继续策马前行 接下来他还要去武京都的府 查阅各地位所的武官档案 景太帝没有在神机右军 使用大小巷制的制衡之法 而是将一切军官任免事宜 都交给了李轩 这位天子的要求只有一个 让神机右军快速形成战力 这正是李轩震惊的缘由之一 景太帝对他的信任 似乎没有边际 李轩为人厚道 又雷厉风行 景太帝既然以国事待他 他也就以国事报之 会尽其所能将这桩事办好 他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充实神机右军的骨架 任命一些 靠谱的中高层将领 在一支军队当中 主帅就好像是人的脑袋 中高层将领就是人的四肢骨架 李轩必须通过这些将领 将自身意志准确地贯彻到基层 如果四肢骨架不听话的话 也没有足够的力量 那是没有办法与敌人争斗的 而此时的神机右军 在将官层面无疑是不合格的 自景太初年以来 京营虽然经历过数次整军 可于杰主要整治的是石团营 十三年前 于杰声望未助 没法捅这个马蜂窝 就干脆另起炉灶 筹建石团营 神机右军就被遗忘在角落里 里面有着许多烂鱼冲树之辈 大多都是各家 薰贵将门出身的顽裤子 被送到金营里边混日子 李轩与当初的于杰情况又不相同 他现在已是当朝少保 声望高龙 且那些北方将门他都已经得罪了个遍 早就不在乎了 关键是他也信不过这些人 幸在神机右军底层 士兵的素养还不错 这些将官虽然懒散无能 可他们的家丁却有真本事 且少保于杰常年刑查抽检 如果神机右军的兵员素质不堪大用 那么于于杰的陷阱 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容许 神机右军这么烂下去的 神机右军本身又是火器营 他们操纵符文碎发献堂枪 不会有任何的困难 所以在李轩看来 只需替换掉神机右军的脑袋 更换他的四肢骨架 再将新的战阵阵型 操演娴熟 这只军马的战斗力就不可小觑 而这些中高层将领 他准备一半从神机左营提拔 另一半从卫索军中抽掉 当今的卫索军虽然迷烂 可卫索军中的底层 却有着不少能力灼绝的世袭军官 他们家学渊源 从父辈那里学了一身本领 却陷于身处的环境与地位 不得施展 此时只需一个伯乐 将之拔竹到合适的位置 就可绽放光滑 还有神机右军基层的武将 李轩也准备更换其中大半 将北方将门的家丁家毒 全部都剔除出去 调任地方卫索 空缺出来的职位 从底层士兵中择其精锐 就地提拔 李轩对于北方将门 实在无法放心 这也是让神机右军尽快升成战礼的唯一方法 孙初云领走时那些话 让李轩生出了紧迫感 既然试设盟物 又与太后上皇有关 很可能又是一场 波及整个朝堂 整个大境的巨变正在酝酿 说不定就是一场夺宫之变 李轩意识到 自己在这场大变到来之前 他必须得尽快掌握住神机右军 而如今留给他的时间 可能已经不多了 武军都督府就在成天门前 外经水桥的南表 李轩此时 只走了一会儿就到了 他发现这里竟是一片冷清 前无往日 人来人往的热闹与忙碌 相望谋逆案也波及到此间 上至唐关下至文历 几乎所有人都是人心惶惶神不守舍 湘王于瞻善 长袖善武 几十年来苦心孤义的结交人脉 自然不会漏过 这执掌着大境未索君权的武军都督府 所以武军都督府这边也是被湘王谋逆案 牵连的仲裁区 有一大半的人都还在金水桥那边罚跪着呢 余下的人也担心被湘王牵连 不过当李轩到来 整个武军都督府就沸腾起来 几乎所有人都开始围着他转 李轩但有所求 这里的官吏无不应命 即便是那些江门勋贵 也没有了网瑞的矜持 得此之助 李轩仅仅花了半日 就已拟定好了一份名单 还完成了所有相关的调动手续 他这一年的中军段式官可不是白做的 地方上有什么人有本事 什么人是换日子的 什么人勇猛桀骜 什么人胸怀壮志 都能做到胸中有数 也就在这个时候 李轩接到了一张信符 信符来自于薛云柔 而此时薛云柔正奉他 致命前往成德千户所 当李轩感应过幸福的内容 脸色就微微一变 眼神凝冷到了极点 一个时辰之后 李轩就已抵达成德千户所附近 在距离千户所大约二十二里的一座 山头降下顿光 薛云柔就立在此处 眉心紧促地眺望远方 李轩落在了薛云柔的身侧 你说龙外在哪里 他一边说着 一边睁开裤道天眼姚目四望 李轩前世没到过避暑山庄 只是听闻其名 所以不知这成德避暑山庄的位置 具体在成德什么地方 且大静朝的面积是他前世那个世界的三倍 地形地势也不尽相同 在那边 武力和西岸的那片山谷 薛云柔遥控往前方的山谷指了指 他的神色不可思议 还真被你说中了 这里居然真有一条隐藏的龙脉 藏得非常隐蔽 我花了三个多月才找出来 在这前 他是万万没想到 这个阉山山脉中的平脊古地 竟然还蕴藏了一条未成形的龙脉 薛云柔又与声复杂的 这应是源自于契丹人 千年前 这阉山南北都是契丹人的牧场 如果它能蕴养成形 契丹人 说不定还能有一两百年的契运 所谓龙脉 是风水学的说法 风水中借龙的名称 来代表山脉的走向 起伏 转折 变化 因为龙扇变化 能大能小 能屈能深 能隐能陷 能飞能前 山势就像龙一样变化多端 故以龙脉称呼 除此之外 龙脉也是人心意念的杂合 就如靖太祖在凤阳的龙脉 当时就聚集了 淮河南北众多苦难百姓的人心意志 最终使太祖崛起于江淮之间 扫荡群雄 而现在 在靖世龙脉 也凝聚着一国百姓的意志 李轩则是摇着头 收回了护道天眼 这儒家的铜术与风水无关 他也就看不出什么所以然 我只想知道 他们到底想做什么 薛云柔 久微以拂袖 将一面迎镜显化于身侧 那镜面中光影闪动 很快就映射出 一个满布符纹的黑色丹丸 这是一种 名叫离合骤光雷的法器 爆炸后的威力 可以摧毁一座千丈山峰 他们将这东西 埋在了这条龙脉的下面 李轩的眼神还是充满疑惑 他们这是打算做什么 摧毁掉这条龙脉 这有什么用 我不知道 现在只有一个猜测 薛云柔遥空看着北方 如果这里的龙脉爆发 辽太祖灵的那数十万匹是铁骑 就有可能摆脱束缚 进军成德 本集结束了 订阅加关注 从此不迷路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玄幻仙侠剧 妖女哪里逃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开荒 水寒领先演播 李轩听了薛云柔的话之后 气息就不禁微微一致 他曾经在辽太祖灵 击退过一位 假冒伟丽本的辽太后 树绿萍 还有他麾下的数万骑军 可李轩不愧 因此就小瞧了辽太祖灵 他知道真正的辽太后 绝对是掌握了 吉天之法的强大天位 他们那次遭遇的 不过是游荡于陵墓外围的 一部分不成气候的诗君 辽太祖灵的真正精锐 一直都在陵墓的内部 那些深藏于辽太祖灵内的 皮诗君 还有那些众多 被辽太后树绿萍 逼迫陪葬的 众多的大辽速将 开国功臣都非同小可 李轩不由地皱紧了眉头 我不太懂 承得距离辽太祖灵 好几千里 这边的龙脉爆发 扯不到那边去吧 可如果是有心人 加以引导呢 薛云柔反问呢 别忘了 如今蒙物人的体内 就流淌着 其单人的血脉 他们完全可以 借助血脉的力量 去利用辽太祖灵 即便是我 也有至少三种方法 将辽太祖灵内的 诗君引过来 比如 辽太后 树绿瓶 如果利用好这里的龙脊 她完全可以转生 重活一世 且贵不可言 下一世说不定 还是太后之尊 临朝听证 李轩顿时万分头疼地 揉着鹅脚 心想这边 果然是个天大的麻烦 她就知道 阿巴斯与张冠岚这两人 凑在一起 准备好事 薛云柔就疑惑地看着她 干嘛头疼成这样 即便蒙误人 加上辽太祖灵的弑君 也不过是六七十万骑 现在的大晋 应该应付得来 确知 此时的大晋国力 较之景泰十二年 还有强盛几分 边境的几个要塞 都已恢复 各地的卫所 也刚经历过清田 士气大增 除此之外 还有于杰与朱天尊 这两位掌握 集天之法的强横人物 景泰帝本人 也深不可测 蒙误人 则是此消彼长 去年初春之后 蒙误人 光是饿死的人 就达十几万 虽然都是些 老幼木奴 可蒙误人的动员能力 已经远不如前了 还有 瓦剌大汗 也先在草原上的 声望巨匠 已经没办法将 各部落 如臂指使 薛云柔估摸着 这位大汗 现在最多 也就是能起兵 三四十万骑 李轩就苦笑 看着孙处云 对我说 她让我小心太后 与上皇 还有蒙误人 尤其是承德方向 这是她的原话 薛云柔愣了愣 然后就嘖嘖有声地 讥笑 这还真是美人恩仲 她一颗心 全在你身上了 可在嘲讽的同时 薛云柔的谋中 也献出凝重之意 如果这两方凑在一起 那就是内外交功之举 什么美人恩仲啊 是身名大义 是大义凛然 李轩高声纠正了一句 然后询问道 能不能把这什么 离合赵光雷 从龙脉里面取出来 取倒是能取出来 薛云柔眼线宁思之意 不过我建议你别这么做 万一他们现在就引爆怎么办 这是阳谋 哪怕你知道了 也无法可想 李轩就看着那座 蕴藏龙脉的山谷 如果这承德山庄的龙气被取走 会有什么后果 此时古北口的官城才修复好 于姐又挑选了八千精锐助助 李轩判断哪怕是 辽太祖灵的皮氏师君 也绝对公布进来 他们能做文章的 也就只有这承德山庄的龙气而已 我想想 薛云柔宁神细思 会有一次地震 规模很大的地震 不几周围三千里 除此之外 薛云柔又看向古北口的方向 面显游移之色 地震之后 古北口的通道应该会扩大 估计会是以前的三倍左右 足以通行大军 李轩就陷入宁思 他想 地震虽然可怕 但这个世界的人们 多还是使用低矮的牧石建筑 甚至是茅草物 关键还是古北口 对方利用完龙气之后 还有后续动作 此时 他又听薛云柔用猜测的语气道 我怀疑 他们也没有准备好 可能再等一个时机 如果明天二月二龙抬头 他们没发动 那就很有可能是在三月末 三月末有两个节点 一个是成吉思汗的诞辰 蒙物的先祖之灵 会变得额外强大 一个是辽太后 舒律平的忌日 我依稀记得 舒律平的死期 也在三月底 李轩当即星神大定 面线沈亿 我们回去 薛云柔发现 他的神色明显 放松下来 就不禁地威一扬眉 轩郎 你有把握应付了 李轩则是想着 最多十三天之后 他委托神气萌 铸造的第一批八十门 拖拽轮式野战滑舱炮 就会交货了 他的样式是模仿 拉普伦炮轻便 使用简易 而且可以在 马拉拖拽下 快速的移动 考虑到这个世界的 马匹力量非常强大 所以李轩采用的 口径是130毫米 也就是所谓的 十八磅炮 他们的威力极其可怕 尤其是在使用 散弹的时候 而有了强大野战炮 支撑的空心方阵 才是真正的空心方阵 李轩的神级左营 才能拥有正面抗衡 大规模铁骑的力量 李轩心想 只要不是明天 只要时间放在三月底 他就不具那只 看似无比强大的 皮式铁骑 尤其是燕山内部 那山丘纵横之地 正是碎发火枪的 用武之地 返回京城之后 李轩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将承德龙脉 一事通告天子 他还隐晦提醒 上皇及太后 可能与盟务勾连一事 不过 这作用不大 所有人都知道 上皇与盟务人关系极好 盟务使团入朝 还会专门 送上皇正统的一份礼物 可如果找不到 双方勾集的实质证据 还是无可奈何 李轩其实不太理解 景太帝的想法 换成是他 就直接赐正统的一杯毒酒 人家唐太宗 世兄杀弟 幽静其父 跟史书的评价一样很好 接下来 李轩做的第二桩事 就是同时向军器舰 内兵杖局 与神器盟下单 定制三百万发 有着破杀效果的定装弹药 这是专门为 皮氏尸军 准备的子弹 杀伤力可以成倍增加 他们制造的难度不大 却需足够多的人力打造 所以李轩就将军器舰 与内兵杖局的人力 也利用了下来 至于神机右营的 一万两千杆 符纹碎发现堂枪 还有八十门 拖拽轮式野战滑塘炮 李轩还是准备委托 给了神器盟生产 军器舰为此 意见很大 次日公布上述 还亲自找上门 责问究竟 问他是否私相授受 可这位听说了 神器盟的报价 就无话可说了 军器舰这边 用三倍的造价 也接不下来 此时的李轩 还是有些忧虑的 二月二日 龙抬头 这里的龙 使得是二十八秀中的东方苍龙七秀星象 每年仲春卯月 都指正东之初 龙脚星会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 故称龙抬头 这个时候 这天下所有的龙脉力量 都会得到一定的强化 可直到当日凌晨时分 承得千户所都没有任何动静 到了二月初三 朝廷正为湘王谋逆案 与皇太孙之事 乱成一锅粥的时候 李轩为神机幼营调集的众多畏所惊将 就已陆续入京 本集结束了 订阅加关注 从此不迷路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玄幻仙侠剧 妖女哪里逃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开荒 水寒领先演播 第617集 一万铁骑肯横扫 清晨时分 当李轩踏入神机幼营的营地时 这里正是一片骚乱 这次幼营的军官调换的规模之大 可谓是前所未有 将近八成的军官都被直接扫地出门 或是调往地方卫索军 还有一部分人 李轩则是玩的名声暗将的戏码 换取神机左营 出阵复之 李轩知道自己的手段过于霸道 也很是粗暴 所以不敢大意 他预先调集八千神机左营将士 屯住于右营之侧 确实 十三年前 于解整军的时候 兵殿的次数就不下十次 有些事 李轩不能不防 当李轩走入营中 就发现这里面怨气深重 那些收到了调令的军官 在收拾他们家事的时候 故意发出了很大的声响 哐哐当当的非常刺耳 不过那些右营士族 看李轩的目光却是颇为热气 冠军侯要从底层士族中挑选 150个武力强大 精通战阵 去有威望的好汉 冲任家丁 出掌营中的小旗 总旗 甚至是百户之职的消息 早已在李轩的受益之下 传得众所周知了 据说除此之外 这次冠军侯还为他们要来了五个月的欠响 那都是历年击欠下来的 景泰初年之后 朝廷经常性的财政困难 不得不缓发军响 神级右营不受兵不重视 积累的响应也就越多 可据说这位冠军侯 正是出掌神级右营之后 就将他们所有的欠响都要了回来 所以兵变是绝不可能的 那些调走的上司对他们也不是很好 那些许的恩义又哪里集得上 冠军侯带来的真金白银 还有升迁之路 此时张悦也一身戎装 走在了李轩的身侧 他一脸的匪夷所思 陛下让你在军中 挑选一百五十个家丁 所有参将以下军官 全由你自专 他真是疯了吧 张悦话音出口就意识到不对 这又诽谤君王之前 他忙用手遮住嘴 四面望了一眼 就凑到了李轩耳旁小声问 这岂非是放任你将是神级左右营 变成你的私家军啊 秦志 你该不会是陛下他的私生子吧 李轩同样是神色古怪 你别问我 这张说我也很奇怪 他当时只是试探性地向景太帝提出要求 想要看看天子的底线在哪里 结果景太帝一点都没有犹豫的就答应了 甚至还在言辞中暗示他可以放开手脚 将神级左右营私有化 李轩都有些后悔了 早知如此 当时直接就说两百个 这真是 张悦已经不知该说什么好 猜测景太帝的态度 很可能是与皇太孙有关 可即便是让有李轩辅宝皇尊的缘故 这份信任似乎也太过了 不顾我说 这边真的有问题吗 直接到京营这边出任参将 张悦的兴趣是很激动的 他家世代将门 自然是更希望在军中建功立业 虽然最近张悦在六道四也混得风生水起 可能更多是依靠龚小五这个贤内助的助力 就张悦来说 他其实自己不太开心 更希望担任能够发挥出自己能力的职位 所以这一次 李轩让他直接到右营出任参将 他在六道四的都尉一职 则由龚小五接任的提议 让张悦惊喜不已 又暗暗忐忑 他担心自己辜负了李轩的厚望 李轩则是失效 都说的是所有参将以下军官 我已自尊 能有什么不好的 此事 我只是向兵部报备就可以 不过你现在暂时还不想独当一面 平时还得多听多看多学 我在神机右营的清军与中军营 可以归你管着 不过日常的作训 你不能插手 张悦微微点头 心想这是应有之意 他知道轻重 即便李轩把权力放手给他 张悦现在也不敢要 李轩则是出言安慰 你的压力别太大 神机左右营用的是绅士兵器 兴士战法 我哪怕调一个资深的速将过来 对我的帮助也不大 所以现在反倒是张悦你 现在更让我放心 张悦的神色微松 接下来 他就见李轩开始与人打着招呼 那都是从神机左营 与北直立卫所抽调过来的百户 拔总 千总 游击将军之流的中高层武官 李轩居然全都认得 还能一个个准确地叫出名字 张悦倒也不以为奇 他知道李轩自去年十月开始 为免打扫惊蛇 比相望耳目 在军营待了很长的时间 且以李轩现在的元神修为 记忆这些人很容易 让张悦惊奇的是 李轩居然还能与他们聊上几句 且双方互动都是神态亲切 孝竹颜开 不似作为 他心想 这就军心来说 李轩无疑是合格的 再当他们一起来到中军营 张悦就望见一位全套甲咒 身躯魁梧的疆训 正立在门口出断后 张悦历史就认出此人 就是郭权 原本的神级左营参将 李轩的得力壁住之一 地位仅在神级左营副将亡源之下 据说此人操练士族的能力 对全新战法战争的理解 都让李轩非常满意 所以这一次 李轩接掌右营之后 就直接把此人抽掉过来 出任右营副将 末将参见冠军侯 方才末将有军武在身 未曾援迎 还请冠军侯恕罪 郭权知道李轩 是不在乎虚理的人 他象征性的一礼之后 就直接凑到李轩耳旁说 侯爷 所以有人在仓房那边做货 烧了三间仓房 还有给牲口吃的大豆 也被下了毒 幸亏下面那些士族 不适于他们一条心 损失不大 李轩的眼顿时就微微一凝 然后冷笑了起来 意识到自己清扫 神机右营的举动 还是引来了反弹 这两桩案子 我会让人去查的 你不用管 李轩宁然看着自己的副将 郭权 我只问你 一个半月时间 神机右营能不能达到 左营的水准 郭权当即神色泰然的 你抱拳 这边的底子很不错 只多一个月内 我就可以让他们 娴熟掌握符文碎发 献堂枪的射数 还有线里排射 和空心方阵 金银中足粮足响 他们怎能不卖面 不过 那新招的八千人 得从头练起 您不要把我太大指望 遵照天子之意 神机右营将增援至 一万九千人 不过剩下的八千人 还没开始招兵 李轩这次从江南义乌 那些矿山中招兵 那些矿工是绝佳的兵员 本身就有着强大的纪律性 只需让他们学会使用火器 就可以具备战斗力 不过这八千人 当然是另行编制 不会与神机右营的 老底子混在一起 而此时李轩等人 不知道的是 就在同一时刻 在京城的东北城头 已经恢复了部分执思的梁亨 正借助着一只千里镜 遥望着神机右营的营地 在他身边立着的是铁面人 后方则是石团营的众多将领 铁面人正与生悠然地说着 昨日我试过了 他们用的符文最发现堂枪 威力的确很强 350杖内 能够重伤第二门的五胸 据说京城许多江湖五人 与修行之事 也都在重金求购此物 价格炒到了三千两分银一杆 他说到这里 就略含优异地看着梁亨 大将军 我本人不同兵法 可李轩在神机左营采用的战法 战阵 显然都是为与这符文碎发现堂枪配套 他们的战力 怕是非同小可 可铁面人话音刚落 他后方的众多将领就发出了一声哄堂大笑 几乎所有人的脸上都是含着嘲讽与不屑 屁个非同小可 我还从没有见过一整支队伍 全部都是用火器的 一个黄寇小儿 他懂得什么叫练兵 什么叫打仗 这位冠军红破案的本事 我佩服 可要说用兵阵仗 我一只手指头都能将他捏得死死的 他的几次军功 哪次不是靠投机去巧 我去看过他们操练的军阵 什么陷列阵 什么空心方阵 真是一笑大方 也不知道父亲程义伯是怎么教他的 程义李家一直都是在水上讨生活 路上的征战 他们都个屁 他那些战阵都是想当人 天子也不知是怎么想的 好好的一个神机又赢 又给他毁了 还花了那么多的钱 花分两说 那些符文碎八献堂枪 威力还是不错的 用在他们那边就是浪费 铁面人听到这些人的议论 不由醋了醋眉 却没有出言反驳 论到用兵 他身后这些石团营的速将 那才是行家 武亲侯梁亨此时也收起了千里镜 他唇脚微扯 冷然一审 铁先生太高看他们了 那不过是一群样子货 不堪大用 如果本将在战场上 遭遇他们神机左右营 只需一万铁骑 就可将之横扫 本将尚且有这样的把握 又何况蒙误人的窃虚君 他摇着头 神色惋惜 又四寒忧虑 此人也不知是用了什么言辞 将于尚属于天子蛊惑了 将这么多的钱财 这么多的勇士 放在他手中糟蹋 哪里逃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开荒 水寒 领先演播 第六百一十八集 到了葡萄架 二月二十五日 当朝兵部尚属 少傅于杰 乘坐景泰力介于的赤雷神年 返回京城 而就在他驾于碾车 京城溪的复城门 驶入京城时 就注意到城内 菜市口方向的冲天血气 少傅于杰 未修道法 也不知忘记 可那边的血气 实在是过于浓郁 于杰的肉眼都可以忘记 这分明是有上千人在那边 被除斩 这才会形成这样浓郁的血上 于杰健壮 不由略觉惊讶 相望蒙尼岸 这就开始处置了 他问的是旁边一位 做秀衣卫千户装扮的人 此人姓于 明记 是少傅于杰的女婿 虽然也是于姓 不过此人却与皇室无赦 且在秀衣卫中 担任着西城千户所 千户一职 出场北京城西的 巡查吉卜之事 没有这么快 湘王谋逆案的审理才刚开始 此聊的许多同党都还没有落网 依小徐玉记 怎么也得两三个月后才能完结 于杰摇着头说 那边出斩的 是之前言伤案 与巡言御史下广为案的案犯 刑部于尚书查出 有人在办案过程中 重经贿赂湘王以及同党 让他们想办法减轻罪名 隐匿家产 陛下知道之后 震怒不已 都不等秋后 也不顾礼部的劝阻 直接判了他们斩立决 这个时代 死刑一般都是在秋冬季节 这是上古传下来的规矩 最初是因百姓在秋冬二帝 较为空闲 不用种粮食 可以强迫民众观看 这可以起到警示 震慑的作用 也与古人不误农食的考虑有关 久而久之 秋后问斩 就成为礼法的内容之一 人们认为皇帝是天的儿子 就要遵从天时行事 处决犯人也是一样 这次天子 却不顾礼法之规 直接在春季问斩 可见这位陛下的怒火 是何等深重 此时于记又想起了一事 对了 于尚书数日前也得天子受命 得受东阁大学士 入职内阁 还有礼部左侍郎何文渊 昨日升任礼部尚书 加贤太子太保 原礼部尚书汪文 则被剥夺执司 勒令居家反省 这何文渊 也是述朝老陈了 且是帝党中间 警察十二年底 何文渊就是主导谈和前太子 遗亡于建深的关键人物 何文渊直接以理官身份出面 指致废太子失夺 给予太子一党 沉重一击 少父于杰 不由威仪汉手 这两个月来 他虽然在巡视边防 可一直都有关注朝中的形势 尤其襄王谋逆案 于杰极其震撼 也为襄王的盗鸣七世 恶毒手段 震怒不已 在他看来 太子于建计的重病 正是如今朝中的动乱之源 襄王为一己之私 连续谋害两位太子 其罪可谓是罪大恶极 幸亏朝中还有李轩这样的动量之臣 否则后果真不堪设想 他于杰尚且如此 更何况是天则 太子于建计至今都晕离不醒 醒来之后 恢复正常智慧的希望 也很渺茫 试问景太帝岂能不弄 这几乎就是丧子之痛了 此时于杰却发现自己的女婿脸上 有着几分迟疑之色 他不禁眉眼为阳 有什么事 怎么吞吞吐吐的 于杰就苦笑着一抱拳 输日前天子召见 天子有意令我执掌秀一位 担任秀一位都督 掌北镇抚司 于杰文言一愣 然后苦笑 他想这位天子的行事风格 真是别具一个 如今大境的卫所军 还有大半个经营军权 全在的于杰之手 可天子对他居然不加忌惮 反倒是欲将天子的耳目爪牙秀一位 也交到他女婿的手中 于杰既感动于天子的信任 又为此头疼不疑 他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 辞了 秀一位有左道行在 你去那边搅和做什么 小许遵命 于杰眼神略有不甘 可还是答应了下来 他想天子其实也没亏待左道行 这位除了继续掌握南镇俯斯 如今还出任了内级世间提督 在内级世间掌印太监空虚的情况之下 左道行这个内场提督 就是内级世间的首脑人物 可于记理解自己的岳父 这种事于杰 如果真敢答应下来 外朝中必定是谈张如云 无数人要只置于杰为权奸 他这岳父不会在意旁人怎么看 却会坚守自身的人臣之力 且所谓烈火烹油盛机而衰 于记也感觉他们这一家权柄太过 不是什么好事 此时于杰又看向了成东的方向 问道 冠军侯何在 这个时间他应该是在哪个书院讲学 于记当即不假思索地答着 应该是在他的侯府吧 自从湘王谋尼案之后 冠军侯的讲学的频率就已经大不如前 绝大多数时间他的本体都呆在家中 或者军营里面 他说完之后就好奇地问道 岳父要去见冠军侯 您先不去避见天子 于杰则是摇着头 他这次之所以匆匆归京 是因他在巡视大同的时候 发现蒙物人又有起兵入寇的征仗 于杰预计这次蒙物人入侵的规模 应该逊色于景泰十三年 可蒙物人的空闲之势 依旧是达到八九十万之巨 瓦剌哪怕只动员其中一半 数量也能达到四十五万起 如果只是这四十五万起倒也没什么 大静现在的国力军力足以应对 可今年年初 云南那位陆川大吐司 已经将静庭派遣过去的官员驱逐 然后承得千户所又大患滋生 使得大静边境的情势 又变得左肢又触起来 而此时已升任金银都督同志的冠军侯李轩 在军中的分量是越来越重 于杰对他执掌的神机左右营尤其重视 半年之前 于杰对于李轩的全火器战法也是不以为然 李轩为说服他设计了一次兵棋推演 战局的双方是神机左营 两万二千人与十万盟务窃薛军 结果却是窃薛军惨败 在这之后于杰虽对李轩的神机左营有了期待之意 可心底深处还是不认为这种全火器战法 能够成为战场上的主力 可如今的局面却迫使他不得不提升对神机左右营的重视 于杰心想那兵棋推演虽然不足为平 可只要李轩执掌的神机左右营 能够发挥出兵棋推演时的三四成战斗力 就足以让大劲面临的整体形势大为改善 片刻之后于杰驾驭的赤雷神年 就降落于冠军侯府前 管家李四海当即从府内营而出来 为他们引入到侯府的中堂奉茶 于杰可不是来喝茶的 他甚至都没有落座 直接询问 你家侯爷呢 李四海的脸上就现出了尴尬之色 主人他现在手我有点不方便 请少父大人稍后 于杰文言凝了凝眉 直接就往后堂走 李四海连忙追了上去 神色尴尬 大人 大人 这真不方便 主人他现在也不在侯府 于杰就皱了皱眉头 冠军侯不在家中 那他在何处 他眼神有些不满 既然李轩不在侯府 那又何必将他岳父请入府中 于杰却是面色平静 他一直走到了后方的练武场 就停住了脚步 只因这个时候 于杰已经忘记了李轩 这其实是他在侯府中堂 用神念感应到的李轩 他的气息灵机 与真正的李轩一模一样 不过 却只是个牧人傀儡 旁边还站着一个少女 正操纵着这个牧人傀儡 做着各种动作 硬刀练拳 霍霍有声 虎骨生风 这少女应该是叫独孤毕落 他望见于杰之后 神色略有些尴尬 朝着连人一离 秀一百户独孤毕落 见过尚书大人 于杰的神色却是一阵错了 他干着一身 气息灵机与李轩相同的牧人傀儡 独孤百户 请问这是何故 冠居侯他人呢 独孤毕落不由陷入迟疑 不知该如何答话 就在这个时候 一位穿着紫硕道袍的少女 也意义然地走入进来 我也想知道 李轩他去了哪里 他不是跟我说 今日要专心修行舞蹈 一整个下午都没有空暇吗 这是感知到侯府这边的动静 跑过来看情况的 少天师薛云柔 于杰则是皱了皱眉头 神色怪异地看向前方 只因这个时候 李轩正好衣衫不整地 从北面的高墙匆匆翻墙而入 当他望见于杰 还有薛云柔之后 就不禁神色尴尬道 老于少傅就等了 下官事务繁忙 怠慢了少傅 还请少傅不要见怪 于杰则是神色怪异地 往北面高墙之后 跳望过去 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 那边似乎是 常乐长公主府吧 于杰也是面有异色 他在于杰的耳边悄然道 常乐长公主虽然常住公主 可最近这万月 偶尔也会出宫到公主府处理府中事务 薛云柔健壮 却脸色如常 他笑盈盈地 走到李轩的身侧 然后语声轻柔地对于杰说 于杰当即是一言不发 迈步就往外走 他感觉挺尴尬的 他本是为商议军情而至 形势也就稍微急躁了点 可谁想到会撞上这样的破事 就在于杰走出院门的时候 他发现旁边的大片的葡萄架 倒塌了 本集结束了 订阅加关注 从此不迷路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玄幻仙侠剧 妖女哪里逃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开荒 水寒领先演播 第619集 梦想奇人之福 半课之后 当李轩终于从侯府后面走出来的时候 于杰发现这位冠军侯的两只眼圈略微发黑 脸上又起到划痕 由于天位级的武艺残留 李轩一时间竟然无法恢复 于杰知道缘由 却只能视如不见 他面无表情地问 冠军侯刚才是聚见常乐长公主 李轩闻言善善 不过他接下来还是坦然道 失去见了公主 我二人讨论离这儿国阵 于杰心中不由冷笑 刚才李轩那模样可不像是在讨论政务 如果换在他年轻的时候 在望进刚才那幕之后 一定是会剧本 弹劾李轩与常乐长公主行为不端的 可他现在不是御史 也不是理官 也不是科道官 而是大靖开国以来权柄最盛的兵部尚属 于杰知道这封谈章一上 这朝堂会更加混乱 由于襄王谋逆案 大靖朝的官员本就已经无心证 如果再出这么一个丑闻 那接下来三五个月 朝堂都别想再消停下来 除此之外 于杰对这两人的奸行 也有所猜测 知道是与半年前于洪商 遇袭有关 所以这桩事嘛 其实怨不得李轩 于杰只能在私下里劝解当事人 李轩听到这里就不禁苦笑 他其实今天真没做什么 是清白的 关键是于洪商不让 这半个月来 于洪商虽然在李轩的攻势下 给了他几分好脸色 可不知怎的 于洪商就是怎么都不肯让李轩碰他的身子 于是今日李轩下了大功夫 哄得于洪商情迷意乱 却结果还没动真格 就被于杰给搅扰了 怎么说呢 李轩挠了挠脸 我有探过陛下的口风 不过陛下好像不情愿 他所谓的试探 其实就是想要尖挑 就是尖挑两房 两个正妻的意思 甚至尖挑三房也是可以的 可是李家的知脉大多都无断后之忧 让李轩深深烦恼 在想着多认一点李家的远亲 李轩依旧在做着 三妻四妾奇人之福的美梦 他认真想过了 自己做驸马也不是不行 却不能被限制住了 他欠下了太多的情债 不想身边的几个女孩没有结果 不过这结果可想而知 天子就没给他好脸色 直接是黑着脸拂袖离去 然后发疯一个月 陛下不愿 于杰皱了皱眉 面显疑惑之色 随后他就微一摇头 则是我会询问天子 于杰认为自己不能偏听偏信 这位冠军侯虽然是理学大儒 好气流离 且绝非那种真正意义上的诚实君子 他很少说谎 却能用真话将人戏弄于鼓掌之间 接下来 于杰就随着李轩前往神机左右营的营地 为方便训练 李轩已经将两个大营合在了一起 除了一部分左营将士 需要驻守于宫内之外 其余都放在此地操训 而于杰这一路巡视下来 还是很满意的 这位冠军侯虽然将许多时间放在女人的肚皮上 可对于神机左右营的掌控力却很不俗 除了那八千星目之君之外 其余将士都已经能够娴熟地掌握符文碎发献堂枪的射数 达到李轩定力的标准 百息之内开火十次 且哪怕是李轩掌握不到一个月的神机右营 在操训线列射击与空心方阵的时候也似模似样 唯独在刺刀术方面略显生涩 枪械刺刀的使用方法与长毛类同 可是又有微小的区别 这些神机右营将士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娴熟掌握 关键是李轩对神机营的各部都能够做到如必指使 且在将士的心目中卓有威信 其实要把兵带好很简单 足衣足食足享 然后保持公平 能够做到这些就能让士族乐于效命了 李轩却在这基础上更进一步 在组织力上痛下苦功 他知道古代军队与近代军队的最大区别 除了兵器之外就是组织力的不同 于杰这一圈逛下来 就对神机左右营的战斗力做到心中有数 接下来他又与李轩连妹求见天子在平台上召队 所谓的平台就是在剑集殿的后门 一个不大的石台上 这是太宗咨询大臣军政事务的场所 尤其是问询地方封疆大吏 召队军务 于杰就对着一张巨大的于图 侃侃而言 自景泰十三年初大胜以来 大进与蒙雾之间的攻守态势 已经恢复到正统三十九年之前 可如今我大进军的军心士气与战斗力 远非是军职败坏的正统年间可比 所以趁料定 蒙雾人已无力攻入宣服 亏似京城 他们的目标 很可能是扣略大同 太远 或者河桃 景泰帝也深以为然 那么一亲之见 如果蒙雾人果真在三月入寇 我大清该如何应战 于杰就功身一礼 臣以为此战我大进半步都不能让 最好是能在国土之内筹划一次歼密战 继续消耗蒙雾国力 所以臣准备将十团营的七个团营 以及三千营 提前调制太原待命 并由陛下亲授太原 与臣一同坐镇于此 如此一来 无论蒙雾人的兵风指向何方 我大进都可及时反应 十团营的七个团营 就是十万人马 三千营则是精营中的精锐骑军 也有十个团营 一共三万起 这就是精营中的一半精华 其实以于杰之意 是不愿这么被动防守的 他更想主动出击攻入草原 可朝廷诸臣应土木宝一战 对于出征草原有着很深的阴影 于杰哪怕是只透露些许风声出去 都会召来巨大的反对声了 那么金师呢 景泰帝继续问道 朕已经让人看过承德千护所 果然大变在急 一旦刘太祖灵二十余万师军铁骑林志 对金师威胁巨大 此提距离金师 只有不到一千五百里 于杰却以胸有成竹 成德千护所至京城 要么是进古北口铁门关南下 要么是走西风口 这两处关城可交由冠军后 及其麾下神机左右营战手 再以附近为所君辅佐 可保万无一失 李轩就唇角抽了抽 兴知少府于杰还是不相信 神机左右营的野战能力 这位更看重的 还是神机左右营拥有的强大火力 那些符文遂发献堂枪 用于防守关城 的确是有着巨大的优势 可李轩更希望 能率军主动出兵成德千护所 提前将成德千护所的乱员打垮 他已经就此时三次建言天子 却都被天子拒绝 景泰帝对神机左右营的看法 与少府于杰类同 不太看好这类全火系部队的野战能力 尤其是面对齐军时的战力 所以李轩也就懒得再开口说话了 反正这两位不会信的 也不会同意 可 景泰帝唯一汉首 朕会下职内阁 由冠军侯李轩 暂射镇纪大将军一职 驻到山海关至居庸关一县防务 北直立所有卫所 悉数听其调解 朕作真太原期间 已就由常乐公主担任监国 主掌京师防务 并由武清侯梁亨 袁征侯曹雍 兵部左侍郎商洪三人协理 这三人二五一文都颇得景泰帝信任 武清侯梁亨不用提 袁真侯曹雍那是北方将门 静贵熏难中少有的地挡中间 十三年前景泰帝登基时 得此人鼎立拥护 所以天子一直以众有加 这位也担任的京营都督同居 武军营就是尤其主导 不过从景泰八年起 袁真侯曹雍就重病不能理事 他年事已高 达一百三十五岁 多半是进入天人武衰的境地了 至于兵部左侍郎商洪 这位虽然与遗亡亲近 景泰帝却性重他的高级人品与大直观 某种程度上来说 商洪比对那些性情桀骜不逊的武将 更可高 也因此之故 商洪与高谷萧辞一党 一直保持着距离 以孤沉自叙 李轩却当即反对 陛下 少傅 别忘了辽东 蒙物人对女真诸步 还有我辽东都司辖下领土 可一直都是垂涎于地 武军侯梁亨 无勇有谋 守得京城时代太浪费了 不如令梁亨出阵辽东 一方不测 也可从侧椅威胁蒙物人 令到宣府总兵朱国能 入京代替其职 臣听说半年之前 朱总兵也深登天位 在天子以及于杰 都出阵宣府之后 京城必定空虚 他岂能在这个时候 将武亲侯梁亨 这个心头大患留在京城呢 景太帝与少妇于杰对视野 都显出无奈之色 他们有些无法理解 李轩对梁亨的敌意与防备 不过景太帝在稍稍沉吟之后 还是为遗憾少 九一冠军侯之一 几人三言两语间 就已定下了三月末 硬抵的大致方略 李轩有事要忙 然后匆匆离宫而去 少妇于杰此时则神色一素 看着景太帝 陛下可知冠军侯 与昌乐长公主之间的私情 他们这样可不是办法 为国家计 为朝堂计 陛下不妨让他们早日成婚 景太帝则是面色沉溺 一声苦笑 此时冠军侯已经 设堂过朕的口风 却被朕兼拒了 他忘记于杰脸上的 错恶之色 于是又一声轻叹 正是为国家计位朝廷计 朕才不能让他们成婚 少妇你不知道 如今包括江云齐 在内的数位名医 都断定朕 再不精心修养一段时间 疗养旧伤 未来多半受冤堪忧 所以预计未来十年之内 朕都会不定时地闭关 期间只能让弘尚代朕监国 处理朝廷政务 此外 还有皇孙 于又龙 我而见即云迷不醒 且没有妻事 而朕之皇后 已经因废太子一事 偏举别宫 每日亲等古佛为伴 不理事事 皇妃杭氏则懵懂不知事 亦为人所称 所以朕 欲将皇孙也交友 弘尚抚养长大 少妇于杰不留皱眉 陷入宁思 京太李则含着愧疚地 看向了远方 可如果弘尚与李宣大婚 君臣 岂能容许他出掌监国 岂能容许他抚养皇孙 又岂能容许 冠军侯掌握军权 所以 在幽龙十八岁成人之前 朕只能委屈他们了 其实 他还有个缘由没说 这与幽龙的身世 以及身负有关 这让他无论如何 都不能容许这桩婚事 所以景太帝愧对爱女 也因此对于洪商 与李宣之间的事 视而不见 他若连这都要插手限制 岂非是残忍之之 本集结束了 订阅加关注 从此不迷路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玄幻仙侠剧 妖女哪里逃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开荒 水寒领先演播 李宣不知 于杰与景太帝两人的意论 他出了皇宫之后 就来到了蔡氏狗的法场上 今天是下滚为案 与骗取阎影暗犯 问斩之 总计有1800人 在今日将被斩首 这些人也是倒霉 碰到湘王溺眼 原本他们的罪名可轻可重 轻就是迎死舞弊 骗取阎影 重就是官商勾结 致使北方粮仓亏空 导致土木堡大败 原本天子之意 最多也就是斩个 两三百个主要的案犯 以及其家属 以警校友 其余人则是盼流放的 可这些人又偏偏 与湘王搅合在一起 想脱罪不说 还打算隐秘家财 天子因此故震怒不已 在朝会中 对一应负责审案的 三法司官员 大发雷霆 这就断绝了许多人的生路 将近两千人被吉日 勾举了断 朝中也再无人出头 为他们说话 只有一些礼部几世中 就行刑的时间 抗辩了几句 认为这不适合天时 可力度也仅限于 应付了事的程度 只因这些严商 与罪官又多了一条 致命的罪名 党负湘王 所以哪怕是 胡盈 于杰 商洪 汪文 这样的儒学宗师看来 他们也是死不足惜的 何况在天子的眼中 唯独与湘王 有设一应事物 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 李轩抵达法场的时候 已经天晋黄昏 蔡氏狗的行刑 也到了尾声阶段 此时 只有十几个主犯 还没有被斩杀 他们都跪在 刑台之下的血魄中 一个个脸色煞白 呆若目击 这次行不定下的 行刑秩库里 竟是先斩家人 后斩主谋 那些往日里 作威作福 起居八座 钟鸣鼎时的 大言商与官员 只能看着 他们的亲人 被伸手两断 然后由收尸之人 一一抬走 李轩 对这些死期已至的 言商不感兴趣 他直接走入到 旁边一座酒楼 找到了罗燕 今日他一直都待在这边 说是要看 这些仇人的下场 不过当李轩登上 这座酒楼的第五层 却发现罗燕正趴在 酒楼一侧的窗栏边呕吐 一张小脸 一片煞白 李轩见状就不惊 一声审笑 燕儿 怎么样 感觉如何呀 之前他就劝过了 让他别过来 可罗燕却不肯听 还能怎么样 当然是痛快至极 罗燕当即扬起了 天鹅般优美的脖梗 感觉念头通达 心胸一畅 平生快夜之时 无过于今日 他其实早就后悔了 罗燕原以为 自己在南口关前 已经见过了 尸山血海 这区区不到 两千人的崭形 不过二 可那崭形才到一半 罗燕就已经受不了了 那众多难听也就罢了 都活该受刑 问题是那些 被作罪处斩的妇儒 让他生出了 恻隐之心 不过 这是自己选的 跪着也得看完 罗燕绝不肯 在李轩面前示弱 罗燕视角于光 瞰见一具尸首 于是又吐了起来 他其实吐不出什么东西 就只是肝偶 李轩又一声轻笑 拿了一个小药瓶 放在罗燕的鼻子前晃了 罗燕闻到了一股清新的气味 当即精神一醒 胸中的翻江倒海的恶心感 也为之一宁 这是什么 罗燕不由看着他手里的瓷瓶 好奇地询问 他也曾尝试用药物 来镇压体内的恶心感 不过都没用 这是江南医馆制作的千金薄荷伞 李轩一边说着 一边将手里的瓷瓶丢给了罗燕 江伯父发明出来的神药 专制孕兔的 我嫂子她不是怀孕了吗 据说孕兔的很厉害 我就向江伯父求救 她给了我这东西 没想到对你也有用 可惜此物价格昂贵 没法普及到民间 罗燕则心想孕兔 她感觉怪怪的 可还是从心地把瓷瓶 放在自己的鼻尖 接下来 她看剩下十几人被斩首 果然没有再吐了 不过在这些大言商 与罪官的人头都落地之后 罗燕的眼中 却现出了一抹复杂的神色 一阵阵阵失神 李轩见状不经神色微动 让我猜猜 你这是大仇得报 感觉人生突然就没有了目标吗 罗燕文言安安一审 要说大仇得报 早在斩杀维珍和尚 父亲沉渊得雪的当天 他就已对这种仇恨释怀了 有一段时间 他确实感觉自己的余生 突然就没有了意义 前路一片茫然 让他不知所以 不过那段时间非常的短暂 仅仅半刻时间都不到 只因他发现自己的一颗心 早已有了寄托 无法舍弃 罗燕邪目深深地看了李轩一眼 然后就可不对心地一声痴笑 谁说我人生没有目标 以前我一直都是为报仇雪恨而活着 现在就是为自己 来着世间走一遭 自当活得快意潇洒 自在逍遥 李轩不由暗感欣慰 心想这心态是对的 人就该这样活着 可接下来 他就听罗燕与声悠然道 其实我现在也在犹豫 是否该就此冠业离去 我想去看天山雪湖 想去看天涯海角 还想去看北海兵路 看极东之地 李轩心脏当即一抽 心想一二如果走了 那自己该怎么办呢 神医府那一大堆的事 谁来帮他处理 一想到罗燕会离他而去 李轩就感觉 自己的心像是 被砍成了四片 为什么是四片 于红商最近对他生疏 已经砍了他心脏一刀了 李轩陡然领悟到 后世所谓的花星 就是这么来的 幸在这之后 罗燕又与声一转 与声悠然 可又感觉这样挺不厚道的 李轩 你帮我报了大仇 我本该什么一相报才是 这有点舍不得啊 当领个六道四的校尉 倒还蛮有趣的 李轩当即紧紧地抓住了 罗燕的手 既然舍不得 那就别走了 什么天山雪湖 什么天涯海角 以后我陪你去就是了 罗燕的沉脚微扬 却极其隐蔽 他随后似笑非笑地看着李轩 轩老 你真不希望我走啊 当然不希望 李轩深吸了一口气 与声 宁然坚定 我希望燕儿 你一生一世都陪在我的身边 一生一世 你倒是挺贪心的 罗燕一声吃笑 然后端起来茶盏 神色悠然自得地喝起来茶 这不可能 不过 我可以留下来看看 李轩心绪微紧 听出罗燕之意 是要看他李轩的表现 他不禁暗想 罗燕的道横见长啊 自己身边这几个女孩 都越来越不好对付了 即便是月谦谦 现在也是摆出了一副 若即若离的姿态 让他揪心不已 这样下去可不妙 他有些神思不数地 拿起殿小二 送上来的茶水 也喝起了茶 随后就听罗燕 雨声悠然道 你今天在余红山那边 又没得逞吧 李轩当即扑的一声 将口中的茶水 都一口吐了出去 当天晚上 李轩陪了罗燕一宿 然后在次日清晨 又起了一个大早 来到了北京城南的 永定门等候 就在天空中的 第一缕阳光照射下来的时候 远方一对铁骑 在轰鸣声中急速迟来 为首的一骑 穿着一身女士的六道扶摸甲 将身姿衬托得妖娆之质 可惜他的脸上戴着铁制面具 让人看不到真实面孔 李轩却知那面具之下 是一张霍国清城般滋容的小脸 他之所以戴面具 适应那绝美的面容 是真的有一故清人城 再故清人国 魅惑众生的能耐 李轩 当将寒运望见李轩 明显有些意外 他直接侧旗走了过去 来到了李轩身侧 同时往后挥了挥手 让自己的众多部署 先行离去 这些赤雷都的人 见状都发出了一声哄笑 还有人出言调侃 明白明白 我们这就走 不敢嚣嚣两位中狼将 这是有了情狼 就不要布下了 你们这些湖村还不走 江中狼将 嫌你们碍事了 江海运不由俏脸微红 不过面具的好处 就在这个时候显现出来 我羞涩了 你们也瞧不见 他反过来拿眼一瞪 把拳头一捏 坐起一下地面 则是一阵颤鸣 然后那些赤雷都的人 都如兔子一样 窜入城中 各自散去了 血手修罗的手段 他们都是领教过的 等到周围都没人 江海运就用手挽着发丝的 怎么又跑过来等我 都说了不让你来 李轩就心想 你这口不对心的丫头 每次回归京城 都会用服输告知行踪 我哪里敢不来啊 当然是为自身小命着想 这话是绝不能说的 还不是想你了 想早点看见你 他直接探出手 将将寒韵脸上的面具 摘了下来 露出那张一辰一喜 让人赏心悦目的脸 李轩一边愉悦地欣赏 一边问道 听说那个黑榜三十七位的 白骨锁心锤 已经被你抓到了 抓到了 江海运沉脚微扬 眼现出自得之意 那家伙可真难缠 他用白骨做锤 内索千颗人心 千道无辜之人的神魄 尚于换货人心 要不是我 别人可抓他不住 藏在他胸前领口里面的 六尾灵狐小雷 就不禁叫唤了一声 表达不满 要不是他一直锁住 那邪修的踪迹 江海运能够抓的人 才怪呢 可他的功劳 全被江海运抹杀了 对了 江海运此时又想起一事 李轩你有什么事情 想要与我说 李轩却微微摇头 从怀里面拿出了遗物 那件事不解 你先看看这东西 我给你准备礼物 江海运凝然气望 然后谋中就献出了惊喜之意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玄幻仙侠剧 妖女 哪里逃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开荒 水寒 领先演播 第六百二十一集 作死的妇女 李轩拿出的东西 是一个薄如禅意的透明面具 江海运当即就把这面具戴在了脸上 然后他那张倾国倾城般的小脸 顿时就减去了几分艳色 此时的江海运 五官还是那个五官 脸上的肌肤也依旧是艳如桃李 细腻如凝翅白玉 却不像之前那样的惹人注目 魅惑众生 可这却正合江海运之意 自从身体开始妖化之后 他就在为自己的容貌困惑 虽然可以通过戴面具 与面纱来解决 可时间久了还是很不舒适 这张透明面具的优点是极其的轻浮 清凉透气 贴在他的脸上 却让他感觉不到任何义务 就与素面朝天的感觉必无二致 这东西很不错 你从哪里寻到的 江海运摸着自己的脸 简直爱不释手 其实类似的东西 他的父亲也在为他找 可是没有一件 能够集得上李轩送他的这东西 李轩语声淡淡地解释 这面具叫青城 一件中阶法器 我从皇家内裤里面找到的 钱子相往谋逆案 天子赏赐的可不仅仅只是一个 侍其靖安博爵位的阴风 还有那一千五百户十亿 除此之外 天子还容许他在皇家的内裤里 任选三件极平法器 所以不久之前 李轩特意去那边走了一趟 他自己已经是一身 三点灵版的舍身曲衣套装 整体威力几乎与仙宝相仿 已经没法在身上再堆砌极平法器了 可他自己用不了 不还是可以给身边的女性朋友吗 即便几个女性朋友身家豪富 用不上 也可以转手给他的父兄 须知他的父亲 成一伯李成姬 还有他的兄长李延 现在可都还苦哈哈的 把几件高阶法器 当成宝一样的供了 总之 天子给的好处 不拿白不拿 然后他就在内裤那边看到了 这件青城面具 这面具据说是未尽年间 文昭真皇后 珍觅所有之物 这位皇后 年轻时常因自己的容貌困扰 所以真家特意为她 炼造了这件东西 用于伪装 我觉这东西挺适合你的 一样的国色天香 一样的清国清城 一样的颠倒众生 国色天香 清国清城 我哪有你说的这么美 我知道真皇后 神家可是号称落神的 江海运拍了李轩一下 壮死丘不可异 一声轻轻柔柔的 像是一只温婉妖娆的狐狸精 可当他那一掌 拍在李轩肩膀上的时候 却差点一掌将李轩给拍撒了下 算你有心了 这东西虽然比不上 你之前送我的人偶般独一无二 可我也很喜欢 江海运说的 正是几个月前 李轩送她的那个相貌 与她一般无二的人偶 那东西不但会唱歌 还会跳舞 歌声绝美 舞姿倾程 容貌身姿 也雕出了神韵 脸部甚至还能做出一些细微的表情 极其的传神精致 在江海运的心目中 这人偶 在她从小到大 收到的所有礼物中 可以排第一 最得她的喜欢 江海运现在时时刻刻都将此物带在身边 尤其每次在野外夜宿时 她总会将这东西拿出来 看着人偶跳舞 定定入神 百看不厌 所以 这件青城面具 只能排第二 李轩则是脸色微轻 然后一边尬笑 一边隐蔽地活动着肩膀 尽力活血化育 她想 这丫头 自从踏入第四门之后 似乎是彻底打开了力量方面的天赋 这一圈力气 是越来越大了 李轩也再次告绩自己 正常的辽媚方法 对于江海运 是完全没用的 最终只会让她自找苦头 还有韩运她似乎误会了什么 那人偶可不是独一无二 她已经送出了几个了 李轩当然不会蠢到去主动解释 她开始转开了话题 与江韩运说起了正事 她要与江韩运说的正事 正是有关成德千户所的辩论 李轩希望江韩运这段时间 不要出任务 留在京城待命 这一次 她几乎没费任何口舌 江韩运就答应了下来 她一听说辽太祖灵 一听说成德山庄 有暗藏的龙器 就知道这次的事态非同小可 在江韩运的常识中 无论什么事 与龙器扯上关系 就绝不是什么小事 她最喜欢这种大场面了 让江韩运热血澎湃 接下来李轩一边介绍情况 一边与江韩运 一起并配齐驱地 往江南医馆走 当两人一路走到医馆的内院 江韩运就望见 有一对对的仆人 挣张各种新鲜的食材 往厨房方向送 李纯 驼风 豹胎 熊掌 燕窝 扶扶 鹿金 黄唇椒 这是上巴针呢 江韩运看了一眼之后 就受宠若惊的 母亲这是要来一次大场面啊 我也就只是离开北京半旬时间而已 这没必要吧 过了 过了 可她的语中 却满含着欢喜与得意 李轩听了之后 就狐疑地看江韩运一眼 她也没往心里去 继续迈步 往前走 等到李轩来到中堂前面 特意停步整理下自己的衣裳 这才走了进去 踏入门内 李轩就看见江夫人一身 大红色衣裳 洗衣盈盈地坐在堂上 李轩当即神色一素 躬身一礼 小时至伯母今日 寿淡遗余 春辉永战 也祝您和府康乐 如意吉祥 江韩运一同时走入进来 笑眯眯地说 娘 你也太夸张了 女儿才离京不过五天 又不是一月两月 干嘛这么心事动重地 给我做洗尘宴啊 两人的语声 却都戛然而止 然后都眼含震惊地 彼此对视 江韩运睁大了眼睛 一脸的茫然 心想寿陈 什么寿陈 我娘呢 李轩则震惊中含着无语 今日是江夫人的 四十五岁深城 这丫头该不会忘了吧 江夫人也听出了苗头 她当即面色一沉 用阴冷的视线看了过来 江韩运的脸上当即冒出大滴大滴的汗水 眼神则是慌张躲闪 神态就像是被老虎盯住的小松鼠 李轩见了她这模样 就知道自己的猜测八九不离时了 这丫头果然是给忘了 她只能干咳一声后 上前一步 从须迷戒中提出了一个大红色的礼盒 伯母 这是我和韩运一起准备的礼物 请您笑呢 也祝您日月昌明 青春常在 江韩运如蒙大赦 她感激地看了李轩一眼 然后也向自己的母亲施了一个大礼 女儿也祝母亲 青春常在 健康如意 福乐绵绵 笑口常开 江夫人具体是神色淡淡地 让她的侍女将那礼盒接过 她自己则是面无表情地看着江韩运 有心了 难得你们这么孝顺 还给我准备了深沉寿礼 不过韵儿 你可知小轩这礼盒里面 是什么东西啊 她又斜眼盯视着李轩 小轩 你现在敢多说一句 信不信接下来这一月 我都不会让你进这个门 李轩不禁无奈地闭上嘴 她刚才正想用密语传音给江韩运提示的 江韩运则是一阵傻眼 她哪知道这礼盒里面是什么东西 她有心想打开灵世之术 直接亏看究竟 确知这瞒不过江夫人 只会让她更加恼火 江夫人已是心中有数 她皮笑肉不笑地端起来插展 韵儿 你这是忘了对吧 江韩运很想说自己没忘 可是在江夫人冷冽的目光注视下 江韩运无论如何都说不出这话来 她只能牵着唇角强笑 呃 妙妙 怎么说呢 我这不是太忙了吗 驾在此时 独孤毕落也提了一个礼盒 从外面走了进来 娘亲 女儿祝您寿担康乐 年年有今日 岁岁有金招 江夫人看江韩运的目光 就更加冷冽了 不过她转头望独孤毕落的时候 却是和颜月色中夹杂欢喜 毕落过来坐 来 坐我身边 可叹 你我母女间相处才不过数月 真亏你毕落记得 你这娃儿 却是比我亲闺女都体贴 我记得你最近几天 似乎还特别的忙碌 小萱把中军段氏关衙门许多公务 都推给了你对吧 对了 去个人 把后院的家法拿过来 独孤毕落威绝不解 心想江夫人干嘛要请家法 是自己做错什么了吗 她面上则恭敬地答着 女儿再忙 也不敢忘了娘的生辰 时时刻刻记着呢 江韩运心里的咯噔一声响 一股不好的预感 在她心里滋生 然后她发现门外面又进来了两个人 一个是她表妹薛云柔 一个则是她的表兄薛白 他们的手中也同样提着礼合 薛云柔收到一半 就发现这客厅里的气氛不对劲 她不禁错愕地看向江夫人 姑母 您这是怎么了 是谁让你生气了 薛云柔熟悉自己的姑母 第一时间就发现江夫人 正处于暴怒的边缘 就只是在感慨 江夫人一声唏嘘 从侍女手中接过一根铁鞭 她拿起铁鞭 就往江寒运方向揍 江寒运不由哇哇大叫 在大厅里面四处逃寸 她不敢逃得太远 还得顾惜江夫人的身体 不敢逃寸得太快 同时又不想被家法揍 那东西是特制的法器 不会伤身体 可是打在身上会很疼 江夫人倒也不是真想揍的 在追了江寒运两圈之后 她就气呼呼地坐了下来 闷闷不乐地在独孤碧落 与薛云柔的安慰下喝着茶 也就在这个时候 江云奇副手从外面走了进来 她面色清冷 略寒不渝地皱着眉头 怎么回事 一大早吵吵闹闹的 成何体统啊 别吵到外面的病人 她是刚出诊回来 数日前 天经有一位年高望重 曾经给予她 极大帮助的武道前辈 邀请她去那边出诊 今天清晨才赶回家 然后她隔着几里路 就听见这边的闹腾 也让素喜清静的江云奇 略绝不喜 李轩就苦笑着 向江云奇解释究竟 今日是伯母45岁深沉 结果寒韵给忘了 吃可把伯母给气坏了 可她与生未落 就见江云奇的脸 竟然彻底僵住了 她的额头上也是 冒着白毛细汗 整个人则是 定在原地动弹不能 李轩健壮不禁微愣 她心想不会吧 这位江伯父难道也忘了 然后就想 这对妇女 今日怕是死期将至 这两人分明是在 做大死的节奏啊 本集结束了 订阅加关注 从此不迷路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 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玄幻仙侠剧 妖女哪里逃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开荒 水寒 领先演播 第六百二十二集 要做一个合格的沙包 当天晚上 李轩早早地 就在房中入定休养 她最近其实很节制 绝大多数的时间 都用在打磨自己的精神霸体上 只因这个时候 李轩的七窍玲珑星 已经完成 存于自己的心脏位置 就像是儒家所描述的 这就像是她体内的第二颗内丹 第二个原神核心 是好奇文星之外的第二个动力源 还有着纯化好奇的作用 白灵之乱的时候 她只能够借助附体的七窍玲珑炉 达到琉璃无瑕的境界 可现在她的本体无需外力 就已经能够做到了 这是前所未有的成就 过往的岁月中 还从来没有人 能够在第三门 修成七窍玲珑星的 她的老师文中列宫 虽然预测 这会给她带来极大的好处 可具体什么样的好处 文中列宫也说不清楚 只能由李轩轻身体会 所以现在李轩进入 第四门的唯一障碍 就是继续打磨血肘精深 树修的第四门 是阳神 是阴神洋化的过程 武修的第四门 则是打开天门 也就是打通天人之隔 使自身的一身灵俏 与天地交通 逐步做到以血肉之身 驾驭天地之力的过程 此时她的肉身强度越高 越完满 日后能驾驭的天地之力 也就越宏大 未来可以生成更加强大的 集天之法 甚至是掌握复数的集天之法 李轩必须将自己的一身武艺 融入到自己的血肉筋骨当中 由此对抗天地之力的轻视 这方面李轩也很有优势 她的雷法 兵法 光法 半年来都已陆续进入破镜的上品 武艺足以与天位争锋 不过她相较于那些武修最大的优势 还是等同于神经武艺的琉璃好奇 李轩现在做的 就是将自身的好奇与血肉筋骨交融 融练一体 让自己的每一片血肉都充斥着琉璃无瑕的儒家真意 这可以让她的血肉精深与好奇彼此增益 相互成就 李轩在房中正修炼的起劲 却听到窗外忽然发出了苛刻的声响 李轩睁眼看过去 发现将寒运竟悬空 浮力在她的窗外敲着窗 她未觉错愕 可还是第一时间打开了窗 李轩不敢不开 这古代的木窗就只能阻拦君子 不包括这只暴力小娘 将寒运也是第一时间就闪身而入 且不客气的就霸占了她的窗 怎么了 李轩疑惑地看着她 然后似笑非笑地猜测 该不会被伯母赶出来了吧 今天的江府可闹得极了 要不是她与薛云柔等人安抚劝慰 江夫人非得气化身体不可 可也直到下午的时候 江夫人才肯吃一口饭 那倒没有 娘亲她就只是不搭理我 不让我进她的房门 江寒运用葱嫩的食指 挠着脸略有些幸灾乐祸地说 我其实还算好的 我爹到现在都还在前院加班看病人呢 李轩就不解地问 不付给人看病不是很正常吗 江寒运就一声痴笑 我娘把她的枕头被褥啊 全都丢出去了 说以后一个月内别回来了 上她哪凉快哪待着去 她现在不去给人看病 那根本无处可去了 唉 爹这次可把我娘给气坏了 尤其她的霸体是第三重的钢皮铁骨 那一身皮糙肉厚的 娘用指甲抓都抓不动 用脚踢都像踢在钢棍上 娘的脚都肿了 李轩想到今日上午的情况就不经一乐 然后她又侧过头 用同情的目光看向了医管的方向 她意识到江云奇的遭遇 自己当引以为戒 这横练霸体太硬了其实不好 江云奇她这次毫发无损 看似是赢了 其实是疏散了 不过自己这边应该没这问题 江云奇没在横练霸体上她用心 所以至今都只是第三重 钢皮铁骨 她李轩就不同了 她的霸体现在就会做到刚柔并济 女孩的拳头 坐着她身上会感觉软绵绵的 会很舒适 李轩相信自己会成为一个合格的沙包 不过这一次是我与爹的不对 这么重要的日子居然给忘了 江云与韩歉疚地说完 又气呼呼地瞪着李轩 都怨你 路上怎么不提醒我 你这是胡讲蛮缠 李轩无奈地摇头 你自己不记得还怨我 我早上还以为你们妇女特意经锐起回来 也是为伯母倾生的 她相信江夫人也是这么以为 可他们最终都小看了这对妇女 江云运的气息略智 然后苦恼地用双手抱着小脸 在床上打着滚 可恶 这次我该怎么办呢 娘亲她这一次一定会生很久的气 她现在看到我就嫌弃得不行 李轩不由失效 我教你个法子 明天一大早 亲手给你娘去做点粥 或者包子什么的吃食 不会的话 可以去找独孤逼勒帮你 总之先让你娘看到你的心意 然后你们妇女 再给她补一次生日宴 一定得哄着她 让她舒心惬意了 在出完主意以后 李轩就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江云运 韩运 你这么晚来找我 是来寻我双修的吧 你做梦 江韩运直接拿起一个枕头 往李轩方向丢了过去 只是来找你修神天双元法 李轩 你现在精神快完满了吧 我是在想着 在成德之变发生之前 帮你一把 她说完之后 又眼寒不屑地看着李轩 渣男 我才不会与你双修呢 一年前我还以为 你是真的改过自新了 结果是更加的花心打萝卜 简直是人渣中的人渣 李轩听了之后就不乐意了 说我花心我认 可我怎么就成了 人渣中的人渣了呀 韩运 你说话得负责任啊 你还不承认 江韩运双手抱在胸前 眼神更加比拨了 先招惹了我的表妹薛云柔 还与罗燕暧昧不清 也不给他们一个结果 你这不是不负责任的人渣 是什么 关键这家伙 同时还在打他与月千金 还有于红商的主意 可恼的是 之前在李轩离开南京的时候 自己就差点被这家伙骗到手 你这么说也对 李轩就神色一暗 他含着歉疚与伤感地看着东面倒灌方向 云柔 仙儿 还有红商 我挺对不起他们的 江韩运看着他沉痛复杂的神色 有些过意不去 心想自己的话是不是太过分了 其实李轩也没那么糟糕 薛云柔那边是实在没办法 他要入计天师府 就势必没法成婚 至于罗燕 江韩运 与这位子弟妖女相处还挺融洽的 他大概能知道罗燕的想法 多半是自卑于自己的身份 此外 这位妖女也是萨爽的性情 不看中那一只名分 可江韩运 随后就感觉不对劲 为什么要加上一个余红商 这个家伙 这家伙与长老公主又发生什么了 李轩则是面色微变 心想糟糕 这是不打自招 漏了口风了 然后他就果不其然地看到江韩运 用冷冽的眼神再次看过来 李轩 你果然是个人渣 江韩运还是与李轩 修了一晚上的神天双元法 让李轩万分遗憾的是 由于双方的元神修为大静 神天双元法的静度 已经达到了一定层次 两人间的和修 已经不需要像以前那样 彼此间坦诚相见了 江韩运这次就穿着小肚兜 与李轩面对面地坐着 李轩却感觉着情景更加的诱惑 那肚兜的绳结 就挂在江韩运那修长的预警背后 李轩好想伸手过去 一把将之拉开 这个念头一直在他脑海里盘旋 李轩免尽全力 才压住着手剑的冲动 除此之外 两人修行式的元神交融 依然狠爽很舒服 给两人的感觉 不亚于男女之间的姓氏 让人上演 江韩运也有些恋恋不舍 他与李轩一直修到了清晨 才结束了这次的和修 然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床单连垫背给摧毁了 用雷霆之力将之震灭成了鸡粉 接着还换了一身肚兜 临走之前 江韩运还将李轩揍了一顿 狠狠地惩罚了这个品行不端的渣男 这才在晨曦 逼缕阳光照耀之下 飞出窗户 整个人化作一套电光 往江南医馆后院的方向 闪失而去 江韩运准备听从李轩的建议 在清晨给母亲做一份早餐 不过他没打算叫独孤必落 江韩运对于自身的厨艺 还是很有自信的 李轩对于江韩运厨艺 则不知该如何评价 江韩运虽然没有继承父亲 在衣道上的资质 可江母说 他在厨艺上有着野兽一样的天赋 不知怎么就能把饭菜做得很好吃 哪怕是油盐乱放 也能做出别样的风味 李轩当天就是顶着一对熊猫眼去上朝的 江韩运下手一点都不留情 无意沉寂于他的皮肤中 需要一两个时辰 才能完全炼化驱逐 原本以他之意 是无论如何都不肯 去朝堂上丢人现眼的 可就在接近天明时分 李轩就接到了 修一位左道行 传递过来的消息 蒙武人已经举国动员 瓦剌大汗照令四处 准备集结总数四十五万旗南下 除此之外 据说这位还从茶河台韩国 借兵九万旗 兵封直指河套一带 李轩作为暂任的镇纪大将军 必须为接下来的战争筹备了 本集结束了 订阅加关注 从此不迷路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玄幻仙侠剧 妖女哪里逃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开荒 水寒领先演播 第六百二十三集 镇纪大将军 在三月初一的术望大朝会之后 景太帝于杰就统率着十四万精英进军开拔 由紫金关方向往大同 太原行径 李轩这个镇纪大将军 统辖的就是北直立防务 所以不急于离京 不过自二月二十七日北疆传了警讯之后 李轩就以锦罗密鼓的备战 各种粮草军资等等 都在源源不断地运往冀州镇的军舱 还有北直立与山东各地的卫所军马 也都陆续接到了李轩的调令 再往冀州镇方向云集 这两地总数八万兵马 加上冀州镇本身的卫所军 总数共二十八万人 值得一提的是冀州镇 此镇辖冀州 永平 昌平 秘云等地 是大静九边重镇之首 是大静仅次于京营禁军的重兵集团 太宗年间 冀州镇兵额就达到了二十四万人 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禁军的职能 后来又逐渐增长到二十七万 在九边重镇 仅宣抚大同二镇 可与之相比 去年景泰帝在唐山一带防御盟务大军 就是依靠的冀州镇的力量 而这一次 冀州镇除了七万人驻守地方之外 一家就提供了二十万的卫所兵 由于才经历过一次清田整军 冀州镇的士气与整体的状态都非常不错 是仅逊于经营的能战之事 这二十八万兵马当中的十万被李轩分支于喜丰口与古北口两大官城驻守 其余十八万人则被他分别安排在沿燕山一带的将军石关 马兰关等等关口 这些关卡也能沟通燕山南北 可在军事上的价值却远不如喜丰口与古北口 这是因喜丰口与古北口 这两大雄关要塞都有河流经过 可以通行十万人以上的大军而不愁水源 所以换成是正常的情况 李轩只需在这些关卡安排个五六千兵马 就可把万无一失了 问题是他这次的对手不同 那时一群不需要吃东西 也不需要喝水的湿军铁骑 只需有足够的血食或者鹰煞之力供应 他们就可以不知疲倦的行军 也不需要任何的补给 甚至可在一定程度上无视地形 所以燕山山脉任何一个 可以通行大军的关口要案 都不能不防 李轩又将总数四万一千人的 神机左右营至于冀州城 作为总预备队 如此一来 北面的任何一个方向有警训 他这四万火枪军都可以压上去 李轩的作战方略 与天子与景泰帝的设想有很大不同 他们更希望将神机左右营拆散 分住于几个关口防御 可李轩却知道 这一支全火枪军队集结在一起 才能够在野战中最大程度的发挥威力 所以他来了个将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 既然朝廷委了他做阵纪大将军 那么这一战该怎么打 就只能由他说了算 李轩直到三月五日才出京离去 此时于洪商不惜以坚国之身 亲自将李轩送到了朝阳门外二十里 临别之际 于洪商发现李轩在定定不移地看着他 眼神中则略含忧怨之意 于洪商知道他在想什么 当即面红耳赤地撇开头 看向了别处 他想自己这几个月虽然确实过分了 李轩费尽了心力哄他开心 自己却从未加以辞色 可现在真的不行啊 他现在还在喂奶 于洪商虽然能够暂时控制住奶水不溢出来 可身上的奶香味 还有那对小白兔的变化 肯定瞒不过李轩 他只需要探手一摸 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于洪商最近也偶尔被哄得意乱情迷 体内躁入不堪 可现在只能强忍着 他不堪李轩的深情凝视 只能尝试转开话题 轩狼你走之前 还有什么要交代的没有 李轩暗暗一叹 只能收心道 文师方面洪商 你自有主见 不需旁人智慧 唯独武士方面 洪商 你都仰赖诸国能与武军营 石团营你可以用 却必须加以防备 于洪商听到这里就知道 李轩还是在忌惮 已经被调往辽东 担任镇辽大将军的梁亨 石团营是于杰一手创建 可当时负责练军的正是梁亨 论到对石团营的影响力 梁亨仅逊于于少傅 此时石团营还有三个团营 留守京城 全都是由梁亨一手带出来的旧部 李轩则继续说道 洪商 你务必得小心上皇与太后 就算没有证据 可这次蒙物难清 很可能与他们有关 还有相望 此人一日没有问战 就一日不可轻忽大义 如果此人还有什么异动 就直接赐他一杯毒酒 这次我将罗燕千千玄臣子 陆邪几人都留下帮你 还有江伯父 他四月前都会待在江南医馆 敖树营也答应我 会坐镇于北京水的园军庙 一旦京城有变 他们都可作为你的奥远 于洪商就错愕地扬了扬眉 罗燕他也留下来 他不是反感这位子弟妖女 而是为李轩的安排惊起 李轩与罗燕合起来 才是威震大劲的天机地和洋洋神刀 可一旦这两人分开 战斗力与威射力 就会大幅度地滑落 李轩为一汉手 燕尔在明面上 还是会随我去记仇 可最多两日之后 他就会前回京城 他随后神色淡然解释 天机地和洋洋神刀 天下周知 可正因此故 我们的敌人 首先要做的是 将我与罗燕拆分 我们两人现在 双刀合璧的机会 岂是微乎其微 所以这次我准备 带我的附体过去 可附体离开之后 六道四那边 总需要一个人主持吧 神义府的现人网络 才刚开始建成不久 还在稳固阶段 京城这边虚语都离不得燕尔 他是天下前三的幻术大师 也能帮得上你 于洪商心想也对 换成他是蒙误人 战前也会想方设法地 将两人分开 不过他知道 李轩敢于这么做的 最大底气 还是源于 李轩与罗燕半年来的 修行静静 他们自身的战力 早就足以独当一面 可他的眉头 还是深锁着 可如此一来 你身边就只有 一个东方梁 人手会不会不够 除了东方梁 还有薛少天师 韩运与宇柔 已经足够了 李轩不以为 然而在笑了就 此时朱天尊 已经在返京途中了 有他坐镇 即便辽太祖再临人士 也休想跨过燕山一步 此时的李轩 有稍稍犹豫的 对了 还有北面新任的 宣服总兵方英 皇上 你不能不加以防备 这个宣服总兵方英 与另外一个世界 明代宗时期的 名将方英 姓名相同 有着相似的人生轨迹 正统初年 方英随赴方正 出征陆川 方正战死之后 方英史之报仇 出城西指挥使 后生都指挥 从参与两次陆川之役 有率军 平定贵州 胡广叛论 前后攻克 近二千座大小山寨 据说其人 天资英杰 通晓古兵法 为人则是连杰千和 所到之处 都能保近安明 被认为是当朝名将 尤其景泰十三年之后 不知是否应 大靖国运大长之故 此人也突破了天位境界 成为大靖军方 第六名天位大将 只从方英的履历来看 此人自然是可信的 可让李宣忌惮的是 另一个事件 方英在上皇正统帝 复辟之后 如今总督 经营军务 雷家志奉天议委 推成宣礼武臣 特进荣禄大夫 驻国 封南河后 其人去世之后 正统帝为其 绰朝一日 次世中相 故后世 称其为方中相 李宣担心此人 在独宫之变以前 就可能与正统帝 有了勾连 李弘尚听到这里 却是苦笑不已 他感觉李宣 过于草木皆兵了 太后与上皇 却不可小视 可要说他们 现在有复辟的能力 于荣商是绝不肯信的 不过下一瞬 他却感觉 李轩忽然抓住他的手 还用手指 他的手心轻轻地挠动着 李轩则毫无意状地 继续说着 我预计这次 京城生变的可能性不大 可一旦有事 你的第一时间通知我 带我四万火将军回返 足以镇压一切 他记忆中那场 导致上皇正统帝 复辟的夺门之变 其实成功的极其侥幸 如果不是 景太帝无四并重不起 而掌握整个经营军权 甚至一小部分的 景一卫少保于谦 在事后也束手待毙 不加反抗 上皇正统帝 绝无可能复辟成功 可在这个世界 景太帝已立下皇孙 本人则出征之外 大静朝野内外的形势 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 所以哪怕李轩也认为 独门之变很难发生 至少不会发生在景太十四年 这个时间点 他现在的移应布置 只是为以防万一 于鸿商 他没有睁开李轩的手 而是略显慌张的四面扫望 直到他发现自己的宫女侍从 都面朝外侧 无人敢向他们注目之后 才稍稍镇定 随后于鸿商就用背驰咬着唇 回捏着李轩的手 你放心 我在京中会小心防备的 我等你回来 此时的于鸿商是面红耳赤 脸上羞涩到几乎就快烧起来 他想 李轩这次出征 怎么都得两三个月 才能返京 本集结束了 订阅加关注 从此不迷路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玄幻仙侠剧 妖女哪里逃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开荒 水寒领先演播 第六百二十四集 胜负的关键 与于鸿商分别之后 李轩就来到了一辆 特制的钢铁球车前面 这车里关着的正是八舍女王 她扎拔着一双大眼睛 看着李轩 轩郎 你这两天为什么没来看我 是被你身边的几个瓷线拦着吗 他们都是豆腐 你不要理他们 李轩唇角微抽 然后将缠绕于球车上的锁链 拳术展开 他又看守一招 将八舍女王身上那些什么 俘禄啊 镇圆钉之类的 全部都招射到了手中 女王殿下 你可以走了 前次你与贤黑鹿王 联手暗算我 我关了你三个月 算是恩怨已了 说来 你入京已经有大半年了 就不打算回高原看看 八舍女王恢复自由之后 先是活动了一下双手 又甩了甩尾巴 然后他就笑盈盈地看了李轩 这又是那几个杜夫逼迫你的 我才不走 最近八舍王亭那边又不用我操心 自从你踏入吐蕃 相扶十二法王 整个青藏都安宁着呢 西面那些妖王也都很老实 没人敢惹事 李轩一时间头疼之拒 他挥了挥手 女王殿下 你自辩 只需日后 不与本侯为敌 你爱怎样又怎样吧 对于这位牛皮糖一样的八舍女王 她是完全无可奈何 她杀也杀不得 官也关不住了 罗燕宇薛云柔又盯着她 让她没办法动用皮鞭蜡烛什么的 李轩是考虑到 蒙物南下期间 冠军侯府的力度会大幅度的虚弱 再把这八舍女王关下去 只会浪费人力 所以才在她出京的关口 将这八舍女王释放 可结果 她才将八舍女王的封印 解开不到十个呼吸 就后悔莫及 八舍女王则看着官道上 正源源不断地往东面方向行径的士兵 你这是要领军出征 要与蒙物人大战吗 我可以帮你的 李轩懒得理他 他静自往前走 说了殿下你自辩 你爱怎样就怎样 不过有一言提醒 这次我们的对手 很可能是辽太后树律平 据说此人生前 韩法冠绝天下 还修成了一门韩戏的疾天之法 女王 你自己考虑清楚 别看蛇是冷血动物 可他们其实极度未寒 一般低于五摄氏度 就得被冻死 巴蛇虽为神兽族裔 可同样没摆脱 魏寒这一特性 昔日巴蛇常泽之所以 会那么简单地被杀死 正应当日 四大韩法高手 连魅镇压 巴蛇女王就一声吃笑 跟了上去 那你可小看我了 我自小天赋一饼 韩法一道 我可不说你们人足 他已经注意到远处 罗燕与薛云柔两人 正冷冷地向他 与李轩注目 巴蛇女王有些愤恨地 甩了甩小尾巴 把脸颊骨成了一个包 他心想果然 就是因为那几个女人的缘故 让李轩不敢跟他接触 李轩返回到薛云柔的 九天十地闭魔神缩 就被罗燕掐住了腰肉 你究竟与他说什么了 他怎么还跟着你啊 李轩不由呲牙咧嘴 万分无奈道 我怎么知道 人家都迷上我了 我能用什么办法 罗燕不由哼了一声 他一想的那天在巴蛇洞穴 李轩对巴蛇女王 长盈盈的感觉是超纲 就感觉很不适 罗燕当即邪目 看了一眼薛云柔 少天师 你怎么看 喂这条母蛇 他竟然不得不倚重于情敌 这次随同李轩 前往冀州的几个女孩 独孤必落 是李轩的小跟班 冷与柔 只在乎他的机关器械 姜寒韵 则是懵懵懂懂 除了少天师薛云柔之外 竟没一个能打的 薛云柔则成脚微扬 转手就将李轩腰间挂着的割龙刀 臭了 甩了个靓丽的刀花 然后笑眯眯地说 我割了他 你应该没意见吧 罗燕则是赞同的威仪汉手 如此也好 免得他再祸害别人 李轩动感下身一寒 浑身上下寒毛之力 接下来 薛云柔就驾驭着九天十地壁魔神缩 往东北方向行去 他们先去查看了成德千户所 这里还是先前的模样 没有任何的变化 埋在龙气之下的离合骤光雷也沉寂如故 这一次 李轩在此处待了整整大半天的时间 他在看此间的山川 看此间的地势 感应与预判天气与风率的变化 将所有的细节都寄于心 罗燕与他心意相通 一看他的举止就知究竟 薛郎 你还是想提前将离合骤光雷引爆 准备在这里与施君铁骑决战是吗 李轩闻言微笑 是有这样的想法 哪里能认别人怎么样就怎么样 真等到三月底聊他后的忌日到来 岂非愚蠢 用兵之法我不懂 旁边的薛云柔面色沉宁 可少父于杰与天子对你三令无声 想必是对野战不看好 我也感觉在承德野战不妥 一旦辽太后舒律平与他的施君铁骑 得了此地龙气加持 一定会战力倍增 以少父于杰的刚强性格 一旦认为济州防线有施线的风险 他说不定会选择直接更换主帅 灵阵换帅 哪里能这么简单 李轩先是失效 他的面色渐渐凝肃了下来 放心 这战该怎么打 我胸中有成算 定不会将北直立数百万百姓 还有我们的身家性命 置于不顾 薛云柔与罗烟两人听了之后 就不禁面面相去了一眼 都面现忐忑犹疑之色 他们都在想李轩是否太拖大了 那四万神机左右营 真有能力在野战中击退那二十余万 龙气加持的铁骑师君 接下来 李轩又开始巡视古北口 喜丰口 将军石官等众多关爱的备战情况 与防御攻势 他是从二月二十七日接到蒙误人的警讯之后 才开始正式调兵北上 可相关的备战工作 在他发掘成德千户所有变之后 朝廷兵部就已经开始推进了 此时 这几大雄关的防御非常完备 所有的守城器械一应俱全 营仗 防备道成寒的东义等等一样都不缺 兵粮伙食也很充足 而镇守几大关爱的将领 也都是李轩亲自挑选 不但是主有才能 且多是他这一年来收罗的骨功心腹 在古代要想避免在军中形成派系山头 是绝不可能的事情 即便是李轩在面对强敌的时候 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那些他知根知点 清静可幸之人 行事完了这些关爱 罗燕就准备前回北京城了 这几天几乎是寸步不离地陪着李轩 一起行事关城 被十几万人亲眼目睹 这些足以在敌人的心目中 形成天机地和洋洋神刀 都在冀州的假乡 不过离去之前 罗燕却又将一具 长达一人半的水晶盒子 放在李轩的面前 里面躺着一个人 正是罗燕的相貌模样 罗燕随后用警告性的目光 携逆着李轩 这句话伸交给你了 你得照顾好他 别把他给弄坏了 他很贵的 我领着这么一句话身 我至少损耗了七种天才地宝 昔日南京时 他为了假死脱身 而毁去的分身话题 罗燕至今想起来都心疼 李轩自然是拍着胸部答应 等到罗燕离去 薛云柔的九天十地闭魔神缩 就直飞几周城 李轩却发现薛云柔有些神思不熟 时不时地会看向北面 他略略私存了片刻 就知原有 然后眉眼威扬 是位张观兰 李车天 薛云柔微微汗手 他转头眼神灼热地看向李轩 轩狼 你真有把握在野战中 击败那二十余碗 施君铁骑 李轩没有迟疑 神色已无比认真的与薛云柔对视 只要当日战场上不下雨 我有实成胜算 碎发火枪能够防雨 却不能够完全防雨 符文虽发火枪在晴天时的发火率 可以达到九成 可如果是暴雨天 发火率就只剩下五成不到 这虽然比雨天就报废的火神枪要强 却还不足以克敌制胜 薛云柔见李轩神色正中的点头 就不由长吐了一口浊气 在续雨之后 他有杀鸡满意的轻抚身前的正衣扶摸剑 我信你 就在这一战 我当与他二人做个了断 为了我父亲 也为了天师父 张冠岚的性命 我必欲取之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玄幻仙侠剧 妖女哪里逃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开荒 水寒领先演播 第625集 过一个肥年 3月12日 在辽太祖陵墓室旁边的一座山峰上 前缘天师张冠岚正背负着手 目如烛火地遥望着冀州城的方向 他的雨中则是含着几分试探之一 宋兄 请你如实告知 主人他对此战究竟是什么样的想法 他询问的人是神烈刀宗玄化 也就是李轩曾经见过几次面的黑斗笠人 这位黑斗笠人的身影 却是背对的张冠岚 饶有兴趣地看着下方的牧师永道 主人说他暂时见观其变 你想要住蒙屋人 那也有的你 可从此之后 我们各走各道 两不相干 日后刀兵相见 你也莫要愿主人无情 前缘天师张冠岚 听到这里微微醋眉 却一点都不觉得意外 他们的主人中流居士 一生孜孜不倦于 驱除诸胡 维持华夏正统 如果不是几百年前 从精确天宫中流传出来的部分史书内容 让中流居士深受打击 让他风格大变 他是无论如何 都不会与瓦剌人联手的 也就是说 主人他决定两不相帮 张冠岚目中 闪现这一抹一则 可主人不是 想要推翻精确天宫的史书吗 这可是最好的机会啊 中流居士 那是当世战力中的天花板 不但是修为达到了大天位 还掌握了极其强大的 极天之法 是真正的半步极天 即便是号称天下第一的少傅于杰 在战礼上 也要逊色欺人一丑 一旦此人站到大境那一方 那么这次也先大寒的图谋 绝无可能成功 所以中流居士能坐壁上官 张冠岚就已经很满足了 可张冠岚还是抱着万一的希望 想将此人扯入漩涡 一旦有中流居士的助力 那么景太帝也好 冠军侯李轩也罢都必死无疑 主人他不认为有插手的必要 神力刀宗玄化摇着头 一声闪笑 这很有意思不是吗 金雀天宫史书记载的夺门之变 本该发生在景太二十三年 结果在景太十四年 你们就决定孤注一掷 所以接下来的局面就很奇妙了 如果你们的阴谋失败 那么这次正统地狱孙太后 一定活不下来 可如果你们成功了 那么景太二十三年发生的事情 也将提早到景太十四年 主人他心心念念地 想要更改历史 金心谋划了数十年 却公白垂成 结果当他心灰意冷之际 却又柳暗花明 可笑的是 这一次他甚至不需要出力 就可以眼看着千秋笔书写的历史被推翻 既然如此 那么他还有何必要助你这样的汉奸走狗呢 张冠兰听到这里 脸色不由微微以轻 宋兄 你我二人终究是同事数十年 还倾诉一伤留德 你不就是蒙屋人的一条狗吗 神猎刀宗玄化转过身 眼神嘲讽地看着张冠兰 然后他抬手一招 从张冠兰的身上 强行招出了一枚金色的印符 你既然已经不打算遵循主人之意 那么这枚用于蒙蔽的金雀天章的印符 自然也不需要了 还有 主人让我转告 若京城失陷于蒙屋之手 他一定会亲自取你性命 他说完这句 整个人就化作了一套金光盾起空气 张冠兰不由崖帮鼓起 目光则是深冷异常 他的唇角随后又献出了讽刺的效应 如果他们这次能拿下北之力 蒙物就必将再次入主中原 那时也先大汗大事已成 自己又何须畏惧那区区中流居士 这个神猎刀宗玄化 也不过是中流居士的一条狗 此时宗玄化的语音又悠悠传来 你们与其担心我家主人 倒不如对金雀天宫那边多上一心 真有意思 提前到景泰十四年发生的多门之变 金雀天宫那边不知会是什么反应 真想看看他们的表情 哈哈哈哈大笑 转瞬之间就消失在云空当中 张冠岚却懒得理会 直接一个闪身往辽太祖陵墓室的深处走入进去 早在一年多前 张冠岚就已经借助万官神主司空姓 完成了为辽太祖数率瓶 凝聚尸身魂体 还有驾驭皮士尸军的试验 此时 招魂之前的各种筹备也已就绪 就只等3月26日 辽太后树绿瓶的即日到来 此间27万铁骑尸军 就可南下成德 几乎同一时间 在距离辽太祖陵 大约一万两千里的长城北侧 扬河关前 在一座赤金色的王帐内 瓦剌大汗也先 正宝涵期待地看着走入他王帐中的国师 阿巴师 国师 也先注意到 阿巴师手中的一份卷轴 他不由 眼现出炽热的光子 那是正统皇帝的诗书 你拿到了 心不如命 蒙物国师阿巴师 微微一笑 将这卷轴放在了野仙的面前 那位皇帝治国的本事没有 套家还家的能耐 倒很是不俗 我前后与他商讨了近一个月 直到昨日 下定事业 瓦剌大汗也先 直接翻开卷轴 仔细查看 虚语之后 他就看见了 正如能成功复辟 定当诛杀本朝 兵部尚书 少妇于杰 及冠军侯 少保李轩 将二人千刀万剐 施以灵池之行 以愁瓦剌也先大汗 这恩头 也先看完这句之后 顿时唇角微扬 喜色难以自意 不过他随后也忘记了这份卷轴的最后部分 还有 此为密约 双方当密而不宣 如历史之人为诺 当受千雷万机而死 从此断子绝孙 等等文字 瓦剌大汗也先看了之后 就不禁一声审笑 他毫不犹豫地咬破了手指 在卷轴的尾部按下了血色手印 除此之外 这卷轴上面还有三个血色手印 其中之一是国师阿巴师的 另外两个则是属于正统帝孙太后 而此时国师阿巴师拿出了一张明皇宣纸 这是孙太后提供的名单 综数九十七人 他们或文或武 官职在七品到三品之间 分布于大同镇及太原镇中 在我蒙武大军南下时 他们会以隐蔽的方式 尽可能地向我们提供大进军机 还有各种助力 在这张纸后面 阿巴师又拿出了一张 五尺剑方的鱼图 此物是大同太原宁夏古原四镇的军机图 这四镇的一切地形 堡里布房等等都在这一场旨上 瓦剑大喊也先手持此物顿时长声大笑震荡云空 他将旁边酒盏里面的酒一口饮净 然后重重地摔在地上 使得碎片散射纷飞 与此同时也先须发怒张 如猛虎般扫尸着帐外 传令大鲁花痴与万户 告诉孩儿们该出兵了 让他们冻起来 这次我们不需要去攻城 也不需要去拿下那些债宝 我们只需要他们去强 去劫掠就可以 让大家过一个肥年 而就在片刻之后 这金帐之外数十万铁骑 发出了一阵阵仿佛狼啸般的叫声 这些骑士们纷纷挥起缰绳 轰然而动 侧动着胯下的龙居战马 往南面方向奔驰而去 并在不久之后 形成了十几个巨大的箭头 浩浩荡荡地 越过了前方的长城缺口 在猛物大军 从杨河卫一带的长城缺口 汹涌而入的时候 已经赶至太原城坐镇的 少府于杰 就已在第一时间获之军情 在最初一两天 少府于杰还是成竹在胸的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于杰的眉心却逐渐皱成了一个川子 这因整体战局的发展 与他预判得很不一样 蒙物四十五万铁骑 越过长城之后 竟然将沿途一切 未索军宝与城池都置之不理 他们甚至不去攻打后路之一的 杨河卫宝与高山卫宝 直接就往大静的复兴之地挺进 他们沿着玉河与桑干河 浩浩荡荡的南下 短短两日之后 就已抵达应州的位置 冰封已直指山鹰马翼朔州 景太帝也同样惊奇不已 也就是说 他们除了那二百万头羊 还有一些干肉之外 后面就没有其他的军粮储备了 这些军粮就只能维持一个月吧 陛下应是一月二十天 旁边一位穿着一身 一平五官服饰的大将出言纠正 那是当朝定湘侯 太原总兵官郭太 大静六名天卫大将之一 其一身武力警训于梁亨 他双手抱拳 神色恭敬 蒙巫人一人三马 而此时中原之地 草长应飞不缺草料 他们危急之客 还可沙马冲击 以马血解渴 景太帝不禁威忆汉手 还是丁香后经验丰富啊 那么在丁香后看来 蒙巫人到底是异于何为 当时为劫掠朔州 郭太毫不犹豫地答着 如果朝廷不救 再由宁武官与燕门官 尽窥太远 景太帝当即握了握手 神色沉宁 朝廷为此战已经做过充足准备 长城沿县五百里 都是做好了树壁清野 所有野外的民众都被收入 魏宝与城池当中 他们是抱着宁愿 放弃春耕 也不能让蒙巫人 击掠到任何财获粮草的想法 可朔州 却在这五百里之外 这是臣考虑不周 于婕朝着景太帝深深一礼 以先此举 应是以朔州百姓为之 为逼迫我朝与他决战于朔州 景太帝的贱眉为羊 然后就笑了下来 决战 朕求之不得 如今的大境 绝非是正统年间的大境 也绝非是景太十三年前的大境 此时的境军 绝不会畏惧于 蒙巫人的堂皇阵战 他长身站起 猛然以长剑 钉在了渔途上 那就站吧 将蒙巫这四十万旗 击灭于朔州之源 大境当可得百年清明 本集结束了 订阅加关注 从此不迷路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玄幻仙侠剧 妖女哪里逃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音小说 作者开荒 水寒领先演播 太原北部战云密布之际 李轩正在冀州城附近整军赤湖 主要是神机右营 原本的一万一千人 还没有操训完成 他们在现阵列与空心方阵上 不是很金属 需要进一步强化 还有新招的八千亿武兵 也在日夜练习碎发枪的操作 李轩对他们的战阵与刺刀术 当然不报指望 不过却希望在战争到来之前 这些义乌兵能够熟练的开火 为此他不令弹药的损耗 保证这些兴军每隔一天 都进行一次十发以上的实弹射击 主要是练习装弹 还有适应开火后的后座力 至于准星 李轩没报任何指望 他只要保证这些人能够听从指挥 向目标方位正常开火就好 献堂枪也成来副枪 准星要比华唐枪强很多 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 就有人依靠来副枪 可这数百米狙击敌方将领 可这是需要天赋异禀 还有对于火枪的娴熟掌握 没有一两千次的射击量 是没法列出神枪手的 冷与柔设计的符文碎发献堂枪 虽然是借助了符文之力 可主要是为提升威力 射程与发火率 冷与柔没有在精度上下功夫 所以在战场上 这些枪械主要还是依靠密集的弹幕 进行杀伤 还有符文碎发献堂枪的枪管寿命 只有1200发左右 可事实上 在他们涉及到600发的时候 枪管的弹线就会磨损 精度会大幅度的下降 这也是神器盟外授的符文碎发献堂枪 最多只能在市面上 卖到2500两的原油 他的威力虽然等同于中平法器 可在许多方面都有着缺陷 与真正的中平法器 还是有着极大差距的 与此同时 李轩也在等候着军械的齐备 就在三月初 北方盟务人异动之后 朝廷又在他的活动与窜夺下 以赦账的方式向神器盟 追加了七千杆符文碎发献堂枪的定制 至于目前神器左右营的符文碎发献堂枪 在朝廷几次采购配发之后 也就只有三万杆出头 还有着较大的缺口 那八千新招的义务兵 目前都只能够暂戒 神器左营的枪械进行射击训练 此时 神器盟正在连夜赶攻 尽量赶在三月二十日之前 将这七千杆火枪交货 届时 神器左右营将拥有三万七千杆符文碎发献堂枪 还有一百六十门四寸口径的脱窄轮式野战滑灯炮 真正实现火系的全覆盖 总数是三万七千火枪兵 一百六十个炮组 一千四百人的编制 这些大炮每一门都需要至少八到十人伺候 剩余的两千余人 都是操持各种杂物的辅兵 包括火头兵等等 此外 李轩还请赫连扶龙与江云齐二人联手 创立一门更适应战场的刺刀术 可在眼下却是来不及用了 目前只能将一门 名叫虎突神刺战法的战场矛术 稍下改良 教导士兵修行 符文碎发献堂枪长达四尺二寸 也就是1.4米 加上0.5米的刺刀 长度接近六指 恰好适合这门突刺为主的矛术 除此之外 虎突神刺战法还额外适合振战 尤其是数万把刺刀形成的刀铃 在近战中也有着极大的威力 而就在神机左右营操训的如火如荼的同时 李轩也在冀州镇中选拔精锐 在冀州城中迎击了五万人的卫所军 这都是冀州镇的精华 无论是个体战力还是战争的水准都不逊于进军 却在一年之前才经历过那场唐山大战 有着应对骑军的经验 值得一提的是 其中的攻守就一万六千人 都是功法娴熟 可以开二十弹强攻的擅射之士 李轩又将诸步的骑兵集合在一起 大约九千骑士 被他单独编制成了两个团营 李轩对神机左右营有着十足的信心 坚信这四万火枪军就足以击破那数十万皮士铁骑 可他不会因此故就放弃增加胜算的努力 也就在三月十八日 神机盟提前两天将所有的火枪与火炮交付 李轩此时已经得知盟雾铁骑 已经进入朔丘境内 扣略 于杰与天子正集结兵马 准备在朔州与瓦剌大汗也先决战一事 可在这一天 李轩还是毫不犹豫 以演习行军之名下达了北京的军令 神机左右营四万一千人 加上李轩临时编制成的五个部战团营五万人 两个骑兵团营九千骑兵 加上三万运输资重的辅兵 合计十三万大军开靶北京 他们先是抵达洗风口 在此处稍事休整了一天 就在李轩强命下跨过关口 往承德方向行军 李轩的这一举动 让所有人都猝不及防 也为之震动不宜 仅仅半日之后 得知消息的赐福高谷 就在于洪商坚固听政的文华殿内 怒声咆哮 冠军侯他究竟意欲何为 是要将我打尽止于死地吗 他放着那么多雄官要义不熟 却带着这点人马主动跑去承德 他知不知道 刘太祖墓里面 有二十七万皮屎诗君 他知不知道 承德千户所下面 有着契丹人的龙器残留 用那区区十三万人 与契丹人的皮屎铁骑对抗 他以为自己是霸王项羽在世 还是卫王李静复生 朝廷册封他冠军侯 他就真以为自己是冠军侯了 暴怒的高谷甚至顾不上朝廷礼仪 含韵着磅礴好气的雨声 震得着文华殿速速作响 朝堂之上的诸人也都是眉头大皱 即便是与李轩亲近的 行部尚书于世月 也是谋献忧色 户部尚书萧辞 则是朝着于红商一抱拳 殿下 请诉下旨意将冠军侯召回 解除其人君旨 冀州镇也当另为老成擅守之将主持防务 兵部左侍郎 商红也赞成解除李轩君旨 他攻着身道 殿下 此事当从快从速 一旦冠军侯在成德大败 后果不堪设想 这十三万人 如果王父我大敬或是满盘戒术之举 于红商也为李轩的举措震惊不已 可他面上却是不动声色 谋色也平静无波 肖尚书 冠军侯的镇纪大将军 是由天子委任 他的去留非本功能决 此时当寝室天子 由父皇决断 于红商虽然担心此战胜负 可对于李轩的能力 他却有着毫无保留的信任 他看出朝堂中这些大臣 对于李轩先斩后奏主动出击的决定不满之至 所以选择了拖自决 尽量为李轩争取时间 可在御阶之下 左都御史却是一声怒哼 监国此言诧异 陛下与于尚书之所以为冠军侯为镇纪大将军 是让他固守喜风口与谷北口 防御辽太祖墓 二十七万皮士师君南下 不是让他冒险与之野战的 他怎能如此莽撞 他双目远征 瞪着于红商 天子如今正在朔州 哪怕是动用火眼金屋 一来一回都需一两个时辰 加上他们讨论的时间 这该等到什么时候 冠军侯麾下大军 距离成德只有不到二百里 臣估计最多半日 他就可抵达成德 那时就为时已晚 殿下 天子让殿下监国是何用意 是让殿下决断国中 他鞭长不及之事 否则天子要您这监国何用 要这满朝大臣何用 于红商依旧是面不改色 淡定自若 左都御史之言有理 然则本宫虽不懂军事 且也知道临阵换将 乃兵家大吉 此时本宫是万万不敢决断的 还是得请示父皇 且至今以来冠军侯都从无败计 诸位是否担心太过了 还有 如果要撤换冠军侯 那么朝中何人 堪当冀州众人 何人能接手这十几万军吗 他想 托字决如果起不到作用 那就尽量搅乱众议 果然当他这番言辞一出 原本情形汹涌的朝臣 就断了套了 有人认为 林郑换将一事确实不妥 有人则为接任 冀州大将军的人选之论 此时 于红尚又神色微动 看向了从 宣府总兵调职经营都督同志 前军都督府 左都督的朱国能 昌平侯熟知兵法 请问您怎么看 朱国能 就抬起护板道 殿下 冠军侯北京之前 已有万全的准备 即便他兵白成德 冀州镇也能在皮氏铁骑的冲击下 坚守十数日 有充足的时间 供朝廷调集兵马 且据臣所知 日前神机左右营 从冀州行军至洗风口 只用了五个时辰 所以臣预计 冠军侯麾下大军 已经抵达成德 这个时候 无论朝廷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都为时一晚 果然就在他雨落之际 休一位都督同志 那场提督左道行 匆匆行路 殿下 承德那边传来军报 冠军侯的前哨其军 已经抵达承德前护所 与冠军侯同行的天师 辅少天师 主动引爆了承德龙器 这一瞬 这满朝大臣都是眉头大皱 其中更有许多人满面怒容 李轩此举不但是先斩后奏 更将他们逼之步的不同意 李轩也占方略的境地 而就在两个时辰之后 远在朔州的于杰 也得知这一消息 他只觉脑内一阵晕讯 太阳穴轻轻爆起 一阵突突跳动 本集结束了 订阅加关注 从此不迷路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玄幻仙侠剧 妖女哪里逃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开荒 水寒领先演播 第六百二十七集 气韵未绝 这个冠君侯 景太帝接到 火眼金屋的传信时 脸色也有些发青 不过 他的神色还算阵定 于爱卿以为 冠君侯这次 北清的胜算几何 正常来看 他连三分胜算都没有 于婕摇着头 虽然在几次冰棋推演中 他的全火器战法表现不错 可冰棋推演 根本就无法展现 战场上千变万化的情况 无论是铁棋冲击之事 还是冠君侯所说的弹幕 与献猎射击 这些都无法真正的展现 那么 这推演的结果 何组为凭 他对李轩的火器部队 还是有很大期待的 可全火枪战法 实在是过于激进 景太帝听了之后 就不经微一扬眉 那么爱卿之意 也是认为 必须召会冠军侯 任命一位老城之将 担任阵界大将军 于杰却说出了相反的答案 不 临阵换将乃兵家大计 神级左右营是由冠军侯一手练场 其亲信家丁 冲色于神级左右营的军中 而荆州战诸步将领 也都是冠军侯亲自选拔任命 在这个关节换将 无论是谁 都没法做到 如必之事 这就是让于杰恼火的地方 李轩挑选的时间点 恰使他们最难受 最尴尬的关口 但凡李轩抗命北京的时间 早个两三天 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将李轩撤换 那位冠军侯明显是早有预谋 请太帝不由陷入宁私 眼线躊躇之意 且事到如今 事态已经无可挽回 于杰铁青着脸说 既然昌德的龙脉损毁 龙脊已经提前引发 那么我们只能等待他的战报了 他其实有一句话藏在心里没说 于杰认为朝廷如果下达换将之令 一定会被李轩拨回 于杰这是以己夺人 他想自己如果换成是李轩 这种情况下也一定会选择抗命 即便事后丢官弃职 被朝廷处置 也会坚持下去 不过这样的话说出来 只会伤及景太帝与李轩的君臣情分 滋生猜忌 于杰虽然恼弄于李轩的自作主张 却更不惜搬弄是非 景太帝一声轻叹 目光转向他御前的随驾群臣 也只能如此了 汉林承指何在 给这拟指 写一封训斥军后擅作主张 抗命不尊的诏书 此外 这兵部左侍郎伤红又多御史之 令他前往成德监军 担任冀州镇官军容使 于杰不由威仪汉首 陛下的处置身家 天子下旨训斥李轩是对的 如果人人都像是冠军侯那样的做法 那么朝廷还有何威严可言 至于兵部左侍郎伤红的调令 也是为牵制李轩 之前 景太帝对李轩过于信任 只让左迁都御史伟真 担任李轩的监军 这又等于是让贝小弟 去看住郎大哥 根本就起不到监督的作用 可现在这情况 朝廷无论如何都不能放任李轩任意妄为了 大径自太宗以来就有两套监军系统 一套是宦官 一套是督察院的御史 可自土木宝之变之后 宦官在朝中的地位一落千丈 朝廷更多是依靠各级御史 来监督各地军马 而天子家旗兵部左侍郎伤红的 右都御史之 只是虚显 可有了这名义 就可以担任监军 此外天子还有一层用意 一旦成德有变 兵部左侍郎伤红随时可接掌 冀州镇的军权 那么接下来的关键 还是对面的蒙物铁骑 景太帝在下达旨意之后 就往对面看了过去 只需将野仙击腿 那么即便官军后在成德遭遇败祭 也欲大局无碍 少保渝杰 闻言铁青着脸 却如景太帝之言 只需他们在这场决战中获胜 经营十余万精锐回师 那么成德方向 无论是什么样的变武 他们都尽可斗得住 可少父渝杰心里面 却还是郁闷难解 不是滋味 他原本制定的策略 是东守西宫 东面成德与冀州方向能拖则拖 西面大同与太原战场 则尽可能在3月27日之前 解决敌人 可今日李轩之举 却使他们真正陷入到了 双线作战的境地 成德龙气既然提前引爆 那就不能将之置之不理 谁知道那些狼子野心之辈 会利用成德龙气 做出什么事出来 此时 于杰的心情之所以 还没有糟糕到极点 适应他对接下来的决战 有着充足的信心 只因在3月18日 天子与他指挥的禁军 已经在燕门关一带 初步完成集结 包括他们带过来的禁军 宣府 大同 太原 雇原 河南等地的兵马 总数82万大军 整体是军械精良 训练有素 士气昂扬 其中还有一半 是去年经历过那场 宣府大战的精锐之事 不过蒙武人 似乎是洞悉了 他们围艰的意图 开始利用他们 一人三骑的优势 半日内就退出将近120里 跳出了禁军包围网 之后的树天又大踏步的北撤 轻而易举地甩开了 禁军铁骑的追击 让人惊讶的是 蒙武人 又于断后的八万窃削骑军 竟然精准地判断了 禁军的每一步动作 在追击战中三次重创 禁军铁骑 斩杀三千余计 禁使得大禁的骑军 再不敢脱离部阵 单独行动 于杰深吸兵法 依旧是耐着性子 以每日120里的行军速度 步步为营地往前推进 他知道 昔日退避三射的故事 如果急于追击 一方面会造成部队的脱节 给敌人各个击破的机会 一方面也会造成补给的问题 是兵家大忌 其实他还可以更从容的 可承得龙气之变 让他急于解决 大同方向的战事 直到3月22日 蒙物铁骑退到了 威远卫附近 就没再后退半步 他们开始在这里 选择了一处名叫 牛家坡的位置布阵 于杰知道此地 牛家坡 背考长城 地势北高南低 正适合齐军冲击 如果战况不利 这些蒙物骑军随时可以越过长城 沿危远位侧旁的清水河 撤回蒙物境内 可于杰只稍作迟疑 就催动全军往牛家坡方向 继续行径 如今 寻求围歼蒙物人 已不可能 他只求将蒙物人逼退 至长城之北 而就在禁军行径之际 此地上空风云变幻 此时 双方大军还未照面 可这场大战的前哨 却已开始 双方的术师与萨满 正在天石上激烈交锋 蒙物人 想召唤大鱼 拖延禁军的行径速度 消耗他们的体力与市井 禁军的术师 则奉于杰之命 尽其所能地 维持沿途的干爽气候 除此之外 他们还想在微远为一带 制造一场 至少持续两天时间的暴雨 让土地松软 最大程度地 减入蒙物铁骑的战力 3月26日 天子与于杰 又收到了 承德方向的服输 传信 故辽太后树绿萍 已经刷27万皮式铁骑 抵达承德千户所附近 与之同行的 还有30余万的 各类煞师妖魔鬼怪 这比他们预计的时间 要晚不少 理论上来说 在承德龙脉 损毁暴力之际 辽太后树绿萍 与皮式铁骑 旧该难下 只因龙脉损毁的时间 越久 龙继的散意 也就越多 效力会大幅度地减弱 可他们一直拖到了 3月26日 才抵达承德 虽然今日夜间 就是辽太后树绿萍的继承 会让这位的一身怨煞之力 大幅度增长 可这一得一失 一增一减 岂是战力方面的增幅 差不了多少 可此时 无论是天子还是于杰 都已无心关注 承德的情况 只因他们的精英进军 终于抵零牛家坡战场 一场上百万人参与的大战 终将在此地爆发 与此同时 在京师紫敬城仁寿宫内 上皇郑统帝 显化于此的元神 正凝神看着孙太后 后者正小心翼翼 从一个黑色的木匣内 取出了一个怀目人偶 一面魂帆 还有十二杆金剑 这地魂帆 是借助昔日仙家质宝 六魂帆的残片 炼造而成 据说此器 是一位上古圣人 所有之物 其神威 重立地水烽火 再造世界万物 如能妥善利用 甚至可杀死 超脱于大道之外的圣人 孙太后一边将这些东西 布置于她身前的法坛之上 她又指的是金剑道 这东西就差了点 是仿制钉头七剑书炼造 钉头七剑书这门巫术 在上古时 甚至可咒杀一位 法力超绝的先朝太师 可惜这套器物 只得其行 否则这次我会更轻松许多 郑董弟则看着那怀目人偶上 刻露的自己 这是于其玉的生辰八字 这怀目人偶的面容身姿 竟然与景太的一模一样 正是 里面还有于其玉出生时 从母太里面带出的三滴 本命惊险 孙太后威仪汉首 昔日你父皇诞下的三子二女 都陆续夭折 当时还在世的太皇太后张氏 那贱人疑我 我不得已 只能从他身上取了这三滴 本命惊血 作为后手 我想这此子的生死 都在我的掌握中 昔日才会同意他接任监国 却没想到 此子善于藏着 居然悄无声息地突破天位 又有龙器护有 否则我念动之间 就可取他的性命 而如今 如非是于其玉体内 积蓄众多伤势 我也依旧奈何不得他 最多就只能在他与野先大战 无法分心之计 将于其玉的一身伤势引发 已经足够了 郑统帝的唇角威扬 孩儿原本 还对冀州镇 有些顾忌 可那位冠军侯 居然蠢到将他挥下的十几万精兵带到成德 还真是天助我也 可见朕与母后的气韵未决 他谋中金光灼灼 导寒期待地看着远方 请母后开始施术吧 想必现在的威元宝 于其玉已经与瓦剌大汗 也先交上手了 孙太后也没有任何迟疑 直接将一枚金剑插住到那桃木小人的胸前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玄幻仙侠剧 妖女哪里逃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开荒 水寒领先演播 第628级 好气惊龙 牛家坡前 随着初晨的阳光照耀于此 地面上两只武装到牙齿的军队 就如猛兽一样击撞在一起 他们的战线 以牛家坡为中心 左右绵延五十余里 上百万人围绕着五十多座山丘 三条族以阻断战场的西河 开始激烈交锋 四杀正多 不过最主要的战场还是在牛家坡的位置 此地大量的炮火轰鸣 一排排的鸟冲 射击引发大量的氢烟 还有无数的火箭与弩箭冲起天气 往树里外的远方坠落 对面则是铁骑驱侧 形成了一个正在旋转的巨大圆盘 而这个圆盘靠近进军的部分 则是持续不绝的往南面抛射箭 他们保持着不及不徐的速度 可一旦靖军有攻上高坡的企图 这些铁骑就会陡人加速 将这些靖军冲垮击溃 这是云集于此的十五万窃削军 是瓦剌与达达人最金贵的骑军 精善骑射祖且骑 而大靖的十四万靖军 还有来自于河南山西的几万镖兵 也被于杰堆积在了此地 所谓镖兵 是大靖总督巡抚及总兵等轻统之兵 这也是昔日于杰的改革之一 景泰初年由于卫索军的不堪用 于杰给予了各地行省总督巡抚及总兵一定的飙兵援额 是属于地方的募兵 也可看作是驻守于地方的精英进军 这二十三万人 就是于杰手中最精锐的战力 都足以正面抗击窃区军 他们的战阵 在蒙误人的剑与持续打击下归然不动 不过 今日于杰采用的策略 大体还是中央牵制两翼包抄的战术 也是最适合发挥人力优势的战法 虽然他麾下的 靖军与飙兵都是云集于此 可太原大同雇原三镇 却有着大量的精锐边军 虽然也属于猥琐体系 可其整体战力却不下于精英进军 而这些精锐军马正散开在两翼 以雷霆万军之势 不断地往蒙误人的后方包抄迂回 使得双方战线展开得越来越宽广 也使得蒙误人的军阵越来越单薄 此时在高空 靖人的天位与蒙误的镇国强者 也正在激烈地交手 于杰以一敌二 力敌蒙误国士阿巴施 与蒙误大汗偷偷不花二人 却显得从容自若 这两人数年前就不是他的对手 此时于杰又掌握镇压之法 战力又远胜昔日 唯独蒙误大汗偷偷不花一声龙气 不断地催发 蒙误国士阿巴施 又从鹰山方向引了一只圣兽天狼 让他一时间无可奈何 当朝定相侯 太原总兵官郭泰 则与瓦剌大将阿拉之院 激战于牛家坡的南侧 周围是飞沙走石 天昏地暗 可最引人瞩目的 还是蒋太帝与瓦剌大汗野先 双方都没有真正的锁定对手 而是将那灰红刀光滔天剑气 往对方的军阵当中宣泄 二人交手数次 都知对方的棘手难缠 绝非是一两日之内就能拿下的 所以今日 他们不约而同地采取了 先破坏对方的万军之势的战法 可两人都未能得逞 他们想方设法地 轰击对面军阵的同时 也在极尽所能地化解 对面的刀芒剑气 随着时间的推移 蒋太帝与野先的身影 还是纠缠缠合在了一起 在云空中腾挪翻卷 视如风虎的搏杀 熬战死斗 双方一直激战到正午时分 终于在一次各自竭尽全力的 对撞轰击之后 不约而同的后退千丈 瓦剌大汗野先当即深深呼吸 恢复着自身几乎枯竭的元气 这对他这样的天位来说 简直不可思议 可刚刚的短短两个时辰的交手 的确是损耗了他几乎所有的真元 双方都拼尽全力 只是不觉地将真元龙气投入进去 再当瓦剌大汗野先 看向对面 谋中暗生惊异的同时 杀鸡四溢 他感觉到这位大净帝王的武艺 修为又胜过了去年 分明已上探神境 距离极天之法可能只有一步之遥 其精进增长之速 竟在渝洁之下 一样的骇人听闻 靖太帝也同样是面色沉浸如水 他这对手的实力也没有止步不解 七年之前 瓦剌大汗野先的武艺 就已到了极天之法的门槛之前 可如今此人分明以半只脚 跨越过这一门槛 如果不是大净的龙气之墙远胜悟 靖太帝孤策自己 在接战一刻时间之后就会败北 不过靖太帝迁信此战 自己定能取胜 此时地面即将完成两翼包抄的禁军 给了他无穷的信心 就在这个时候 靖太帝忽然面色微沉 他感觉到自己的心脏一阵刺痛 然后一股麻痹感自胸中蔓延 同在7月26日的正午时分 位于成德千户所的李轩 正在绿启罗的注目之下 将一条金色的龙气凝结 汇聚在了身前 形成了总数达12条的好奇金龙 我没想到 李轩你还有这样的冤法 绿启罗眸中献着一抹意思 九龙五炼霸顶绝 是由昔日刘继弩所创 在我见过的所有金钟罩 与铁布山的延伸功法中 九龙五炼霸顶绝 可以列为第一 无论是防御能力 还是后续的潜力 都可以入前三甲 可惜这门功法 需要龙气围影 才能入门 而历代皇室当中 几乎无人羞耻 恨恋霸体 李轩知道 绿启罗口中的刘继弩 是这个世界南北朝 时代的一位帝君 在他来的那个世界 也有一位人生轨迹 相似的人物 南朝第一帝 刘玉 在历代帝君当中 这位南朝帝王的武力值 绝对可以排入前三甲 实在 刘玉曾一人杀散千敌 步雀跃阵 两千车兵 拓北魏三万铁骑 他平环旋 收淮北 定卢巡 讨刘易 灭南淹 西灭乔蜀 北灭后勤 一人杀四弟 灭三国 可惜生不逢时 那正是南北朝时期 类同于三国与唐末之势 天下间诸国灵力 五胡四虐 名将辈出 是历代武力最盛之势 否则 以这位的雄才大略 定有统一天下之王 这个时代的刘继弩 也不遑多让 这九龙五炼霸顶绝 则是刘继弩 为速成横炼霸体 而创出的功法 就如李轩正在修行的六合诸仙剑图 九龙五炼霸顶绝的防御能力 绝非独占凹头 却绝对是最节省时间的 最省心力的 九龙露体自然是循环流转 只需修炼之人 能够忍耐住每天子武二师的炼体之痛 横炼霸体就会逐步的增长强化 完全不用费心费神去修行 不过绿启罗并未让他照法修炼 只因李轩并非帝皇之身 没法修习九龙五炼霸顶绝的后续内容 他只是让李轩借助承德地下的龙气入门 将自身的金钟罩铁布山合二为一 之后就改换了后续的修行之法 虽然功法的原理还是一样 却转而以李轩的琉璃好气为核心 结合他自身的香火愿力 凝炼出好气金龙 数量也转为十二条 毕竟九五之尊象征帝王 是帝君的命格 李轩不是天子 他也不打算篡位 没必要做着犯计之事 且好气金龙与真正的龙气 是不同的 按照绿启罗的计算 十二条好气金龙才能最大程度的激烈肉身 增强防御 这门功法也被他更名为 好以霸顶绝 接下来李轩又口中一个 吞膝将这十二条金龙全数吞纳入体 随着李轩的意念 这些金龙都开始在他提表显化 仿佛十二条金色锁链缠绕于他的周身 也就在下一瞬 李轩默然一声炸鹤 他的元神 他的血肉都随之巨变生化 修成了好意霸顶绝 也就意味着他的武道精神已经抵达圆满状态 李轩自然是毫不犹豫的跨过了这一步 历经八个月的修炼与打磨终于获得硕果 整个晋升第四门的过程 持续了大概一个时辰的时间 期间 李轩的躯体内 那些微小的细胞持续的暴力又不断的再生 元神之内则像是历经了宇宙大爆炸 李轩刻录在里面的所有文字与尖文在炸开之后 就在冥冥中天道之力的影响之下 重新排列 李轩胸膛里面的七窍玲珑星则在强烈的跳动 他在吞吸着那如云好气并逐步蜕变 也就在整个蜕变完成之后 李轩就不解的睁开了眼 墓里面献出了错愕之意 他感知到了天位之力 也就是道家所谓的先缘 这股纯净而强横的力量 正是在他七窍玲珑星里面缓缓流动 不会错了 绿启罗也是眼含喜色的上下看着李轩 这是道家所谓的无漏之体 无漏之体在道门 一般是指先天之源位屑的童子身 在福门则是指涅槃 菩提和断绝一切烦恼根源之法 绿启罗语中之意则是两者皆寒 李轩自然不是童子 可他的肉身状态与童子身差不了太多 且无泄无漏 致名动忧 清净无垢 李轩发现自己 晋升石城楼之后的好处 远不止这些 可就在他准备前行探索的时候 李轩却感知到 新任的监军 商红 还有王元为首的朱将 一起来到了他的军帐之外 李轩 眉眼微扬 闪身而出 然后就心有所感地往北面跳 神级左营副将王元 则朝着他抱拳一礼 侯爷 那些皮士师君有动静了 本集结束了 订阅加关注 从此不迷路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玄幻仙侠剧 妖女哪里逃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开荒 水寒领先演播 第629集 上 全军开火 王元说话的时候 李轩的护道天眼 已经观测到对面那片庞大师君的异动 大约37里外 那27万皮士师君正汹涌向前 此外 还有数量更加庞大的恶灵煞尸 与各种牛鬼蛇神 被他们裹挟驱侧着 往前方前进 总数 近一达70万左右 这些异类生寒的鹰煞之力 甚至影响到了周围的温度 使得他们的脚下 结束了一片片的薄冰 他们所过之处 周围一切变得森冷阴暗 草木枯萎 生气渺茫 李轩用护道天眼扫荡了片刻 就神色淡定的吩咐 胡须军意了 你们各回本部 就按照本将预定的方略 出迎列阵应战 王元为首的神机左右营 将领文言 就毫不犹豫地领命离去 而随着李轩出征的众多 卫所军将 则都是面线忐忑迟疑之色 可在李轩目光灵魄之下 他们也振奋起了精神 大踏步地返回本部 这些人都是李轩亲自提拔挑选的将领 为将的基本素质都是有的 人品也都过得去 哪怕对李轩的战术有怀疑 也会尽可能地去贯彻执行 不会有人做阳奉阴违之事 伤红剑状很是无奈 冠军侯 还是要孤注一掷 顾着起剑嘛 李轩哑然失笑 都到了这个地步 我们想退退不了了 这是剑在弦上步的步伐 所以商学士何必再劝呢 你与其废口舌与我争执 倒不如沉下心来全力助我破底 随后 他用手中的马兵往前方指了指 学士放心 我原本还只有八九成胜算 可如今却有十二成 我不知他们为何延迟数日发兵至此 可这却是他们的取死之道 那位顾辽太后 及其麾下的皮室失君 延缓到二十六日到来 这对于他辖下的禁军来说 是有着极大好处的 李轩趁着这段时间 在战场上修建起了坚固的攻势 他们置身其中的这座营战 就是其中之一 他就堵在两座山丘之间 位于山口的位置 面宽三点五里 由八千义乌军将士驻守 李轩还趁着这几天时间 用薛云柔的九天十地闭魔神缩 将冀州城那边重达数万斤的神威无敌大将军炮 拉了二十门 还配上了一百二十门虎吨炮 分之于债墙之上 炮组则是从冀州镇的卫所军直接拉过来 都是朝经豢养多年的炮手 必须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座营战后方二十二里的那片山谷 就是承得龙脉爆裂之地 然后是左右两侧的山丘 由神机左右营的三万余人防守 他们在海拔高度三十五丈的位置列阵 他们每三百人一个空心方阵 一共九十个方阵 一百六十个野战炮位 这些方阵前后两层 彼此间远隔二十丈 宛如两只与一般往迎寨的侧前方伸展 形成了一个鹤翼阵的形状 以及总宽度接近六里的战线 从而将山口前的大片平地 都置于一片纵横交错的火力网覆盖之下 还有 这些空心方阵的周围 都有着密室的壕沟 凶墙和巨马 既然对面延迟了数日到来 李轩就不可能按照野战的路数他 一应公式都是能修则修 能用则用 那些狮军与活人都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他们也拥有恐惧这种情绪 可相对于活人来说 较为淡薄 而空心方阵的原理 就是利用骑士及战马的恐惧情绪 借助枪弹与刺刀 逼迫对手往空心方阵两旁通道走 然后通过侧面的火力打击 将这些骑兵绞杀于血肉末盘当中 不过这种战术 对于皮士师军的实战效果 很难在战前准确判断 所以李轩没有固守成规 生搬硬透 他原本花费重金 让冷宇柔打造了大量的铁丝网 用于正面阻敌 可如今这些铁丝网都不需要使用 那一排排的巨马与凶墙 足以替代铁丝网的作用 在空心方阵的两侧 则是由五方为一所精锐把守的 两座大型迎战 他们的位置在海拔六十丈处 同样是高沟深垒 体系森严 在墙内不但是有一万六千名 精锐弓手 还有大量的滑塘鸟冲 以及上百名重型火炮与火墩炮 他们的任务 是阻止皮士师军的两翼包抄 同时为两侧鹤翼的空心方阵 提供火力支撑 在两侧的山丘顶部 还各有一个团营的精锐骑军 总数九千 是李轩手中的机动兵力 十二成的把握 商红想笑又笑不出来 他不知李轩到底哪来的信心 可事至此刻 商红也知道自己是没法阻止 他随后拿出了两张服输 这是商谋拟定的军令 还请冠军侯签个名盖个印 李轩将两张服输 拿到手中看了一眼 就唇寒冷审道 看来商学士对此战 毫无信心 这两封服输 一份是向镇辽大将军 梁亨求援 令其统领五万齐军 入驻开平位 也就是洗风口的南面 唐山一带 一封是伟任壮 伟任左春方大学士兵部左侍郎 又都御使商红 即刻去统设各大官城的防务 管军侯误会了 商红神色淡然地抱了抱拳 商某只是为以防万一 并不塌意 李轩没有直接拒绝 而是笑着将两张服输放入袖中 试射体的 我得考虑考虑 商红只觉得胸中发闷 这都已经兵临城下了 你还考虑个什么鬼啊 要不是冀州城的几个官藍的守将 都是李轩 最近提拔上的轻信故旧 商红只问是指挥不动 他现在哪里还会把时间浪费 在这里与李轩扯皮 可李轩的做法就很聪明 他没有当面拒绝 而是采取拖延的战术 否则商红直接就可一份谈章 递送到天子的面前 商红不由深吸雷口气 管军侯是否太任性了 您即便不为此间十万将士的信任着想 也请考虑一下北之力数百万大惊此名 一旦我们在成德山战败 后果不堪设想 没这么严重 西风口与谷碑口 珠关的防御都是我一手布置 即便成德战败 几个关口也能坚守十五天以上 商学士何须画舌天走 李轩自然不会不考虑战败的后果 他邪目看着商红 我记得昔日南口关一战 内阁虽然对我不看好 可那时你们对我却无半分彻丑 最后结果如何 商学士对我就不能有多点信心吗 商红不经无语 南口关那一战 他们是别无选择 所以死马全当活马一 情况许现在是截然不同 既然有万全的妥善之法 又何必行险欲敌 李轩却没有理他 他直接欲空而起 来到了迎赛后方十七里的一座法坛上 此地依托龙脉而建 下方就是龙头的位置 如果李轩打开护道天眼 还可望见一团巨大的金红色虚幻巨龙 盘卷在山谷的上空 那是龙脉破损之后 宣泄在外的龙器 本集结束了 订阅加关注 从此不迷路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玄幻仙侠剧 妖女哪里逃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开荒 水寒领先演播 第六百二十九集 下 全军开火 李轩在转修 好意霸顶绝影龙器入体的时候 曾经问过绿启罗 他问龙器为何会被称之为龙器 他展现在外的形状 为何与真龙近似 绿启罗的回答是 这片天地间的第一代霸主 就是龙祖 从此之后 世人对王道之气的认知就是如此 云柔 当李轩闪闪到法坛上的时候 他与生一如既往的暧昧轻密 尾英子拉得极长 足以让人肉麻到骨子里 可接下来 他的话却戛然而止 只因他发现 一位身着明黄色道袍的老者 正副手 立于法坛中央 薛云柔则肃立一侧 向他使着眼色 旁边还有江寒韵 他的神情也很乖巧 只是看向李轩的目光中 含着一抹一则 这个家伙 他叫云柔叫得好甜好亲热呢 小植见过张天使 李轩当即面色微杠 朝着法坛上的当代天使张神叶 大礼一半 他忽然就理解了 薛云乐为何会说要在这一战 了断与张冠岚之间的恩怨 冠冠侯理过了 张神叶急忙避开 然后笑着转身道 冠冠侯也是当朝少保啊 我可当不起您这一礼啊 李轩心想 自己可不是拜你这天师 而是拜着岳父啊 薛云柔现在 已经是张神叶的养女了 他随后就起身道 云柔瞒得我好苦 进步之岳 天师驾临于此 有您坐镇 今日这一役 小值的胜算 可以再天三成 他一边说着 一边与埋怨的目光 看着薛云柔 张神叶则是摇着头 你别怨他 云柔虽然再三催促 可我直到四天前 才决一北上 随后他就朝着前方指着着 张冠岚的术法了得 仅仅半日不到 就已经使此地云雨汇聚 不过有我在 可以确保今日战场 不会有一滴雨水滴落 也可确保今日的南风等级 达到三等以上 就不知冠军侯 是否能像柔二所说的 一战破地 天师且拭目以待 李轩的眼神中 显露出灼热的光泽 他赶来薛云柔的法坛 就是为高空中的风云变换 在战事开启之前 他要确定战场上 不会发生中度以上的雨水 还有南风 这可以一定程度上的增强 火力与剑支的射程 与此同时 在战场的另一侧 距离成德千户所 六十里外的另一座法坛 张冠岚双手结印 眉头紧索 应该是张神叶 这是我的一个后辈 当代天师 这天下 能在朝云换雨上 剩我一线的 也就只有此人了 这祭坛除了张冠岚之外 别无他人 唯图祭坛的前方 立着一位身着 紫荆百凤衫 眉心有着凤凰形状 单纱印记的青年女子 她的骨架宽大 面容却很娟秀 这正是顾辽国太后 树绿平 她背负着手 眺望着前方 也就是说 近日无鱼可下 对吧 其实这样正好 你说的暴雨 固然克制那什么火枪 可也会让本宫 挥下的皮士军的 弓弩变得软滑 树绿平对张冠岚口中的符文碎发 献堂火枪 其实全无概念 她那个时代就没有火器这种东西 她打心里不认为这火枪 能与他们契丹人的功努匹敌 不过 作为曾数次代替辽太祖阿宝基 征战沙场的女中豪杰 她还是保持着必要的谨慎 已区区十万军 敌七十万 对方主帅 真可谓是胆量豪雄啊 近日我们取胜 应该不是问题 需要考虑的是 如何降低战损 这二十七万皮士铁骑 本宫一个都不想损失 她眺望着前方进军 布置于两侧山丘的阵力 可他们排除的阵列 我有些看不懂 感觉好蠢 这些公事看起来倒是很麻烦 张光兰当即神色羞愧的 都是微臣无能 他们之所以拖延到今日 才兵及此地 其实是她为树绿瓶 凝魂具体时出了问题 这是一年多前 万魂关主司空姓 做的那次实验 还不够完善的缘故 罪魁祸首也是对面的冠军侯李轩 正是此人早早斩灭了 树绿瓶的复制体 使得张光兰 没能发现树法中的破绽 这怨不得你 树绿瓶不在意地挥了挥手 总之 先探一探他们的深浅吧 随着她微一抬手 往前一压 那些被她强行收拢聚集过来的煞尸恶灵 还有那众多的妖魔鬼怪 都在敌阵之前实力的方位骤然加速 往对面的禁军 冲击而去 他们黑压压的一片 澎湃如潮 排山倒海的 往对面谷口的那座迎赛 还有两旁的矮山狂扑而去 其中一部分契丹诗奇的速度极快 眨眼间就已冲刺到了无理距离 此时李轩已回到了她的帅台 神色冷漠的注目前方 李轩 守在帅台上的张月 看那漫山遍野的煞尸魔君 不禁吞了一个唾沫 师父 该开火了 这个时候不仅是她 整条战线几乎所有的火枪手 都是肌肉紧绷 手心滋生冷汗 所有的大小将领 都是面色沉宁如铁 等着 李轩的语声淡定如常 没有丝毫的起伏波动 传令诸军百户 总齐 没有我的命令 谁敢擅此开火 我斩他们人头 还有 告诉他们可以服药了 符文碎发现堂火枪 对第二门武修的有效射程是380张 也就是1140米 两里多路 提前射击除了打草惊蛇之外 没有任何的益处 而他所说的药 是一种能够让士兵保持镇定与兴奋 增加双手速度与反应能力的药物 在李轩来的那个世界 欧洲的近代战争中经常借助各种兴奋剂 用于提升士兵的射击与射击 李轩爱兵如子 不想使用这种后患无穷的伤身之法 不过 江云齐提供的这种药物 却有着警性于 兴奋剂的效果 也没有成隐性 时间快速推移 那庞大师军 距离禁军阵力已经不到300张 李轩旁边被降级为 冀州官军龙副使的伪真 也不禁头貌冷汗 可他旁边的李轩却还没有任何动静 280张 230张 180张 120张 他到底想做什么 此时 待在山丘之上 一部齐军之内的兵部左侍郎商洪 不由向率台上的李轩怒瞪过去 这一刻 他甚至怀疑李轩 是有意将这十万禁军精锐埋葬于此 可接下来 他就听李轩一声覆盖战场的炸鹤 全军听令 采用二段射 即可开火 所有野战火炮 炼弹自由射击 一瞬之间 整个战场上四处都是密集的暴鸣声响 他们汇聚在一起之后 宛如雷震 天崩地陷 让人震耳欲聋 与此同时 160门拖拽式野战滑塘炮 都同时喷射出赤红火光 大量的炼弹 往那些煞尸妖魔最密集的方向轰射而去 他们有两个弹丸 中间就是长达五尺的锁链 此时都在急速地转动盘旋着 撕碎着前方的一切事物 兵部左侍郎伤红望到这一幕 眼睛不禁一阵震撼失神 他发现 那看似气势辉弘 铺天盖地般的尸君 此时就仿佛是遭遇了一层无形的墙壁 整个军阵都被那密集弹幕 组织在120帐外 那些火炮炼弹 则像是死神灵凡 则横扫着前方的一切煞尸与妖魔 开出了一条条让人触目惊心的血路 而此时 进军的第二轮火枪骑射已经开火 大片尸君的躯体 被那些拥有着震魔效果的符文弹丸 轰尘粉碎 然后是第三轮第四轮第五轮第六轮 无穷无尽连绵不绝密集如雨 在药物的催发之下 那些原本一百个呼吸内最多开火十次的神机营将士 此刻却能达到一百个呼吸内十五次以上的射击速度 他们分成两班射击 几乎是无缝衔接不给对方任何喘息的机会 那声势庞大的尸君 此时 竟仿佛是待载的羔羊 在等待着禁军的屠杀 而位于对面祭坛上的顾辽太后树吕萍 默然将双手握紧 那灰紫色的瞳孔 也为之经济收缩 本集结束了 订阅加关注 从此不迷路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玄幻仙侠剧 妖女哪里逃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开荒 水寒 领先演播 第六百三十集 悔之莫及 在禁军的枪林弹雨 持续宣泄了不到一百二十个呼吸后 前方那密集如云的恶灵煞尸就开始溃散 无论是生者还是死灵 只要是有着灵智 就一定有着求生与恐惧 这种意识 此时他们就遵循着求生的本能 在疯狂地往后奔逃 试图从这片屠宰场逃离 远在几十里外的辽太后树绿萍 也没有强控他们继续冲击 他甚至从战场上收回了一年 任由收露来的就去扑从军后撤 他知道这种情况下强行冲击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 只会进一步损耗他们的军力 此时他试探的目的也已达成 对方的数万杆符文碎发献堂枪的威力堪称可怕 这种情况下 哪怕是将这些仆从军消耗殆尽都没可能撼动对方的军阵 所以与其让他们这样白白消耗 倒不如先将之撤回来 作为下一波攻势的助力 可接下来 禁军有效射程高达十里的众多火炮 还有那射程二里的符文碎发献堂枪 却成为了他们的噩梦 禁军那伸展在山丘上的两只鹤翼交错打击 将谷口那一片十里范围的平地 都化为了一片削罗死欲 那些恶灵煞尸每后退一步 都会有大片的恶灵消散 同时丢下海量的腐烂尸体 那枪械开火声连绵不绝 大炮的轰鸣持续的震撼山谷 大片的青烟被南风吹刮着覆盖住了整个战场 整整一刻时间之后 那枪械开火声才告一段落 就半个时辰 那轰鸣的火炮也停了下来 此时整个战场一片死寂 那片被大量炮弹肆虐过的平原 此时已横极竖疤的 躺着十余万尸体 可对面的损失其实远超于此 许多恶鬼怨灵是没有尸体的 被那些浮纹弹丸击中之后 整个灵体就会消散 还有些煞尸的躯体 直接就在密集的炮火弹丸打击下 彻底溶解 这就是你说的火枪与火炮 大净朝赖以克制蒙武铁骑 魂一天下之物 你刚才该阻止我的 法谈之上 辽太后树立平 终于将心内的经济之意镇压 可他的双手却依然是紧钻着 一身气息沉冷如冰 他在刚才那一波试探当中 损失了高达二十万的蒲总 即便是这些恶灵煞尸当中 没有一具是他倚重的皮是铁骑 可辽太后树立平 还是感觉到惋惜与痛心 他为了收集这些蒲总 可是费了很大的力气 整个北疆范围 此时也找不到 更多第二门的恶灵煞尸了 辽太后树立平 自问不是顽固不肯纳贱之人 刚才只需张冠岚说上一两句话 树立平肯定会采取更谨慎的做法 张冠岚则无言以对 他几次张口想说话就说不出来 大靖太祖的确是依靠火器的力量 纵横江河 对抗蒙物齐军 可靖军常用那些火冲三眼冲等等 却绝对没有这样的威力 甚至由于军制败坏的缘故 这些火器大多都是粗制滥造 威力远不如靖太祖开国那个时候了 最终张冠岚语声甘涩道 太后娘娘 符文所以发现唐枪是大靖心靖才出现的火器 之前臣也没想到他们骑射的时候会有此等威势 辽太后树绿萍没有再出言指责 她威意招手 一具浑身燃烧黑焰的黑色战马迅速奔腾而至 太后娘娘 张冠岚见树绿萍翻身上马 不经神色错 请问您这是 本宫去关阵 树绿萍 没等张冠岚说完 就以侧旗而出 她的眉眼中含着冷力之意 本宫得先看一看敌阵的究竟 她认为自己不能再依赖张冠岚的情报与判断 在将27万皮士铁骑投入战局之前 树绿萍想用自己的眼睛 亲眼确诊敌人的情况 此时的兵部左侍郎商红 已经降落在李轩的率台上 李轩手按的腰刀斜腻了过去 然后似笑非笑地说 看来商学士总算是对本宫有了些许信心了 这位一直待在位于秋顶的骑军当中 打的算盘就是在大军溃散之后 掌握住这支后北军力 商红这么做并非是位战 而是想尽可能地 在李轩战败之后收拾首尾 这些火器之位实在超我意料 商红只当是没听出李轩口中的嘲讽之意 他神色诚恳 坦然道难怪侯也会对这些符文碎发献唐枪如此的重视 这的确是军国重器 在此之前 下官是无论如何都想不到 这三万七千赶符文碎发献唐枪会有这样的威势 当然 这也是冠军侯操练得一 这些士族的射速与技艺 让人叹为观止 他现在最后悔的是 在李轩向朝廷索扬更多符文碎发献唐枪的时候 自己没能够坚定支持 早知如此 他一定会拼尽全力 将符文碎发献唐枪的订单追加到五万至六万个 兵部确实缺钱 可有些地方的开支还是能够挤一挤的 只需今日有六万碎发枪兵在此地 那么他何惧对面这二十七万皮士军 商鸿还打定主意 这次战事结束之后 就回去颁布法令 禁止符文碎发献唐枪流入民间 也不能让任何一杆碎发火枪流入草原 李轩看他这模样 倒不好在阴阳怪气的讽刺了 商学师过誉了 这都是我麾下部将的功劳 我自己其实没费什么心 可接下来 商鸿却有图穷笔线地开口劝劝 下官以为 少保或可将两部齐军前一 还有我们两侧 营窄堆积的兵力似乎太多了 下官以为可调集六位之兵 在神机左右营的后方不振 六个位也就是一万八千人 李轩神色愣愣地看了他一眼 然后失笑 看来商学士还是不相信本侯能够破底 什么齐军前移 什么六位之兵在神机营后方列阵 都是为方便断户采取的举措 这位大学士是准备以这些齐军 与卫所不均 掩护神机左右营将士的撤离 商红知道自己的意图瞒不过李轩 他面不改色道 侯爷明见 神机左右营万不可有事 他的想法是哪怕将所有的冀州 卫所军都折损在此也必须保障神机左右营的撤离 只要有这四万火枪军还在 只要他们安全地撤住关内 冀州就可稳如泰山不可撼动 李轩却摇了摇头 愚昧之见 他不一定非得守住两侧迎债不可 以李轩的孤策 只以他手中这四万的神机左右营 就足以破底了 空心方阵这种战法 对侧翼后方有着较强的防御能力 可这两座迎债的存在 能够使这一战的伤亡降低到千人之内 前提是 他们是坚固不可撼动的 商红虽然只打算从中抽取六个位 一万八千人 却会使他们的防御能力被削减七成 一定会被那位辽太后当作突破口 商红还想说话 旁边的左千东玉石伟真 却硬策策地说道 商学士 下官想问你究竟是官军容使呢 还是此间十万大军的主帅 诱惑着商学士以为你的军率 超越于此间镇纪大将军 与众多大将之上 他好好一个官军容使 却被降为副职 心里正一肚子的气 关键是刚才火枪骑射那一幕 又给了他信心 商红顿时眉头微醋 脸色清晨 李轩这个时候 却忽然看向了空中 眼中现出了亚异之色 只见天空中一只金屋 从云层中穿梭而下 那正是皇室豢养的火眼金屋 此时 正如光似颖地落到他的身前 李轩将他脚下信筒中的书信取出 然后就面色微变一阵清白 商红当即拿眼看了过去 可是陛下与坚果有什么意志 商红很想看那书信的内容 可李轩接下来却笑着将那书信收入秀中 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只是坚果传誉 想知道这边的战况 李轩面色如常 淡定自若 可与此同时 他的目光却无比冷力地扫了一眼 旁边视力于旁的东方梁 东方梁则兴神一阵 这是因李轩刚才以神念 向他传达了一个清晰无比的意念 全力截杀周围三百里内所有的服输 服信与携带信统的青鸟 辽太后树立平骑着黑马 沿着战场走了几圈之后 就回到了祭坛 然后她就拧着柳梅 律有所思地看向了对面 谷口与两座营赛都不可强攻 唯独他们的两翼 我还是有些看不懂 那些小方阵 本宫不知敌帅是何用意 自古以来 从来没有人这样布阵的 看起来破绽太多 反倒让我摸不着头脑 张冠岚当即兴神一警 太后娘娘没有破敌的把握 怎么可能 辽太后树立平一声冷笑 无非是上王的多寡而已 她随后抬起头 看了看天色 发现天色已经接近黄昏 树立平星知自己这边 已经拖不起了 按说入夜之后 一切死灵的力量 都会大幅增长 可树立平 她却必须在自己的继承到来之前 进入龙脉 完成那个仪式 否则 只得十日 她本人又将尘归尘 土归土 辽太后树立平的目光 也就渐渐尖锐 天师 你就别招雨了 想办法把这南风给我压回去 我只能给你一刻时间 就在此刻 二十七万皮式铁骑 都齐齐迈动了马蹄 往对面行径 发出了一阵 轰鸣声响 本集结束了 订阅加关注 从此不迷路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玄幻仙侠剧 妖女 哪里逃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开荒 水寒 领先演播 帅台之上的李轩 第一时间就注意到 对面的动静 随着那二十七万皮式军铁骑 往前行径 瞬间是地动山摇 骑士催山脚海 皮式军铁骑的前方 则是总数三十余万 各种英灵杀尸 此时 也都在辽太后的神念催破之下 再次压了上来 他们如墙排列 徐徐向前 仿佛是一片移动的黑森林 铺天盖地 商红见到这一幕 就知趣地闭上了嘴 他追到这个时候 自己再劝也没有用了 临阵变阵 乃是屈死之道 李轩 也把注意力转向前方 目中闪身着忧冷之色 张悦以为李轩 还会将对面那支 庞大英军放进了打 可结果当双方距离 坎坎接近八里的时候 李轩就已下达了军令 所有四寸滑藏炮 与红衣大炮开火 精准射击 用石清弹 注意射速 控制汤温 火炮与火枪的射击速度 如果过高 过于频繁 会导致炮管与枪管的 温度急剧上升 一旦超过某个限度 不但会烫伤炮手 还会导致无法正常装弹 现在还不到最佳的杀伤距离 李轩可不想因为过于激烈的射击 导致他们真正需要炮火的时候 反倒无炮可用 山谷前方 再次响起了火炮的 轰鸣震强 不过这些震鸣声 却远不如先前那样的击重 所有的炮组都精准领会了李轩的意图 那些野战四寸滑糖炮 都是每隔八十锡时间一次射击 红仪大炮的散热性能稍差 都是间隔一百锡时间一次 期间还会用马尿 泼洒在炮管上保持着糖温 那迟缓的射击速度 也就给了所有炮组 调校瞄准的时间 他们的每一炮 都是轰击在对面军阵最密集的地方 造成最沉重的杀伤 那些师军用了将近五千人的死伤 才抵制他们骨口签五里的虚 进一步深入山丘两翼的交叉设 李轩当即下列 所有四寸滑糖炮 更换炼弹 神机左右营所有人员开始服药 那些高速旋转的炼弹 瞬时在敌阵中掀起了死亡风暴 一片片骑形怪状的死灵被炼弹撕成粉碎 也就在这个时候 这些英军陡然加速 由之前的徐徐推进 转为冲锋之势 在他们后方的那27万皮士军铁骑 也都放开了他们手中的缰绳 紧紧请客战场上的马蹄剑踏声 就比先前密集了足足两倍 那160门四寸滑糖炮与众多红鱼大炮 虽然给予对面大量的杀伤 在极短的时间内 轰灭了上万头的恶灵煞尸 可却无法阻止这庞大英军的冲击 双方的距离很快接近到了二里距离 李轩手按着腰刀 面色如长道 传令神机左右营各部 采用限阵列三段射 即刻开火 所有虎盾炮自由射击 所有火炮全速射 为承得这一战 李轩还带来了将近四百门虎盾炮 都被安置于三座营寨的寨墙上 虎盾炮是一种驱射炮 可以理解为古代的迫击炮 特殊情况下还可以平射 明代时的虎盾炮重量只有四到七十斤左右 可装填五千重的小千子 或者小十子一百枚 上面以三十两重的大千弹压顶 它的射程是一里左右 发射时大小子弹齐飞出去 轰声如雷 杀伤力及浮射范围都极其广大 尤其适合野战 除了射速较慢之外 几乎没有缺点 而大径的虎盾炮 重量一般都是三到四百斤 对第二门的五修的有效射程高达二里 就在这密集的炮火覆盖下 左右两翼的神级左右营上万感 碎发现堂火枪 同时也喷射出火光 发出了震耳欲聋的轰鸣 火线枪裂阵的二段射法 在杀伤方面更有优势 而三段射法在剧敌方面能力更加强大 持续不绝的骑射形成了连绵不绝的弹幕 封锁着战场上的每一片土地 使得对面的英军仿佛是遭遇了一层无形的墙壁 他们用了整整一百个呼吸 才往前推进了大概一百丈 而这一百息时间 足以让所有的神机左右营将士 三万七千杆火枪骑射十五轮 一部分训练时间较久 较为精锐的左营将士 甚至能达到十八轮以上 而一百六师门野战滑藤炮 则可轰射出五枚炼弹 这些密集弹羽 也就在这短短的百丈距离中 收割了至少五万的恶灵萨尸 原本那密集如灵的尸墙 已经只剩下四分之三的厚度不到 换成正常的情况 这些恶灵萨尸早就溃散 可在顾辽太后树绿瓶的震慑下 他们还是麻木地往前冲击 商红默默进关 他想这位冠军侯还是深吸兵法的 之前那位顾辽太后是存心试探 所以李轩故意将对面的英军放尽了在他 这一次 李轩却看准了对面有一举决胜 所以从一开始就全力熏悉炮火 此时李轩又神色微动 看向了南面方向 他的护道天眼望见了一团黑气 正从地底往左侧山丘方向蔓延 显而易见 这是顾辽太后树绿瓶麾下的天位 开始干涉战局 那应是树绿德赞 伪真也发现那边的异常 也叫萧德赞 辽太后树绿瓶被辽世宗震杀的时候 还有三位树绿瓶信众的文臣大将被一起赐死 这位树绿德赞正是其中之一 据说其人精善图法 张寒运当即跃跃欲试 交给我吧 他等的就是今日的大场面 却直到此刻都没机会出手 李轩却拦下了他 此人可有商学士出手 商红一阵无语 这位冠军侯分明是想将他支开 不想听他锅造 可他没有理由拒绝 当即应命飞空而起 往左侧的山丘方向飞去 李轩随后又往前方指了指 韩芸 你的任务是这个方向 太后云柔直接杀过去 别让他们有尸箭的机会 他指的方向 正是谷口侧前方一里外的位置 那里正有数万皮式铁骑下马 开始张弓搭建 准备往禁军阵里抛射 这些皮式师军使用的 竟然不是骑弓 而是威力更强 射身更远的布弓 李轩自然不可能 让他们从容出手 他一方面调集炮火 与火枪重点轰击 一方面准备让江寒韵 薛云柔给他们制造点麻烦 估计对面的天位 也会做出反应 毕竟那位辽太后的麾下 还有他死前三个旧部 以及张观兰与李遮天 甚至那位中流居士的部署 都可能会参与其中 只以天位层次的力量而论 对面可是超过他们这边的 不过 李轩还是想要尽可能地 将天位战场 选在对面的军阵上空 这可以减少他们这边的损失 薛云柔的出手是如雷霆 请客间就从上空的 雨云中招出了一百余条 粗如水桶的庞大雷蛇 轰击地面 江寒韵的速度也不遑多让 薛云柔从高空引下的雷蛇 都为他利用 请客间形成了庞大的磁场 瞬间就上千句的煞尸 被那磁场之力扭曲撕碎 崩坏成血肉碎片 不过两人的高效杀戮 只维持了一瞬 随着一道黑色的刀光 旗下那片浩瀚雷霆的一大部分 都被化为虚无 与此同时 两把含着无穷含力的双刀 直袭江寒韵的身影而去 本集结束了 订阅加关注 从此不迷路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玄幻仙侠剧 妖女哪里逃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开荒 水寒领先演播 第631集 下 几何的力量 李轩 李轩深深看了那身躯 魁梧高大 浑身黑衣黑甲的李遮天眼 随后就收回了他的视线 传亮 所有四寸口径滑汤炮 更换流线弹 瞄准300张距离开火 七发急速射 就在他雨落这一刻 那些英军的前部 距离两翼山丘上的军阵 已经不到120张 李轩 却将那些位于前列的恶灵 吃军 都是置之不理 转而集中火力 打击 躲在那些阴魂煞尸后方的皮式铁机 他的这些四寸口径滑塘炮的炮位 都在50丈的高地 居高灵下 射击极佳 这些仿造拿破仑炮的野战炮 特点之一 就是可以自由地调整射击角度 当这些四寸滑塘炮陆续开火 将那一颗颗 汇满了破模符纹的流线弹 轰击出去 然后在敌阵上空 炸开无数的细小散弹 喷陷四射 顺时制造出一大片的死亡区域 那些细碎弹丸所过之处 一片披靡 人畜俱灭 与此同时 那些冲击到120丈距离的煞尸与英军 也没能够再前进一步 在他们的前方 有着三层坚固的巨马 四层灌了猛火油的壕沟 还有一层凶墙 那些神机左右营的将士 依旧在采用着献猎阵 从容射击 一颗颗的子弹 将这些煞尸恶灵 轰杀轰灭 望见此景 在对面法坛上的张冠岚 脸色不由一阵发青 太后 这情况有些不妙啊 他想 如果按照这趋势 在他们推平那些巨马 那些壕沟之后 估计树立平 麾下的所有蒲丛军 都将全数消耗殆尽 树立平倒是面色平静 无事 一些不值以前的煞尸阴魂 耗光了又如何 只要能将这些巨马 壕沟填平了 就是赚到了 他的墓中闪现锐泽 看向对面军阵中的帅台 这神机又赢四万人的杀伤力 朕让人叹为观止 我能在这里 用七万皮式铁骑 换他们葬身于此 也不算亏 可树立平握着马鞭的手 力度却越来越近 树立平依然有着破阵的信心 可这一战 他的损失 也将远超他之前的骨则 这二十七万皮式尸军 可能最多剩下二十万猪头 可这 却是他南下济州 劫掠人口血食 帮助他 携承得龙器转生的根本 可在痛心之外 树立平 已暗生侥幸之念 幸运的是 大惊那个统军的年轻人 那个名叫李轩 封号冠军侯的小家伙 在军略方面的愚蠢 让人叹为观止 如果此人将这四万火枪兵 依托洗封口 古北口 等长城雄官固守 他会比现在更头疼起背 张观兰却有些沉不住气 他转过身看向另一侧 一个立在祭坛之外 做扶桑武士打扮的身影 那正是来自于 扶桑的建好武士 贺茂 一刀斋 贺茂 张观兰的雨声尘冷 现在的情况你也看到了 你们不能这么坐视下去 贺茂一刀斋 就威一扬眉 眼中献出几分忌惮之色 这与我们的约定不符 当初的交易是我们给你们提供武装三十万人的兵价 你们则给我一枚武龙血一丹 张观兰文言冷笑指着指前面 可如果太后在这里损失太大 未必就能攻入祭中 那个时候谁给你们祭连 武龙血一丹呢 辽太祖灵那二十七万皮士尸军的武器 其实大多都已不堪用了 他们在辽太祖灵里面 可以利用煞气为止 可一旦出了辽太祖灵 就会迅速的腐朽 恰逢少保余杰与李轩联手 全力打击军械左思 张观兰无奈 这得求助于扶桑 他们说的武龙血一丹 则是一种需要混入大量龙气 与祭品的邪道丹药 可以帮助皇室王族诞生子嗣 扶桑人的当代幕府将军无私 也面临着景泰帝一样的烦恼 所以当张观兰向扶桑幕府求助 那边就没有半点 吃一犹豫地答应了 以三十万人的兵甲器械 换取一颗能够帮助幕府将军 诞下子嗣的丹药 此时张观兰又兴神一动 你是忌惮那对天机地和阴阳神刀 他发现那贺茂一刀斋的面色果然为之一沉 张观兰就胸有成竹道 贺茂丧大可放心 只要你们肯出手 我保证那对天机地和阴阳神刀 不会有双刀合璧的机会 贺茂一刀斋的面色却还是一阵挣扎迟疑 两久之后他才与生冷冽的 我们可以出手帮你 不过贵国神机营使用的枪械 要交给我们代送 张观兰却是一声冷笑 他伸出一根手指的 贺茂一刀斋没有争辩 他的身影已经消失在暗影当中 那就一言为定 辽太后树立平却自始至终的 都没有去理会这两人的讨价还价 他一直仰手望天 感受着那灵魄过来的强大武艺 与集天之法 那应当是当代六道司之主 朱明玉 那名为斩杀的集天之法 让他的元神感到刺痛无比 这让辽太后树立平完全打消了 亲自出手的念头 他知道这位六道天尊 是哪怕他凝聚万君之士 也难以战而胜之的 他的集天之法兼顾 在此人面前没有任何优势 所以树立平很快就把注意力 转移到眼前的战局上 此时 唯一能让他进去承德千户所 利用龙器的希望 就是破阵 尽可能赶在天黑之前 将这些禁军踏平 移灭 也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那些蒲丛军 已经复亡了将近九成 以此为代价 那些壕沟都已经被彻底移平 那些禁军前方就只余下了 一层凶墙与巨马 而树立平的皮士铁骑 距离这些神机左右营的将士 最近只有不到六十场 接下来让树立平惊奇的是 那些禁军原本采用的陷列阵 突然变化 他们前方的防御面 不增反减 以三百人为单位 收缩成了一个个人员密集的小小方阵 而这些方阵之间 则是间隔着至少二十丈的距离 这正是让树立平惊奇的地方 这种空心方阵 树立平从未见过 此过以来也没有人像这样的护震了 树立平稍稍迟疑 还是冷冽决然的单手往前一压 使得那二十余万皮士铁骑 都浑身燃烧黑暗 那冲击之速在请客间加速进北 树立平知道自己如果在这个时候退缩 那么之前那些仆从军的牺牲 都将前功尽弃 且以目前来看 树立平看不到自己有任何失败的可能 可与此同时 在那些正在冲振的皮士铁骑当中 那众多皮士军的将领 却正在体会着 经历着与树立平截然不同的感觉 皮士将军 树立雄就是其中之一 他生前 是树立平的侍卫亲信 所以在辽世宗清算树立平的时候 也被一同活埋陪葬 在随后千年的岁月中 树立雄先是成为了一头煞尸 然后又逐渐有了自己简单浅薄的意识 这个时候 树立雄发现敌军的军阵 似乎看似收缩了军阵 可火力却不仅反增 来自这些方阵 两面的侧击形成了恐怖的交叉火力 使得他身边的尸军 大片大片的倒下 而小型方阵前方 大幅收缩后的防御面积 也让他完全无可奈何 那密集的刺刀 密集的子弹 让身为一具活尸的树立雄 都无可奈何 可树立雄还是压制住了自己的恐惧 想策马冲撞过去 问题是 这些方阵的灵敌面 小而又小 是整条战线上数量庞大的皮式铁骑 只有集中集小的一部分 能够与他们正面交手 树立雄最终还是被身后汹涌不绝的 骑军铁流裹挟着冲入到那些方阵的间隙中 可接下来 树立雄死灰色的瞳孔却现出金锯之色 只因他发现 左右两侧的方阵之内 那些禁军士兵正无情地举起了手中的火枪 以左右夹击之势向他们瞄准 让他们没有半点避让的可能和空间 随了这一连串的开火声响 树立雄整个人如受垂击 然后他整个人就彻底失去了意识 栽落于战马乡 接着又被后方奔驰过来的铁骑踏成肉泥 此时在谷口的率台上 伟真也惊奇地发现一件事 有意思 献猎阵转化成空心方阵之后 这火力的密度似乎不减反增 这就是几何学的力量 李轩则是唇角微扬 眼线着期待之一 在他来的那个世界 所有人都知道在同样的长度内 一条直线与凹齿形状线条的总长度 是不同的 本集结束了 订阅加关注 从此不迷路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玄幻仙侠剧 妖女哪里逃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开荒 水寒领先演播 第632集 铁骑的绝刹 兵部左侍郎 商鸿是在伪真之后 战场上第二个发现战局有益的人 此时 他正与数率得赞交手 以天位好奇 镇压地底的任何异动 使此人无法干涉战局 可商鸿始终都分出了一线星神 保持着对整个战场局面的关注 他担心神机左右营的军阵溃败 导致战局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可眼前的情况与他想象的完全不同 那些怪异的空心方阵 并没有被皮式铁骑一举冲窥 这些一看就很不靠谱的阵法 此时却一个个宛弱 坚不可摧的磐石 在二十余万铁骑的冲击下屹立不倒 阵中那些火枪手都能够从容开火 火枪的射速飞弹不受影响 且是不减反增 此时这些方阵中 还有人将一个个万人敌抛射出来 他们一个个炸裂开来 无数的碎片四面冲击 足以横扫三丈之内所有的敌人 旁边的两座迎散也加入进来 一万六千精锐攻守的抛射 也在造成极大的杀伤 这凶猛的火力正在一茬又一茬地收割着敌人的性 此时反倒是那些皮式铁骑的伤亡陡然俱增 在双方军阵胶状的顷刻之间就为数达到四万的铁骑倒下 与之相对 那些空心方阵此时却显得更加坚固起来 这是士气提升后的效果 这些神机左右营的将士 在发现敌人对他们无可奈何之后 就真正放下了所有的慌张恐惧之念 他们原本是依靠军令与要务维持 可现在却是士气狂增 这让他们的动作更加冷静从容 也更加的精准 怎么可能 伤红吃惊不解地看着这一幕 差点就疏忽了地底下的那头天位煞尸 只因眼前的一切 让他感觉慌淡 伤红凝神观察了片刻 之后就渐渐显出了了然之色 伤红发现这些空心方阵 不但是火力密度增长 尤其是那两三个方阵之间的交错火力 造成了更恐怖更有效的杀伤 除此之外 他们被铁骑正面冲击的面 也大幅度地减少了 这就让神机左右营的将士压力大减 那些皮士军一旦涌入到那些方阵的间隙当中 就再没法对这些方阵造成一丝半点的威胁 这就仿佛是开闸泄洪般的效果 那些高速奔驰的骑军只能顺势往前 他们没法调转码头 也没法做出任何有效的攻击 而就在伤红仔细观察究竟的片刻 战场上已经有更多的师奇导向 所有的空心方阵则完好无损 他们甚至连死伤都微乎其微 伤红心神大定之余 谋中也闪现一层 不愧是冠军侯 朝廷未来百年的晴天俱焯 他心想这就是空心方阵 怪不得那位冠军侯有信心 战场上正面抗衡接近七倍的皮士铁击 这火枪射阵简直就是天克齐军 只要火枪手的数量达到一定的规模 那么再多的铁击也无法将之动摇 今日手握胜算的 也不是对面那位辽太后 而是冠军侯李轩 倒是他伤红固守成规坐井观天 还岂然忧天了 这一瞬 伤红忽然听到嗡的一声震响 他侧目望去 发现这吼声的来源 正是承德上空的那团龙气 那原本张摇舞爪 飞扬跋扈的金红巨龙 此时的体型缩小了三分之一都不止 伤红心中当即明悟 这当是空心方阵 与符文碎发现堂火枪的出现 对草原龙脉的重创 对于北方草原传统骑军而言 这种恐怖的战阵 将是他们难以越过的巨大障碍 这个时候 在对面几十里外的法坛上 顾辽太后树绿萍 已经将手中的马鞭捏碎 他那死灰色的面容 则已完全僵硬 树绿萍是几个呼吸之前 发现情况不对的 这些怪异的方阵 并不像他想象的脆弱 他们虽然不合常理 也与树绿萍熟知的兵法相悖 却都坚固的让人难以理解 在近战当中的杀伤力 也大到不可思议 怎么会这样 张冠岚脸上的喜悦之情 也渐渐消失 之前 他忘记那些方阵 被潮水一样的铁骑淹没时 原以为是胜券在握的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发现那些方阵 没有就此动摇 反倒是他们的尸君铁骑 正在那些磐石当中 消磨粉碎 张冠岚惊愕地看着树绿萍 刹那间有股慌张之意 太后娘娘 能否想想办法 或者将这骑军撤回 没有办法了 看着吧 树绿萍摇着头 他知道这个时候 自己什么都做不了 什么都没法做 陷入两难之境 持续攻击这伤亡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惨重 可现在 就将他剩余的十八万皮式铁骑 撤回来吗 那结果只会是在后撤的途中 被禁军的火炮 与火枪军屠杀殆尽 他现在唯有做一些战术上的调整 尽可能的集中力量 正面冲溃那些方针 可想要在千军万马的极群冲锋中做出战术调整 谈何容易 树绿萍原本是自认有十足把握后的乾坤一致 破釜沉舟 可如今看来 却是完全落入对方的构中 这一战 多半是要满盘皆输了 急于进入承德千户所的心态 让他的用兵过于焦躁 让他做出了最糟糕的选择 舒绿萍不由深吸雷口气 贪恋着人世间的清新空气 他随后就看向了对面军阵的率台方向 眼线出佩服之意 是本宫错了 这位大敬的冠军侯料敌献计 熟知兵阵 冠起短短十余日来的用兵 真正做到了 齐齐如风 齐徐如林 侵略如火 不动如山 难之如阴 动如雷阵 是一位真正的帅才 还有他们的火枪 还有这怪异的阵法 果然了得 怪不得昔日 这位大敬能够一统天下 将蒙武人赶入草原 今日之战 本宫知己而不能知彼 犯了兵家大计 输得不愿 娘娘 张冠兰面色铁青道 我说了 这些符文碎发献唐枪与方针 都是最近这段时间才出现的 且全都是出自那冠军侯之手 张某之前一无所知 他其实不想解释这些的 也不想吹嘘李轩之能 可张冠兰听出了树绿萍语中 含着的几分怨气 都是出自他的手笔 树绿萍的瞳孔微微收缩 然后一声开探 那么未来断绝草原龙脉的 必为此此 未来百年 草原骑军 获将就此绝唱 张冠兰心乱如麻 他没心思理会树绿萍的慷慨 正全神贯注于对面的帅台 张冠兰知道这个时候 他们唯一的圣机 就是那位贺茂一刀斋了 据他所知 此人的身边还有一位神秘的扶桑天位 如果他们能够除去那位大晋冠军侯 那么今日的大战即便是输了 也无所谓 他复活树绿萍的目的 是位牵制与京师近在咫尺的冀州镇 让冀州镇 无力干涉京师的变局 可只需杀死李轩 冀州镇与神机左右营 擒龙无首 一样可以达成目的 我们赢定了 在谷口营地 率台之上的张月正面色潮红 他们冲不动我们的方阵 他正仔细观察着战场 注意着每一份细节 张月预感到 只要自己能够真正学会与运用 这献猎阵与空心方阵 娴熟掌握符文碎发献堂枪的特点 那么哪怕是他这样智慧平平无奇的人 也能封侯有望 说赢定了还太早 不可大意 李轩没有松懈 他正在持续做着各种调整 作为机动兵力的九千骑兵 已经是悄然压上 随时应变 还有各个方向的火炮 正在他的指令下 对战场上的各个关键部位 进行打击 辽太后树绿平 正尝试在战场上重整部署 李轩却不肯让其如愿 李轩还在关注那些 符文碎发献堂枪的糖温 频繁的高速射击 也会让枪管的温度过高 导致无法装弹 甚至在射击的时候枪管变形 导致炸糖 幸在神奇萌打造的枪械 质量很不错 而他们预先准备那些布条 也起到了作用 将这些布条都浸上马尿 然后缠在这些枪管上 可以有效的散温 后面的天师张神叶 也敏锐地注意到 这场战事的关键 在于这些火枪的糖温 他不但施法降低了 两侧山丘的温度 还在战场上刮起了强风 辅助散温 也就在这个时候 李轩的心神微动 感觉周围情形有益 出来 李轩的一身好意勃发 辉煌的琉璃好意 覆盖了整个帅台与周边三里之地 这使得他难免三十丈的方位 一个全身黑衣 头罩面精 仿佛扶桑忍者般装扮的黑色身影 显露出踪迹 此人显然是没有料到 李轩居然能够察觉到 他的影盾之术 他的眼中现出了些许意外之色 然后整个人就化成了一团 白色的青烟 消失在众人的眼前 与此同时 一个手持武士刀的身影 裂空而至 直接出现在帅台的前方 同时一股灵力的刀意 直接劈向李轩的原神深处 李轩认得此人正是他见过几次的扶桑剑豪 贺帽一刀斋 他毫不犹豫 就将罗烟的分身话题从那水晶河中招出 可罗烟才刚显化身影 远处几十里外就升起了一轮蓝色的圆形光运 那圆形光运 往这边一照 罗烟的人就在李轩的身边消失无踪 竟又被人强行送走 挪移到了数百里外 李轩不经唇角微抽 他就知道 未来自己与罗烟双刀合臂的机会会少得可怜 可接下来 他却又似笑非笑地握住了袖中的那把歌龙刀 如果这些人以为 自己无法与罗烟联手 就可任其宰割 那么他现在就会让这些人知道 阉割二字该怎么写 本集结束了 订阅加关注 从此不迷路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玄幻仙侠剧 妖女哪里逃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开荒 水寒领先演播 第六百三十三集 蚕刺版天位 罗烟的分身化地被移走之后 和某一刀摘的那劈链般的刀光 就已冲淫至李轩的身前 此人的刀意水流风 一刀斩制 不但是有着风的灵力 有着风的变换 不可捉摸 除此之外 这一刀给予李轩水银泻地 无孔不露之感 与此同时 李轩的身后也出现了忍者的身影 他双手持着法掘 无数的黑影张扬舞爪的散感 在限制着李轩的行动 李轩的反应同样是迅捷已急 他发现自己进入第四门之后 不但是有了天位级的真元 还有天位级的感知能力 以及天位级的反应力 天位级的肉身 天位级的手速 即使一身上下所有的一切 都与天位并驾齐驱 长达八个月的等待 等来无比丰厚的硕果 是 随着冷哼声 和某一刀摘的刀光猛然加速 那速度就仿佛是他手中的武士刀 突然变长了一劲 贺茂一刀斋目中则是优火燃烧 之前惠同扶桑馆一战 在他心目中就是一次奇耻大路 而今日再无法与罗燕联手的李轩 在贺茂一刀斋的眼中 就犹如待宰的羔羊 可接下来 贺茂一刀斋却微微一愣 他发现自己斩出的刀芒 并未能够斩下李轩的人头 这一段刀芒竟然消失了 不见踪影 而对面李轩的脸上 则献出残酷的笑意 当贺茂一刀斋 一与挥刀在斩 可接下来 他整个人就僵置在了原地 一时进步之该如何是好 只因他出刀的念头 也在这个不知去向 贺茂一刀斋的瞳孔 不禁微微收缩 极致的危机感 在胸中涌现 这是断绝 那毫无疑问 是一种与断绝有关 或者效果相近的极天之法 贺茂一刀斋毫不犹豫 整个人当即一个闪盾 意图从这率台脱离 他害怕自己连逃顿的念头 也被断绝掉 极力地以原神力量守护这一年 可下一瞬 贺茂一刀斋就发现 一只三足巨顶 从上方凌空压下 那正是李轩从独孤壁落身上招来的 魂天镇原顶 一顶压下 就使得贺茂一刀斋 停顿在原地 无力动弹 这又是另一门极天之法镇压 在魂天镇原顶下 贺茂一刀斋的所有意识 都将短暂停滞 无法转动 白痴活着不好吗 李轩的割龙刀 则如光似电般的斩制 光雷刀翼的加持下 让他的出刀速度 竟然还凌驾于贺茂一刀斋之上 割龙刀轻而易举的 断开贺茂一刀斋的驳岗 又接二连三 如光似电的 在贺茂一刀斋的浑身上下 斩下三百三十余刀 可直到魂天镇原顶的镇压失效 贺茂一刀斋 整个人才分裂开来 瞬间血线飙射 炸开了无数血肉 与此同时 贺茂一刀斋的原神也在崩散 李轩的那三百三十余刀 也将他的原神 斩成了无数余片 此时 贺茂一刀斋 残破意念之内的最后一份情绪 就只有怒恨 与无法置信 他怒恨于自己一身强大的天威武道 都没来得及施展 无法相信的 则是李轩为何能以石城楼的虚伪 在不动用任何外单外力的情况之下 同时运用两件 含有强大疾天之法的宝物 这一战 他实在输得太冤 此时 李轩的一身天威真元 也消耗了七七八八 他却从容淡定地用臂甲掏腿 吞噬掉了贺茂一刀斋的天威武魂 直到这个时候 李轩才回望身后 抚摸金刚魁武的躯体就屹立在他的后方护卫 冷羽柔的孔雀千姬 则立于另一侧 那位扶桑忍者则是狼狈的四面闪躲 逃避着两尊天威机关傀儡的交错打击 那密集的暴雨梨花针 正无穷无尽地 从他们肩甲上方的发射筒内喷射而出 由于被冷羽柔改良过激活 这些暴雨梨花针单发 就这第二阶大五行阴阳灭绝神针的威力 而当他们数量成百上千 即便是如那扶桑忍者般的天威 也闪避得极其困难 此时 东方梁也现身于帅台的上空 操控着万千剑巢 追击着扶桑忍者 他奉李轩之命 拦截周围三百里内的所有幸福与飞情之属 可这不意味着 他就没有余力顾及其他了 围对着扶桑忍者的顿法千变万化 他忽而潜入泥土 忽而化身狂风 忽而融入到光影之内 忽而又变化为上空云层的水雾 一身气息灵机 难以捕捉 哪怕东方梁与两大天威鸡魁合力 也仅仅能将他牵制 无法将之重伤 不过 当李轩的目光向着扶桑忍者凝视过去 此人的瞳孔中就现出了死灰般的色彩 他望见李轩 灵觉一隐 那尊魂天震原顶就低溜溜地升空而起 然后就往这边轰然震落 那名为镇压的吉天之法 就先一步镇住了 他的元神契机 甚至还有一年 伏墨金刚与孔雀千姬 则同时打开了他们胸前的基础 总数六大五色华光 在他们的胸前绽放 然后紧紧一瞬 这名天卫忍者被镇压住的躯体元神 就被轰成粉碎 这只是第三节的 大五行阴阳灭绝神针 可当六枚神针合击 其强横威势 已经足以将一名天卫杀死 而此时东方梁的滔天剑巢 也从上空坠落 将此人散开的神魄 进一步地粉碎震散 他知道 这些扶桑忍者的生存能力异常强大 即便是将其原身粉碎 也不能够就此轻忽大意 知道整个帅台平静下来 那磅礴混乱的灵机 才归于平静 独孤碧露就吃惊不已地打量着李轩 你这家伙 该不会是吃药了吧 仅仅十个呼吸之间 这家伙竟然就居然斩杀了一名天卫剑豪 虽然是借助于伟神器与神宝器配的力量 可这份战力也未免太凶猛了 冷宇柔则从独孤碧露的身后冒出头 他同样是上下看着李轩 眼中现出极许狐疑之色 天卫 刚才的伏魔金刚与孔雀千姬 都是冷宇柔在操纵 他身为掌控两具天卫击溃之人 修为却只有九重楼镜 对手却是一个战力强大 善于潜伏暗杀的天卫 所以冷宇柔不敢暴露身影 一直藏身于独孤碧露的后方 他原本以为这次可能必须得动用 三到四枚第四阶的大五星阴阳灭绝神针 可结果没有用上 旁边的张岳与伟真 则不禁神色微拧 他们刚才也从李轩的身上 感受到了天卫级的威压 李轩动用那两件至宝的时候 也没有借助任何外力 天卫 早着呢 我现在既没有修成寿修的纯阳神体 也没有武修的万巧通灵 只是一个区区石窗楼镜而已 李轩哑然失笑 他开口解释的同时微一拂袖 将魂天镇远顶 环入独孤壁落的怀中 接下来 李轩的目光又看向对面72里外的法坛 还有法坛之上的张冠岚 牟中献出了一点灵力凶光 李轩又将一枚赤红色丹药吞入口中 不过我现在 确实掌握了一部分天卫 才能拥有的力量 一定要准确形容的话 那就是蚕刺版的天卫 他现在拥有的天卫真元 只有正常小天卫的三分之一 否则不至于动用四次疾天之法 就真元枯竭 对天地之力的掌控 也同样逊于天卫一心 不过凭借他的琉璃好奇 哪怕没有手里的诸多仙兵与伪仙气 也能够与余杰朱明月之下的 众多小天卫争锋了 随着那丹药在李轩的体内练化 仅仅片刻时间 他体内空虚的气脉 就重新充盈起来 然后下一瞬 李轩的身影 就如光一样地窜飞出去 而他的神念刀意 已经将七十里外的张冠兰 牢牢锁死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玄幻仙侠剧 妖女哪里逃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开荒 水寒领先演播 第六百三十四集 一气破万法 就在李轩在率他遇袭的时候 在战场的上空 还有一个黑斗笠人 略有些失神地 看着下方的战局 那正是神猎刀宗玄化 他隐藏于斗笠下的面孔 一阵僵致 他看着下方的九十余个方阵 在数十万铁骑的冲击下 窥然不动 看着那些皮式铁骑 在那些方阵的交错射击中 消磨殆尽 两久之后 宗玄化往虚弓一抓 一只血红色的烟雾 就出现在他的肩膀上 不过接下来 从那鹦鹉嘴里吐出来的声音 却是中流居士 什么事 不是说了吗 这次的事情 我们不插手 他的雨声中含着明显的颓废与疲惫 主上 宗玄化的神色凝重之质 情况可能与您所想的不一样 今日成德千户所 李轩以十万大军破批式铁骑 辽太后统下的七十万余士军 都将全军覆没 而进军最终的伤亡 可能在千人眼内 嗯 中流居士的声音明显是提振了三分 这怎么回事 可是那位冠军侯又用了什么诡计 他对于大半年前的京城失败 依旧是耿耿于怀 而冠军侯李轩 无疑是导致他功败垂成的罪魁祸首 宗玄化摇着头 这次冠军侯并未拥挤 他是以堂皇之阵正面胜之 以三万余不足 正面对抗二十七万皮士铁骑 冲而不败 如今距离这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胜 只是时间问题 还有 他看着成德千户所上空的萎靡龙器 战至终局 我亲眼看见成德这边积蓄的草原龙器 消失了至少三分之一 这不可能 中流居士的语中明显含着不能置信 其他人的皮士铁骑 我昔年与他们交手过 怎么可能奈何不得去吃三万火枪兵 中流居士说到这里 又与声微沉 可是官军侯李轩一力推行的 全火枪绽放 正是 宗玄化威仪汉手 宗某岂敢欺瞒主上 他使用的那什么空心方阵与献猎阵 还有那些符文随发献堂枪 威力都出人意料 此时宗玄化稍稍犹豫 还是与声甘涩地开口说 我觉得 主上你最好是过来看一看 属下以为 真正的逆转未来天数的希望 就在此地 就在于冠军侯 他想 如果这全火枪战法能够得到推广 那么草原之名穷尽他们的气力 也不可能入住中原 华夏 剃发一服 正速断绝之事 更不可能发生 那血红色的鹦鹉 一阵沉默 然后就轰然崩散 化成片片红雨 散于天空 与此同时 中流局势的声音也传了过来 他的雨声冷硬如铁 你看着那边 我随后极致 李轩化身的金子电光 已经灵至张观兰的法坛之上 他人还未至 那琉璃好气就已化成红光 往法坛冲灌而下 此时 他以惨词版天位的境界 琉璃无瑕的好气 已经有了几分昔日少妇于杰的风采 十三年前的土木宝之变 于杰就是以小天位之身 出入琉璃的好气 横扫同间 蒙物大汗 脱脱不花与阿巴斯联手合力 都不是他的对手 而此时当李轩的好气压下 就连旁边的辽太后树立瓶都皱起了眉头 张观兰没有坐以待毙 他前方上空都升起了层层叠叠的法阵 那都是传客于张观兰神魄深处的仙家福阵 以他的神魄之力为基 一瞬间就叠加复合了一百余层 可仅仅一瞬 张观兰就面色清白 看着这百余层足以抗击任何天位的复合法阵 就如纸一样脆弱不堪 被好气强行轰散开来 张观兰心神一瞬 当即法爵一影 在身后招出了一句高约百丈的黄金历史 他仿佛晴天俱著 凝聚无量神力 辉红十元 一拳轰出 是如天崩碧裂 可这句被张观兰用无数香火供养 祭练到天位的黄金历史 才刚伸出手 就在李轩的琉璃好气碾压之下 轰然粉碎 张观兰又抬手一迎 无数的藤木 从法坛车围 把牙生长 迅速的凝聚成一只只巨大的木手 遮盖着张观兰的上空 可他们面临着琉璃好意的冲击 依旧是脆弱无比 仿佛朽木般 不敢一击 李轩的好气别无变化 就只是生猛地碾压过来 可张观兰在请客间穷尽了他掌握的十余门法术 都无法正面抗衡 这正是儒家所谓一气破万法的风采 尤其他现在还凝聚着万君之士 更加的危不可当 直到最后 张观兰在身前 献出了一面银白色的先天八卦镜 这才抵住了李轩的好气冲击 看此时 李轩的刀光已经斩至 割龙刀裹挟着光雷重斩 使得那先天八卦镜 发出了清楚的呱擦声响 那镜面被斩出了一条清晰的刮痕 然后被刀光轰飞千丈 张观兰脸色铁青 此时他取出了一只长帆 挥动起无数的英灵之力 将无穷的煞气聚于右手 使之变化为全黑色 且迅速的膨胀撑裂一物 随后张观兰 就用这只丑恶至极的右手 只却硬顶住李轩的刀芒冲击 李轩毫不在意 一声炸吼 死 浩瀚的神魁雷鹰 直接就将长帆上的英灵煞魂 炸散了三分之一 李轩的琉璃刀意 更使得张观兰手中的黑力煞气 全数都是蒸发消散 那螺旋前进的刀光 也将张观兰的右手 在请客间搅成肉泥 李轩右手臂上的臂甲饕 更张开血门大口 将这些英灵煞魂 全部都吞噬殆尽 甚至连内感磨气长帆也不放过 被他几口咬成了粉碎强行吞吃的净血 张观兰的面色已经煞白到像死人一样 他的瞳孔则由于恐惧而收缩成了症状 此时的李轩让他联想到了少保于杰 都强势霸道道 让人感觉到绝望与无力 张观兰只能一面将那先天八卦镜召回 一面以目光向树立瓶求助 不过这位顾辽太后也无暇分心 此时他正与十余帐外出现的一个身影遥控对峙了 那人穿着一身六道伏摸甲 身上有着几十个伤口血流不止 可其躯体却依旧是魁拔如山 双手上的战斧则寒芒影线 让树立瓶不敢妄动 你就是六道天尊朱明玉 树立瓶的眸光沉冷 他一边说话 一边从虚空中招出了一杆银白长枪 同时间无穷的含力将周围一座山峰都冻入冰层 正是朱某 朱明玉的语声色然 太后 人故有一死 这人之间不是你该眷恋奢望的 活着多好 我为何不能眷恋 树立瓶一声痴笑 似你这样未来可正极天 与天地同寿 与日月齐光之人 怎能理解我的不甘 我的怨恨 不过无所谓了 本宫今日输得幸福口福 原神转生的希望 已净乎于无 他喊着自嘲地挑起了唇角 目光却变得凌厉起来 不过想要本宫就此退场 可没那么容易 他的雨声未落 周身就爆发着无量烟尘 那是朱明玉的战斧 斩击在他的身前 树立瓶虽然以银枪抵挡 可整个人还是被卷入土层当中 且深达十丈 而在银枪与战斧之间 赫然滋生了无数的裂痕 周围一里方圆的土层 都在着寝客间湮灭成粉 这是树立瓶的极天之法 坚固 与朱明玉的极天之法斩杀 在激烈的交锋 这个时候的张观兰 情况也是狼狈至极 李轩的刀势摧枯拉朽 竟在短短的二十个呼吸之内 就斩灭他一百多门仙法 轰碎三剑仙器 即便是他手中的上品仙器 太乙先天八卦镜 也被斩击到创痕累累 而就在这片银白宝镜 再一次被李轩斩飞之后 李轩的割龙刀 已经是凌智张观兰的烟喉 只差毫厘 就可将此人的头颅斩断 可就在这个 旁边一把黑刀横斩而至 以李轩的刀光相撞 激荡起漫天的火花 那是李轩天的虚无刀 将李轩的大部分刀力 都化为虚无 不过 李轩残余的刀势 还是在张观兰搏梗够出 展出了一个触目惊心的创口 大量的血液飙涉而出 而此时 天师张神叶也闪神而至 天师府 镇府三大重体之一的 杨平制都公印 轰然压下 势如举山 张观兰当即是七脚一血 然后整个躯体 都在杨平制都公印的轰击之下 粉碎盖 他只欲一句纯阳神魄 往后击退到一百丈外 不过这个时候 天师张神叶又抛出了 十二杆长帆 分立于十二个方向 那长帆之上 则各自绘制着十二具神兽形象 那是十二元臣神帆 元臣也代表着 生肖属相之一 这十二杆神帆之上 竟都是各自拘役着一种 与生肖有关的神兽灵魄 朝着张观兰张摇舞爪 使他的元神被困于 十二元臣神帆内的 一里虚空 无法脱身 浑身黑甲的李遮天 一语出手救援 可薛云柔 也如影随形地追至 那对正一抚摸剑 裹挟着千万子雷 化作了两条巨大的雷龙 直接将李遮天 压落到土层之下 天师张神叶则是 神色冷漠的 与张观兰遥空对视 观君侯 这两个人 就交给我们妇女如何 加上我吧 此时 江寒云也欲空而至 他目泽冷冽地 看着李遮天 这两个人 今日都非死不可 薛云柔的父亲 也是他的舅父 这份仇恨 江寒云也一直耿耿于怀 李轩微微扬眉 他注意到江寒云之前的对手 那头天位煞尸 以灵机消散 再次归于尘土 他笑了笑 就停立于原地不动 有何不可 不过我现在别有药物 最多只能给天师宁半个时间 不过李轩的刀意 却还是咬锁着张观兰 他的杀念也半点都没有松懈 他知道张神叶 与薛云柔妇女 都想亲手复仇 也愿意把此人的性命 让给他们 可李轩却必须亲眼见证张观兰的死亡 他必须解决这个 霍乱北方的源头不可 本集结束了 订阅加关注 从此不迷路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玄幻仙侠剧 妖女哪里逃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开荒 水寒领先演播 第六百三十五集 以牙还牙 半刻 不用这么久 一百个呼吸时间 足够了 天师张神叶听出了 李轩语中暗含的迫切之意 这让他微觉不解 不过一百个呼吸确实足够了 甚至绰绰有余 这张关蓝本就被李轩中创 连肉身都已经被他们联手打崩 张神叶接手之后 若连这么长时间都没法解决问题 那真是有愧于天师之诚 随着张神叶灵觉一隐 那十二元臣神藩大阵的内部 顺时就燃烧起了青蓝色的火焰 这是十二元臣神叶 其神威浩大 就连张关蓝的纯阳魂质 一直接触 也纷纷崩溃离散 张神叶的杨平质都公印 则从高空中压落下来 进一步的压迫着张关蓝的元神 使得张关蓝一切的术法 都无法运用施展 在龙虎山三大传承仙器中 杨平质都公印 是唯一一件伟神器 含有着初代天师张道陵 凝炼的极天之法平定 这是张道陵生前破山伐庙 破除上千邪神迎刺之后 凝聚的强大极天之法 能够平和安定 任何非自然生成的事物 其中也包括了法术 神通 法宝 先兵 前次天师府之战 张关蓝若非是依靠自己 身为前代天师的身份 还有三百年前 在三大传承仙器中留下的伏笔后手 根本没可能将张神叶重伤到垂死境地 张神叶你敢 张关蓝痛苦非常 连纯阳魂躯都变得扭曲动荡起来 他怒瞪着张神叶 你这是要世祖吗 张神叶却面色平静地 什么世祖 我张氏宗族已经将你张关蓝开革 我张神叶可没有你这样的族人 更没有你这样的祖宗 他目光冰冷如刀 一字一句地说着 语中透得无穷怨恨 张关蓝你大概不知 我张神叶从来都是有仇必报 有恩必偿 你死之后 张某一定会以牙还牙 以血还血 你张关蓝的那些子子孙孙 一个都别想活下来 他们都得为我那两个孩子陪葬 张关蓝的魂体距离波动 可这位还没来得及说话 薛云柔的正衣服墨剑 就已穿梭进来 顷刻间化为上百条燃烧紫火的锁链 将张关蓝的魂体牢牢定在了原地 天使张神叶此时又取出了 一盏怀目包惊 内燃黑火 刻了有无数风魔道夫的宫灯 然后探守一招 竟将张关蓝的原神强行 往宫灯的内部牺牲 旁边的李轩看在眼中 不禁演讲一冲 他意识到天使张神叶可不仅仅 是要复仇 还要将张关蓝的原神收射 是以九幽独火永生永世的折磨 自家这位便宜丈人 看起来像是老神仙似的 先锋道骨和蔼可惊 可一旦心狠起来 手段也是毒辣之志 李轩却乐见其成 以张关蓝的所作所为 千刀万寡 永不超生 绝不为过 张关蓝也明显察觉到了张神叶的意图 他的恐惧惶恐之念 顷刻间攀升到了极致 魂体剧烈的波动 可下一瞬 张关蓝整个魂体骤然急速收缩 就凭你也想杀死老夫 拘束老夫的原神 你痴心妄想 张天元还不给我滚过来 随着张关蓝的怒吼 先是他的仙系先天八卦境 轰然炸离 那就仿佛是炸开的炮弹 分散成无数碎片 轰向了四面八风 随后 张关蓝的魂体也轰然爆开 瞬息间无数的太义天罡子雷 四面慢卷 那磅礴的威势 不但将正义扶摸剑炸开 就连那十二元臣神藩大阵 也被强行撑开了一线 远处正与江寒运 沉战不杀的张天元 也就是李遮天 也在此刻血肉炸裂 他的一身黑甲同时爆散 每一片黑甲都化成致命杀气 爆出了无量的碎散破片 每一个破片当中 信寒运有着微薄的湮灭之力 将所有接触的物质 都湮灭成鸡粉微尘 他们的一部分 无序地往四面建设 可其中的绝大部分 都被李遮天导向了 江寒运与李轩四人 即便江寒运也不敢争吟其风 只能无奈地化身雷电 往后退开百丈之力 李遮天的整个人 则带起了一团赤死红光 猛然撞击在其中一杆 元臣神藩上 十二元臣神藩大阵 也终于碎裂开来 张冠兰的元神 也从那猎袭中穿飞而出 他也不敢多说一字 与李遮天会合之后 就往东面方向急顿 李轩则是目光冷漠 他已经用魂天阵云顶 强行顶住了那些黑甲 破片的湮灭之能 手中的割龙刀 则蓄势已久 刀翼刀势 都已跋升到了巅峰 如果天师张沈夜妇女 无法除掉这两人 那么他也只能说对不住了 李轩无论如何 都不会容许这两个祸患还活着 可接下来 李轩却忘记了让他 错愕惊奇的一幕 直接那李遮天 竟毫无预兆的出刀 直接一刀捅入到 张冠兰的元神深处 张冠兰整个魂体 顷刻间就分崩离析 这是因他绝大部分的 元神核心 已经被李遮天的虚无刀意 化为虚无 而此时 张冠兰残余的意识 也充满了不敢置信 他无法置信 自己一手祭奠出来的血肉傀儡 竟然会对自己出手 这个家伙 他到底什么时候有了自我意识 李遮天面色依旧冷漠如实 没有半点表情 只有那黑灰色的瞳孔中 透出了几分审议 其实 他对张冠兰还是蛮感激的 此人不但让他有了再生于世的机会 以让他修为有了更上层楼的希望 可李遮天更清楚 稍后张冠兰一定会将他牺牲 用于换取自身逃命的时机 问题是 张冠兰在他元神之内留有强大的神境 一旦此人以神念下令 那么李遮天无论如何都无法抗拒 那也就意味着他获得的这段短暂生命又将终结 他唯一的生机就是在张冠兰下达让他送死的命令之前 先将他的御主张冠兰送入到万劫不复之境 不过接下来 远处的天师张神叶却遥空一指 他不知使了什么法术 竟然使张冠兰的残魂与李遮天都定在了原地 不能做任何动作 接下来是薛云柔的正衣扶摸剑 那一词一雄两道紫红光剑来回一脚 就将李遮天的躯体与神魄都斩成了无数的碎片 李轩不放心 他的割龙刀也随后斩出 就在这个时候 李轩望见那李遮天被斩裂成千百片的残魂 竟都在此刻变化出了一张张人脸 前面朝着他浮现出一个诡异的笑容 李轩一声轻哼 割龙刀的刀势当即再增数成 将李遮天残魂的血肉神魄也一点点的碎为积粉 不留哪怕半点痕迹 让官军侯见笑了 今日几乎就功败垂成 被这两个孽畜走脱了 此时 天师张神叶法爵一收将张冠兰的残余神魄 全数都收入到那怀慕宫灯之内 可天师张神叶的脸上却满含着遗憾之意 可惜啊 可惜 他惋惜的是 这次未得全功 不能将张冠兰完整的元神都拘束入内 只有如此 才能让他真正的念头通达 舒心快意 李轩则是眉头猥琐 刚才李遮天的诡异笑容 让他稍微有点在意 还有 就在薛云柔斩杀李遮天的时候 他感觉到成德方向的契丹龙器 豁然一阵躁动不已 可随后李轩就摇了摇头 刚才那种情况下 李遮天绝没有活命的可能 李遮天与成德的契丹龙器之间 也不可能有什么联系 即便有 李轩也不会在乎 他连契丹人留存于世的最后一部分精锐铁骑 都全数打崩 又何惧那一点点残存的契丹龙器 他转而笑着恭维张神叶 哪里会恭败垂成 张补复藏要准备 这两人都逃不掉的 他看出张神叶刚才使用的法术极为霸道 应该是龙虎山传承着石絮秘术 天使张神叶的袖中 应该还藏着一件与石絮相关的异宝 张神叶有这样的手段在 张观兰与李遮天两人的下场 只能是死得惨一些 与死得不那么惨的区别 也就在他说话的时候 徐云柔已欲见飞升官 京城那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他可不是瞎子 李轩将京城发来的书信 密尔不宣 又命令东方梁拦截战场上 所有的福建禽鸟 这显然是京城之中有大事发生 而且是很不利的消息 李轩回身看着他 弘尚传信过来 陛下在威远卫牛家宝 与瓦剌大汗也先大战的时候 被人施以咒术 导致重伤了 在场的三人不由得兴盛危景 李轩则苦笑道 陛下当时如果退下来 应该是没有大碍的 可陛下在当时终于晚了大汗也先熬战 他不愿迎己之过 影响禁军事迹 所以一直强生到禁军 在战场获胜 又且万军之士重伤了也先 这才从战场离开 张沈夜当即扬眉 那么陛下现在在何处 在京城 唯有京城中的九鼎五元混员大阵 才能够镇住他身上的咒力与伤势 可在入宫之后 陛下就陷入昏迷了 李轩面色凝冷如铁 我们必须尽快回市京城 他担心京城那边会发生什么 或者已经发生了什么 李轩的目光 再次往战者方向看了过去 此时还有十余万皮士铁骑 依旧在与神机左右营 拼死缠战里 李轩则是收起了割龙刀 转而将大日刀拿在手里 割龙刀很好用 可就是真缘消耗泰剧 别说是李轩这个缩水版天位 真正的小天位都撑不起 本集结束了 订阅加关注 从此不迷路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玄幻仙侠剧 妖女哪里逃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开荒 水寒领先演播 第六百三十六集 回诗一 就在承德千户所之战 尘埃落定的三个时辰前 北京城的朝阳门外 吃来了一对神色匆匆的骑士 这些人都穿着一身骑腰甲 内穿着鸳鸯战袍 一副鱼角一骑的打扮 可当他们匆匆迟入之后 却没有往兵部 与武军都督府的方向走 而是在半路上 持入到了一间不起眼的名宅内 这名宅的院落内 空空落落 只有一位穿着文饰袍 戴着铁制面具的人 在这里副手等候 等到这群骑士陆续 侧其入内之后 其中为首一人 就掀开了头上 用于遮阳的斗笠 此时如果李轩在场 定然会万分惊讶地 认出此人正式被他打发到辽东 暂任镇辽大将军的梁亨 梁亨的脸上 现着异常的红巢 目光则是森冷如刀 天子他现在究竟情况怎么样 其实 他在距离京城二百里的时候 就已接到了来自于京城的信符 说是天子伤众 已经到了危及性命的境地 可梁亨还是想从铁灭人口中 得到亲口确证 天面人唯唯一香 半个时辰前 赫连扶龙与少父于杰 驾赤雷神年将天子送归京城的时候 天子就已经昏迷不醒 我当时遥控看了一眼 这位陛下面如金子 气息虚弱 神魄离散 绝非作家 如果没有五龙九鼎混元大阵镇压伤势 我预计天子都活不过十天 不过 这并非是什么绝症 只要疗养妥当 恢复起来不难 江云琪已经奉赵入宫 他的医术与武道修为 可能只需一两天时间 就可以让天子转飞为安 此时梁亨的神色略有些复杂 天子对他无疑是有知语之恩的 可他现在却绝不愿这位陛下再活下去 天面人则继续说着 于弘尚已经下令启动五龙九鼎混元大阵 同时封锁京城 大将军你要再晚来一两刻 可能都进不了城了 梁亨听到少父于杰四个姿势 顿时心中一警 这同样是他的恩主 也是梁亨最忌惮的人 原本他们的计划可没有这么一出 按照铁面人的预计 少父于杰应当被蒙物人继续牵制在大同一带 是没办法回国京城的 梁亨知道 上皇与太后甚至是制定好了 在沿途俯杀景太帝的计划 可既然是于杰此人亲自护持天子回归 自然是没有成功的可能 牛家堡一战 不只是瓦剌大汗也先被重伤 阿巴士与托托不划同样受损不清 四十五万蒙物骑军 被监十二万骑以上 已经无力作战 铁面人 语中暗含感慨 他虽然将景太帝 视为必须击倒的大敌 可对这位景太帝的人品星星 他还是佩服有加的 据说 此战当中 景太帝虽然深重咒术 却毫无畏切之意 一直奋勇作战 生生与瓦剌大汗也先拼到了两败俱伤 也争引此顾 才换来一场歼敌十数万的大声 铁面人随后又神色淡淡地看了梁亨一眼 大将军放心 于杰此人 我们另有应对之法 梁亨的气息却显得有些浮躁不安 你们懂什么 如果不能将于杰排除在局外 他一个人就能把我们横扫 他发起疯来 我们谁都奈何不得他 我们不需要奈何得了他 只要在事发之刻限制住此人 让他无力干涉就可以 等到事后 只需上皇一旨诏书 就可取他性命 就如月五目于风波亭 无子须于须山 铁面人见梁亨的眼中 依旧含着几分迟疑与挣扎 他心中不信 却还是抱拳道 大将军放心 于杰一事虽然是出人意料的变数 不过 我们也同样有着意料之外的助力 他一边说话 一边用手指在虚空中写出了四个字 这些人的来历名讳 不能倒置于口舌 大将军心中有数便可 还有 大将军莫非以为 我们现在还有退步的余地 梁亨见到那四个字 心里的不安就已退去了很多 他顿时一声轻笑 你该早说的 既然是他们 那么这位于少傅 应该是难以为换了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 武门与天坛 梁亨目如幽火 曹公公 确实可以帮我们 打开绝大部分攻进 可武门 现在确实由昌平侯诸国能 从武军营 调选的两营将士把守 我们都无可奈何 还有天坛 只要天坛还在 我们这些人 也都如带贼羔羊 他口中的曹公公 是私设剑太监 京营监军 曹吉祥 而宫中的武门 原本是由神机营负责看守 在李轩的神机营 调往冀州之后 就转手给了昌平侯诸国能 这位自回京之日 就从武军营抽调精锐 接手了武门防务 还有天坛 目前镇守天坛之人 是礼部尚书胡营 梁恒之道这个人 是由言不敬 持身急正的大人 也是他们必须跨过去的 一条门槛 天面人则是神色自若 天坛与武门 我们都有解决之法 路上我再与大将军 详细解释 眼下的当务之情 是尽快召集兵马 这是上皇与太后 现在最忧心的事 且一旦封城开始 许多事情就不好办了 梁恒听了之后 却是自负的一笑 心想 以他与曹吉祥 在经营中的根基 临时聚兵五六万人 却不是问题 李轩以为将他调至辽东 他在京城就无能为力了 这场宫变之后 他会让李轩知道 毁字这个字 是怎么写的 大约半个时针之后 在紫禁城前清宫 与洪商正面色冷肃地 从景泰地请殿里面走出来 洪商 陛下他怎么样了 那是杭贵妃 他一把抓住了 于洪商的手 略含慌张地问道 陛下 他不会有什么万一 在他的身后 还有景泰地的皇后 与十几位妃子 都忧心忡忡 神色忐忑地 往于洪商看了过去 母妃放心 于洪商镇定从容地 拍拍杭贵妃的手 父皇他只是 受了一点内伤而已 江沈仪正在为他调理 江沈仪说父皇之伤 并无大碍 最多一日就可苏醒过来 之后只需安心调养 一两个月内 就可复原如初 随后于洪商又眼神 恳切地看向了汪皇后 接下来这宫中 恐怕得又有老母后了 我担心有人乱嚼舌根 肆意传咬 滋生霍乱 她毕竟只是一个公主 虽然奉命坚果 可对于宫中并没有多少名正言顺的侠制权 此时只能依靠这位皇后娘娘了 王皇后则为意汉手 嗯 公主放心 本宫已下令宫中所有宫殿楼宇 全数落索封禁 命十二间四思八局 严控不数 如果宫中真有这等胆大妄为 丧心病狂之辈 本宫不会让他们看到第二天的太阳 王皇后 看着于洪商的镇定从容 沉着自若的神态风采 眼中不由献出了几分赞叹与艳羡之意 她一直瞧不起杭贵妃 认为这位除了肚子争气 很会争宠之外 其余都是一无是处 却不得不承认 杭贵妃的两个孩子一个比一个出在 王皇后有两个女儿 却无一人能够集得上于洪商 于洪商当即兴盛一定 她朝着王皇后 深深一半这才走出了乾清宫 在乾清宫的宫门之外 秀一位都督同志左道行已经在等着她 此事的于洪商依旧步履从容 不过她的雨中却含着森冷之意 外朝的情况如何 人性惶惶 谣言分极 左道行的脸色同样凝重之质 甚至还有传言说 天子几日之后就要大行 有些蠢货居然还沉在信了 正在准备校服 城中的那些布店里面 什么麻布白布都被轰抢一空 他们担心过几天会涨价 所谓大行 那是在皇帝去世 直到嗜好妙好确立之前 对刚去世的皇帝的竞称 代指驾崩 于洪商就不解地问道 当时父皇的情况 许多众臣亲眼所见 怎么会到这地步 应当是有人在传摇 臣担心京城当中 或有变乱之余 左道行的神色冷利 陛下在于也先激战之刻 咒术同时发作 这绝非巧合 且一定是出自于陛下亲戚之人的手笔 否则从何处取得陛下本命惊血 这些人 害了陛下之后 定有后手 还有 陈查德今日京城中 有留言传播 说是 因承德与牛家宝两场大战 加上陆川乱起 朝中财力吃紧 所以京营的军饷要延后半年发放 于鸿商当即顿足 目光锐则如刀地看向左道行 竟有此事 此事可曾告知朱都督 臣已遣人转告朱都督 与于少父 请他们尽快出面 谈压辟谣 左道行 为以报权 事态紧急 还请殿下 两臣愚拒之举 此事你没有错 事迹从全 正该如此 于鸿商挥了挥袖 不过只是这些还远不够 你现在就去秀一位诏狱 去请湘王上路 还有 将南宫的上皇 请至文华殿 由我亲自看管 左道行 不由暗感欣慰 于鸿商的魄力 确实远胜其父 趁这就去办 他当即起身 匆匆往宫外方向行去 于鸿商则是转向了文华殿 他知道这个时候 自己就该坐镇于文华殿之内 稳定朝野人心 不过 于鸿商才走出了几步 就神色微愣 望着前方一位向他走来的宫女 于鸿商的眼神迟疑 罗燕 就在他语出之际 那宫女的身周 阴气焕焕 罗燕的身影 出现在了于鸿商的眼前 他身子轻盈地走了过来 于鸿商你可知 梁亨他入京 已经有半个时辰了 于鸿商的脸色顿时 微微发白 就在他想说些什么的时候 他听到了左道行的一声力吼 下一瞬已经走出太和门的左道行 竟浑身燃血地从门外暴退回来 于鸿商当即闪身过去 接住了左道行的身躯 发现这位秀医卫都督同之 竟已是身中数剑 气弱油丝 元神也遭遇重创 直接陷入晕迷状态 他神色微愣 再意念感应 却发现那太和门外 连一个身影都没有 罗燕也走了过来 查看这左道行的伤势 片刻之后 他神色惊疑不定 看这些剑伤 似乎是孙初云 于鸿商袖中的一双玉手 已经紧紧握住 浑身上下 都发出了气爆声响 他知道那些人之所以冒着奇险 在深宫之内 太和门前最左道行下毒手 正是未断他的耳目臂膀 本集结束了 订阅加关注 从此不迷路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玄幻仙侠剧 妖女哪里逃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开荒 水寒领先演播 第六百三十七集 回诗二 于鸿商惊怒沉思之际 罗英已经查看完 左道行的伤势 他语中又含着几分不解道 奇怪 看起来像是孙初云所为 内中却藏着一股奇怪的真缘 似乎与龙气有关 我以前从未见过 于鸿商也回过了神 如此说来 也有可能是混淆视听 他们不想让我们知道 朱首商左道行的真凶是谁 不过这都不重要了 他信手从袖中取出了几张 空白卷轴与朱纱 急速地书写起来 燕姐 你来得正好 拜托你帮我传几分赵令出去 我估计现在功臣之外 已经被封锁 普通人怕是出不去 幸福也已被天位拦截 其实左都督之前 已经请人去联络了 可我担心他们现在 是否还活着 此事就只能依靠燕姐了 燕姐 罗烟就不仅唇角微抽 心想于红商用着 他的时候 态度倒是蛮不错的 有几分李轩的无耻风采 以前这女人 可是与薛云柔 一起挤得过她好几次 口舌是风锐至极的 不过罗烟也知道 现在可不是认着性子来的时候 是林洛于爵他们对吧 我会帮你 不过在这之前 你得再写一封诏书 李轩临走之前有过交代 他说京城中 如果有什么万一 我必须在第一时间 把江神医 与李轩的家人部署 都送入前进宫 与薛云娑微微一愣 然后毫不犹豫地 就拿出一封诏书 急速地书写起来 李轩的做法 显然是为避免 被敌人各个击破 而所采取的举措 如此一来 也可腾出更多的人手 这也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 前进宫 固然是整个京城防御体系中 最严密的所在 可这里也是这场风暴的中心 是毫无疑问的险地 还有 罗烟宁声道 李轩说 如果到状况最恶劣的时候 文化殿能守则守 不能守 则封死镇书 退治贤亲公 被一万岁山 眉山固守 只要你与天子 与太子太孙无恙 五龙九鼎混元大阵没有失线 我们就可稳居胜算 他说承得千湖索那边 你不用担心 最多在三月二十六日的虚时左右 他定能拳击那些铁骑 也就是说 只要我们能坚守一天 李轩的大军就可回元京城 无论什么赤魅王良 都再难为患 羽红商当即心神一暖 感觉背后有着坚实的依靠 就像是文华殿中 李轩抱着自己的时候 那如山一样的感觉 羽红商随即摇头 收起了杂念 罗燕说的是最恶劣的情况 他现在要做的 就是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他手中有这样的力量 等到所有的诏书全数写旧 盖上了监国印章 羽红商就将之全数交到楼燕手中 而此时 何连福龙 司礼剑 太监 乾隆等 众多内侍与大内高手 也都纷纷闻讯感知 羽红商眼神冷漠地 扫了诸人一眼 如等来得正好 本宫现在要往南宫一行 正需人手以撞升威 在场的众人中 顿时就有几人 神色微变 位于紫禁城东南角的南宫 此处的气氛 冷凝肃杀之至 上皇正统帝 就坐在南宫的重制殿内 冷眼望着前方 在他旁边 则是他的皇后前婿 在上皇正统帝的御前 还有数人 无不都是顶盔灌甲 面色冷硬 其中就包括了神情紧张 头一冷汗的孙继宗 包括了上皇正统帝的亲信 曾经陪同他北寿草原 在瓦剌刺客 近二载时光的秀一位 校尉援兵 还有一直躲藏于皇府家 祠堂的皇府玄机 孙初云则是被一根金色绳索 捆绑着 面无表情地 坐在一根梁柱下 此时的南宫 依然处于被封禁的状态 按说这几人 是不该出现在此地的 可他们却都能瞒过 外面的守卫 现身于正统帝的御前 真是孽缘 皇府玄机 看着被捆绑的孙初云 眼神痛惜 孙小姐为何就执迷不悟 愚钝至此呢 孙小姐 你就不想想 那李轩乃是景太帝的 公骨重臣 帝党死忠 你孙小姐 则是太后血脉 陛下的表妹 帝党的眼中钉 肉中刺啊 说句直白的话 你们两人天生 就是你死我活的死对头 孙小姐为何就这么糊涂啊 要为一个仇敌叛逆 忤逆至亲 再退一步说 即便孙小姐喜爱李轩 喜爱到骨子里 带到天子复位 给你一纸赐婚诏书 就能让你如愿啊 他眼中万分惋惜 惋惜的是 如果孙初云敢出手 景太帝现在就必死无疑 只要他愿意 潜入乾清宫 赐景太帝一进 或者帮助他们取得传国玉玺 夺得五龙九鼎 混元大阵的操控权 他们策划的这场功变 也就有了实诚实的胜算 三处云则是面色冷漠 他想自己现在对李轩 还能剩下多少爱慕之情 他对这份情感 早就没有了任何奢望 他只是不愿见百姓 因此遭难而已 勾结死地蒙物 献杀国之洞梁 这是令轻者恨 愁者快的事情 绝非明君所为 而一旦未来北面 蒙物再次入侵 大靖则失去了北方的干城 会有多少靖民死呢 孙初云宁愿这皇位 还在景太帝手中 如果那位皇帝容不下他们 那么他们孙氏就举足出海 远逼到重阳之外便是 没必要眷恋 他们在京城这所谓荣华富贵 更不能为一族之兴衰 将北方百姓都推入水火之中 孙初云的脸上却声色不咸 你说得对 我答应了 你们放开我 我去查于其遇 孙继宗却知道自己女儿的性情 他当即抱拳道 陛下万万不可 初云他性格惋劣 又不明事理 自以为是 一旦放他离开 他一定会去寻余红商告密 之前我们才在他面前说过成德一事 他转背就告诉了李轩 上皇正统帝则是失笑道 舅父 你无需担心 朕与太后早知初云的性情 且初云他这次也是立了大功的 如果不是他 我们怎能将那位冠军侯 与他的神机左右营引去成德 李轩此人不但多疑 且智慧过人 谋算深远 他如果继续待在京城 我们一点机会都没有 孙初云 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对李轩说的那些话 很可能是孙太后与上皇的算计当中了 上皇正统帝却此时忽然皱眉 看向了北面方向 他当即与生四人 好一个于红商啊 于其玉 真是生了一个好女儿呀 在场的几人也都是纷纷生出了感应 然后齐齐变了脸色 其中的前皇后更是花容色变 他们感应到于红商 正领着庶民天位 还有大批的秀依卫 与京营禁军正往这边走来 至于这位的来意 他们用脚和杆都能想到 那位长老公主 显然是欲将上皇正统帝 置于控制之下 甚至更进一步 直接奉上一杯毒酒 提前铲除正统帝 这个变乱或远 看来已经瞒不下去了 正统帝的神色却是淡定如常 传信给梁亨 让他们提前举事 京营必须尽快攻入紫禁城 逐朕脱困 他又冷冷地扫望了在场几人一眼 无须慌张 也没有必要避让 朕这边早有准备 于红商他以为只有这点人 就可拿下南宫 简直痴人说梦 就在他说话的时候 这重置殿外面的那些宫女内侍 竟都纷纷从南宫的各个角落里面 拿出了一个个包裹 而这些包裹里面 则是一具具法器级别的盔甲 与战刀弓箭 那些宫女内侍也都训练有素 很快就穿戴妥当 只守于四面宫墙之上 皇府玄机健壮 不由眼线惊讶之色 陛下守万了得呀 他知道景太帝对南宫 看管极严 尤其荆刀案之后 曾经几次搜捡过南宫 却一无所获 上皇正统帝 则会以冷笑 这些军械与死士 是由袁孝卫一手操办 昨日才被送入南宫 与其荆自以为能够封锁南宫 隔绝阵与外面的联系 却不知这内外功成 我的人早就可出入自如 他最大的失策 是没有夺去阵的地位 以上皇之位 尊奉于阵 给了朕翻转乾坤的机会 也就在这个时候 那南宫的正门忽然阵响 这是外面的于洪商 令新任的南宫镇守太监 打开宫门 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 那宫门内部竟被锁死 一众内势都推之不开 于洪商谋色微宁 然后朝着宫中报了报全 黄伯父 今日京城之内有奸邪作乱 侄女想要请您至文华殿 做客三五日 还请速速开门 他等了足足十个呼吸 发现宫内没有任何动静 反倒是感应到里面一股敌意杀击 还有数百名一甲俱全 气息森冷的假事 于洪商不由 错愕不移 心想这些人到底是哪冒出来的 在李轩离开后的这些天 太后的仁寿宫 与上皇的南宫 都是由他亲自盯手 用的也是他幕府当中 可以信用的人手 于洪商心中疑惑的同时 却毫不犹豫地 抛出了自己的四族流经 乾坤新书顶 向宫门方向轰杂过去 空门 看有阻拦者 杀无赦 赫连扶龙与乾隆等人当集领域 纷纷顿空而起 飞上了宫墙之上 他们欺着南宫之内 没有防护法阵 可以直接跃墙而入 而此时 于洪商的身侧 四名暗龙卫也同时拔刀 他们似于紧随其后攻入南宫 可就在这几人 从于洪商身边经过的时候 却都将一道道凄厉的刀光 斩向了于洪商 于洪商的脸色 一时间难看之至 本宫就知道是你们 能够在深宫中暗算左道行的 除了孙初云之外 还有这些暗龙卫 他当即将藏于袖中的监国大印 凌空一按 直接从这四名暗龙卫身上 强行抽出了大量龙器 令这四人的气势大衰 之后于洪商又在身后 显化出一对蓝红二色的羽翼 西河镜与神蝉镜则悬于其上 三者契机勾连 在他身侧显化出一面阴阳于途 竟将那四把长刀 强行撑住了片刻 不过真正让于洪商化险为夷的 却是一杆巨大的黑伞 那黑伞从空坠落 伞原处坠落黑光 就宛如一片牢不可破的铁幕 将于洪商的整个人忽以其中 那四把长刀虽然全力斩击 可一时间却无法将之撼动很好 此时南宫重置殿内 上皇正统帝正惋惜遗憾不已 他让这些暗龙卫模仿孙处云出手 原本是想战着棋子 留在攻打前清宫的时候发毒 可结果因于洪商的逼迫 不得不使他们提前暴露身份 且承受了战力大减的代价 不过若能就此 将于洪商一举诛杀 还是很划算的 可随后正统帝就神色一宁 看向了出现于洪商上空的 一位身披喝场的道人 皇甫玄机则是几乎从牙缝里面 吐出了一句 龙门道 含原子 他们真是想死 大半年前的白莲之乱 李轩驻龙门道救下了赵熙雪 之后两家就再无联络 他没想到这位龙门道之手 会暗中护卫于于洪商的身边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玄幻仙侠剧 妖女哪里逃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开荒 水寒 领先演播 第六百三十八集 上 回师 三 于洪商在南宫外遇袭之际 进入南宫的司礼舰掌印太监乾隆 也遭遇了生死危机 这位跃入宫内的时候 就遭遇了一位轻衣蒙面的天位正面阻击 又被数十发进入传射 可真正的致命杀伤 却是来自于乾隆的背后 那是司射舰首领太监曹吉祥 在他无暇分心之际 猛地从侧后一剑 捅入到司礼舰掌印太监乾隆的腰侧 乾隆先是不敢置信 随后就为之暴怒 曹吉祥 你这网恩负义的狗贼 这曹吉祥原本是王振一当 土木宝之变之后 正是靠着他与乾隆的一段香火情 得到他的庇护 才能从王振暗中脱身 事后此人还依靠他取得天子信任 成为京营监军 司射舰首领太监 不久之前冠军侯李轩攻坚内关坚的时候 曹吉祥也射入其中 如果不是乾隆出手拉了此人一把 曹吉祥早就在撕射舰待不下去了 可今日这个狗贼去忘恩负义 以怨报德 给了他致命的意见 司里见秉笛太监乾隆 不由振振兴计 倒不是为自己的性命担忧 而是觉得有愧于君王 担心今日这场功变的后续 如果因自己的识人不明 导致天子与太孙有什么万一 可乾隆醉莫大言 乾隆本能的就直接回身一爪 凝聚出一只擎天巨手 往曹吉祥方向抓了过去 可曹吉祥的身形 却如同鬼魅的退入到远处的人群之内 无垢宝典 乾隆的瞳孔微微收缩 心想果然如此 乾隆主修的弓体 是与无垢宝典同为大内三大宝典之一的 大化天元宫 以160年的童子真元 内敛刚元 不但是修成了天元霸体 还有化霄天下间一应真元之能 乾隆的五道真意就是化霄 而曹吉祥的那一剑虽然是出其不意 可一个普通的伪天位 可没法在这种情况之下 破开他的精神霸体 唯独只有无垢宝典带来的急速 才能让乾隆无暇反应 也只有无垢宝典的破甲能力 才能够无视乾隆身上的防御法器 与霸体精神 可接下来 乾隆就无暇理会曹吉祥 只因对面不断穿刺过来的阵矛 让他只能全神硬的 乾隆眼前的轻衣蒙面 让他联想到了魔师班如意 虽然此人的特征与班如意却不相同 可他的一身雷法 却与班如意一脉相承 是同一种功体 班如意是兵雷同修 而他眼前这位却是风雷同体 而就战里而论 此人却远远是凌驾于班如意之上 那两杆战矛 拥有着令人心惊胆战的杀伤力 乾隆颇为自得的天原霸体 在此人风雷战矛的轰击下 简直薄如翠铁 尤其他受伤之后 情况更加的不堪 短短束矛 就已被那轻衣蒙面人 逼至绝境 你是谁 乾隆极力叙事抵御的同时 双眼圆睁 怒视着对方 摩尸般如意 是你什么人 本人欲长生 那轻衣蒙面人 眼中献出一抹审笑 你也可以称我为摩尸 他手中的一杆缠矛 已经像是毒蛇一样 向乾隆的咽喉轰击过去 乾隆眼中已献出绝望之色 可就在这时候 他听见一个苍老的声音 这一瞬 无数的清零之气 汇入到乾隆的体内 使得他的伤势 顷刻间恢复如初 与此同时 无数的藤木从地面拔起 往摩尸玉长生的方向 纠缠轰击 这术法虽然不足以威胁玉长生 却为乾隆争取到了 一个呼吸的时间 这个呼吸就决定着乾隆的生死 木道人 乾隆的眼中献出亚瑟 木道人是北直立成名已久的天位 昔日还曾担任过神气盟的天位供奉 一年多前 因神气盟与李轩之争 此人也涉入其中 这个人是何时被天子笼络到麾下的 不对 不是天子 应当是常乐长公主 于红商 这是于红商笼络到自家幕府的天位 于红商没怎么关注乾隆那边的情况 他以自己的监国大印 将四名暗龙卫的龙器镇压之后 就将之交给了龙门道长教韩元子处理 韩元子自然没法移敌似 正常情况下 他甚至没法单独应对其中之一 可暗龙卫 一身实力皆因龙器而起 一旦龙器被镇压抽取 他们的实力就被削减去了八九城 于红商本人则是安部当车 四块十慢地走入到了破碎的南宫宫门 与重置殿内端坐的上皇正统帝 遥空对视 正统帝看他体外龙器 化作九龙之形盘旋环绕 飞扬跋扈 张牙舞爪 一身气势 则如凤柱龙翔 遮天盖日 威灵凡尘 不由暗暗激赞 他想此刻于红商的战礼 应该不迅速于景太帝出登地位之时 只是于红商的监国身份 驾驭的龙器相对较少 你红商 正统帝的墓中献出了锐子 你这是想要试杀你的黄伯父 行此违逆人伦之事吗 是又如何 一红商则是神色默然 父皇他待你不薄 当初没有赐你以杯毒酒 已是仁德 实载以来 父皇对你依然是礼尽有加 一应供奉从未短缺 可你既然不知足 本宫便待父皇 除了你这祸患 他说话的时候 抬手一指 那四族流经乾坤新书顶 就往正统帝的方向轰压过去 正统帝心想此女的性情 与他父亲果然完全不同 心肠狠毒 灵力过绝 幸在他的十三年闭关 卧心长胆 绝非一事无成 随着正统帝一抬手 目然间无数的龙器 汇聚而来 在他上方凝聚出一条五爪金龙 那金龙的五只龙爪赫然都是各自带着一个奇异的金环 随着他抬手一拍 就将那四族流经乾坤新书顶撑在半空 在四族流经乾坤新书顶的重压之下 这五爪金龙献出了吃力之色 正统帝的玉座也不断的下沉 周围地面全都开裂 可那四族流经乾坤新书顶 始终都在正统帝头顶一丈处 无法落下 你们想不到吧 郑董帝的瞳孔忧火燃烧 朕如今一身登天位 你这孽障 杀不了朕 他的右手处又献出了一枚玉玺 这让郑董帝的一身龙气更加的炽热磅礴 于鸿商遥空一望 发现那正是大晋皇室传承的玉玺 皇帝奉天之宝 此物被太祖清定用于大晋的征战 交际 摘教 祭祀山川鬼神石使用 据说是唐宋传下来的 是所有玉玺中最大的一枚 甚至可在一定程度上操控九顶五龙混元大阵 土木宝之战 郑统帝携这枚玉玺玺前往草原 之后就不知所踪 郑统帝一直坚称此物 落入了瓦剌大汗之手 于鸿商的目光却冷冽如常 而此时 随着他背后的一对红蓝羽 一微微扇动 在于鸿商的后方高空 则献出了两尊法相 一尊汉拔 一尊明帝 煞时间无穷无尽的浩瀾压 横压全场 本集结束了 订阅加关注 从此不迷路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玄幻仙侠剧 妖女哪里逃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盈小说 作者开荒 水寒领先演播 第六百三十八集 下回尸三 双级神远 上皇郑统帝震撼不已 然后他就看见于鸿商 简简单单的轰出一拳 竟然轰碎了他的五爪金龙 那悬于空中的四足流金 乾坤星书顶 也在这一刻顺势轰露 压向了脸色煞白的上皇郑统帝 可此时的于鸿商 却一声惊疑 他发现一本金色书册 横空飞至 凌空一撞 就将四足流金 乾坤星书底轰飞开来 这本书册 于鸿商曾经见过 李轩依旧死死地 卡在手中的金雀天章副本 就是这个模样 于鸿商又抬起了 冰红二色的双眼 看向了金雀天章副本的来处 然后就见一位面带着 玄武面具的女子 立在百丈外的高空 他也认得这个女人 玄武公主 炼灵仙 此女曾经拜访过他 有意通过朝廷施压 拿回李轩手中的 金雀天章副本 与此同时 于鸿商也听到了 承天门外的方向 忽然传来大量的 兵戈激状 与鼓噪声 那承门上空 还燃起了滔天大火 于鸿商遥空望去 发现那承天门 已然是轰然敞开 大量的经营禁军 汹涌入内 而当心一骑 正是本该去辽东镇守的 大将军梁亨 于鸿商就毫不犹豫 直接退后到大门处 所有人等听令 即刻退回紫禁城 本宫金字断后 他的眸光已是暗沉如水 于鸿商没有料到 这次的情况 是如此险恶 与此同时 在紫禁城外的大石雍芳 神色匆踪的 少府于杰木人停下脚步 他发现 在对面的街尾处 站着一个 一身红裙 脸带面具的女子 这位副手站在那里 就好像一座 阻断江河 冲涩天地的 魁拔巨山 让人高山扬指 少府于杰 竟从此女身上 感受到了一种 极度危险的气息 自从他凝练 集天之法以来 也就只有中流居士 曾让他有过 类似的感应 少府于杰 面色微沉 停住了脚步 你是何人 你可以叫我大四命 红裙女子 某情感地看着他 于少府 天命已注定了 上皇正统 复辟成功 再登即位 虽然时间提前了十几年 可这是大势所趋 为了这天道自然 你不该阻止 也不能阻止 少府于杰 眉头大皱 浑身上下气息澎湃 一声辉煌 好气 与大日辉映 红裙女子见状 却很是随意地 挥了挥袖 于杰 你确定要与我动手 你可要想清楚了 你我的极天之法交锋 可不是这九顶五龙 混元大阵 护持得住的 这大石雍方周围 几十万百姓 都将因你我而死 少府于杰的脸色 顺势难看到了极点 就在少府于杰 被大肆命拦截之客 前任左副都御史 现任太常四卿 林友真 也踏入到了天坛之内 天坛封闭 本该是内外隔绝 未奉天子诏书之人 不能进去 不过大半年之前 天坛被那位 中流居士师纪重创 至今都未能完全修复 太常四卿 林友真手中 有一份 上皇正统帝 以皇帝奉天之宝 输旧的诏书 这位上皇 毕竟只是让位 其帝君之位 畏畏罢处 依然被大静宗庙承认 也受到大静龙器的认可 所以当太常四卿 林友真 踏入天坛的时候 周围龙器 都没有任何反应 坐镇于天坛内部的胡营 则是艳羡亚色 林友真 你是如何进来的 他刚才已发现京城内的变故 正准备操纵此地的龙器 将那些叛逆击杀 可林友真的到来 却让他不得不把注意力 拉回到这位同僚的身上 奉陛下御旨 林友真 抬了他手中诏书 即刻起 由林某 接掌天地坛 陛下 你奉哪个陛下 礼部尚书胡营 神色冷冽 眼寒怒容 你说的是上皇 今日京城乱起 上皇他是欲造反覆辟吗 你林友真也参与其中 林友真 你这混账 陛下对你可不保 林友真则是一声黑然 似笑非笑 在下所为 不过是拨乱反正 让皇同朝纲 回归正宿而已 胡尚书 你昔日 也曾力保太后 上皇与太子 使得上皇与太后 免遭那涅帝毒手 如今上皇复辟 重登即位 胡尚书 正该鼎力相助才是 上皇对您的恩德 可是始终谨记在心 也一直钦佩您的人品 胡尚书 如能助上皇 逆转乾坤 他日 定有恭候之上 他自然知道 景太帝对他是很不错的 早年土木堡之变的时候 他是满朝大臣中 第一个建议朝廷南迁 逃离都城的 景太帝 却未因此就将他一棍打死 竟是贬斥地方 后来景太帝 见他治水有功 赞同废处太子 又将他给调回京城 出任左副都御史 原本林友贞的仕途 已经一片光明 可一年前 云与李轩的大理寺一案 却又将林友贞打入到谷底 太常四卿虽然也是小九卿 可与左副都御史相较 差距 却是不可以道理计 林友贞知道 自己在景太帝一朝的仕途已经断绝 未来如果皇太孙登基 他林友贞也是希望渺茫 胡莹却是须发怒张 怒不可遏 胡莹如今只后悔 昔日未能见您天子 除了你们这些火国殃民之辈 他抬手一指 无数的龙器汇聚在一起 朝着林友贞轰击而去 林友贞却毫不慌张 他将圣旨张开 悬绕在周身左右 随后又从袖中取出衣物 执在了手中 胡莹操控的那些龙器 环绕于林友贞身侧 纷纷化为惊龙之行 试图试摇 最终却未能撼动林友贞分好 胡莹剑状不禁微微一愣 太宗镇元归 此物真的在你手中 这是太宗昔日 还是燕王式的随身仙器 太宗每次上朝 都会手持此规 后来太宗禁难成功 这镇元归沾染龙器 更加不凡 后来此器就被供奉于 大静太庙作为镇国重宝 胡莹注意到太宗镇元归上 赫然是涂着鲜血 也不知道这是哪位 直戏皇义的本命精血 使得林友贞能够短暂驾驭此期 可更让胡莹脸色难看的是 林友贞随后又从袖中取出了 静太宗的牌位 抱在了胸前 这都是相往于瞻善之次 他担任了数十年大宗政 要从太庙中取得这些东西 情而易举 林友贞悠然自责地笑着回应 胡尚书乃是当朝天位 又奉赵坐镇天坛 林某如果没有充足把握 岂敢贸然进来 林友贞不介意多说些话 拖延时间 只因他深知自己 其实无力战胜胡莹 他的任务只是拖住胡莹 使此人无力干涉这场宫变 林友贞将静太宗的牌位抱在这里 就是为领胡莹 投鼠忌器不敢妄动 他手中的诏书与太宗镇原规 则足以干涉天坛龙器 使得天坛无法发挥作用 二代的上皇那边大局底定 只需一纸诏书 就可让胡莹束手就擒 胡莹则是面色冷清 你们还勾结了湘王于斩膳 不能说是勾结 林友贞摇着头说 湘王他幡然醒悟 因为保全子嗣与风绝 愿助陛下正本清源 重夺地位 所以他不但帮我们取得这枚太宗镇原规 还允诺 助梁亨打开五门 曹吉祥与梁亨拿五门没有办法 可相望于瞻善在京城京营中数十载 在五军营中藏有许多暗次 胡莹当即挑目往紫禁城的方向看去 他发现了五门赫然以宫门敞开 在梁亨的率领下无数的经营将士正如潮水般涌入境 紫禁城内梁亨势如破竹的公路五门 又横扫了于洪商坚国的文华殿 可惜于洪商早已撤离退至乾清宫 这里连一个工人都没有留下 梁亨却还是难以兴奋之情 在他看来只能退守乾清宫的于洪商与景泰帝已经长久不了 只需没有外力干涉 他们最终拿下乾清宫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甚至暂时攻不下也无所谓 只需他们封锁住乾清宫 上皇正统帝自可号令朝臣重登地位 梁亨随后不如流星 走入到了五门之前迎奉上皇正统帝 张统帝帝他果然是幸重清静有加 不但亲手将他从地面扶起 还亲自将一枚美酒奉旨梁亨的深浅与之对应 今日朕能重见天日 重登地位 全仰仗良情之力 朕与此立誓 只需朕能恢复地位 朕与子孙 比世宝爱卿一家永世公侯历代河山 子子孙孙安抚尊荣 是清是禄 此时孙太后也已脱身 她之前被玄臣子看守在仁寿宫动弹不能 可当梁亨攻入到紫禁城 与红商也就无力在管束的 孙太后也汉手赞赏 亏得是梁卿能攻中体国 否则我与皇帝必遭于其余的毒手 陛下你却该重赏 不能博待忠臣 梁亨的脸潮红一片 激动得难以自已 患在以前 她早就忘乎所以 可现在经历过李轩的几次敲打 梁亨的性情已经收敛了不少 陛下与太后何处此言 这都是梁某分内之事 郑董帝微微汉手更加满意了 他随后看向深宫 梁大将军以为 我们何时能够拿下乾清宫啊 此时不易 梁亨毫无犹疑地抱拳道 不过陛下 若能够许我十名天位 五万大军 那么最多三日之内 梁某就可将乾清宫拿下 郑统帝微以宁思 心想加上宫中总数六名的暗龙位 十名天位 他们还是能够拿得出来的 除此之外 还有精确天宫之助 郑统帝正唇角微扬 准备答应 就见他的心腹秀一位校尉援兵 匆匆走了过来 他的脸色苍白如纸 在几人的身边小声说道 陛下太后 承得那边传选 说是冠军后立选 在承得江湖所 也十万军 全见顾了太后 树立平下下七十万恶灵杀势 而左右神机英勤无存 死伤 不足千人 这一刻 在场的正统帝 孙太后 大将军梁亨 都面色大变 无法置信 本集结束了 订阅加关注 从此不迷路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玄幻仙侠剧 妖女哪里逃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开荒 水寒领先演播 第六百三十九集 圣回师 死 这不可能 大将军梁亨 愣了片刻之后 就一声愣亨 哼 七十万的煞尸恶灵 都是死的吗 就任李宣他们徒子 尚王居然还在千人之内 哪怕固执神家也不可能做到 是元小卫 你的部下传错消息了吧 上皇郑董弟也难以置信 他摇着头不解地说 这消息的确荒唐 据我所知 顾辽太后 树绿萍可是曾在阿宝几晚年 代替他征战过沙场的 是深吸兵法的金国骁雄 树绿萍挥下的二十七万 皮是铁骑 耿非同小可 他们的战力 绝不会逊于 蒙物人的窃薛军 李宣手下那区区十万兵马 如何能是树绿萍的对手 郑董弟也怀疑 元兵的部下是传错消息了 二者反过来还差不多 在他们原本的预判中 李宣与十万军出击成德 无疑是自导死路 秀一位校尉援兵 则是一声苦笑 再次攻身 陛下 大将军 属下认为这个消息 应该是真的 当时李轩命人封锁战场 福建 信哥 灵秦之类都不能出入 我部下舍了性命 才将此战结果传了回来 属下为确证此事 曾尝试联系蒙物人 与那位前缘天师张冠兰 但至今 并无灰心 大将军梁亨与上皇 郑董弟不由互视了一眼 面上献出害意之色 他们可以不相信 援兵那些部署 可张冠兰没有回应这一事 却说明情况严重 孙太后则清冷着脸问道 是否有详细的战况呢 他究竟是怎么赢的 他又是用什么样的阴谋诡计 原兵 微摇头 臣不知 我那部署只能传出极短的消息 他除了说明战况之外 就只有 寥寥二十余字 此时他深深一个呼吸 与身铿锵如铁 他说 李轩神机左右影 与拳火枪战法 有万军弼翼之位 万不可立敌 万军弼翼 大将军梁亨 一声吃笑万分不屑 无知之见 梁某平生 还没见过能万军弼翼的兵吗 不过 他的眼中却献出了几分忧色 如果李轩真的在 承择千户所后的大胜 那么京城的局面 就很可虑了 冀州镇 本就有雄兵二十余万 如今还有从山东与河北 调集的十万克兵 这些兵马 都分住于古北口 与喜丰口等地 其中距离京城最近的 都不到三百里 一旦北面 树律平的威胁消失 这个庞大的重兵集团 随时都可进入京师评判 正统帝也意识到了情况的严重性 如果李轩那逆贼挥师袭进 需要多少时间抵达京城 陈估计制度两日 他们的前锋便可抵达京城 援兵也是支兵之人 他当即抱拳 若是全员骑行 以骑行军的方式 可能用时十二个时辰不到 据臣所知 冠军侯手中战马与地形龙数量 不下十二万 郑统帝不由促起了眉头 也就是说 我们必须在一日之内 拿下前清功 梁将军 臣一定全力以赴 大将军梁亨 没等正统帝说完 就报了报全说 只需陛下给我足够的人手 臣定能在一日之内 攻陷前清功 不过一方万一 也请陛下 封锁冀州镇方面的消息 领请陛下 召集京城附近的卫所军 如果李轩 胆敢起兵谋逆 那么臣只需要二十万兵马 就可为陛下 破此逆贼 郑统帝当即精神附阵 恢复了不少信心 他对梁亨的用兵之能 还是很信任无疑的 此人昔日可是以弱势兵力 正面硬汉国瓦剌野先的 而此时京城中的京营禁军 虽然有一大半都出征在外 可还有十团营的八万精锐 与五军营的十万人兵马 除此之外 京城周围还有大量的卫所军 得益于少妇于杰的整军 这些地方为所都是训练有素 加剧精良 所以别说是二十万 他们在这两日当中 召集到三到四十万人 都不成问题 此时孙太后却忽然开口 李轩既然能在成德千户所 击破树里平 原兵的部署又不惜姓名 传信提醒 那么这神机左右营 不可不虑 我们能不能从他们的家人下手 直接瓦解齐军 梁亨不由暗暗赞叹 心想真不愧是太后 须知 金营中的所有禁军 要么是从卫所中寻拔精润 要么是从金师附近 与北支里一带招募 从神机左右营 将士的家人下手 这手段恶毒而有效 这正想说此成为良策 就见对一位的秀一位 校尉援兵皱着眉头 太后娘娘 此策恐怕行不通 几个月前 朝廷发卖那些 岩上资产的时候 李轩曾经向天子请旨 从和剑一带 拨出五千请良田 用于置换神机营将士家中的土地 由于和剑府距离京师 只有几百里距离 还有运河相连水系发达 朝廷拿出的 也是上等的水交地 又有一些银钱补贴 房屋也是超木来的青砖房 所以神机营将士家属 无不屈之若鹜 许多人都是和家牵制了和剑府 梁恒听到这里 就不解地问 袁校尉 你到底想说什么 修一位校尉援兵面色清朗 就在半个月前 曹运总兵李承基 以肃清盗贼于白连教为友 调集三万曹兵 入驻和剑府 众人顿时就心中有数了 曹运总兵李承基 正是李轩之父 本集结束了 订阅加关注 从此不迷路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 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玄幻仙侠剧 妖女哪里逃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开荒 水寒领先演播 梁鸿不由暗暗 心境于李轩的谋算深远 他随后就摇了摇头 心想任李轩老谋深算又如何 只需景太帝与皇太孙一死 陛下就能彻底掌握大义名分 那时李轩即便有通天之能 也只有败王意图 此人如敢提军入京 他会在战场上让李轩知道 什么是兵法战阵 昔日立敌瓦剌也先的 镇朔大将军梁亨 又是什么样的橙色 不过在这之前 他们还有一件更紧要的事要做 大约两个时间之后 上皇郑董帝来到了太和门义政殿 此处已经云集了上千朝臣 大多都是面色苍白如纸 甚至是双骨战战 梁亨起兵之际 这些朝臣都还在六部衙门处理公务 一些侍郎上述 当时都接到了于鸿商的照令 让他们尽快入宫 致文华殿一世 可梁亨用兵驶入雷霆 起兵之客 就直接以千骑兵马 堵住了承天门 隔绝攻城内外 而六部与五军都的府衙门 就在承天门前 这些文武官员应变不及 绝大多数都被堵在了关牙之内 然后在京营竞军的刀兵威胁下 来到了太和门 其中还包括了资府高谷 互不尚书萧辞的人 当上皇郑统帝踏入殿中 殿中几乎所有人都纷纷惊以不定地 向他注目 郑统帝则不如流星 走到了玉座之前端坐了下来 坐着这样熟悉的座椅 望着这满唐朝臣 郑统帝兴那一时感慨万千 既有疏心快意 又雄心壮志 美中不足的是他身前的玉玺 只有皇帝奉天之宝 其余玺应 都被于洪商带去了乾清宫 乾清宫的景太帝 于洪商与那个皇太孙也没能除去 这三人还再世一天 就是他的眼中钉 肉中刺 此外就是他眼前的朝臣 首府陈巡与刑部尚书于世月 这些帝党中间都不在 内阁五人缺了三位 六部尚书少了四人 让这次的朝会成色略有不足 不过正统帝也不觉意外 似陈巡与于世月这等修为高超 有着天位战力的大儒 他们如果是真想走 经营禁军是留不住的 当时梁亨正在攻打宫门 也无暇顾及这几人 就在上皇正统帝兴许激荡之际 为了与五臣之首的梁亨 木然出力败倒 上皇陛下 今日天子被瓦剌贼子重创 已驾崩于乾清宫内 此称为国之大商 让臣等痛心疾首 义愤填膺 梁亨的眼中尽挤出了几滴眼泪 可所谓 国一日不可无君 家一日不可无主 眼下当务之急 是我大进地位空虚 一国无主 则国将不国 百姓丧乱 臣恭请陛下为天下 为藏生 于今日重登大宝 与集天下 在他的身后 为数众多的五臣 也纷纷跪服于帝 臣等恭请陛下 帝帝皇帝为皇帝位 那些文臣班列中 有一些人跪倒在地 随着众人商呼 可绝大多数人 包括赐府高谷 户部尚书 萧辞在内 都是面线迟疑之色 众臣更发出了 翁然震响 为梁亨宇中 景太帝 已驾崩于乾清宫内 一句而震撼不已 其中一部分文臣 则是隐含怒意 他们不相信梁亨的言辞 更为正统帝的 复辟之举 愤慨不已 梁亨此时 豁然起身 手按妖刀 邓氏中人 陛下乃 宣宗敌子 仁宗敌孙 十三年前 就曾御集大剑 而此位 兄中敌集 如今天子驾崩 死后无死 自该由陛下 继承大宝 你们这些文臣 不是讲究礼法吗 梁某说的道理 难道不对 此时群臣当中 当即有一位 礼部几世忠 站了出来 梁大将军 说的道理是对的 可陛下之前 就曾立过皇太 可他与生未落 前方就一道刀光斩来 直接削断了他的人头 血洒树杖 梁衡手指长刀 一声凝笑 哼 所谓国来掌军 一个出生不到几个月的幼儿 如何能继承大宝 你们谁还敢出自 祸国乱政之言 梁某一并斩了 他目光赤红地盯着群臣 森冷的刀意 锁住了每一个朝臣的搏梗 陛下他继位名正言顺 呵护礼法 你们不愿拥立陛下 只想谋逆不整 此时的上皇正统帝 也为梁亨的凶残跋扈 暗暗心惊 可正当 正统帝望见那群臣 进入寒蝉 战立京剧的神色 去暗绝快意 那朝臣在一阵沉寂之后 又有一些人已跪了下来 其中也包括了赐福高谷 户部尚书 萧辞 臣等 公请地下 及皇帝位 可义政殿内却依旧有三百多位文臣 还有一百七十多位武臣立于原地 定定不动 他们的数量赫然占据朝堂半数 此时竟又有一位礼部几师中站了出来 梁亨同孔怒争 直接一刀 就将此人的人头剁了下去 他试图以森冷杀意 威慑群臣 可随后又一位御使出列 臣监察御使张能 请问上皇陛下 现今监国大人何在 皇太孙何在 梁亨依旧没等他说完 直接拔刀将张能斩杀 可接下来让他惊计的是 那些文臣都一个个站了出来 他们列于堂中朝着梁亨怒目瞪视 不知死活之辈 梁亨饱怀杀计地看了他们一眼 可终究还是没敢再斩下去 他挥了挥袖 把这群逆臣都给我拖下去 关入赵狱待神 等到这殿内所有站里的人都被拖走 他就再次朝郑统帝 叩拜 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随着众臣 随梁亨山乎 上皇正统帝的脸上不由献出了一抹朝红 重登地位的兴奋 暂时压住了那五百群臣 给予他的不安 不过接下来他第一时间做的 就是将那四面八方汇聚过来的龙器 往护卫于他所有的六名暗龙位 输送过去 这可以让他的六名暗龙位 恢复三四城的实力 在紫荆城的战力 可相当于中天位的境界 这是因他现在的地位 还未被天下人认可 也未被群臣普遍认可 大义名分不足 能够召集的龙器也就相当有限 不过用于攻打前行攻 应该是足够了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玄幻仙侠剧 妖女哪里逃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开荒水寒领先演播 第六百四十集 回诗五 朝会之后 上皇正统帝就陷入到久违的忙碌当中 他需要将自身再登大宝仪式 尽快传告天下 还可以帮助他掌控地方 也有益于形成既定事实 还需要为首府陈巡 少府于杰 冠军侯李轩等人罗知罪名 将之打为叛逆 尤其李轩 他的镇纪大将军 一直对于郑董帝威胁莫大 除此之外 郑董帝还得寻求北方将门勋贵的支持 还可以让他 从京师附近快速的调集兵马 用于应对冀州镇的攻击 不过此时 他最在意的首要之物 还是乾清宫 这桩饰主要是由梁亨负责 这位前任大将军在朝会结束以后 就以紧锣密鼓地筹备着 对乾清宫的攻击 大量的军队 开入到了乾清宫附近 他们还拆除了周围的防御与攻墙 这可以方便他们四面进攻 而此时在乾清宫内 气氛也是同样是肃杀无比 剑拔弩张 于洪商立在乾清宫的南面攻墙上 面色冷漠地看着前方正云集的大军 还有那为数众多的天位战力 尤其那六名暗龙卫 让于洪商心中发警 这些暗龙卫 在紫禁城内部区域的战力尤其强大 最强的时候可以匹敌大天位 而此刻这六人虽然未能完全恢复 可他们的战力已经非常可怕 如今攻城之内 能够与之抗衡的没几个 不过于洪商的面上却很镇静 一派半顶如常 这给了周围将士很大的信心 殿下 此时 京营都督同志 昌平侯诸国能 还有他的长子武军营的左夜军提督 朱东楼 一起来到了于洪商的身色 所有防务 朕已安排妥当 于洪商就回过身 往后方看了一眼 在他的视线中 整个乾清宫已经化作了一个 坚固的军宝城战 之前梁亨兵变的时候 成天门与武门 虽然都有内应反叛 让他们猝不及防 可还是有一批心存忠义的 禁军将士 及时退了出来 被于洪商接应到乾清宫 这些人大约是七千人左右 都是禁军中的精锐 此外 还有用于封锁南宫与仁寿宫的 四千将士 左道行辖下的 一千九百名秀一卫 以前内籍市场的翻译 由秀一千户卫白龙 代为统领 在梁亨即将封锁工程之际 昌平侯诸国能还能甘冒奇险 统帅五军营六千将士 从紫禁城北面的北安门杀入进来 这位的原意 是为护持景太帝余洪商等人 逃出京城 却被余洪商留了下来 准备固守乾清宫 四旅舰掌印太监乾隆 也在积极的组织宫里太监 这些人没法用于作战 却可作为辅兵 除此之外 他们凉末充足 军械齐备 还拥有着三十门佛朗机炮 与二十门红衣重炮 一百二十门虎吨炮 且弹药充足 这些军资都与李轩有关 李鸿商直到退守乾清宫的时候 猜知李轩为何特意让罗燕带话 让他依托梅山来固守 这家伙竟以训演神机营之名 从兵部与宫中内裤所要大样的军资 还有神机左右营换下的各种装具 火枪等等都囤积于此 那些火炮一部分是神机营换装前自有的装备 一部分则是内兵仗局打造出来 准备交付给梁广水师的 却被李轩请指扣了下来 以操练炮手装弹为由 调至梅山 这无疑是犯计之事 将那些红鱼重炮架在梅山之上 可以直接轰击此境成绝大多数区 哪怕李轩一直将这些火炮与弹药 都交给左道行掌管监督 也是不合规矩的 换成任何一位帝君 都要怀疑李轩谋反 也真亏了景太帝兴大 不但批准了李轩所请 也自始至终 都没将此事放在心上 他们现在甚至还有大量的术师 罗燕月千千与陆邪等人 将李轩与江云齐家人 护卫至宫城内的时候 也将薛云柔道观里的二十余位 正一道士给带了过来 正是这些第三门的术师 用术法的单薄的宫墙之后 临时修筑了一堵简易的城墙 宽约一帐 可以安置火墩炮 让他们的将士可以居高临下的打击 李轩商不通兵法 可此时一眼望去 却也能察觉到 朱国能的不防法度森严 不过他也洞察到朱国能脸上的忧色 怎么 朱将军 似乎信心不足 朱国能则神色胆然 朱担心的是逆贼的那些天位 还有将士们的事情也是个问题 朱甚至怀疑这其中 还有逆贼的哪应 他赞赔于冠军侯的谋略深远 在正常情况下 朱国能有信心凭这些军妾 在宫中减少两到三个月 问题是在天位方面 他们这边全面落于下风 朱国能是直到今日才知道 精确天宫 可他哪怕只是想象就可得知 一个在暗中操控了 中原几千年历史走向的组织 启同小可 所以朱国能还是倾向于突围 只要逃出北京 他们借助皇太孙的名义 依然是可召集大军评判 朱国能却不敢再提及此事 他知道于洪商之所以不愿逃离 是因景太理 天子的伤势必须借助这里的九顶五龙浑云大阵的镇压 幸在眉山还在他们的掌握中 只需占据了此处 他们就可进可退 一旦势友不邪 他们无论从哪个方向突围都很方便 本宫已令为千户挑选三百忠诚可靠之人督战 一旦发现内应 及时斩杀 至于士气 于洪商稍意宁思 就与生清冷道 哼 可以告知竹军 本宫半日前就收到冀州镇捷报 冠军侯已在承德千户所击退了皮式铁骑 冀州镇不日就可挥师京城 平定叛逆 诸国能文言不由一愣 他除了是宣府总兵调职金银都督同志 还是前军都督府左都督 负责整个京师的防务 如果真有这样的军情 是不可能绕过他的 随后诸国能就意识到 这是于洪商的信口开河 诸国能却非但不以为储 反倒是赞同的威仪汉首 这一捷报 却该告知竹将士 兵法有云 外无必救之源 则内无可守之城 所以没有援兵也得制造援兵 诸国能在大同镇守了几十年 深暗自导 不过冀州方面 如今辽太后七十万煞师要挟压境 冠军侯想在这个时候抽掉军马 挥师西径 可能性几乎等于无 也就在他们说话之际 工墙的南面 雷起战鼓 在梁亨的指挥之下 大量的经营将士 扛着各种临时感知的工程器械 一举压上 这位大将军的用兵 也是如同雷霆霹雳 此时就不做任何试探 一开始就全力以赴 试图一鼓而落 可在短短两刻时间之后 梁亨就不禁破口骂娘 不得不让所有部署都退了下来 那工墙之上 枪炮齐鸣 六千多杆鸟冲 两千多具硬弩 三千张长弓 上百门的火盾炮 火力惊人 让人瞠目结舌的是 在那梅山的高处 他们还布设有炮台 那些弗朗机炮 与红仪重炮居高零下的轰击 一炮就能制造大量的死伤 梁亨心想井太帝真是疯了 居然能容许李轩内斯将这样的重炮 搬至梅山 还有那九鼎五龙混元大阵 配合那单薄却坚固的青钢石弓墙 简直就如铁核桃般 劳不可破 这个时候 他已彻底放弃了依靠 金银攻下前清宫的打算 梁亨看向身侧的众多天位 如果能直接攻入前清宫 杀死井太帝与皇太孙 破坏到九鼎五龙混元大阵的阵术 那是最好不过 实在不行 可以先破坏掉梅山上面的炮台 他与生落实 周围的十几位天位就以身形闪动 直往前清宫铺击过去 正统帝调不给他的天位阵容 堪称强大 总书六名暗龙位 玄武公主炼灵仙 及其麾下天位修为的部署四人 魔师玉长生 曾经的黑榜帝斯 如今被聘为皇室供奉的 八臂魔神廖道真 已经被赐予一件 正国重器的伪天位曹吉祥 还有孙太后的师弟 与孙太后同租 魔门 太上道的果雍剑 金吾旺 之前 南宫之战就是此人挡住了赫连福龙 孙太后本人也坐镇于后 随时准备出手 加上梁亨与他的二弟梁元 就是总数高达十七名天位战略 这些人府一出手 就引发乌云狂卷 使得前清宫内盘卷的五条巨龙 发出了震天龙吼 无尽的龙器皇威 搅动天地伪力 横扫四方 幸运的是此时的景太帝昏迷不醒 而九顶五龙昏云大阵的九顶方位都没有了坐镇之人 这座大阵的神威止于不到五成 梁恒本人也随同这些天位之后来到乾清宫的上空 他惊讶地发现这座乾清宫内的天位力量 竟然能够勉励支撑 这里面不但有隶属于宫中与朝廷的天位高手贺连福龙 乾隆诸国能 穆道人与韩元子 还有冠军侯麾下 那个剑宿身法都快于绝伦的剑客玄臣子 那个法术奇奇怪怪的术修露血 于红商则在高空中 与执掌金雀天章副本的玄武公主 拼死搏杀 他凭着那吉阴吉阳之力 以及坚国龙器 展现出霸道绝伦 气概恢弘的武道 竟是玄武公主练灵仙 与他的一位弟子合力 才能勉励对抗 眉山炮台那边也不是很顺利 梁恒望见炮台上空 冲起了一道的恢弘好奇 梁恒直往那边扫了一眼 就知是首府陈巡 与诗岳为首的众多大者 这些人在宫变之后不知所踪 没想到却是跑到了深宫之内 与于红山河流 一群老皮肤 梁恒一声怒哼 又把目光锁住了钱金宫 他随后竟将环绕于此地的五条金龙 都置之不顾 直接一个闪身 来到了钱兴殿的前方 这一幕让正于高空激战的余红山 面色大变 本集结束了 订阅加关注 从此不迷路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玄幻仙侠剧 妖女哪里逃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开荒 水寒领先演播 第六百四十一集 上 回诗六 在望见梁恒突破九顶五龙混云大阵的防护 出现在钱兴殿前的时候 于红山的心脏几乎停止跳动 这座九顶五龙混云大阵 是于红山坚守钱兴宫的信心源泉 此阵不但可护持整座京城的百姓 不受天位之战的影响 其余力还可令钱兴弓的防御固若惊疼 它可以让于红山坚下所有将士的力量倍增 可以让外侧的弓墙牢不可破 甚至还在钱兴弓上空形成了一面无形屏障 用于防御箭矢炮弹 尤其那五条显化于此的金色龙器 每一条都有着近乎于中天位的伪力 他们在钱兴弓内横冲直撞 强入暗龙位都不能正迎其风 可此时 梁亨与梁云二人 却都被五条金色龙器无视 竟任由这两人突破着钱兴弓的殿前 当于红山遭遇那五条金龙 去攻击梁亨的时候 那些龙器的绝大部分 都只能从梁亨的身侧划过 剩余不到三成的龙器 根本无力撕动梁亨梁云 梁云 紧紧一瞬 于红山就已明知究竟 上皇正统帝竟将他的皇帝奉天之宝交由梁亨来携带 至于梁云 此人身上则可能携带有某件沾染过大镜龙器的器物 这些东西 绝大多数都供奉于太庙 由宗正寺负责看管保护 是湘王 于红山谋中献出了一抹怒意 他毫不犹豫地施展顿法 试图甩开对面的玄武公主烈灵仙 退往乾清殿 此时江云琪正坐在于乾清殿之内 这位兵雷神纪 虽是新成就的天位 可其战力应当不会逊色于梁亨 问题是江云琪正为他父皇失真 乾清殿里面还藏了太子于剑记 与太孙于幼龙 以及他父皇的一众后妃 一旦梁亨与梁云入内 后果不堪设想 只是于红山才刚打算脱身 那玄武公主烈灵仙 就神色冷漠的 景太之死 视为天命 太孙于幼龙 更不能存于世间 这二位都已成大道乱人 大将去梁亨诛此而人 正是儒家所谓的顺天应人 公主殿下你何必再挣扎 他探手一指 那精确天章副本就在半空展开 里面那些文字都闪耀着金色的光芒 于鸿商生化的金色动光 则被定在了半空 几乎无法动的 于鸿商一声怒哼 他周身的极阴极阳之力 竞数爆发 将这名为律令的极天之法 撕成粉碎 可这个时候 他也没有了分毫余力 去救援乾清殿 于鸿商的心绪一时沉冷如冰 他担心自己最不愿意见到的情况发生 只是当于鸿商放开神念去感应的时候 他的神色却是微微一愣 于鸿商发现梁亨与梁元兄弟 并未如他想象的那般 进入乾清殿 只因此时 在那殿门之外 还站着一男一女 男的是六道斯 扶摸校尉罗燕 女的则是月千千 二人阻塞于台阶之上 竟然令梁亨兄弟 未能越雷迟一步 梁亨的破灭武艺霸道无双 直灵 乾清殿前 罗燕却能以手中一双 红袖刀正面抗衡 与这遥空对峙 月千千的脸色则烧显苍白 有些畏惧忐忑地躲藏在 罗燕身后 包括他借助无相神魁 请降下来的日欲女神西河 却正神色冷漠地俯视梁云 无穷无尽地威压 将梁云牢牢地锁死 那赤红色光焰 则令周围的温度俱增 月千千曾经随同李轩观想过 模拟大日 无数次观摩过 李轩与罗燕的光法修行 故而 西河这尊女神 也是月千千最有把握的 而梁云 只与日欲女神西河 对峙了片刻 就首先忍耐不住 他承载了汉末年间 那位无双大将 吕凤谦的残留武艺 也被此人的意志影响 性格更显得暴躁跋扈 哪儿来的杂碎 梁云直接化作一道红光 以手中方天画脊 挥出百丈红光 直接无视罗燕与西河 直接向月千千轰击过去 去去装神弄鬼的将神术 也敢在我面前卖弄 他从吕凤仙那件残气中 获得的武艺是无敌 昔日这位绝代凶人 将这武艺推升到了极天之境 真正的无敌于世 梁云虽然只继承了 吕凤仙的一部分武艺残余 却非同小可 那霸道无双凶横无匹的气势 令月千千亥然变色 整个人都呆立在原地动弹不能 只是下一瞬 梁云整个人就被一团白光撞飞 到了百丈开外 那正是日欲女神西河 她的光盾之瓦 超越于梁云三倍以上 这位手持一杆神力凝聚的长枪 则是裹挟着燃灭一切的和容之力 她不用任何武道技法 只是以顿法与长枪来回的冲刺撞击 使得梁云应接不暇 梁云的无双霸体 能够抗击日欲女神西河的大日神枪而不伤 可在西河持续的长枪冲击下 就连稳定躯体都很困难 她就像是一只猝狙 不断地抛飞坠落 抛飞坠落 月千千原本是很紧张的 以至于手脚都为之麻木 可当她望见这一幕 不禁心中一书 月千千心有余悸地拍了拍高耸的胸部 同时心想这个看起来特别厉害的家伙 似乎也不过如此嘛 对面的梁云则是唇角微微抽搐 然后就把目光转向了罗燕 眼中现出亚色的同时 还蕴含着责人而逝的凶光与兴奋 你居然没跟去成德 真有意思 梁亨在李轩与罗燕的刀下吃亏不止一次 揽月楼之战的被迫下跪 更被梁亨视为平生第二大耻辱 所以对这个人 他也恨之入骨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月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玄幻仙侠剧 妖女哪里逃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开荒 水寒领先演播 第六百四十一集 下 回诗六 成德那边用不到我 李轩他一力就可抵定成德战局 罗燕微微一审 沐寒朝义地摇视着梁亨 怎么 你身为李轩不在 你就可以洗血前耻 是以牙还牙 以血还血 梁亨黑然冷笑 他将长刀暂时收起 从乾坤袋里面抽出了诸红大枪 梁某很难理解 你不过区区十一重楼的境界 到底是哪来的勇气 来拦截梁某 不过无所谓了 他将长枪一甩 整个人就如准备捕食的野兽一样 将躯体微微匍匐 眼中则是透着强烈的期待之一 放心 梁某胸襟过人 不会对你这样的美人下毒手 不过我的蓝月楼 如今正缺一红牌 我会废去你的修为 让人把你调教妥当 让你品尝 一双玉碧千人枕 半点珠唇万克长的滋味 罗燕的脸顿是铁精 然后就见梁亨人枪合一 仿佛独龙初学奔 轰击而至 其是朝明殿职 海啸山崩 罗燕顿时就压住了所有的杂念 同时他的眼瞳中 献出莲花字印记 他手中的红袖刀 则如影似幻 作目不定 更让人震撼的是 在罗燕的身后 也献出了一尊 高达二十丈的佛陀 他有着三千只佛手 每只佛手上面 都握着一把刀 引发了光影如轮 碎月如苏的异象 梁亨的枪势轰击过来 却仿佛是撞在一面 坚不可摧的墙壁上 罗燕没有与他正面抗击 可他斩出的所有刀光 无不都是梁亨枪势中的弱点 斩击着那些梁亨 无法用力的点 接下来一连时机都是如此 罗燕竟是毅力殿前 半步不退 大慈大悲三千手 梁亨继续冷笑 哼 战力倒是到了天位之境 可惜在梁某面前 你这样借助仙宝的天位 就如蝼蚁皮肤 此时梁亨的身后 不但献出了一头 躯体庞大的龙魔法相 他的浑身上下也是肌肉膨胀 肌肤之上也是浮现龙灵 前清宫之战 关系到这场宫变的成败 梁亨对罗燕也没有任何小事之心 他一开始就不惜一切 在凝聚龙魔法相的同时 也开启了化龙入魔的秘法 这是梁亨的最强状态 虽然会导致事后元气虚弱 甚至折损受援 却能让他的战力在万军之势的加持下 达到大天位的层次 此时梁亨的枪速不但是激增近倍 每一枪也都是狂暴如龙 隐藏着催灭山海 一平天地之力 他的枪力就以神威无仇 配合那破灭枪意 更是神鬼莫当 万军皮 罗燕警时期梁亨不到两枪 他身后的佛头法相 救了崩溃瓦解的赵斗 也让他不自禁地生出了避让之念 他最擅长最拿手的是身法顿速 而绝非刀法 可罗燕知道自己退步的 只因他背后就是月千千 就是前兴殿 罗燕只迟疑的千分之一个弹指 救了决断 这一刻罗燕只有一个念头 他想 李轩啊李轩 我前世究竟欠了你什么 你以后如若敢负我 我下难焉哪怕是化作恶鬼 也定于你没完 此时罗燕的眼中的研花印记 赫然变化成了金红色 那就像是打开了一个闸门 让无穷无尽的福利 涌入到了他的体内 这净使那佛头法相由须转时 罗燕的刀翼刀立 也骤然跋升 梁亨的瞳孔收缩 神色有些不能置信 却并非是因罗燕的气力大增 而是他从罗燕的刀中 感受到了一种强大的极天之法 不破 梁亨发现自己的枪 无论如何都无法突破 罗燕编织的刀光毙着 名为不破的极天之法 使得罗燕仅仅使用了 不到他一成的力量 就抵御住了他长枪的轰击 可这怎么可能 区区一个十一重楼的修士 他怎么可能掌握极天之法 接下来梁亨却一声怒哼 他的枪势不衰反胜 更加的暴力 更加的狂猛 枪速则持续激增 几乎达到了一瞬千击的境地 他想此人即便是身有极天又如何 极天之法的消耗莫大 他能撑到几十 一百击还是五十击 且哪怕真是不破之弊 他梁亨一定可以将之打穿通透 今天没人能够阻挡得了的 前金宫内此时几乎所有天位高人的注意力 都被他二人的激战所吸引 他们看着梁亨的诸红大枪 一直轰出千击 然后是两千三千五千八千一万 罗烟却站在台阶之上稳弱磐石 窥然不动 编织出的刀幕 尖不可摧 牢不可破 他面无表情 似乎能支撑到海枯石烂 世界终结 可此时上空中的余红商 则微微愣神 眼眶一阵发红 他发现罗烟的一头黑丝 正在渐渐转白 可下一瞬 余红商又望见了一道身影 悄无声息地往前兴殿飘了过去 余红商的瞳孔也再次收缩 他认出那正是孙太后 余红商正欲做出应对 却发现了天空中忽然坠下一道七彩光红 那正是薛云柔的九天十地闭魔神索 这神索也在半空 江寒韵的身影 就已经凌空坠落 直接阻挡在孙太后的面前 我们没来晚吧 他眼含挑衅与期待地看了眼前众人 然后唇角微扬 哼 看来这边也是大场面呢 比承德那边可强多了 薛云柔则紧随其后 落于乾清殿的上空 他目光冷冽地扫望着下方 诸位 冠军侯李轩 已于承德全间七十万妖魔师军 正引业回师 至多凌晨卯时 就可抵达京师 本集结束了 订阅加关注 从此不迷路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玄幻仙侠剧 妖女哪里逃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开荒 水寒领先演播 第六百四十二集 回师 七 薛云柔说话到声音不大 却以法力大肆传播宣扬 不但覆盖着整个乾清宫范围 甚至近十里之外的成天门 与六部衙门都清晰可闻 他出身世家 通晓群某 直到这个时候 他首先要做的 不是与对面的叛贼死战 而是稳固住乾清宫内部的军心 本顾住整个京城的人心 当薛云柔语出之客 远处正在苦战当中的诸国能 木道人与韩元子等人就不由神色微震 他们的眼中 陡然献出了几分惊芒 尤其木道人 他原本对自己加入余虹商幕府 卷入这场皇室纷争的选择 未尝没有回忆 不过 若冠军侯真的在承德全坚树立平七十万妖魔师军 那么这场功变的胜负就还在未定之天 薛云柔那轻柔冷冽的声音 则继续往整个京城范围巡扬 本人奉冠军侯李轩之命 于此禁告京城百官 与所有京营将士 今日有十八刻 冠军侯李轩已于承德千户所 全坚树立平麾下七十万妖魔 冀州镇全员三十七万大军 正奉冠军侯军令银业回师 至多凌晨卯时 就可抵临京师评判 他的语音未录 周围着无数的弩剑 无数致命的术法 向他轰击传射过去 远处的六名暗龙卫 都在同一时间腾出手 全力以赴地朝薛云柔 抛射短毛 薛云柔却毫不在意 他的正一抚摸剑攻防一体 此时正化作阴阳于途 在他的身周缓缓转动 抵挡着一切针对他的攻击 于红商也及时反应过来 他遥控驾驭着五条金龙 环绕护持于薛云柔的周身左右 这些金龙没法对梁亨发挥作用 却能抗击薛云柔 抵御众多天位的西山 薛云柔与生毫无中断 他轻柔的声音铿锵顿挫 贯冠侯念及儒等当中 多有被逆党煽动蛊惑 误入歧途者 所以愿意给你们这些负逆之人一个机会 在贯冠侯大军临至之前 一应从逆之人若能及时反正 贯冠侯可上奏朝廷 对你们从轻处罚 梁亨早就将薛云柔当作了最危险的心腹大欢 将之视为洪水猛兽 他发出了一声如雷震般的炸鹤 同样是震响云空 试图将薛云柔的话音震散 可薛云柔法术超绝 他的话音并不依靠着声浪传播 直接就可传至十二旅方圆内的所有人耳旁 梁亨虽然身如轰雷 仿佛怒施咆哮 却没法将薛云柔的语音压下 所以他退而求其次 哈哈大笑 你敢以谎言欺视乱我军心 李雪云十万出其成德 是自掏绝地 自取灭亡 还权贱 被权贱的是他自己吧 薛云柔却也含着冷漠 不屑于怜悯的目光看着他 你梁云区区幽默之才 焉敢侧夺当时神将之能 我早就料到了你会这么说 所以本人还携带了辽太后舒立平的喜印 二十七面皮是万户君旗为证 薛云柔直接将一枚玉玺 还有一大堆的东西 抛制到乾清殿前 这些都是李轩在战场上的缴获 还未经历过进化 顿使乾清殿内 运杀重销 这一刻在场的所有天位 不经神色各异 远在眉山炮台镇守的陈寻 就守抚长须一声开胆 看来是真的了 魔高一尺而道高一丈 兴神兴神啊 可见人间正道未衰呀 旁边的于世叶 双手微震 他面上却毫无表情地一声冷哼 如果真被这群烂情贼子称了事 这老天已经未免下了眼了 后面的全顶天宇薛白 则是遥控对视了一眼 都心想李轩可真没有吹嘘 事情他笃定可在成德一战而胜 就果然说到做到一战而胜了 高空中的于洪商则不有一阵失神 瞳孔悲章 李轩真的在成德 击败了树绿平的失君 而且是全奸 他之前与诸国能杜撰捷报 哄骗麾下将士的时候都不敢这么说 在于洪商的对面 玄武公主练灵仙藏在面具之后的翘脸 不禁一阵扭曲 那位大静的冠军侯 她居然赢了 这不可能 绝不可能 辽太后树绿平挥下的27万皮士铁骑 是何等的精锐 她怎么可能会说 还有 这位辽太后树绿平此人如今是生是死 在千秋笔书写的历史当中 树绿平此人至关重要 未来九百年后 此人将携龙器转世 再次成就太后之尊 独揽朝纲 梁亨则是心脏抽紧 他看到那些旗帜 就知道成德那边的战宝是真的 那个家伙 那个杂种 他真的以十万军马 全奸了树绿平 梁亨心想 此女真是废物 什么大辽太后 什么女中豪杰 以七倍之君灵敌 却反被李勋那个数字 全奸 简直废无能之志 他面无异色哈哈大笑道 这算什么证据 不过都是一些伪造之物 十万敌七十万一日而胜 怕是白起在世 为功成生都不敢这么吹 可他这些话明显是作用寥寥 梁亨敏锐的感觉到 前清宫内所有人的军心士气 都与之前大不相同 这直接反映在诸国能身上 这位临危受命 统领着警太残军的主帅 声势狂增 他驾驭着万军之势 已经没有之前的虚伏涣散 变得宁实厚重 斗志充沛 战洋洋 可此时的梁亨 却更担心他在前清宫外的众多 五金云部将 也担心那些被他们强行押服的众多 文臣武将 还有那些潜伏于京城四处的警太余孽 他的枪势依旧狂暴无比 如滔风虐雪 暴雨雷霆 持续不绝的 轰击着罗烟的不破刀壁 可梁亨的脑海之内 却是心念电转 在思索着扭转局面的方法 正在前清宫东院的私射舰首领太监曹吉祥 情况却与梁亨截然不同 他的面色以煞白如指 脑海之内几乎一片空白 只有无尽的经济惶恐 牢牢地抓紧了他的心脏 曹吉祥的对手是玄臣子 两人修的都是无够宝典 他们的身影如光似电 追风逐日 各自手中的长剑 则都仿佛心仪电车 超一绝尘 两人无论是身速剑速 都以远超常人的势力极限 即便是那些开了第三门的 五修来观战 也只能看到一片 红蓝二色的幻光 曹吉祥原本是占据了些许上风 可这个时候 他却难以自控地去想 既然李轩已在成德取胜 纪州镇的三十七万兵马即将入京 那么这场功变是否还能成功 如果李轩入京评判 自己该当如何是好 最后会是什么样的下场 这样的念头 反反复复地充塞于他的心头 让他的实诚心力 只有七成 勇于自己的见证 你居然敢分心 对面的玄臣子好奇地看着他 他的眼中 微含着戏血追 你在害怕 在恐惧 害怕李轩他如果回来 会将你千刀万剐 不对 以你做的那些事 千刀万剐都难尝醉 长乐公主一定会诛你的九族 将你曹吉祥制成魂灯 永生永世的折磨 曹吉祥心里的京剧之意更加浓厚 可面色却清晨如铁 荒唐 陛下重灯大宝 欲击大镜是天命所归 你们这些乱臣贼子 只会是堂壁挡车 可曹吉祥的语音未落 就发现了一件让他极其恐惧的事情 不知何时 他的身影已被逼到了 弓墙的东侧墙角 而在他对面 玄臣子的一双剑 则凝聚着幽冷灰光 那剑身之上 分明已积蓄了大量真元 玄臣子的灵力武艺 则直辞他的元神身处 这是什么时候 曹吉祥心绪震荡通体声寒 这种左右受限 难以施展顿法的情况 正是他极力避免的 可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他刚才固然心神失守 可以仅仅不到五个呼吸的时间 下一瞬 曹吉祥的眉心处 就出现一个细如手指的孔洞 然后整个躯体都轰然炸 玄臣子则在那血粉飞散之前 就以闪身飞力 到了十数帐外 他随意地挥了挥剑 使得剑上燃烧白焰 其实 因他剑速极快的缘故 这剑上滴血未沾 也没有沾染上曹吉祥的血肉与脑组织 可玄臣子依旧嫌曹吉祥此人肮脏 杀人之后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将这把剑给进化 他感觉曹吉祥那张丑陋的面孔 简直就是对无垢宝典 这本无上神典的玷污 这样的人就不该存在这世上 与此同时 远在大石雍方的少傅于杰 也听到了薛云柔那轻柔冷冽的语音 他沉冷的心神稍稍舒缓 浓眉子微微扬起 含着几分计较 看来正统复辟 并不像是大司命你说的那样大势所趋 对面的那红裙女子 却木然一个转身 如电光般的 往紫禁城的方向闪湿而去 可少傅于杰的镇压之法 却先一步的轰灵其上 此时 以攻守异位 现在已不是这位大司命 阻拦他前往攻城 而是他于杰 要全力阻止这位大司命 干涉乾清宫的战局 双方之间爆开惊人的气浪 几乎就将周围的 九鼎五龙混元大阵的力量破碎 波及平民 大司命强行撕碎了于杰的疾天之法 顿光迅猛 似如狂龙 继续往东北方向闪湿 不过就在这一刻 一个晴天大手 出现在了大司命的前方 魂中烈 大司命的身前一道寒光闪现 将那晴天神手 斩成了粉碎 可他的身影还是不可避免的 被堵在了于杰 及文中烈弓的两人之间 大司命的瞳孔微微收缩 遥空看着文中烈弓 你一介神明也敢摄入人世龙征 以为你生前乃是天位大儒 执掌疾天之法 金雀天宫就拿你无可奈何了是吗 文中烈弓才背负着手 冷冷地看着他 人世间的龙征 文某自当回避 可文某又一言响文大司命 金雀天杖的天条当中 有哪一条规矩 让你们金雀天宫干涉皇家心地啊 大司命不由陷入沉默 随后他冷笑着 在身侧照出一把通体青色的华丽剑起 就凭你二人还拦不住我 那么加上我呢 随着这个声音 天空中现出一条巨大的黑龙 正是敖书影 他在大司命东面百丈画出了人形 然后就嘲讽冷厉的目光 看着大司命 昔日我敖书影在颇阳湖 不过是吹了一场风 就被你们金雀天宫关押了三百年 如今你们金雀天宫勾结正统帝 意图推翻当朝帝皇 又该当何罪 本集结束了 订阅加关注 从此不迷路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玄幻仙侠剧 妖女哪里逃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开荒 水寒 领先演播 第六百四十三集 上 回师八 大约两个时间之后 以梁亨为首的众人都从乾清宫里面撤了轮 薛云柔与江海韵的到来 让乾清宫获得强缘 曹吉祥之死 更是给了他们一记重创 此消彼长之下 梁亨姑测他们已经无力攻破乾清宫 所以干脆利落地从乾清宫撤离 准备另寻他走 退出来之后 梁亨当即就吞下了一枚丹药 同时大口大口地喘息 龙魔法相与画龙入魔这两种秘法 消耗了他海量真源 梁亨其实已经支撑不下去了 他不明白那个罗烟为何还能维持长达三克的几天之法 等到体内元气烧富 梁亨就脸色殷勤不定地看着前方的乾清宫 此时他绞尽脑汁 也想不出尽快拿下这座乾清宫的方法 这里面的天位层面的力量已经不俗 配合那座九鼎五龙混元大阵 站立一刻与他们正面抗衡 兵法说攻城之道 实则为之 武则攻之 背则战之 可如今双方的力量相当 这还怎么攻 大将军 此时的正统帝悄然出现在梁亨的身后 他目光如惧地看着前方 此处可由朕来接受 乾清宫中的这些逆贼 由朕来亲自料理 梁亨顺时以为正统帝 是对他生出不满之意 他的脸色微轻 陛下 您 他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就见正统帝抬手示意 听朕说 李轩的冀州军 至多卯时 凌晨五点之前就可入京 而如今 武军都督府那边的兵马征集 却近度缓慢 此事 朕思来想去 只能将此事委托给你 还有京城的薛贵将们 自方才那剑壁 以谣言乱我军心之后 他们当中的许多人 都有了犹疑之意 我需要大将军 你亲自去说服他们 梁亨的星神顿时危景 他知道这桩事非常紧要 那些薛贵将门不但手握着大量的家丁 刚对地方为所有着极大的影响力 不能取得这些北方将门支柱 他们可没法组织出足够的军队 可是这前清宫 说了前清宫交给朕 张董地位一挥袖 大将军可以速去 朕可不想再拿下前清宫之后 却被李轩大军入京 将你我一举荡平 梁亨顿时苦笑 臣这就去武军都督府 准备出城迎计 陛下实在不行 您可等待臣 击破李轩那逆贼 再解决前清宫 在此期间 您只需封锁前清宫 让于洪尚 与那所谓的皇太孙 不能走脱就可 绝不能容这两人逃离京城 那皇太孙在世一天 少父于杰与李轩 就还有着大义名分 绝不可能任由他们摆布 你别管 速去便是 郑统帝摇了摇头 面色平静 而等到梁亨策马离去 郑统帝就拔出了一把刀 割开了自己的手腕 顺着大量的血液喷洒而出 然后化成一条血龙 飞向了他旁边的六名暗龙位 其着你这是 孙太后吃了一惊 定定地看着 她知道郑统帝正在献祭自己的精血生命 用于强化这六名暗龙位的战力 这一刻 郑统帝至少是损失了一百二十年的岁数 我们该拼命了 母后 郑统帝的眼里面 闪现着晦涩之意 按照那些御医的说法 江云琪 只多明日清晨 就可压下于其御的伤势 一旦他伤欲苏醒 我们都得死 李轩与景泰 这内外之患 无论是哪一处出了差错 我们都死无葬身之地 在乾清宫再次战云分涌之时 李轩麾下的九千骑军与神机左右营四万人 也已过了洗风口五十里 其中的乾少骑军甚至已抵达了尊化城 李轩战前的位与筹谋起到了作用 他在城德附近 预先调集了大量的马匹与地形龙 又将冀中民间的牛车抽掉一空 就是为了保障神机左右营的快速激动 事前他麾下许多将领都不能理解 此时却都钦佩于李轩的远见 其实李轩对北京城这场公变也没有任何预计 他只是本能地做着防备 发生于另外一个世界的独公之变 就像是一颗千军巨石一样 一直压在他的心头 所以李轩从来不但以最大的恶意揣夺对手 也从不敢有任何的轻忽大意 神机左右营是他手中最强的力量 李轩必须保证 这支全火枪部队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 用于任何方向 正是依靠这些马匹与牛车的帮助 还有随军术师们的法术 神机左右营才能在一个时辰内 及持三百多里 李轩知道 在另外一个世界的明朝 能够做到一日行军八十里的 就是难得一见的精兵了 即便是一人三马的蒙古清齐 每天的行径速度也不会超过二百里 可在这个世界 以应牲畜的速度与耐力 远不是另外一个世界的牛马可以比拟 而术师的法术 则可倍增其力 关键是太祖太宗年间 太祖太宗为征伐北渊 在冀州与长城以北 修炼了大量的平直迟道 这就让他们的行军 变得更加的迅捷便捷 许多将士甚至还能借助牛车稍事休息 恢复体力精神 可惜的是 神级营将士许多都不善其数 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 都是将双腿绑在马上走 否则行军的速度还可以更快一些 就在这条布满了火把与人畜的迟道上空 李轩正立于一艘非洲之上 本集结束了 订阅加关注 从此不迷路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玄幻仙侠剧 妖女哪里逃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开荒 水寒领先演播 第六百四十三集 下回师八 薛云柔的九天十地 闭魔神缩飞去了京城 可天师张神叶手中有的是各种飞行法器 这艘清明神舟就是其中之一 它的速度倒是不是很快 只有一日万里左右 飞行高度也只有百米 可胜在内部的空间较大 足有五十平米 可以容纳下李轩的整个指挥团队 朝阳门外已经聚兵了十二万余 清城各大薰辈将门被强征了七万清军与家丁 好一个强征 李轩看着罗烟部署发过来的军情 然后一声冷笑 直接就着非洲里面的灯光 在前方于途上点了点 说此说来 他是准备出城野战了 不出意料 我与梁亨决战之地就在这附近了 通州与三河一带 朝白河沿线 在他的深州 包括张越在内的诸多将领 都看着于途陷入深思 左迁都遇使伪真当即不解地问 为何是在朝白河 朝白河在通州与三河之间 而通州的西面就是京师 这里也是京杭大运河的最北端 梁亨此人虽然性格嚣张跋扈 口观其历次用兵 无不都是胆大惺细 他用兵还是较为谨慎的 李轩神色淡然地解释 此人得知我以十万军全坚树立平 岂能不做地方 他不知我军根底 绝不敢贸然与我军正面决战 还有成德捷报想必已经传入京城了 正统复辟 也不得人心 难免众心惶惶 梁亨即便能够依靠北方将们的力量 强征京城附近的卫所军 也很难凝聚军心 所以他最优的选择就是 沿朝白河布阵 阻拦我军过河 或者半渡而及 这可以让他最大程度地避免劣势 可如此甚好 在此地决战 也正合我意 李轩谈目看着眼前的两位齐营将领 你们知道该做什么吧 其中一人当即抱拳 末将明白 我们的任务 是尽快赶至朝白河 占取沿河桥梁 搜罗上下游船只 抢占先机 李轩不由满意的威仪汉手 嗯 还有一事 我父亲曹应总币李成基 已于两个时辰前 轻率三万曹军北上 他们乘坐曹船北径 速度快于我方 我估计曹军抵达通州的时间 与你们差不多 你们需要侧应我父 在朝白河西岸建立一个稳固的据点 他随后又望向了旁边的张神叶 也请天师大人随今前往 在朝白河附近择地 建造法坛 这次我不但需要整个通州与三河一带无语 还需要做好全军涉水过河的准备 张神叶文言则稍稍宁思 朝白河的水位确实不高 不过涉水过河还是不妥 以为人所称 还是用兵法吧 此时正值到春寒的天气 我可以借助此力 暂时风冻住朝白河 李轩兴想风冻河流确实比步行射水更妥贴 那就这么定了 还请天师尽快周守侍卫 此时张神叶越早建立法坛 就越能在斗法中占据优势 就如成德千户所一战 薛云柔预先将周围的地脉与龙气疏拢 镇压于法坛之上 张关南能够利用的地脉也就少之又少 而就在两位齐军都督与张神叶都离去之后 李轩就询问道 秘密那边是怎么回事 他们的六千惊奇到什么位置了 整个冀州镇如今统共有五万齐军的编制 不过真正其中勘战的只有一万九千起 毕竟于杰的清田之政还不到半年 卫所军的战力还远未恢复到太宗年间的水准 而密云方向的六千齐军是李轩布置在那边防卫朵延三位的 年前朵延三位被大径扫荡北区 他们原本的操场被大径兴进的昌明卫 给占据了 李轩担心朵延三位会铤而走险 攻打劫略立足未稳的昌明卫 所以在密云布置的一只齐军作为防备 如今成德千户所记忆大胜 李轩料朵延三位再怎么大胆 也不敢触犯大境虎威 这六千旌旗也就可用于评判 而此时冀州镇虽然有37万大军 可李轩真正能够用于作战的其实不多 能够在凌晨卯时之前抵达通州的数量就更少了 这六千旌旗是李轩妙算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战力 他们不足以决定胜负 却能降低神级左右营的伤亡 他手中的兵将每一个都很宝贵 最新的消息是 他们已到了镇罗关附近 张悦在给李轩打了下手 主要是负责整理和搜集情报 那边的消息说是 密云都指挥室迟疑了大约一个时辰 可最终还是放行了 他们的刑警速度很快 预计能在卯时之前抵达战场 李轩就不禁一声轻哼 心想这个密云都指挥使道还识相 否则他一定会将这打为逆党 斩其人头 不过这次评判之后 此人也不能再用了 辽东边疆是他的好去处 也不入墨此人的用兵之能 也就在这时 东方梁驾驭剑气匆匆 飞入船内 他将一个穿着禁军将官甲咒的人 直接丢到了李轩面前 这是石门卫指挥使 我赶过去的时候 他不但将附近的几座桥梁拆毁 还将整个石门卫的军马解散 让他们归还各自的团索 李轩不由宁眉 石门卫境内的几座河流 虽然水位较浅 可以射入渡河 或者由数十冰封河道 可这些桥梁的拆毁 还是会给他们行军带来不小的麻烦 拖出去斩了 李轩头都没有抬 东方梁 你时候再去一趟石门卫 执行本将军令 石门卫自指挥使以下 百户以上 所有将官全数斩首 将他们的首级传于诸位所 以警校友 这次带我的都战队一起去 让他们帮你 东方梁当即面无表情 拖着那人就往外走 这位石门卫指挥使 当即面色苍白 怒声咆哮 李轩 你敢 本将乃是正三品位指挥使 你敢无令善杀朝廷大将 还有 你李轩好大的勾胆 居然敢擅自起兵入境 我问你 可有朝廷诏令 你这是在谋反 如今警太皇帝已经大行 山皇继位不但合乎礼法 也是人心所向 正是顺天应人 李轩都懒得李幻 那人的咆哮声也越来越远 直到片刻之后戛然而止 这是东方梁 已经斩下了 这位石门卫指挥使的人头 而此时舟船内左春芳大学士 兵部侍郎商红面色苍白的一拱手 冠军侯 此人 此人违逆军令 按律当斩 维珍冷笑着望向商红 怎么 商学士你莫非也欲指责 冠军侯吴赵进军 是意图谋反 也认为上皇继位 是天命所归 商红口唇念诺的片刻 却微微一叹 不至于到此地步 冠军侯可不乐病于此 看看朝中情况 自年前白莲之乱 京城在安宁的多久 冠军侯居心何人 让今日再遭病灾 商学士 你无非是与大义相亲 想去本将束手就擒 李勋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你这些话 怎不去对上皇说 对梁亨说 本侯尽佩你商学士的儒学修为 可你若再敢妄言一字 本侯必定取你人头计其 此时 他有心有所感 下意识地往京城方向看了过去 心中生起了浓浓的焦虑之意 李勋最担心的还是乾清宫 是景泰帝 在他入京之前 不知那边能不能撑得住 本集结束了 订阅加关注 从此不迷路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玄幻仙侠剧 妖女哪里逃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开荒 水寒 领先演播 第六百四十四集 决战一 乾清宫内 于洪商再次立于宫墙之上 眼神凝然地看着上皇郑总帝所在的方向 之前成功逼退梁亨等人的喜悦与清宗 已经在他心中彻底消退无踪 只余下了经济与凝重之意 他注意到那六名暗龙卫的气息变化 可更让人心惊的是郑总帝本身 那些家伙 他们是准备在拼命了 即便是素来天不怕地不怕的江寒韵 此刻也是脸色肃猛 那些暗龙卫 我能勉强缠住一个 前提是 乾清宫附近雷霆之力充足 我会用雷法召唤雷霆助你 薛云柔稍稍迟疑 然后就沉生道 我应该也能应付其中之一 在他的灵世观照中 此时这几名暗龙卫的气血 都如同巨大的火炬般 冲涩于前方虚弓 薛云柔 姑测这些暗龙卫的战力 应该还没有达至大天位的境界 却已经无限接近了 他已经做好了催发精魂气血 甚至是命远的准备 用于提升自己的战力 不如此 不足以与暗龙卫抗衡 不过此刻最让他在意的 其实并非是这些暗龙卫 薛云柔眯着眼说 关键还是那位玄武公主 与上皇 此时的畅皇正统帝才是最可怕的 此人浑身的龙气薄发 已经到了游须化石的地步 这些龙气 化作一条条五爪巨龙 盘绕于正统帝的周身 可他们的色泽却是暗红色的 看起来争吟可怖 毫无正常龙气的祥瑞威严 那一身磅礴血气 竟然比之前的梁亨还要强一些 我就瞧不起他 江寒云一声冷亨 面显不屑之意 图木宝的时候他怎么不拼命 蒙武人入寇的时候 这狗皇帝怎么不站出来 于红商对这位皇不父的为人 也不屑之至 可此时的当务之急 还是得想出一个 对抗正统帝的对策 这个时候他也想燃烧命远 为此消耗一两百年的岁数 都无所谓 只要能够让包括父皇在内的 所有人都转为为安 可于红商做不到的 他的阴阳平衡还很勉强 一旦爆发太过 他就会被自己的力量撕碎 那个狗上皇还是交给我吧 罗燕与声淡淡地说着 我估计还能使用半个时辰的 几天不破 实在不行 他还可以使用一次残变退碟 不可 于红商规摇着头 他想自己这次已经欠罗燕欠的太多了 他无论如何都没法心安理得地看罗燕 他再次损耗碎手 罗燕闻言错了错眉 他心想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根本就别无选择 就在他想说什么的时候 一个威严而充满疲惫的声音 自前兴殿内响起 的确不妥 在场的猪人都不禁神色一愣 望向了声音的来处 就在他们的柱目中 景泰帝穿着一身紫金战甲 从殿门之内走了出来 在他背后则是双手持极 面色清冷的江云旗 余红伤的面色顿时煞白一片 他之前看过景泰帝的伤势 不可能恢复得这么快 景泰帝本人面上却是平静无波 他只是眼神复杂地看向前卿宫外 朕知道罗肖为你是位冠军侯才仗义出手 可我们兄弟之间的恩怨 可不好让罗肖为你来为朕舍命相搏 他的身中龙影浮现 人则是像山一样的毅力 这是朕留下的祸患 就该由朕来承担后果 因九顶五龙混云大镇的祖阁 郑董帝对乾清宫内的情况是茫然不知的 他在做好所有强功的准备之后 就背负着手静静等候着 郑董帝正在等一个人 而此人也没让他等候太久 大约二十个呼吸之后 穿着一身球衣的湘王于瞻扇 就来到了他的身后 于瞻扇已经被关押将近两月 不但面色憔悴了不少 病脚也染上了一片白霜 他面无表情地走到了上皇郑董帝的身后一里 毕家 不知您传唤小王是为何事 于瞻扇语音未落 郑董帝就转过头来看过来 这位的目光如炬 咄咄逼人 唤你过来 是让你与朕一起舍命一搏 陛下 于瞻扇不由愣神 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 此时郑董帝的模样也让他心惊 这位上皇的薄梗于脸部下方赫然凸起一条条如蚯蚓般的青黑色血管 那双眼睛则是往外突出 看起了异常争铭 现在的情况你应该也知道了 郑董帝的余生冷冽 无论是李轩攻入京师 还是于其欲恢复伤势苏醒 你我都将死无葬身之体 朕知道于瞻扇你手中笼络了好几名天尉 可一旦朕败亡于此 你于瞻扇也一样没有活路 皇叔岂不闻唇王齿寒 朝清卵破 于瞻扇不惊陷入了宁思 道理臣明白 可臣能够得到什么呢 他知道现在时间紧迫 所以用词也非常直白 郑董帝冷冷一笑 朕立世继位之后 便可将你的谋逆案平凡 此案是由李轩一手炮制 夺知罪名栽赃陷害 不过皇叔你们父子必须出海远顿 王位由你那个树长子继承 相往五位 你必须才彻其三 这是我能够接受的底线 成与不成 皇叔一言可绝 臣愿从命 于瞻扇看着正统帝呢 含着几分疯狂之意的心红眼眸 就知道自己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 他唯一汉手道 不过我的嫡长子 于其庸 还有庶女 于云皇 此时都被关押于赵羽 我希望陛下能够将他们及时释放 郑董帝宁神看着于瞻扇 最终一声轻横 可以 就不知皇叔你需要多久时间准备 就是现在 于瞻扇遥控一招 天边就传来一道红光 坠落于他的身前 那是一面五龙盘卷的巨大黑盾 还有一把雕龙画缝的重点 于瞻扇将之抬起 一身气息就变得沉雄厚重 似如玄规 时间紧迫 就不等了 希望陛下能够遵守诺言 郑董帝看在眼里 不禁威胁审议 他想 自己这位皇叔倒是准备的周全 竟将日后辅助他 登基之后驾驭龙器的仙宝 都已准备好了 郑董帝随后就毫不在意的 把注意力转向眼前 他现在除了景太帝 于其欲之外 什么都不在乎 那就开始吧 母后 在郑董帝的后方 端坐于一架预念之上的孙太后 当即瞳孔怒章 内中献出青蓝光滑 与此同时 一条青色的锋刃 从他的身前不发 展开了空间 展开了虚无 也展开了世界 又在请客之间 将盘卷在前行宫上宫的 一条舞爪金龙 绞成了粉碎 就在这九顶五元混元大阵 再次被撕开的瞬间 包括六名暗龙卫 魔师玉长生 八臂魔神廖道真 火云剑金无望 还有玄武公主 炼灵仙为首的一众天位 都再一次依托顿法 进入到了高墙之内 他们的身世无仇 爆发开来的磅礴元气 使得那九顶五龙混元大阵 近乎崩散 始终站于第一线抗敌的诸国能 更是口鼻一血 整个人从宫墙抛飞坠落 在地上 撞出了一个巨大的深坑 他应接了暗龙卫一拳 几乎就被后者的无仇距离击 郑董帝则是直攻正门 他裹挟着九条暗虹龙器 如流星般的轰击过去 仅仅一击就将那厚重的宫门 撞成了粉碎 可就在这时 郑董帝的面上却献出了错愕之一 他听见了一声重重的冷哼 然后那六名暗龙卫身拥的血色龙器 就在请客间瓦解 溃散了三分之一 那就仿佛是草原上的猎狗 遇见了狮王 那所向披靡 无坚不摧的气势 陡然衰落了下来 郑董帝更望见两条巨大的金龙字 前清殿前伸展 他们都张开了血盆大口 将距离最近的两名暗龙卫 一口吞下 于其欲 郑董帝的躯体如受雷击 他的瞳孔剧烈收缩 看向了前方 那本该在前清殿养伤的景泰帝 此时赫然就立在那殿门之前 汉白玉台阶之上 他面色清白 居高临下的望了过来 目中是含着愤怒杀意 痛心辟逆与不屑 此时 随了景泰帝驾驭的龙气四面一角 竟是请客间 将那两名被龙气吞入的暗龙卫 强行撕成了粉碎 撒出了无数的血肉碎片 皇兄好很多的心肠 好狠辣的手段 可真很奇怪 你这样的谋略手腕 你这样的决心意志 为何就只肯用在自己人的身上 景泰帝俯视着郑统帝 一步步走了下来 他的一身龙气冲销 堂堂正正 浩大刚正 充塞于天地之间 足足九条不怒而微的 巨大金龙盘旋而下 怒视郑统 昔日图木宝之变 皇兄你如能拿出 现在这样的气魄 这等绝死之意 何至于被蒙误人情呢 何至于皇位旁路 郑统帝看着那一身 堂皇之气的景泰帝 不禁微微失神 然后他就黑黑地笑了起来 此时有更多蚯蚓一样的血管 在郑统帝的脸上浮现 郑统帝的躯体微微匍匐 像是一头一与责人而逝的野兽 他的瞳孔中的血液则更加浓郁 居然在这个时候出来 看来你已是不想活了 如此也好 你我兄弟 今日就在这里做一个了断 然后他整个人就顺闪往前 再次如流星一样 砸落在景泰帝前方 两人都以天子剑交锋 却都轰击出 仿佛盘古开天辟地般的气势 他们身侧的龙器 也各自张牙舞爪 彼此间缠卷在一起 疯狂地拾摇 那灰红磅礴的元气 使得大地开丽 天昏地暗 本集结束了 订阅加关注 从此不迷路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玄幻仙侠剧 妖女哪里逃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开荒 水寒领先演播 第六百四十五集 决战 二 当郑统帝与蒋太帝激战之客 相望于瞻善 也不禁神色惊奇地忘了过去 此时他的心情难以言喻 他震撼于两人的决死之搏 所引发的天地异象 却更加惊讶于上皇郑统帝 不惜一切的疯狂 也惊起于蒋太帝舍身殉难的决意 相望于瞻善最初还是有些幸灾乐祸的 可这样的念头则刚刚冒出来 就又被他压了下去 于瞻善摇了摇头 心想这两人两败俱伤又怎样 现在已不是一年前的时候 他于瞻善身犯谋逆之罪 无论如何都没法从中取利 哪怕是景太帝与正统帝 都在这里同归于境 继承大位的 也只会是遗亡于剑生 或者那个来历不明的皇太孙 于瞻善忽然神念微动 看向了乾清殿内 他想如果接下来 这个皇太孙也死掉了 这天下间的形势会怎么样 郑董帝复辟谋反 试杀福宝设计就天下于水火之中的景太帝 那么他的后裔 岂能为大景之主 于瞻善的心脏怦然跳动 眼中杀鸡死意 可就在他想做出进一步行动的时候 就感应到了身前一股极其危险的契机正在临近 相望于沾上下意识的 就用身前的巨大黑盾抵挡 给下一瞬 他的整个人就像是被一只洪荒巨兽正面轰击 传递过来的一股无仇权力 让他的身躯轰然滑退二十余丈 整个人都退出了攻墙 可接下来 这权力一波接着一波 不但一拳拳持续轰杂在他的巨盾上 更有一部分直接无视他这面龙气加持的仙盾 轰入他这躯体之内 那就仿佛是隔山打牛般的功效 不到七十拳 相望于沾上五脏六腑 就已翻腾不已 到了三百拳 于沾上就感觉自己的躯体 已经快被轰成肉酱 而当他抬眼望去的时候 却只看到一点雷光闪烁 于沾上甚至无法锁定这个人的气息人有 于沾上不可思议 他虽然现在被警太帝剥夺了香王王号 能够调动驾驭的龙气远不如前 可借助手中的两件仙气 还有一身伪天尉的境界修为 还是妥妥的天尉战力 可此刻他却在这人面前被轰杂到全无还手之力 于沾上的唇角已经溢出血末 他的眼则是死死地盯着前方 试图感应锁定此人的踪迹 最终他的瞳孔怒张 眼中逐渐显出不可思议的神色 他已经感测到对方的气息 竟然还没到天尉之境 甚至连伪天尉都没到 你是血手人徒 铁血削罗将痕晕 于沾上知道这个女人 是江云旗之女 六道四楚李轩之外 目前最出色的一位后体之秀 可他从来不知道 此女的战力竟然强横霸道到如私境地 又是一击权力 轰杂在于沾上的巨大黑盾上 这次的权力之臣赫然又超过了先前敬佩 于沾上的五官七窍都溢出了鲜血 他体内的情况就更加糟糕 四肢百骸的经络血管 都出现了溃散之招 你猜血手人徒 你全家都人徒 江寒韵一声怒哼 在于沾上面前显出了身影 他杀气腾腾地盯着于沾上 同时眼线不屑失望之意 他其实是想找那些暗龙卫较量的 结果他的对手被井太帝爆发 看来的龙气强行撕碎 江寒韵无奈 只能选择相望于沾上作为对手 他见此人随同正统地 突入前清宫的正门 一身龙气张狂肆虐 真元通天彻地 还以为对方都能打呢 结果却不过如此 于沾上的眼中却闪现喜意 就在这一刻连续三道青蓝光滑 仿佛流星赶月般 朝着江寒韵的方向穿射过去 那正是于沾上麾下的天位 光阴刀范灵溪 在颖顿150年之后 这位的飞刀之术有了巨大突破 由光阴时序拔升 隐约触摸到了时序领域 紧随即后 则是一道巨大的石掌 从地面拔升 朝着江寒韵抓了过去 那掌星之内散发着强大射力 在牢牢吸射着江寒韵的身影 这是一位天位术师 其一身土法超尘绝世 同样是于沾上招揽的天位供奉 不过这一刻 于沾上却从江寒韵的眼中 看到了不屑之意 区区土法原词 也敢在我面前卖脑 江寒韵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可那晴天巨手却抓了个空 只因着巨手抓到的 这是一团稳断的雷电 那三把光阴刀 也没有捕捉到目标 它们都轰打在空处 李轩曾告诉我 立刻支配宇宙万物 所谓的因果 意在其中 江寒韵再次现身 在于沾上的身前时 一身上下都充斥着 磅礴的雷霆 想好这时候 远处的薛云柔 正从天空中引下一团 粗如水桶般的巨大雷射 江寒韵当即将这 微能足以轰杀天位的雷霆之力 好为挤用 然后叙事千军的一拳 猛地轰砸在了于沾扇的黑盾上 整个战场 顺时响起了一阵 轰天正鸣 震撤四野 相望于沾扇立在原地定定不动 然后他的脑袋轰然碎散 炸成了血粉 此时江寒韵的身影 则再一次化作雷霆 往那飞刀的来处闪湿而去 虽然相望于沾扇让他很失望 可接下来这两个对手 却让他感觉有趣起来 与此同时 江云齐的身影已凌至孙太后的身前 他的一双画戟垂于身侧 后方则是一片暴散的血肉 孙太后看着那团暗龙位的碎尸 不禁一阵深深惊异 虽说方才这些暗龙位 再次被景太帝抽取龙器战力大前 可还是能够勉强到达至中天位 可这才多久 江云齐就已将这位暗龙位 斩于几下 玄臣子 你可去养圣 江云齐的目光冷立 看着孙太后 这位太后殿下就交给我了 此时的玄臣子 已周体伤痕累累 孙太后与曹吉祥不同 是真正的天位 这位掌握的风法 已经到了割裂 虚空次元的境地 玄臣子的神速 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玄臣子早有预判 知道自己不可能是孙太后的对手 却不得不硬着头皮与之搏杀 只因此时 这座前清宫内 已没有其他人能够应战 果然 双方交手不到一刻 玄臣子就逐渐被孙太后逼至绝境 幸运的是 江云齐腾出了手及时赶制 有意思 孙太后已经注意到 江云齐恼惑插着的几根金针 这让他心中稍稍一松 江云齐虽将那名暗龙位击杀 可他本身也付出了代价 不过此人的战力 依旧非是他能够抗衡 孙太后谋中幽光闪烁 看来江神医也是拼上了性命 可是我不明白 似江神医你这样的人 本该超然于物外 如今 却介入人世龙征 为我们瑜伽的恩怨舍生忘死 这与你而言有何好处 就为了冠军侯 可此人花心好色 事后可未必是你女儿的良配 江云齐则是面无表情的 太后可知 自景泰三年以来 我江南医馆的生意 日甚一日 远远超越于正统年间 尤其在景泰七年之后 我医馆雇佣的座馆医生 已达百人 孙太后不经错了 眼神奇怪的看着江云齐 她想 这与自己的问题有什么关系 简直牛头不对马嘴 这是天子与内阁 清摇伯父 整顿税务 民间逐渐复数 所以百姓有闲钱看病了 江云齐笑了笑 须知在往年 百姓们可是 宁愿被病痛折磨至死 都不愿到我的医馆救诊 我又记得我幼年的时候 曾经见邻居一家老人 被腹痛折磨 她疼痛难当 哀嚎两日之后 就直接跳海淹死 就是为了不牵累家人 可那并非绝症 只需要有医生给她 施两剂药就可痊愈 她对面的孙太后 不仅眉头微拧一阵气怒 她仍不解江云齐到底想说什么 还是说 这位刚才消耗的元气极重 只是单纯的想用这些话 来拖延时间 太后是石肉之人 想必是没法理解这些 声斗小民之痛 然而 景太帝继位十三年 外驱强敌内府万民 胜过正统太多 江云齐威摇头 简而言之 我认为这大进的江山设计 在景太帝与 常乐公主的手中 远好过于你们母子 江某如能为此尽一份力 甚感荣幸 此时她的周身已是雷霆闪耀 放肆 孙太后的气息 此时一沉冷如冰 你最好想清楚了 你现在的状态 未必就能赢我 且尸杀当朝太后 这个罪名 你应该承担不起 江云齐却是神色淡然 且先站过再说 说来一年之前 本人与太后也有过一次交手 可惜当时未能尽兴 随着江云齐的整个躯体 都化为一团雷霆炸开 她的身影 就毫无预兆地出现在 孙太后的眼前 而随着江云齐画脊灰斥 孙太后也化作狂风闪湿 她不敢正应江云齐的 几世锋芒 所以一开始就定下心念 准备采用游斗阵法 可接下来 孙太后却是一阵心机 胸中冰凉一片 只因这个时候 她发现江云齐的 画脊斩机之下 就连风也被冻结 且不只是风 甚至连周围的时序虚空 此时也为之凝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玄幻仙侠剧 妖女哪里逃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开荒 水寒领先演播 第六百四十六计 决战三 自京城内的众多天位 陷入苦战之际 在北京城的城西 黄军黄乌焕 正赤红着眼 盯着前方正在击战中的四人 那是少父于杰 文忠列宫 姚淑莹 还有正被他们围攻当中的 大私命 黄乌焕周身都燃烧着凤凰 神艳 那艳光一直冲到了百丈余高 由此可知 他现在是何等气怒 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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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群该死的混蛋 混蛋 他才刚建好不到六鬼里的妖室 又被这群人拆掉 那三大吉天高人的力量横扫京城 熬树影虽非极天 可他那镇杀之法的破坏力 却还在这三人之上 如果不是少父于杰与文忠列宫 一直都分出部分 镇压与守护之力 用于消弥他们交手时 一散开来的真元刚器 整个京城 早就死伤狼藉了 那座虚弱的九鼎五龙 混元大阵 根本就无法承担他们的力量冲击 至于黄无患的妖室 两人都不与儿童的将之忽视了 别看妖室的入口只有那么一点点大 可里面方圆十二里的庞大空间 却是与京城叠合的 本身又不受九鼎五龙混元大阵的家户 大四命的律令天剑 横扫穿刺过去 那是一箭一个窟窿 一箭一个裂缝 熬树影那边 也是一拳就将之崩塌一脚 少妇于杰与文忠烈公再多的好气 再多的神力 也没法护住 这座妖室 于是就默契地将之置之不理了 他们自己也参与破坏 妖室的东北角 就被少妇于杰的一道好气 给轰塌了 贺老也是痛心不疑 不过他还是勉励扯着黄无患的袖子 黄君 你冷静冷静 哎呀不可啊黄君 这些个人 我们是一个都得罪不起啊 你别管 黄无患猛一挥袖 将贺老猛地甩干 这群杂碎 他们太欺负人了 当我黄无患 是你捏的吗 我招谁惹谁了 一想到妖室里面一片狼藉 他就怒火攻心 心疼如脚 这次妖室的损失 还要再更大些 甚至伤到了 他那件开辟妖室虚空的神物根本 修复的银钱搞不好 要突破三百万 黄无患 发现自己快要哭出来了 他的目光在几人身上扫望 敖书颖 母亲的朋友 文忠列宫 长辈 少妇于杰 朋友的朋友 最终他那饱怀杀意的目光 就锁定住了大四命 随后他就化作了百丈黄影 在一声厉笑之后 整个就往大四命撞了过去 大四命眸光冰冷 他抬手一现 就将敖书颖的震杀之力 阻断于十丈之外 可接下来 他还得以律令之法 使自身 免于被黄无患的 凤凰神燕烧热 这很困难 敖书颖的五道真意 已企及神进门槛 黄军也达到了魂境巅峰 即便是他掌握集天之法 也无法将之无事 少妇于杰 与文忠列宫 就更是与他同一层次的高手 他只能分出极小部分的力量 来应对这两人 不过这个时候 大四命的眼中 却反倒是流露出了一线神意 黄无患 你来了也好 此时 他手中一翻 就献出了一本厚重的经测 那正是精确天章的副本之一 于杰健壮 毫不在意 大四命一直都在借助 这神奇副本的力量作战 才能压制 他与文忠列宫两人 只是这段时间 大四命没有将这件精确天章的副本 显化于外而已 不过接下来 他却发现一面巨大的奇异空间 覆盖住了这方虚空 这是一片灰色的空间 里面充斥着怨煞与兄弟之气 让于杰都心头肉跳 他的一身流离好气在此地 竟然显得有些尖色 无法完全舒展 可出乎意料的是 这方怨煞无穷 兄弟绝伦的空间 竟然没能蕴养出任何妖魔 四周都是一片空空荡荡 只有中央处的一处高台 高台之上 则是一座雕刻着雷霆纹路 倾斜断裂着的巨大闸刀 那闸刀虽然断裂 可依然有着绝世无匹的风路 仅仅是散出的一点气芒 就使得在场诸人都感觉泊港深寒 这是上古天庭的天行台 大司命隐藏在面具后面的唇角微微上扬 你们不愿让本宫干涉紫禁城对吗 那好 接下来 我们谁都别想从这里出去 就在他语出之际 无数的黑色锁链 从地面拔地而起 他们纵横交错着 完全附住了这一片死灰色空间 这一瞬 于杰为首的四人都变了颜色 与此同时 一族正在往京城方向急速穿行的新缩内部 在新缩内部那狭小空间里坐着三人 他们分别带有绘制有青龙 白虎与紫薇星图的面具 其中紫薇公主的手中 正手托着一只细小的金雀 大四命的意思 是让我们在紫禁城 与李轩二者之间任选其一 在明日陈时之时 必须诸命皇太孙 与冠军侯李轩这二人之一 青龙公主当即宁眉 有些不满 这不合规矩 此事未经九宫之意 大四命这次越全了 还议论什么 少四命与太巍 朱雀两大公主一定不会同意 可大四命的决断何时错过 紫薇公主赤金色的双瞳 看着青龙公主思神话 如今已是我金雀天宫生子存亡的关头 岂容迟疑 思神话 别忘了 前天室公主出卖天宫仪式 你思神话可一直都没有洗清嫌疑 青龙公主隐藏于面具之后的脸颊 顿时微微一清 然后就沉默不语 白虎公主则是宁思着说 我选冠军侯李轩 我等世外之人 不能轻易干涉龙征 否则必遭反噬 这李轩虽然也关系重大 可终究非是皇家之人 紫薇公主文言微一汗手 从避免龙器反噬的角度来考虑 她也感觉对李轩下手更躲当 就在天空的启明星闪耀于夜空之际 受命经营大都督梁亨 终于出了北京城 而此时随同他出城的 不但有梁亨花了两个时辰 从各大勋贵将门府中连哄带骗 软硬坚施 携来的一万三千家丁 还有所有石团营五军营的将士 由于正统地已放弃了 用京营进军攻打紫禁城的打算 隶属石团营的七万余精锐兵马 也就得以从紫禁城脱身 前往京城东南面的通州参战 五军营则大约有六万余人 五军营原本的编制是十二万 可其中一部分被诸国能带入攻城 一部分则是分散逃离归家 此时能够带出京的只有六万 梁亨善于鼓舞士气 随着他奔驰于大军队列当中 大声喊话 京营进军原本有些衰落的士气 又恢复了不少 梁亨说他们的敌人 并非是整个冀州镇三十七万大军 只有骑军近两万 神机左右营近四万人 一万卫所步军 还有三万曹军 总数都不到十万 对于梁亨的说辞 金营各级的将官还是肯性的 这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 除非冀州镇三十七万大军都插上翅膀 否则绝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跋涉数百里 甚至上千里 赶至京城 而他们这边 光是精英精锐 就接近十四万 那一万三千家丁 则都是公马贤熟 甲聚以坐骑齐备 可以看作是一万三千具铁骑 除此之外 还有二十三万位所军 已经向通州方向开进 这一战 他们怎么看都不会输 那个冠军侯李轩 总不至于真是军神灵士 百起再生 他能再承得 击破七十万妖魔 想必是动用了什么阴谋诡计所致 可这一次 却是堂堂正正之战 关键是梁亨拿出了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 开拔费十万万银 如果此战能够战而胜之令赏五十两 战敌惊人头五十两一颗 战死后的烧埋银 则是二百两起步 李承记已经统帅三万曹军 在超白河西岸成功建立真地 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 梁亨得知战况 不由对负责传递精情的鱼角义齐 怒声赤吗 后者面如土色 不敢反驳 直到梁亨的怒意稍息 才开口解释 将军 这是因冀州镇 已经有一万铁骑渡河 我们是前哨兵马 被他们冲溃三次 而我军缺乏骑兵 在大军临近之前无力抗衡 梁亨不由皱眉 莫然无语 他是知道究竟的 这次于婕与景泰帝前往太远 不但带走了三千营 三万骑军 还有从京城附近的卫所 带走了七千经纪 所以现在整个北京城 只有十团营与五军营 拥有大概五千骑士 还有他临时召集的 一万三千家丁组成的 巨装铁骑 他最后发出了一声轻哼 也就是说 他三个时辰前 就已经提前算到了嘛 李轩这小儿 在用兵上 果然有几分本事 你去传本将军令给马林 让他步步为营 给我押过去 将军州镇的骑军 都驱赶到河对面 除了那三万曹军 冀州镇骑军 不能有一兵一骑 留在喝溪 然后给我就地列阵固守 带本帅到来 那位鱼角一骑 当即匆匆上马 侧骑离去 此时 在梁亨身后的梁员 则不离好奇地问 这是不是太保守了 我们的兵力可是敌方数倍 还有 李轩为何就非得从通州方向来啊 北面的怀柔顺意那不行吗 我们把大军全堆在通州这 似乎不妥呀 梁亨则邪逆了梁员一眼 心想他老爹 让这家伙去六道四当差是对的 这家伙少时学的兵法 与帝氏行胜之学 都学到狗肚子里了 大军从冀州 至京城 走通州一线是最方便的 而通州那是京城咽喉要汉 又是金行大运河的末端 各种仓储无数 李轩只需占据了这里 就等于是 卡住了京城的脖子 且冀州后续的几十万大军东晋 都不用筹粮草物资 即便李轩最终也占不胜 他只需断绝通州曹运 那么最多十天京城于北面的 整个大同镇就断粮之勇 所以梁亨绝不容许李轩 占据通州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玄幻仙侠剧 妖女哪里逃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盈小说 作者开荒 水寒领先演播 第六百四十七景 上 决战 四 在神机左右营距离朝白河还有二十里的时候 李轩的本体已经抵达朝白河的东岸 拥有分身话题的好处就在于此 李轩的分身在后面管控大军 李轩则前出到朝白河的东岸观察战局 而此时正是卯食五克 比李轩原本预定的时间晚了大概半个时辰 可这已经是他们最快的速度了 李轩穷尽了他此刻所有的手段 也没法再把赶至朝白河的时间提前哪怕半个 幸运的是 从紫禁城那边回馈来的消息来看 情况还没有恶化到他难以接受的地步 他对景太帝提前出关于正统帝 做生死搏杀一事 感到心情沉重 可至少于洪商与太子太孙是安然无恙的 而在李轩来到暗旁的一刻 第一时间就放出了他的神血青鸾牛郎 从高空中观测战局 此时李轩机的身影也从河对面飞过来 来到了他的身侧 现在的形势乃是敌众我寡 你准备怎么打 难道还真准备主动的供果盒呀 李成吉看李轩的眼神是颇为怪异的 当初他对自家的次子再怎么期待 也没有想到一年半之后的李轩会成为朝廷的动量 统军数十万 征战沙场 讨伐叛逆 这家伙甚至还于不久之前的成德 获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声 不过李成吉认为自己在兵法上还是能够指点一下李轩的 你干嘛一定要攻过去啊 守在河这边与他们对峙不好吗 我们父子联手 阻断曹运 粮草可以源源不断的从江南运过来 你的冀州镇 还有西面的太原镇 都可以从容的往这边调兵 李轩听了之后 就斜眼看了一眼李成吉 郑董帝宗人在景泰的眼皮底下造反复辟 父亲你研制他们接下来 还有没有其他的手段 或者其他的变数 还有 如果金师断粮 梁亨就一定会认输 他如果截略民间质量 将京城百姓往南面赶 我们该怎么应付 天子仁厚 但我老李家不薄 就这么置之不顾吗 且哪怕只为我家存续 也不能让郑董帝得逞 李成吉听了之后就不禁哑然 李轩随后又指了指南面 别忘了 还有宁王 宁王一戏 英绪反义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 如果京师大乱的时间持续太久 这南边可未必安宁 李成吉就更无话可说了 宁王一戏 源自于太祖的第十七子 宁王于全 其封地 原本在大境最北面的大宁 大宁地处西风口于古北口之外 属古惠州之地 东连辽祖 西街宣府 唯一大阵 也就是之前朵延三位占据的牧城 宁王全盛时 所统封疆数十城 广三千余里 代价三十万 铁骑达七万人 还有朵延三位 作为附庸 史书说其军力之强 是诸王最雄 甚至超越于燕王之盛 后来太宗起兵静难的时候 清深北上劫持宁王 夺了宁王的兵权 这才有了与朝廷抗衡的本钱 在静难成功之后 太宗又将宁王转封到了南昌 南昌虽然地方富庶 可宁王藩 却再无太宗年间的强势 太宗与宣总 还屡次削夺宁王的清军 不过如今的宁王一系依然强大 其封地包括江西南昌五府之地 还有五位清军 这五位清军理论上是两万五千人的编制 可李成吉知道宁王一系地运十足 宁王昔日转封南昌时 依旧代价数十万 在宁王清军被削夺解散之后 那些兵家并未上交给朝队 而当地百姓名义上 是按照李甲之治治理的 可其实是尊崇畏所制度 所以当代宁王只是一声号令 随手都给在南昌一带聚兵三十余万 在另一个世界的大明 也有一个宁王 同样是从大宁转封南昌 第四代宁王 在郑德年间起兵数十万作乱 结果被时任赶南巡抚的大儒 王阳明攻灭 而这个世界的宁王府 目前是由第二代宁王 于电培之城 那是初代宁王于泉的孙儿 与大靖的人宗一个备法 是正统帝与景太帝的唐叔祖 这两代宁王都虚为高强 企及天位之境 都活得极久 初代宁王 还是在正统三十二年被精确天宫逼迫 不得不退位离开此界 二代宁王于电培 则是二十五年前成就的天位 昔日土木堡之变 朝中也有引宁王入祭大统 拯救社稷的呼声 据说此人 英克猜忌野心勃勃 继位以来 已经将他的叔父临川王于盘叶 弟弟叶阳王于电县都变为庶人 土木堡的时候 若非此人刚继位不久 根基未稳 说不定就直接反了 所以拖不得 李轩用马鞭朝着对方指了指 神色淡然 何况 我连辽太后数率平七十万妖魔都解决了 何惧梁恒这区区三十七万物合之中 且如今天时地势都在我方 必可一战而上 李承基听了之后 就不禁无语的 李轩没有辩驳 此时他正低着头 踩着河岸边的泥 三月正值春季 这泥果然是软软的 脚下稍微用点力 就会陷得很深 也就是说 平常四分钟时间就会跑完一里路 在这河滩上可能需要八分钟到十分钟 而碎发浮纹火腔 对于第二门午休的射程 却长达三百八十张 接近两里半 可事实上 经营中的精锐兵马 绝大多数都指到三重楼的修为 第二门的修为 基本上都能担任总旗以上的军官位所军 则是更低一点 一般只有二重楼进 所以 碎发浮纹火腔 对经营进军的实际有效射程 是四里以上 接下来 他又通过神血 青鸾牛郎的视野 往河对面眺望着 对于牛郎的修为提升至八重楼镜 李轩可将对面三十里范围的一草一木 哪怕仙豪蝼蚁全部纳入到视野当中 周围一百里方圆 则可作为较为粗略的观察 可以理解为三十里内的分辨率是顶级的 周围一百里则是稍次一等 他望见梁亨的主力大军 距离战场已经不到三十里 也望见此人麾下一万三千家丁 已经抵达河岸 这支强大的巨装铁骑 此时就在对面二十五里的一座小山丘上 坐着修正 冀州镇渡河的一万二千骑军 则还在对面的河岸苦战 他们正以千骑为单位轮番冲击 保障着对沿河桥梁的控制 李轩对自己的眼光颇为欣喜 他提拔的这两位骑军将领都非庸散 虽然在兵力上聚于劣势 却打得极有章法 一直将敌人阻拦在河对岸五里之外 无法接触朝白河上的两条石桥 可随着对面大军阵力压过来 他们能够转环活动的空间 已经越来越窄了 那一万三千巨装铁骑 更不可不虑 这是各大勋贵将门上 幻咬的家丁 整体的战力 甚至超越于契丹皮士军 与蒙物窃削军 一旦他们修整完毕 划解冲击的话 这些冀州军的骑兵 将会遭遇巨大的损伤 对面统与金城卫所军之人 是金营的都督 先是马灵 这个人我知道 以前曾经长期担任梁亨的副生 擅长统与不足 用兵非常的稳 李承基皱着眉道 看他们的排平布阵 显然是准备在河对面坚守 他何尝不知道 现在京师的乱局 越早课定越好 何尝不感念景泰帝的恩德 可李承基更担心 他们的兵力不足 贸然渡河会导致大败 那就是满盘皆输之举了 不过 他见李轩心意已定 信心十足的模样 显然 是很难被他说动 于是李承基 雨声一转 你准备从河处渡河 我营地后面吗 说实话 我那边未必能够坚持到你们过河 那三万曹军的水准 也就只能是打打白连叫了 此时在那三万曹军营地之后 已经在修建福桥 一共两座 左右各一 间隔二里 可李承基对自家士族的战力水准不看好 须知曹军都平时分布于运河沿岸 而李承基虽是能够任士旨 也精通兵法 可一来 他接任曹运总兵的时间不长 二来 他也不好在任期内下死力气 整训曹军 到时他带过来的那上百艘兵船 是值得仰仗的战力 这些船只大多都装备有三大五门 弗朗机炮 一户吨炮 可以在河岸发挥作用 不过朝白河的水位不高 战船航行其上 很容易搁浅 本集结束了 订阅加关注 从此不迷路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玄幻仙侠剧 妖女哪里逃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开荒 水寒领先演播 第六百四十七集 决战四 扶桥继续修 李轩的神色弹幕 然后用了一丝刀器 在泥滩上画了一张简易的地图 然后在上面画了一条线 稍后爹你帮我 将些野人炮运过去就可以了 摆在这个位置 对了 你那些兵船退出河道 不能待在这附近 不过可从你们的船上 以八十门浮浪机炮过去 其他的我不管 这个炮兵阵地一定不能丢 务必高磊深吓 用上你的清军 此时驾好一对战马与牛车 从后方快速行之 领军的正是王源 他亲自率领神机左营的左夜卫 四千人作为全军前哨 首先赶至此地 李轩当即下令 王源 你去石桥 把对面的骑军接应过来 让他们稍事休整 歇颜玛丽 还有 大战之前 务必让所有将士 在布鞋之外 再绑一层颅尾 让都战队检查 一定要结实坚固 李承基不由眼眸微量 他知道这一层颅尾 不但可以防滑 还可以防泥 这让李承基 稍稍放心了些许 自家这个次子用兵 还是极有法度的 且已胸有大律 以前他真没看出来 李轩他还有这样的能耐 接下来 一个时针 朝白河两岸的局面异常沉闷 双方的军马陆续到来 然后隔着朝白河列阵 梁亨的 37万大军 分布于长达25里的河道 重点针对于河道上的两座石桥 还有李承基的3万曹军 主要是曹军方向 梁亨聚集了足足8万精营 进军于此做出攻击态势 显然是想在李轩渡河之前 先将这个钉子拔掉 尤其当李承基 在营地左侧高地上 帮助李轩 布设炮阵之后 梁亨更加激进 这边又增掉了 三万位所精锐 而这个时候 位于曹军营地后方的浮桥 才刚刚搭建起 不到三分之一 兄长 你还是准备放李轩那数字 过河 这是要半度而击 对吧 梁云注意到梁亨虽然在 两座石桥方向布置的重兵 却是远隔数里 采用了防御的姿态 既没有将之占据 也没有破坏石桥之意 可一旦对方有了渡河之意 这边的大军 也可正面压过去 将对方的渡河兵马 歼灭于河畔 不然哪 现在急于入境的是他 不是我 梁亨一声冷笑 哼 如今就看他 有没有强度的胆量 虽然时间长久拖下去 对他们来说也是不利的 可梁亨明白 麾下兵马军心未顾 此时主动过河 只会将自家的破绽 摆在对方的面前 可只需他们能够在河西坚守 哪怕一日 梁亨就有信心收拾这军心 那时 与整个冀州军正面野战 梁亨也不畏惧 此外 他已遣了三万卫所军 去攻打通州城 只需占据此地的众多户部舱厂 他一个月内 都不用筹粮草物资了 那边也有五千曹军在把守 不过通州的城墙不算高大 他潜过去的军将 也是老于征战的速将 且军械齐备 估计最多半日 就可拿下此城 梁亨随后又眺望那曹军营地 不过在这之前 还是得把这些曹军拿下 尤其是山丘上的炮兵阵地 让他如梗在喉 梁亨预判对方一旦渡河 这个火力覆盖范围周边12里的炮兵阵地 会成为此战胜负的关键 不过出乎梁亨意料的是 就在他指挥12万大军 从三个方向往曹军营地 方向压迫过去的时候 梁亨就见朝白河上的水面迅速的封动 水面封动的位置 是战场中段的白定桥 左右两侧水面一瞬间就封动树里 而且冰面非常坚固 梁亨见状不禁一愣 他是知道那位张天师就在李轩军中的 也知道天师张神叶 已经提前在附近准备好了法坛 可这一次 他们这边是带来了大量的随军术师 还有30位皇家大内的御用术师 他们一直在防备着张神叶封动河道 相应的 李轩的随军术师也不少 除了冀州镇之外 还有许多龙虎山道人 可他们在一夜之间跋涉1500里 理论来说 这些术师应该是法力耗尽 帮不上盲台队 这位张天师就这么强 只凭他一己之力 就可以压制几方众多的高手封动河道 我看到他们向河道里丢下了不少的冰块 然后一瞬间这 河面就封动了 你看 梁远往河对面的一处方向指了指 那边正有一些将士将一箩筐的冰块退入河中 然后那些还没有封动的河面就瞬间凝固 梁远饱寒不解 好生奇怪 怎会如此 他最不解的是李轩让人丢入那些冰块 相对河水的量其实是微乎其微的 理论来说 他们会很快融化才对 可这个时候 他们兄弟已经无暇细揪其中究竟 只因此刻 白定桥的两边二十里河面都已结上了厚厚的冰层 这个宽面已经足够李轩的神机左右营全军渡河而绰绰有余 梁恒则是望见河对面 那神机左右营的四万将士已经在河岸列队 他们排成了九十多个县阵列 在朝白河的东面河畔形成了一条长达七里的丹部战线 正在河面上压了过来 梁恒不由精神一震念现喜意 这书子居然还真敢渡河 自信死地 本将真不知这家伙是不通平法 还是狂妄到了没了边 可在他看来 这无意是破敌的良机 唯独这时间让他有些头疼 他挥下战力最强的经营部军 此时有一大半都集中在曹军营地这边 这一时半会之间 这些精锐兵马是没法调用至其他方向了 梁恒有些怀疑 这是李轩故意为之 借助这三万曹军与那炮兵阵地逼迫的分兵 让他在灵战之际无法全力以赴 梁恒随后摇了摇头 转头望向他的副将马灵 马将军 这座曹军营地就交给你了 我给你半个时辰 务必尽快将那炮兵阵地拿下 随后他就侧着马 往远处的骑军阵地奔驰而去 接下来他会考虑在那边主持决战 一旦李轩的神机左右营渡河 他会亲自指挥那一万三千锯装铁骑 将李轩的火枪阵地压垮 李轩让人丢下河道的冰块 其实是事先制好的干冰 这是一种强大的制冷剂 且制作起来非常容易 张审夜凌晨十分赶至这边建立法坛 然后就按照李轩提供的方法 制造了大量的干冰 正是这些东西帮助张审夜压制住了对面的术师 也就在这个时候 李轩的军阵之前 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那是户部尚书萧辞 这位自称是奉正统帝之命前来 给李轩测封的 陛下的意思是 只需冠军侯退兵 陛下可及时册封您为国公 赐魂安阳公主 且效仿慕王府故事 永镇辽东 辖辽东督指挥史司 于诺尔干督指挥史司 伟大尽手边 李轩则眯了眼看的 如果本侯不同意 萧尚书是准备与我军为敌对吧 户部尚书萧辞默然无语 在昨天下午的朝会中 他与赐府高谷带头认可 上皇正统帝复辟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回不了头了 李轩又冷冷一审 继续问道 试问陛下何处对不住你们 户部尚书萧辞心想景泰帝 真没有半点对不住他们 他的面色却依旧平静 官军侯 陛下无子 大尽总不能由一强暴中的 如此机位 据萧某所知 那所谓的皇太孙 虽然是端河王的一父子 又录上了金策玉碟 可其身世来历 还是有些蒙昧不清之处 且事已至此 由上皇正统帝赴登大宝 才可尽快稳固朝纲 安定天下 这是于国于民都有利的事情 然后呢 然后任由土木堡战后的 功臣良将被他报复 是由国事被他败还 这个世界的正统帝 他不知会怎样 可另一个世界的明英宗 不但将少保于谦 凌迟处死 还将功臣大将的七小 送予蒙武人为奴 此人复辟之后数载 就将景太帝君臣的 生巨之功 与少保于谦的君治改革 都败坏以空 户部尚书消辞 正想说上皇正统帝 早已经改过自新 断不至于如此 李轩却猛一挥袖 道不同不相为谋 你我之间没有什么好说的 只能沙场上决一胜负 滚回去吧 在我改主意拿你祭祺之前 萧慈醋了醋眉 他随后神情平静地 飞空而起 希望冠军后别后悔 他注意到李轩 已经沉冰河案 准备渡河 萧慈虽然在兵法上 并不擅长 却知李轩此句 是兵家大计 是自献死境 萧慈预计 梁亨一场大胜可期 那么他也就没有必要 继续在李轩身上费功夫 许出辽东王位 萧慈却没有注意到 立志的左春方大学是商洪 正向他投影 复杂与怜悯的目光 而此时李轩 也猛地一甩马鞭 传令全军 即可渡河 这一瞬 神机左右营 三万九千七百人 总数九十六个方阵 还有被李轩留在军中的 七十门野战华塘炮组 都齐齐踏上了兵面 发出了轰然震响 本集结束了 订阅加关注 从此不迷路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 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玄幻仙侠剧 妖女哪里逃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开荒 水寒领先演播 第六百四十八级 决战 五 李轩选择的渡河之地 在白定桥的南面 距离曹军营地 还是比较近的 他将神机左右营的精锐 都集中于 领北面的右翼中军 八千名还未操练 纯熟的义乌军 则被李轩放置于左翼 乌乌军的南面不远 就是曹军的炮兵阵地 这可以让他们在 接下来的战斗中 达到最大程度的炮火增援 还有来自于 冀州军的一万步军 他们会在渡河之后 进入曹军营地 加强炮兵阵地的防守 这些冀州步军的 远程火力配比很高 全军有五千杆 状态良好的鸟枪 还有三千把长弓与硬弩 李轩暂时 没法将冀州军的兵力 都调及管 可得暂时抽掉一些鸟枪 与弓弩 却没问题 这一万步军当中 还有两千名大盾手 这可说是 冀州密云卫守军的精华所在 几乎全员都是 三重楼镜以上的武力 其中二百人 甚至拥有四重楼镜的修为 至于那一万八千骑军 则被李轩安排在 白定桥的后方河岸 西洋玛丽 同时看护住 全军的侧翼与后方 而一旦他们在西岸取胜 这些一万八千骑军 随时都可通过白定桥 追击残底 当神机左右营 近四万人排着 秩序井然的对立 来到朝白和河面的中间地段 那冰层下方就发出 一阵阵咔嚓嚓的阵战声响 这些神机营将士 为之慌乱了一阵 可当他们发现 下方的冰层 非但没有开裂 反倒更加稳固时 所有人就彻底地放下了心 他们依然踏着整齐的步伐 继续往西岸行径 此时 他们脚下绑着的芦苇 起到了作用 这让神机营的将士 在光滑兵面上 如履平地 有意思 他竟然连齐军都不打算用 此次狂妄到了这个地步 将那一万八千旗 摆在了河对面 梁亨立在朝白河西岸的 一座山丘上 他居高临下 面寒辟腻地看着 河对面压过来那些 县力方正 此时梁亨已经完成了 兵力的调配 他麾下除了十二万人 继续压在曹军营地方下 其余二十五万大军 都已经被他调集到 白定桥南 也就是神机营渡河的河段 这二十五万大军 都在梁亨的安排下 隔着河畔四里布阵 几乎是占据了 所有的游历地形 李轩主动渡河之举 在梁亨看来 无疑是愚蠢之至的 可是他也敏锐地注意到 那神机左右营 四万人的士气高昂 行动果决 在不折不扣地 执行李轩的军力 这意味着 这些神机营的将士 对他们的主帅 有着极大的信任与信心 梁亨星内 稍稍有些疑惑与不安 可随即就被他强按了下去 那些术师是干什么吃的 他们还没法让边层开练 他们足足两百多号人 还奈何不了 对面一个张神叶 户部尚书萧辞也皱了皱眉 他往后方术师法坛的方向 看了一眼 发现那些术师 无不都是面显吃力之色 此时他还注意到 在朝白河的上游二十里出 有一队三百冀州军将士 正持续不断地往河面倾倒冰块 小四怀疑 这些术师斗法失败 很可能与这些冰块有关 却不明其中缘由 他最终背负着手 不慎在意地摇头道 看他们的模样 应该是全力以赴了 大帅您其实无需客责 即便让那位冠军侯 成功过河又如何 如今优势在我 以众灵寡 以大帅的用兵之能 必可一股而落 梁恒心想 我如果能让这四万人 全线到河里面淹死 那何必在陆地上 费功夫与他们搏杀 不过这些术师不顶用 他也就只能放弃这想法了 传令全军 梁恒的目光冷然 除其军之外 所有阵列前退一礼 随着梁恒的一声令下 所有二十三万部军轰然而动 梁恒对于李轩的全火枪战法 虽是轻蔑不懈之志 可临战的准备 确实十分的周全 他见过那些符文 遂发火枪的射击威力 所以战前梁恒 几乎为所有的部军都配置了厚重大盾 位于阵列前方的所有战兵 也都是穿着两层以上的战架 当这二十三万部军阵列向前 就仿佛是一面向前挪移的铜墙铁壁 顿山如海铁甲如墙 梁恒则是眯着眼 注目对面 当他望见那神机营 左右营的将士距离河岸 只有不到三十丈的距离之时 就再次传令 所有阵列再尽一离 梁元听了之后 就不禁眼心错愕之意 兄长 你不是准备半度而击吗 怎么又改主意了 这 这是 不打算让他们上岸了 梁恒则冷冷地邪逆了他眼 用兵之法 贵在活学活用 因敌之一 没守成规 是取此之道 兵法中半度而击的要点 是趁着敌人渡河之后 立足未稳 阵行未顾 行列混乱 甚至首尾不接的时候 将之千灭 可神机营左右营的将士 踏着兵面过河 在很大程度上 免除了渡河的烈士 他们依旧阵力如墙 整齐有序 毫无散乱之相 梁恒不得不主动 拉近双方阵列的距离 这可以让他的步军 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冲击到对方的火枪阵前 河潭附近的泥地松软 这会令步军遁守 与甲氏的速度大奖 所以这个时候 双方的距离越近越好 其实这个时候 最妥当的战法 是全军在后车树离 在干硬的地面 与敌交战 可梁恒也有不得已之处 一是他麾下军心未顾 任何后车的命令 都可能会引花大溃 昔日的肥水之战 乾擎天王福坚 就是因全军贸然后退 导致了一场溃败 二则是担心李轩 跨过河畔之后 就顿步不前 直接在河边立寨固守 这对梁恒来说 也是不可接受的 此时 冀州军的大队兵马 正从东面源源不断地赶来 一旦对方在朝白河西岸 有了稳固的据点 这朝白河天线 就再不独斥 这对于他麾下金银进军 与卫索军的士气 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司机死住 梁恒不由深深皱眉 生出一种异常别扭的感觉 他感觉自己领兵出京以来 每一步死都在李轩的撂算当中 而就在下一瞬 梁恒又发现了 让他错愕惊奇的一幕 神机营那些线链方阵 没有在前进 而是直气在距离 河岸三尺的冰面上 停了下来 他们开始装填弹药 然后举起火枪 那些野战滑塘炮也就地停下 直接就在冰面上展开炮位 梁恒的瞳孔微微一收 船领全军 加速前进 即就在他雨落之际 位于曹军方向的火炮阵地 首先开火 总数八十门佛朗机炮 六十门野战滑塘炮 同时往北面方向 发出轰鸣震响 佛朗机炮 是一种后装滑塘速射炮 炮管分上下两节 由于炮管的中间漏气 佛朗机炮的威力射程 与弹速都远不如红衣大炮 梁恒早有准备 那些军阵当中 有着足足五十位第三门修尾 全副武装的军中高手严阵以待 他们的武力都足以正面抗击 拦截 弗朗机炮的炮弹 让梁恒吃惊的是 那六十门华唐野战炮 这些野战炮看似轻便 便于移动 可他们的威力 竟不次于红衣大炮多少 尤其他们喷射出的奇怪炼弹 竟是微不可挡 他们都高速旋转着轰落地面 在大军阵列中 轰杂出一片片的肉迷 所过之处都是一条条 让人触目惊心的血肉地毯 甚至有几位常识拦截的第三门武修 被这些炼弹直接搅碎 也在这个时候 已经随着军阵来到冰面上的 李轩神色冷漠的下令 全军向前开火 采用阻敌射法 二段射 一瞬间那冰面之上的 九十六个线列方阵 将近两万人同时开火 发出了一片琵琶的声响 这些声音汇聚在一起 震人耳膜 之后仅仅不到半个呼吸 对面的第二轮骑射开始 又是两万发炮弹 如狂风暴雨一般 往河岸之上泼洒过去 这使得梁亨徽下的所有军阵 都在距离河岸二里处 如遭雷击 他们就仿佛是遇到了一层 无形的墙壁 前方盾手全都是速度大减 几乎停滞不前 他们手中的大盾 则都出现了一个个 深达数寸的弹坑 接下来是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神机左右营四万将士的骑射 连绵不绝 源源不断 此起彼伏 就在第七次骑射之后 随军前进的一百门 滑塘野战炮 也已准备就绪 所有滑塘野战炮 田庄时代 瞄准未索尽 此又开火 河面之上 木然响起了一声 雷霆炸裂般的轰鸣 一个个黑色的弹丸 从那一百门滑塘野战炮当中 轰射而出 那巨大的反阵力 甚至是下方冰层隐隐开裂 不过这个时候 他们距离岸旁 只有不到三丈 即便是冰层碎裂 也只有不到膝盖的水深 那数万神机营将士 不受任何影响 他们动作精准 机械的装弹开火 不断地重复这一动作 而此时对面的叛军阵列 已经被轰开了上百个缺口 那些炮弹所过之处一片披靡 所有的盾手假式 都被轰得粉身碎骨 梁亨不由面皮发自 心脏悸动 不过却并非是为那些炮弹 这些华唐野战炮的威力 的确是超他意料 可梁亨也不是没有防备的 他事前就预备了 大量的盾手与假式 用于填补阵型 他这边最大的优势就是人多 让梁亨心惊的是 此时他麾下精英与卫索军的 整个零和阵列 都有崩溃瓦解之势 在那些火枪持续不绝的骑射下 前方的那些盾手 竟然都口鼻一血 神机营的碎发火枪 的确是无法穿透那些钢铁大盾 却让这些盾手们 承受着持续不绝的距离冲击 接二连三的弹丸 则震伤他们的五脏六腑 让他们逐步的无以为继 本集结束了 订阅加关注 从此不迷路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 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玄幻仙侠剧 妖女哪里逃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开荒 水寒领先演播 梁亨遥望着看着前方的状况 面色越来越凝重 此事的战局 与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他完全没有想到 李轩会直接 在河面之上布阵 没想到神机左右营的那些 随军火怕会有如此强大的威势 也没有想到那些符文碎发现堂枪的射速 能够狂暴至此 梁亨观察过神机左右营在城外的射击练习 那时即便神机左营的火枪手 也不过是100个呼吸内开火10次 可这个时候 位于对方右翼那些线列方阵 却能够在100个呼吸内连续开火18次 个别的方阵 甚至能够达到20次以上 那泼洒过来的弹丸风暴 快速狂暴到令人胆战心惊 即便是李轩不至于右翼的那8000亿乌军 射速也能够达到100息内15次 这些因素叠加 令双方军阵之间那些长达两里半的距离 变得仿佛天倩一样难以悦 他们的射速怎么会这么快 户部尚书萧子也发现情况有些不对 面色也渐渐变得清冷起来 他们似乎服用了什么 可以让人精神兴奋的药物 可即便是他猜到了真相 也是于事无补 萧茨对于这场以重灵寡的战事 是很有信心的 在他想象中的这场大战 就是等对方上岸 然后以优势兵力直接压过去 就可以了 可事实上 这二十余万大军被组在岸上 用了整整半刻时间 都只前进了不到五十丈 萧茨即便是在兵法上再怎么没有常识 也意识到现在的形势 对于己方来说极端不利 梁帅 河滩泥软 对于我军不利 大军能不能先后撤树立 放他们上岸再打 撤不得 梁恒星想这萧茨也是白痴 在这个时候后撤 那一定是全军覆没的结果 他先前拒敌四里的时候都不撤退 现在就更不敢 这些卫索军士 他借助北方众多勋贵五门的影响力 强征而来 其中的许多将士 都在这一年里受过李轩的恩等 他们家中甚至还供养有 冠军侯的长生牌位 郑统帝在北直立的名声很糟糕 这位 谋反复辟是名不正 言不顺的事情 由此可想而知 这些卫索军的士气军心是何等地落 此刻梁亨 只是依靠那些出身于北方将门中的 中下层军官 才能勉强将之弹压 可一旦他说出一声彻字 绝大多数的卫索军都会一红而散 甚至会影响到经营 梁亨冷着脸 梁亨 梁亨压在曹军营地的十二万大军的进展很快 他们已经拔出了两层巨马 攻下了里程机 布置在山丘下的三座外围营地 梁亨相信以马林的用兵能力 一定可以在半个时辰内拿下曹军看护的那片火炮阵地 可梁亨却对麾下的卫索军毫无信心 认为他们撑不到曹军崩溃的时候 形势果然如同梁亨的预计 仅仅二十个呼吸之后 所有卫索军阵的盾手首先崩溃 他们被神机左右营重点打击 承受着无比狂暴的火力 这些些微普遍在三重楼镜的盾手 能够抵御十次射击甚至二十次 却没法支撑过二十次以上 绝大多数的盾手 都是被那持续不绝的弹丸活生生的震杀 随着这一层大盾阵力崩溃 位于那些盾手后方的甲氏就更是力不能支 他们虽然穿过双层铁甲 可在符文遂发献堂枪的轰击之下 也撑不到三到五枪 卫索军的精锐程度又远不如金银竞军 他们的盾手只有一层 甲氏则只有薄薄的两列 所有火炮更换炼弹 瞄准敌阵缺口 全速开火 李轩坐于御麒麟之上 面无表情地下令 转告所有将官 限他们一刻之内将这些卫索军 都给我打崩 要说到杀伤力 在二里这个距离还是炼弹更管用 可之前对方军阵顿力如强 炼弹的死亡旋转很难发挥作用 杀伤力还不如实行弹丸 直到这个时候 对方军阵的盾手崩溃 李轩就第一时间更换炼弹 他下达的军令效果立竿见影 那些卫索军阵很快就迎来了一场屠杀 那些疯狂旋转的炼弹所向披靡 不断地打在敌阵中 制造一条条血肉飞溅 碎散的沟壑 前方的将士 则是如同割麦子一般的倒下 随着这些假士也陆续倒下 他们的伤亡也更加惨烈 后方一排排的卫索军 此时就仿佛是木庄 不断地被神机营枪毙射杀 伤红看着前方一片腥风血雨 尸山血海 不禁面色抽搐 眼显出一抹痛心不忍之色 这些都是大静的忠勇将士 此时却因这场内乱葬身于此 伤红眼见李轩手按着刀 侧目往得痛过了 他不禁苦笑 我不是想为那些逆贼说话 只是想请冠军侯 为大静多保留些元气 这些畏索将士 未免太可惜了 伤学士此言屈心不良 此时双方胜负 还在未定之处 哪里有什么留守的余地 李轩一声冷哼 却还是将右手从腰装上挪开 他想自己如果不是想给大静 保存几分元气 早在成德千户所的时候 他就会将 伤红这个星象遗亡于剑身的隐患除去 所谓慈不长兵 本侯如果现在留守 只会让更多的人死难于此 且本侯现在要负责的 是我麾下神纪鹰将士的性命生死 而不是这些从贼的卫索军 他现在不想将卫索军快速打崩 任由他们继续滞留于战场上 只会造成更加惨烈的死伤 伤红愣了愣 然后苦笑 冠军侯说的对 这是以霹雳手段 先扑在星城 是伤某愚昧了 他想这位冠军侯真是意志如铁 难以撼动 而就在短短不到两百个呼吸内 那河岸旁就已倒下将近两万具尸体 所有的卫索军阵 都处于崩溃散乱的状态 许多军阵后方 更是出现大面积的溃逃 梁亨早有预计 提前令梁元帅督战队封堵 金营都督牵势马林那边 又及时抽掉了四个五军营的团营 总数四万余人回援 其中的一万人已经就位 都在梁亨令下 堵塞于卫索军的后方 梁元的性格狠辣无情 霸道桀骜 对于所有逃兵毫不留情 直接就在阵前将之斩杀 可他随后就发现这封堵根本没用 那些溃逃将士 他们杀不胜杀 只因那神机左右营 枪弹骑射的杀戮效率 超出了都战队与精营的数倍 这两边都是死 选择生机更大的一方 是所有人的本能 这些卫索军被逼得极了 甚至反过了刀兵乡下 十余万军马潮水一样的逆冲 使得梁元指挥下的三千督战队 与一万精营在顷刻间被冲得七零八落 如果不是这些卫索军急以逃命 他们甚至会被直接淹没于乱军当中 怎会如此 怎会如此 火枪之力 竟置于私 户部尚书肖慈看着那如同潮水一样的溃军 不由面色发白 双手围着 他始终难以相信 河畔的二十五万大军 会在一刻之间 被数量只有他们不到五分之一的 神机营给彻底打崩 旁边的梁亨子冷冷地瞪了肖慈一眼 肖尚书何止于此 为左军虽愧 可我军仍有胜算 只需我们的巨装铁骑冲过去 定刻一锤定音 还请肖尚书全力助我 此时他们两人已经不在先寝的山丘上 而是各自侧着地形龙 奔驰于冰面之上 在他们后方 则是一万三千巨装铁骑 还有梁亨从京营与魏锁军搜刮的九千骑军 在一刻之前 梁亨就已经预判到了魏锁军的溃散 所以提前统率骑军出击 他没有选择预定的突击路线 而是让所有的骑士 在战马的马蹄下蒙了一层粗布 然后往朝白河的上游处绕了一个大圈 他们从白定桥的北面 越过那树立河滩 然后沿着河道往下 穿过了白定桥的桥孔 杀向了神机营阵列的侧后方 就在穿过桥孔的时候 梁亨看向了被李轩布置于白定桥 东次桥头位置的一万八千巨州骑军 不经唇巧微抽 他现在的挫败感更加明显了 感觉自己的每一步都在李轩的预测中 岸上的这一万八千巨州骑军 已经轰然雷动 从河岸上汹涌而下 他们也持入到了河道兵面 并在极短的时间内 加速到极致 气势如虹 狂猛霸凌 这显然是准备从旁侧击 截杀他们的侧翼 可梁亨无可奈何 他只能采用这种方法 避开神机营正面的枪林弹雨 避开那宽达树里的河滩软地 这无非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如果从正面突击 他们指挥在河滩上 算是更多军嘛 不过梁亨依旧有着强大的自信 他相信自己的巨装铁骑 只要冲击到那些神机营的前方 就足以锁定战局 李轩也早就注意到这支骑军的动向 他在前方为锁军被权术打崩之后 就神色从容地一挥马鞭 右翼与中军集合变阵 往北面迎敌 采用空心方阵 斜线阵列 所有火炮转向 瞄准北面白定桥方向 随着他的一声令下 位于右翼与中军的神机营 二万八千名将士 足足六十九个限列阵 再次踏着整齐的步伐变换阵型 他们从容不迫 在朝白河的河面上 拉开了一条九十度的倾斜队列 以一座座无比整齐的空心方阵 面朝着奔驰过来的巨装铁齐 本集结束了 订阅加关注 从此不迷路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玄幻仙侠剧 妖女哪里逃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开荒 水寒 领先演播 第六百五十集 决战 七 在河畔旁二十余万卫索军崩溃之际 成一波李成吉不禁万分诧异地往北面方向眺望 他是万万没想到李兄麾下的神机左右营会有这样的威势 好犀利的枪炮啊 好夸张的射速 李成吉带过来的轻心助手 藏映参将欧臣 也是一点的震撼失神 李贤迟的判断应该是对的 这样的威势 这样的射速 已经足以撑得起全火枪战法了 其他的一切都显得多余 在这样的雄军面前 我感觉这天下所有的兵法军律都已过时 李贤 欧臣云们想要说李贤值的 可是话说到一半又感觉不妥 虽然他确实是李轩的长辈 他们两家也是旧交 可李成吉的这个孩子 他已经不能再以晚辈失智了 冠军侯的用兵也是犀利到极致了 那梁亨可算是当代名将 昔日吕拜猛物 就连瓦剌大汗野仙 都曾经在他手里吃过亏 可今日之战 他的每步都在冠军侯的料度当中 前之如戏小儿 始终将梁亨玩弄于鼓掌之间 古时候的名将也不过如此 现在说这话还太早 毕竟梁亨手中的巨装铁骑还在呀 李成吉说话时侧目往前方望了一眼 发现自家曹军营地前方的战况 已经趋于舒缓 虽然叛军的攻势还在持续 可攻势的力度已经大不如前 之前梁亨又从曹军营地方向抽掉了四万人 就已令曹军这边的压力大浅 那二十余万位所兵将士的溃败 就更如釜底抽星 使得经营进军的军心士气都跌落谷底 李成吉一眼望去 都没有看到多少在出死地的金营将士 他彻底放下了心 就转而将所有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了北面战场 李成吉依然紧绷着连 这一万三千的巨装铁骑可非同小可 梁亨又是战绩标柄的骑将 如果挡不住这些巨装铁骑 他指尖打得再漂亮 那都无济于事 曹映参将欧臣听了之后 就不禁失效的 冠军侯既然料整了梁亨的每一步 又怎可能露算梁亨手中的这巨装铁骑 别忘了之前的承德之战 冠军侯可是正面硬罕那数十万皮士铁骑 最终战而胜之 李兄 你家的齐铃儿可是真正的名将种子 李兄大可把心放回肚子里 他原本也怀疑李轩在承德的大盛事取巧 可今日他轻眼见了神机营 击溃二十余万位所军的一幕之后 就不这么想 李承基对欧臣之言其实是认可的 再没有见到那巨装铁骑真正被击败的一幕 他还是不能彻底心安 他没再回话 只因这个时候的神机左右营的辩阵 已经完成 梁亨青筒的一万三千巨装铁骑 与神机营将士的距离 已经不足一里 这就是空心方阵吗 李承基不由宁然注目 他想 今日此战的胜负就取决于李轩的神机营 能否正面抗击这一万三千巨装铁骑了 他也很想知道 李轩在神机营的一力推行的空心方阵 究竟奥妙何在 张月对于这一战却是信心十足 他为领会全火枪战法的精髓 特意向李轩请灵下放 负担起了中军十个空心方阵的灵阵指挥 此时 那些巨装铁骑 正从白定桥下穿过 他们的马蹄踏兵 奔腾如雷 沿途所致 无数的碎兵飞溅 那一片黑压压的甲骑冲击碾压过来 骑士如身崩地裂 可在中军阵列内 上至张月 下至最底层的士卒 都没有任何慌张之意 李轩的动作 无不都是从容有度 对于经历过成德之战的神机营将士来说 这样的场面 简直是小儿科 相较于那二十七万皮式铁骑的冲阵 这万鱼聚装骑军实在是算不得什么 甚至都没法激起 他们的心内半点不冷 第一列举枪 瞄准前方 骑射 随着张月的军刀归下 沿线上千名神机营将士 都在同一时间开火 他们轰击出去的弹丸 使得上百名骑士 纷纷坠落马下 这仅是中军的一小段 在这个倾斜阵列 那六十九个县列阵 足足轰击出一万四千枚千弹 至少令七百名巨章铁骑落马 使得那一里外的冰面 一片人仰马翻 那些龙血战马与地形龙 带着他们身上的骑士 重重的摔落冰面 他们当中运气好的 还能保住性命 运气不好的 就直接在后方铁骑践踏下 化为肉泥 第一列退后装弹 第二列上前 举枪 瞄准 起射 整条战线再次发出了 砰砰砰的轰鸣声响 无数的清烟自神机营的阵列前方升起 所有将士的动作都仿佛是机械一般 快速精准 不断地往返重复 在第二列完成射击之后 第一列也恰好完成装弹 张月再次挥下了指挥刀 第一列上前 举枪 瞄准 开火 他看似是在重复着之前的指令 没有丝毫变化 可其实 内中大有讲究 一是开火射击的时机很重要 张月需要判断什么时候开火 才能够制造最大程度的杀伤 最大程度的阻敌 二是必须把控节奏 二段式设法 必须做的前后衔接 持续不绝 到了第四轮骑射之后 他们就没法进行准确的瞄转了 只因整条战线的周围 已经覆盖了大片的清烟 遮蔽着视线 神机营的将士们 只能依赖指挥官的指令 往目标方向发射弹域 在这个时候 指挥官的态势 感知能力很重要 张月必须隔着一层清烟 去辨别对面骑军的状态 做出最优的决定 此时的张月 一方面从容冷静 一方面异常兴奋 只因对面骑军的风使阵 已经在他们的枪弹打击下 逐步溃散 再不负之前的严整之势 张月喜欢这种感觉 统霞万军征战沙场 与顽敌交手 决一雌雄 就在此刻 一位传令清兵 侧的战马 从附近经过 他的声音远远地传开 神机营使用的符文碎发现堂枪 是由冷宇柔一手设计的 在装配刺刀的情况下 虽然不会影响开火 却会影响装弹速度 与射击的精准度 所以李轩直到对面铁骑 接近到五十杖内 才发出了这道指令 所有将士 神情动作依旧是从容不迫 稳如磐石地将刺刀 卡在了堂口中 当他们装好刺刀 再次举枪 一瞬间枪刃如零 在早晨的阳光照耀下 反射出了一片刺目寒光 这一瞬 神机左右营 数万人齐声咆哮 气势如虹 杀气冲销 震撼天地 护部尚书消辞 遥控望见这一幕 则是面皮发紫 心脏就仿佛被人重重地砸了一锤 胸中惊记麻痹 一丝丝绝望的情绪 正在他的身体里面蔓延着 这不但是因对面神机营将士的高昂事迹 更是因他们这短短一里路内的惨重伤亡 至少有五千将士 倒在了冲锋途中 被对面的枪林弹雨 与密集炼弹 轰杀倒地 从旁侧击的一万八千冀州骑军 也收割了他们至少七千骑士 当他们冲击到那些空心方阵前五十丈的时候 原本的两万二千余骑就只剩一万出头了 骑中的巨装铁骑就只剩下八千不到 梁帅 户部尚书消辞 一边策马急驰 情况不太妙 我望见后面许多人在逃 尤其是那些精营与卫索军的骑士 他们纷纷离开队列 再往岸上奔走 不用理他们 梁亨铁青着脸 心内则一点都不觉意外 在这个时代 一般军队的伤亡超过一成 就会出现溃逃的现象 哪怕是精营中的精锐 也最多能够承受一到两成的死伤 可今日 倒在兵面上的骑士数量已超一万 达到了五成之巨 这些人不逃 才是夺夺怪事 幸运的是 这剩下的八千具巨装铁骑 没法逃走 他们无不都是人马 巨匹中甲 在战马高速冲击的情况之下 已经无法完成转向 所以 这些巨装铁骑已经断绝了后路 唯有跟着他一条路走到黑 梁亨的眸中 闪现着凶利之色 小尚书 如今我等切不可瞻前顾后 唯一的生计 就是绝死一搏 将这些逆贼踏平 就在梁亨雨落之刻 他挥下的坐骑 木然加速 往对面刺刀凌厉 严密如强的方阵 冲撞过去 梁亨有过冲击布阵的经验 在他看来 这些空心方阵不但可笑 还很荒唐 他们既没有能够稳固阵脚的遁守 也没有一仗以上的长枪阵列冲锋抗击 更没有应对重装铁骑的重兵器 就只凭那些装上刺刀的火枪 来应对他的铁骑冲击 简直就是笑话 随着双方的距离急速接近 梁亨的面上再次浮现起了兴奋的红韵 可就在他准备强行撞入到对面军阵的时候 他望见两尊铁甲傀儡从空中降落 在地面掀起了大片烟尘 那正是李轩的伏魔金刚 与冷与柔的孔雀千姬 梁亨对着两大天位傀儡 本是毫不在意的 他相信自己的力量 所以将他们撞到粉身碎骨 直到梁亨望见 这两尊傀儡的胸前 各自喷射出了两道五色光滑 梁亨心中惊计 他第一时间就放弃战马 直接飞腾到空中闪避 那四到第四阶的大五行园词灭绝神针 却以千军辟邑之势横扫一切 顷刻间就将梁亨的坐骑 与旁边户部尚书消瓷的身体 轰成碎肉 随后又紧随梁亨的元神 穿射而去 此时的梁亨却以固步的自家安危 只因飞在空中的梁亨 望见了一片让他星际绝望的景象 随着神机营整条战线69个方阵 数万杆火枪在距离石杖时同时骑射开火 那看似无坚不摧 配不可挡的八千铁骑 只有极少数的一部分人 正面撞击在了那刺刀枪铃之上 其余的人 则都如溪水一样散入到那些空心方阵的间隙之间 然后他们就再没有还手之力 梁亨的瞳孔顿时急剧收缩 这就是空心方阵 他已经领悟到这些方阵的奥妙 也预判到了这数千铁骑的结果 接下来就果如梁亨的意料 这些全副武装实力强大的骑士们 在那些方阵的交错射击下 一一扑倒在地血洒战场 仅仅三十个呼吸不到 神机左右营的军阵中 就再没有多少能够直立的骑士 本集结束了 订阅加关注 从此不迷路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玄幻仙侠剧 妖女哪里逃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开荒 水寒领先演播 第六百五十一集 上 可问过我中流 梁亨徽下的剧装铁骑被神机营摧残屠杀之际 他本人则是在空中极力的避让着那五色光滑 借助肖瓷这个肉盾 梁亨在一瞬间逃出了将近二里之地 又极力的在空中变相 试图将这些第四阶的大五形原词灭绝神针甩开 梁亨身上的仙气臂甲 太阴原词神臂 也在这刻散发出了无比强大的磁吸斥力 在极力的干扰着那些五色光光 那四道大五形原词灭绝神针 却如锁魂之咒 死死的锁定着他的契机身影 他们虽然有着近乎于光一样的速度 却灵活的让人吃惊 电话之速远远凌驾于梁亨之胜 唯独那太阴原词能对孔雀密法造成影响 双方的原词之力 激烈冲突使得空中发出阵阵气爆 可由于距离太远 梁亨免尽全力都无法扭曲这四枚 大五形原词灭绝神针的方向 只能让他们的速度放缓了些许 他自知无法将之甩开 在那些大五形原词灭绝神针临境之前 又忽然发出了一声雷鸣一样的炸吼 然后肌肉球节膨胀 一声骨骼也在这顷刻间壮大了将近一倍 他同时使出了龙膜法相与化龙入膜 又将一面宽大的大盾顶在了身前 位于梁亨腰间的另一件仙宝 也是灵光闪耀 这件相亲的七色宝石的腰带 开始为他提供了近乎无穷无尽的距离 原本梁亨还有万君知识可以预示 使他的战力达到大天未尽的巅峰 可这个时候梁亨发现他麾下的骑军已经全军覆没 就连岸上的京营禁军与卫索军也都大溃 也就在下一瞬 梁亨手中那件极平法器机的巨盾就被轰成碎片 他的战甲与身体也被穿透 那四大五色光滑从他的背部穿射而出 他们竟又如光似颖地飞出了足足十里距离 这才光滑暗淡 梁亨口中可血 吐出了大量的内脏碎片 同时他用饱含狠力与杀意的星红目光 往李轩的方向遥望了过去 此时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哪怕今日拼了这条命不要 也要将李轩杀死 此人不除 他难泄心头之恨 可他刚试图把体内涌动的气血压下 空中就木然降下了一道黑光 那是一只三足小鼎 原本只有簇居大小 可当这鼎落至梁亨的头顶时 已经膨胀到百丈方圆 重打万军 梁亨避之不及 只能发出了野兽一样的咆哮 同时一刀往上 他身上所有的真理纲员 可他的刀芒在这锯顶轰压下去 全数溃灭 然后梁亨整个人都被这辉红巨力 压到半跪于地 这个时候 他已经不只是内脏受损 口中吐血 就连元神都被轰击到近乎碎灭 蹊跷都溢出了鲜血 几天之风 梁亨艰难地吐出了声音 他知道这是李轩手中内剑 名叫魂天镇元顶的神宝气胚 那由于杰一手凝炼的镇压 不但镇住了他一身的镇元气血 也镇住了他所有的心意念头 让他的心念无法转动 数里之外坐于玉其林身上的李轩 则神色平静 毫无情绪波动地看着这一幕 以魂天镇元顶 镇住了梁亨之后 李轩又莫无表情地将马鞭一指 传令全军所有将士 目标逆贼梁亨 三段射 为天子 为大镜 务必给我将此疗射杀于此 一瞬之间 所有的神机营将士 都将他们手中的火枪转向 指向了远处的梁亨 发出了一连片哗啦啦的响声 那些滑唐野战炮 也在冰面上轰隆隆地转向 将炮口转向了梁亨 由于位置的关系 那八千亿乌军队隔断在后 无法朝梁亨射击 他们就喊着军令口号 脉动着整齐的步伐 行进至朝白河岸上 试图获取合适的射击角度 可在这之前 神机营的中军与右翼 就已开火 我与所有空心方阵 第一列的九千将士 同时扣下了扳机 发出了一连串砰砰的声响 将无数的金属弹流 朝梁亨轰射过去 梁亨的横链霸体 强决当代 在使用画龙入魔 这门秘术的时候 他的肉身尤其强大 一身钢圆法力 也是雄魂浩大 哪怕是被魂天真原顶 镇压的状态 梁亨的横链霸体 也足以扛住 天位强者的轰击 而不死 可那近万发的子弹 还有那近百枚的炮弹 也同样是威势磅礴 他们仅仅一次骑射 就令梁亨体外的钢气 崩散溃灭 这些子弹随后又轰在了 梁亨的身上 这些弹丸虽然没能够突破 他的霸体 可他们本身的冲击力 却都撞入到梁亨的体内 使得梁亨口中鲜血在意 一身真原 近乎崩散 紧随其后 又是第二轮的骑射开始 足足九千杆符纹碎发现糖枪 都喷吐火舌 轰击出一片致命的金属弹流 这些枪弹未必能全数命中目标 尤其是那些炮弹 甚至还有在空中彼此撞击导致偏离的 可仅仅是命中的那一部分 就已将梁亨体内的五脏六腑震到碎裂 体表之下的血肉也近乎迷烂 然后是第二轮 第三轮 第四轮 第六百五十一集 像 可问过我中流 梁亨完全无力反抗 他的双眼圆睁 几乎目舞姿欲力 他知道此时李轩想杀他 其实不需要用火枪骑射的手法 那位分明是想用这种方法羞辱他 让他承受近乎于凌迟般的酷刑 这个该死的杂种 梁亨几乎将自己的牙关磨碎 与此同时他心里暗生回忆 如果他早知道会有惊日这么一天 那么当初在揽月楼 他无论如何都不会去开罪李轩 或者栽热之后就极尽所能的将之杀死 万枪轰绝吗 就在骑射进行到第六轮的时候 李成吉的身影已经飞灵至李轩的面前 梁亨此人 贯公自罚 使才好物 对于他的用兵之能尤其自负 以今日先溃灭其军 又在战场上将之万枪射杀 这样的做法 可比在刑场上刮了他 还让他更难受啊 此时 李成吉眼中则饱含着 欣慰得意 轻松与欢喜 他没想到李轩不但能在这场 朝白河之战中获胜 还能够赢得如此干净漂亮 李轩以十万兵马敌三倍之敌 又是主动渡河的一方 从纸面上来看 可以说所有的烈士都在他们这一方 李轩也几乎犯了所有的兵家大忌 可李轩不但获得了一场辉煌大胜 将那一万三千铁骑权金于此 一战打崩了北方 勋贵将门几乎所有的精华底蕴 而神级左右营自身的伤亡 却压在了一千以下 哪怕加上他们曹军 也不超过三千人 他的老友曹应参将欧臣 说了对 他家这孩子呀 只怕真是名将之种 君神灵士 不对 自己是早就看出了 当初那么多人 说他家孩子顽固无能 只有李成姬认定了轩儿 他是神救内孕 天资过人 只是还未能定下心 未能斩步其才 果然 当轩儿他浪子回头 就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 不飞则已 亦飞冲天 李轩则看似平静 其实愚恨未消 确实便宜了他 如果不是这被主忘恩 狼子野心的砸碎 何知有今日之火 没有梁亨 正统帝与太后 哪怕有再厚的底蕴 也没能耐发起这场 夺功之变 没有了夺功之变 北京卫所军的数万将士 就不会死难于此 景太帝也就不会提前出关 还有燕儿 此时他已知罗燕 在紫禁城 动用福门秘书 损耗命远 与梁亨拼到满头青丝 一夜转白一时 这让李轩胸中 恨力欲狂 恨不得亲手将此人千刀万剐 让他永世不得超生 李轩也正准备这么做 他回望身后 看着远处 凌宫落下的一个身影 毕露 张天师他怎么说 不出主人所料 张天师为李车天与张冠岚准备的魂灯 不值一盏 独孤碧落一边说着 一边将手中的一盏紫色的弓灯 往李轩方向递了过去 这是他亲手练造的九游练魂灯 取九游溺火 可已取人神魄 将之烧炼八百年 日日承受练魂之痛 独孤碧落的羽生却戛然而止 瞳孔收缩 只因一股辉煌浩大的钢源气浪 正从李轩的上空爆发开来 没有魂天镇圆顶护体的独孤碧落 竟被这股气浪直接震飞数十丈 此时 他的视角余光 则发现上空有一个戴着白虎面具的人 正一面金色的大印轰杂下来 那大印化作三丈方圆 印喜的下方 则是镇魂这两个上古转子 此物竟也含运有极天之法 正是镇魂这一词 有着镇压着天地间所有痴魅亡凉 阴魂神魄之所的权柄 李轩被这镇魂印一压 元神几乎就被死死地定住 唯独他的琉璃好气 保障着他深层的意识 而此时又有一个人影 出现在他的身后 此人戴着描绘有紫微星图的面具 手中持着一把紫色的八面汉剑 直斩李轩的驳稿 这把剑竟也含运有极天之法衰弱 那剑还未至 李轩的身形就已在极天之法的作用下 开始弃须体衰 凡人李轩 你逆乱天机 混淆天术 死气已至 无等奉命 宿你归西 随后出现的是青龙公主 她轻声一探 往李轩遥空一指 无穷无尽的墓园之力 冲刷李轩的躯体 与李轩真元刚力剧烈冲突 紫薇公主健壮 就不经一声轻横 她怀疑青龙公主不但留了手 还在有意按住李轩 青龙公主私神话 打入李轩体内的墓园刚力 非但不能镇压住李轩的反抗 反倒会刺激她的元神 让她摆脱镇魂与衰弱 这两种极天之法的压制 可紫薇公主随后就毫不在意 她自存哪怕是青龙公主按住的情况之下 李轩也必死无疑 此时 她只后悔自家三人来迟一步 沿途全力以赴的极飞 都没能赶上这场朝白河之战 她事前也完全没料到 李轩竟然能用仅仅不到一个时辰的时间 就将梁亨三十万余大军 打倒 全军溃灭 幸在今日 他们只需将这李轩杀死 那么这溺乱的天术 犹犹挽回的余地 死 此为公主 瞳孔悟张 已经在李轩的驳梗后 斩出了一条鲜红血痕 李轩则面色平静 在全力酝酿着爆发式的反击 此时 她的第二元神 则已出现在三十丈万 李轩将自己的第二元神 挟至此地 就是为以防万一 而这个万一果然到了 可接下来 她与紫薇公主 同时听见了一声 阴线清朗的冷笑 你想要杀她 可曾问过我中流 就在这一刻 天空中的白虎公主的头颅 竟然如同西瓜一样的报案 洒下漫天的血肉粉末 本集结束了 订阅加关注 从此不迷路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玄幻仙侠剧 妖女哪里逃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开荒 水寒领先演播 第六百五十二集 舔狗中流 中流军事 紫薇公主心脏悸动 面色苍白如指 此刻不只是白虎公主的头颅 被轰成碎肉 她发现自己手中的八面汉剑 也斩不下去了 这把剑被一股巨大的力量阻挠 明明只需再往前数寸 就可斩下李轩的脊椎头颅 可紫薇公主拼尽她的权力 都没法让这剑再往前一溢离 她猛然回头 眼神不可思议地望向了南面方向 你竟与李轩勾结 李轩也同样面线诧异之色 回望自己的身后 而就在不足一百丈的距离之外 一位年静中旬 五官清倦 身着青山的独臂人 正从冰面上缓缓走来 她长袖飘飘 闲庭信步地走过来 就仿佛是行走在自家的后花园当中 闲适写意 本座与她从未有过联系 以此间还曾视同仇敌 可这世间一切逆天而行之人 都是我中流的同志 就在这时 中流居士的眼色忽然血管喷张 瞳孔中则含着无穷杀意 你倒有胆问我 你们这是要做什么 本座数百年的心愿就要得偿 你们却要将她毁在这里 我好不容易在她身上看到 逆转天术的希望 你们却要将她杀死 中流居士的雨声清冷 进屋一字一顿 却每一字都加喊着浩瀚真元 直接轰击攻打着紫薇与青龙的心脏肺腑 紫薇公主仗剑而立 极力地调动自身剑意 对抗着中流居士的庞大意识与积天之法 青龙公主思神话则双手持绝 她施展出的术法 竟然令头颅碎灭的白虎公主 再次凝聚神魄又长出了一颗头 而这位白虎公主恢复了头颅之后 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身躯瞬间化红 直往北面云空 急飞而去 可此人才刚飞腾到百丈之外 躯体就猛然炸开 这次去布置石头颅 他的一身血肉 连同神魄 再次被轰成积粉 无数的血电四面飞洒 染红冰面 中流居士 则只是随意地挥了挥袖 就仿佛是处理一只蚂蚁般轻松血液 毫不在乎 白虎你敢 紫薇公主的瞳孔怒张 目子欲裂 她强具剑意 竟然在这颗强行突破了中流居士的集天之法 剑势如虹地往中流居士轰斩过去 你们这些腻乱天机之人 都该死 可就在这一瞬 紫薇公主的胸腾轰然炸开 她的五脏六腑连同大片血肉 在这一瞬蓬勃爆出 这令紫薇公主的见光一致 气势大衰 正好 本人也是这么想 你们这些精确天工的走狗 全都罪该万死 就在这一刻 中流居士探手一拍 竟将紫薇公主的一颗头 直接轰入她中空的胸部 然后此女的整个躯体 也在这瞬间轰的一声 炸成粉碎 中流居士随后就把目光望向了青龙公主 后者却早在白虎身死之后 就已经施展盾法 逃盾 此时 她的身影 已经远顿到了十里之外的 一处密林当中 木顿 中流居士一声冷笑 这术法都是不俗 已经领略神经真意 可惜还差了一线 未能尽快几天之道 否则今日 你还真有可能从本人手中逃脱 她正欲动手 却忽然听到了一声 饱怀仇恨的疯狂呐喊 那是玄公于不远处的东方梁 她竟是人间一体 裹挟着万千剑技 猛地往中流居士轰射而去 中流居士不由微微皱眉 眼中杀鸡伶俐 可当她的视角余光望见手腕腰刀 气急伶俐的李轩之后 却是重重地哼了一声 舒缓下了面色 原来是天使空公主念词的语念 以我的脾气 本该将你直接打杀 可所谓打狗也要看主人 你现在既然是冠军侯门下的走狗 那么祖某也留你一命 她竟是将自己左边空荡荡大袖一甩 就使得东方梁的千道剑气 尽数崩垮 整个人也被轰飞到了树里之外 李轩手按着刀 凝神注目 发现东方梁 只是一身气血 被轰到紊乱不堪 除此之外就别无大碍了 于是便放心地 从东方梁身上收回了视线 这家伙虽然是她仇家天使公主之徒 可既然已经效力于她的麾下 那么李轩就不能不尽到主人的责任 不过中流居士的出手极有分寸 东方梁甚至连皮都没有破一点 让李轩惊奇的是 此刻她身下做起玉麒麟 也异常地暴躁 之前紫薇公主等人 意图对她施以袭杀的时候 这玉麒麟就躁动不已 周身竟爆出了天位级的真云伟力 在中流居士出现之后 玉麒麟仅仅平静了片刻 情绪就更加暴躁 甚至是力气十足 爆出了无穷煞意 李轩费了极大的力气 才将她压制安抚下来 幸在东方梁被轰飞之后不久 这兜玉麒麟也平静了下来 李轩终于能用全部的心力 去应对中流居士 李某在此谢过居士援手之恩 却不知居士此举究竟是何意图 李某依然敏感我内 只是 李轩双手抱着拳 与生一顿 方才居士口中同志之言 李某却不能认可 此时李轩虽放开了腰间的割龙刀 却依旧是暗含戒备 他可不会为了扭转未来的某件事 主动将数百万人推入火坑 还有 大半年前的白莲之乱 李轩也无法释怀 虽然白莲霍乱京城之际 李轩与他的亲朋好友 没有遭受到什么损失 却有数十万百姓被白莲荼毒 且一患至今 还有 中流居士破坏大静天坛之举 也是这次独公之变的祸乱源头 如果天坛未损 今日正统地也不会有半点机会 中流居士却玩耳一笑 对于李轩冷硬疏远的言辞态度 不但不介意 反而是更加和颜悦色 祖某何许你的认可呢 文忠烈一样不认同祖某的座位 祖某却依然将他视为同道 且祖某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以我昔日的所措所为 冠军侯你心里有气是应该的 不过祖某可以保证 类似的事不会再发生 如果有别的选择 我又何须做出那等极端的事情出来 他背负着手 神似万分欣赏地打量着李轩 冠军侯可能对祖某的辩解不懈之志 可所谓日久见人心 你日后自可知我的为人 祖某一生别无所求 存于世间唯一理由 就是为守护中华正硕 而如今冠军侯你就是我的希望所在 我会看着你的 只需冠军侯坚持你的信念 你的道理 一直继续走下去 那就是祖某的朋友 这天地间 无论谁敢对你不利 就是祖某的敌人 祖某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将之铲除 他与生落实 身影就化成了飞沙散去 只有一线鱼鹰留在了原地 祖某这里再道声信 这些金雀天宫的公主极难诸楚 唯一的方法 就是在他们违反金雀天章的 律令天桥之后将他们杀死 今日若非是冠军侯 让他们主动违逆天条 祖某哪怕将他们杀死千百次 这些家伙都可借助金雀天章重生 对了 冠军侯可尽快收取白虎与子卫 这两人携带的法器 切无让他们走脱 那两千尾神器 就算是祖某的见面礼了 他们的主人已死 先保无主 你可寻天师张神叶 助你炼化内中的残灵印记 他能帮你省却数载炼化之功 李轩初时很有兴趣追究 中流居士的去向 可随后 他就不得不把注意力 转向那镇魂印与八面汉剑 全力镇压着这两件伪神器的气灵 他们的主人虽已被中流居士轰杀 可两件伪神器的气灵 却完好无损 在重新炼化任主之前 他们会本能地遵循前任主人的意志 等到李轩将他们贴满了各种俘虏 强行封振入自己的须弥界内 旁边的冷雨柔就促着柳梅说 他的捷天之法好厉害 虽然我看不出什么 可感觉少傅于杰的镇压都要稍稍逊色一分 李轩看出他的眼中 竟含了几分忌惮之意 他心想 这个真少见 这个冰山功科女 居然还会有这样的表情 那是天拳 可以掌控天地间一切自然非自然的事物 一切友情与无情众生 李轩神色复杂地看向天空 据说祖师智炼草他的时候 将一位上古天地的地硬残片 收入其中 中流军事虽然只得了极小的一部分 也是强大的让人发指 所以与大司命的律令对抗 李轩说完之后 又看向了旁边的冰层下方 女王殿下 你纠结想到冰层下面待到什么时候 那人正是八舍女王 她从冰层里面钻了出来 然后一脸沮丧地跟在地面 你别管我 我正烦着呢 她跟随李轩从北京到承德 又从承德到北京 本来是想来个英雄救美 让李轩以身相许的 可结果在承德那边 李轩都不用她帮忙 就将那几十万殃魔大精解决 这次好不容易 见到了机会 却被中流居士抢了先 李轩摇了摇头 把视线转向了梁亨 此时的梁亨一直绝境 之前他见李轩遇袭 原本是喜出望外 认为自己会有活命之机 可当望见中流居士出现 却彻底泯灭了希望 而时至此刻 这位前任镇朔大将军 已经油枯登镜 躯体 则被轰击到千疮百孔 李轩神色冷漠的探手 遥控一抓 以天位伟力 将梁亨躯体捏成了粉碎 随后又强行抽取梁亨的元神 往手中的九幽炼魂灯 拖拽 本集结束了 订阅加关注 从此不迷路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玄幻仙侠剧 妖女哪里逃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开荒 水寒领先演播 第653集 李轩入京 李轩收拾梁亨元神的时候 这位前镇朔大将军 极力地挣扎 梁亨看到李轩手中那盏 九幽练魂灯 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他对于自己的未来惊恐之志 日日承受超越 灵池之行十倍 甚至百倍以上的痛苦折磨 即便是他这样的人 也是八字心底的京剧 可此时 他的元神魂力 已经损耗一功 根本就无力对抗 李轩天位之力的设呢 李轩你敢 作为杀人不过头点地 我劝你凡事不要做得太举 你这混账 有仇你就杀了我 你李轩好歹也是党史大儒 岂不知人数之道 你将梁某困入魂灯 算什么英雄豪杰 求你 求你 不要 梁某乃党朝一品大将 世袭武清侯 即便犯法 也该由朝廷处置 杂重 梁某咒你 全家不得好死 直到梁亨元神 彻底地被困入魂灯 李轩的耳旁 才恢复了清静 他将梁亨的神魂 一分为二 先用臂甲 滔鞋吞噬梁亨 最强最核心的 一部分武艺 其余的部分 才困入魂灯 如此一来 两全其美 既不影响梁亨的酷刑 又能将此人的 武艺废物利用 此日 李轩又探守一招 将梁亨遗留的 两件仙器 遥功招致 其中一件是 太阴元祠神弊 一件是 七昆天盘 也就是那件腰带 古代 把腰带叫做盘 太阴元祠神弊的能力 自然不用说 而七昆天盘 是梁亨用了很多年的仙宝 非常有名 据说是 取七枚海外巨鲲的腰单之城 且每一只巨鲲的阶位 都不低于中天位 巨鲲不但是少见的 以力量渐长的兽类之一 他们的生命也非常强大 所以 七昆天盘 不但能够为他的主人 提供无穷距离 还可以提供生生不息的命运 当然 这数量是有限的 否则梁亨就会成为 不死不灭的怪物 玉柔 这两件东西就给你了 李轩将手中的两件东西 塞给了冷玉柔 他神色慎重其事 喊着关切 玉柔 你现在的防身智能太弱啊 这两件东西正好有得着 其实这七昆天盘 倒是满适合江涵运的 不过他手里 已经有一双 巨灵雷手了 不过同性质能力的 心宝堆积 其实作用微乎其微 太浪费了 而他之所以能够拿下 这两件仙宝 冷玉柔是出了大理的 如非是冷玉柔的 四眉第四街 大五星阴阳原词 灭绝神针 重创凉亨 李轩可没法将是震住 冷玉柔 微微一愣 心眸中闪烁微光 他想 李轩原来还惦记着他呀 然后下一刻 就听李轩一声轻壳 不过我欠玉柔 你那四百多万两银子 可不可以并免了 这四百多万两 主要是强化 扶摸金刚后的欠账 还有那一百多门 滑挡野战炮 朝廷可是至今都没付钱 这些火炮的价格非常昂贵 所以兵部户部 都有很大争议 至今都没同意 为这笔军械采购拨款 李轩是请示天子之后 以私人的名义 往神奇盟下单的 他想得很美 让冷宇柔免除债务之后 这次回京之后 就像朝廷要钱 如此以来 可以得手好几百万两的现役 冷宇柔则唇脚抽了抽 心想 自家这个少主的无耻 这是上升到一个新高度 这两件仙器 被数万根火枪骑射了好几轮 其实已经残破不堪了 光是把它们修复 就得花好几百万两 冷宇柔心内富匪 却还是将这些东西给收了下 他对太阴原词神秘 很有兴趣 按照李轩的猜想 原词之力 可以帮助金属零件塑形 适合精力加工 至于七昆天盘 除了可以防身之外 他提供的生命原力 还可以帮助他快速修行 节省大量的修行时间 道家所谓的炼金化器 炼的就是生命晶元 晶元越多 炼出来的器也就越多 李轩接下来 又把目光扫向前方战场 随着梁亨被万枪轰杀 整个战局已至终极 整个精英禁军 早在那一万三千聚装铁骑 被涂灭的时候 就已经溃散奔逃 梁亨之地梁元 还有那位精英指挥千世 马丁 也已远顿到不知去向 二人预判到形势不妙 连救援梁亨的念头都没有 直接弃军远顿 李轩麾下的一万八千纪州骑军 此时正奉他的将领 贤尾追杀 李轩的全火枪战法 可以倚若胜强 将数倍于己的兵马 正免击溃 可在追击歼敌上 却有着不小的缺陷 他想最大程度的杀伤歼灭敌人 还是得依靠骑军的辅助 不过李轩下达给纪州骑军的任务 并非歼敌 而是尽量逼降抓捕俘虏 比如梁亨在石团营在武军营的轻信 李轩急于归京 只能将此事交给他的副将王元 这边的首尾就交给王将军了 后面收纳的一印祥人 都按照我之前的办法处理 凡石团营武军营的将官 千户以下最从逆论处 即可斩杀 千户以上将官都重刑考索 就朝廷名正典型 诸旗三组 至于卫索军 总旗以下可以暂时不做处置 总旗与上军官都许稍作真品 与京师那些将门有关系的 都给我斩了 千户以上军官则比照金营处置 还有 你得从祥人中抽取些可信 赶战之人出来 勇于驻守京师各地 以防溃兵作乱 在李轩看来 今日无论是京营还是卫索军 他们的上层将官没有一个是无辜的 那些底层兵将没有选择的余地 那些将官却有 抗命不尊或者器官离去 有那么困难吗 此时的梁亨急于出京迎战 哪里还会有闲暇去理会他们 李轩认为这些人 要么是对朝廷不满 要么是被人唆使 或是是 有了从龙拥立 博取富贵的侥幸念头 才会追随梁亨 参与朝白河之战 李轩没有问罪 对他们三族已经是很宽宏大量了 至于千户以上的军将就更是罪该万死 李轩是因顾忌事后 会被人戴上扇砖的帽子 才暂时留他们一条性命 王源也没有任何迟疑犹豫 将李轩吩咐的事情一一应下 李轩对他也很放心 在交代完这一应 降略事务之后 就骑着御其林往北面飞驰 此时朝白河这边 虽是胜负已定 可神机左右营 还有收纳叛军 收拾战场 还有各种首尾需要处理 李轩预计自己的神机营侠腾出手来 怎么都得等到五十十分 所以李轩干脆是抛下了自己的大军 只带着十几个亲朋好友 亲信 随从 匆匆入京 当他从朝阳门侧起而入的时候 发现城门处已经没有看守之人 街道上则是风烟四起 四面八方都响起了哭喊声 那是晶莹的溃君 还有一些地痞无赖 浑水摸鱼 劫虑百姓 沿途可见六道司与顺天府的人 正在全力镇压 可冲入京城的溃君实在是太多 有大量的妖魔 趁势作乱 六道司的人手有限 竟是镇压妖魔就很困难了 这算是当代天尊朱明月带来的变化之一 如果按照六道司过往的传统 每逢皇室爆发龙征之际 六道司都是需闭门自首 保持中立的 李轩对着京师乱象也是无可奈何 他只能将自己的琉璃好气张开 将沿途感应到的所有溃兵贼寇都全属阵云 此法治标不治本 不过在李轩的后方已经有一万冀州铁骑 在飞池赶来 在这只兵马入住京城之后 京城的治安形势就会得到极大的改善 而等到李轩策马入宫时 发现宫中的大战其实已告一段落 那些随同正统地与湘王杀入紫禁城的天位高手 早已得知李轩在朝白河的大胜 这些人都拾得失误 知晓事不可为后就逃得一干二净 唯有孙太后被一块青蓝色的厚重悬兵冻住 她在里面双眼紧闭 面色轻子动弹不能 此时前清殿前就指于一个上皇正统地 正在与天子殊死不杀 这位上皇的浑身上下已经是鲜血淋漓 创横累累 整个人被警太帝的天子剑 战斗不成人形 可她整个人却还是奋死拼杀 穷尽她的一切利己 遇见朝着景太帝轰斩刺激 那就仿佛是冰死的野兽 无比的疯狂 而此时双方驾驭的龙器 也确实如同野兽一样 彼此撕咬 使得对方创横累累 玄黄之血洒遍攻城 至于天子景太帝 她的神态 还是从容不惑 她的防守密不透风 偶尔反击都能够重创枕头力 唯独景太帝的面上 陷着一层不正常的红韵 李轩第一时间就往罗烟看了过去 她发现 罗烟除了发丝裙白之外 就别无大案 一身气急如常 与平常的状态 没有任何区别 至少从表面上来看 看不出罗烟有什么异常 李轩猝了猝眉 稍稍压下对罗烟的担忧 询问于洪商 你们在做什么 这么多人就眼神中的看着 这些人就没看出景太帝的不对劲吗 这几乎就是回光返赵般的状态了 于洪商则用背驰紧咬着下唇 双手食指指甲也深深地刺入肉内 她的眼眶发红 唇角易血 父皇他不让我们插手 是要牵手解决他与兄长的恩怨 本集结束了 订阅加关注 从此不迷路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玄幻仙侠剧 妖女哪里逃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开荒 水寒领先演播 上皇郑董帝对李轩的到来已有查知 他早就陷入绝望 之后更加的疯狂 他不顾一切的燃烧惊魂气血 只求能在景太帝的身上 留下一线伤口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凝聚的龙气 越来越显微弱 郑董帝虽将一生命远都催发到极致 可战力却不增反解 景太帝则是从容不迫的应对 他就仿佛不可动摇的铁壁 任由郑董帝发狂攻打 都无法将之撼动分毫 景太帝看郑董帝的眼神 则如兵一样的冷漠无情 里面没有了愤怒 没有了仇恨 没有了戾气 可也没有其他的感情 更没有任何的怜悯 他就只是定定地看着郑董帝挥霍元气 一步步地走向衰亡 李轩看了片刻之后 就不感兴趣了 他转过头去 寻经营都督通知朱国能商议 准备将宫内的进军调拨出一部分 用于维持京城治安 朱国能颇决为难 只因他手中的兵马加上秀一位 都只有两万余人 今日这场夺宫之变虽已平定 可这两万人 却需防御长宽都达十里以上的工程 还需要看护成天门前的 五军都督府与六部衙门 以及居住于大小石雍方 与南勋方的 无数的达官贵人 豪门世家 其实已捉襟见肘了 可他在权衡片刻之后 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 勉为其难地抽掉了八千人 给李轩 用于平定城内的骚乱 朱国能预感到 这场公变之后 李轩在朝中的地位 一定会有巨大变化 不愿违逆其义 且李轩的神机营 与冀州军最多五十 就可进京 这只连续击破十万妖魔 与梁亨叛军的雄狮 足以震慑住 京城内外任何狼子野兴之毒 所以接下来这段时间 京城内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就在两人将此事议定之后 两位帝君的战斗 终于告一段落 郑董帝的一身气血 所有命缘都已经完全燃烧殆尽 他半跪在景泰帝的面前 发丝全白 面色枯半 脸上也出现了大量的皱纹 与老人般 整个人就像是衰老了几十岁 从一个英姿勃发的中年 变成了一个垂垂老矣 离死不远的老人 景泰帝则面无表情地俯视着他 不与我拼命了 拼不动了对吗 可我想知道 当初图木宝之变 你为何不与盟务人去拼 你的权盟 你的将士 你的剑刀 你的命远 就只能用在自己人的身上 与其真 你可知我最比拨你的事是什么 当初图木宝 你被盟务人俘虏也就罢了 居然还听从盟务人之命 去让大同宇宣服守将 开门降服 你眼中可有大尽百姓 大尽射尽 未来九尘之下 你又何面目去见父皇与太祖太宗 此时的郑统帝连动一根手指都非常艰难 他冷冷地看着景泰帝 眼中依旧是含着不甘与责任而逝着疯狂 他一声痴笑 与生沙哑如铁 怎么这么多废话 你说这些 无非是想要说你于其欲英明神武 所以何该为大尽帝君 我于其朕则是废物一个 被废也是理所应当吧 少给朕来这一套 你我之间无非是成王败寇罢了 朕若是赢了 大尽的史书怎么写 自然遵朕之意 可现在朕输了 你于其欲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景泰帝不由威摇头 他竟没从于其朕的眼中 看到哪怕分毫的回忆 是朕错了 当初年纪兄弟之亲留你一命 留下你这个祸根 是这一生当中最大的错误 他手按着天子剑 长吐了一口浊气 所以朕落智如今这副禁定 也是咎由自取 张董弟见状 瞳孔顿时微微一凝 他唇角一抽 一声审笑 怎么 这是想要试杀凶长了吗 不想再玩凶有地功 手足情深那一套了 我就看不得你那假惺惺 假仁假义的一套 景泰帝这次没有答话 他直接一道剑光展出 将上皇正统帝于其镇的 头颅斩下 一红鲜血 洒于石阶之上 他随后神色冷漠地看向了人群中的一位中年文官 你是今日的起之社人 我记得你的名字 是叫赵有成吧 年初才担任的从六品汉林修传 工程中大乱至此 你居然没有逃 那中年文官神色肃穆的一礼 陛下 乱起之客 小臣已逃无可逃 小臣最初六神无主 惊慌失措 不过到二更天 冠军侯 前邵天师来传信的时候 臣就知道 这些逆臣不能成事 事实果然如此 这位汉林修传稍微有些啰嗦 那中年文官当即神色微领 直接就从袖中掏出了一次书卷 就在旁边的一级石阶上开始奋笔集书起来 警太弟则是夺步从台阶上走了下来 朕想知道 朕的百官何在 朱国能当即一躬身 陛下 之前冠军侯大晟梁亨的消息传入京城时 那些从逆官员就或是逃顿 或是归家闭门自首 其余不肯从贼的文武百官 都被逆贼梁亨关押在秀一位诏狱 臣已经将他们都解救了出来 请知太和门待命奉诏 他其实挺后悔的 将那些文武官员从秀一位诏狱里面放出来 时间太早了 这些人脱身之后就群情汹涌 想入宫请见天子 可在这个时候 朱国能哪里能把他们放下了 今日天子与太后与正统帝之争 可都是皇家恩怨 宫中密尾 万一发生了什么不适合被外朝官员得知的事情 岂非是他朱国能的罪过 你去把他们都请过来吧 朕稍后有事与他们说 请太帝说这句话的时候 已经来到了那块风动着孙太后的悬兵前 启去是人赵友诚 赵友诚已经在那书册上写下几段密密麻麻的字 他当即回过身 朝着景太帝里 朕在 景太帝副手看着悬兵当中的孙太后 接下来 因正统帝谋宁 太后伤心气急 红使于前卿殿前 此事你也许如是继续于启去路 不得隐瞒 赵友诚的瞳孔顿时微微一收 额头上溢出大量冷汗 可他却答得毫不犹豫 小臣遵命 兵层中的孙太后则木然睁开了眼 兴眼寒怒地与景太帝对视 他体外的悬兵也在逐渐开裂 可随着不远处的江云起一台眼 那悬兵上的裂纹就恢复如初 景太帝则是毫不相让 目无表情地与兵中的孙太后对视 自朕有记忆以来 太后就与父皇康礼情深情色和鸣 要记得父王驾帮之日 太后她伤心欲绝 在父皇灵情昏迷了四次 她不止一次交代朕与兄长 要与父皇她同生情 死同学 她说到这里的时候 墓中终于爆出了一抹光泽 朕淳孝 太后的心愿 朕岂能不顾 你们可尽快准备一副光光 将太后送至锦灵安葬 还有 朕记得那种皇民官的样式很好 很适合安葬太后 唯独内府献存的那几幅皇民官 是为公妃制成 不合太后之志 许得另行打造 在场的众多臣子不知情的不以为意 知情的却都是面色煞白一片 皇民官这种棺材 是大晋内府专为陪葬的公妃准备的 昔日太祖定下殉葬之法 规定大晋帝王死后 皇后以下公妃都需陪葬 为民陪葬之人滋生怨气 生成恶鬼煞灵 所以大晋的那些供奉术修 特地设计了皇民官 可以将活人封镇于内 在送至陵中陪葬 这位景太帝之一 竟是要将活着的孙太后 封入关中将之活活镇上 陛下 这是站立在台积之下的首府陈循 他吃惊地看着景太帝 陛下此事获有不妥 有损陛下您的人孝之名 请陛下三思 这个时候 少是还要劝朕仁善吗 景太帝一声审笑 含了几分自嘲 至如今沦落到这副模样 哪里还顾得了这许多 至如今至于新年通达 我要死后不甘 化为怨鬼 如果能顺便为太子太孙 踢开一些石头 除去后患 那是最好不顾 至于身后之名 后世的史书 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吧 剑首府陈循沉默地下来 景太帝就继续说道 此官可则称朝天宫打造 限他们三日之内完成 前龙 告诉他们 这装饰他们务必得给朕办得 妥妥当当 不得留下医患 前龙 你可亲自负责监察此事 他们若敢敢不遵朕命 或者留下什么首尾 如可及时展致 四里见掌印太监前龙眼眶通红 几乎溢出泪水 他拜扶在地 老奴遵命 朝天宫的遗应术师供奉 老奴一定会为陛下处理多大 这次的夺宫之变 皇室供奉于朝天宫的术师 至少有七成参与了叛乱 前龙对这些人 已是验赠已及 也就在这个时候 景太帝望尽文武百官 正在一些秀衣卫的带领下 从外面匆匆行入 景太帝感觉到体内的气力渐消 他暗暗苦笑 也懒得在顾忌形象 就在石阶上坐着下来 等到秦臣避急 参拜过后 景太帝才开口说 宣 宣 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玄幻仙侠剧 妖女哪里逃 改编自奇典中文网同盈小说 作者开荒 水寒领先演播 第六百五十五集 孝郭子一故事 灵朝称至 在前情殿前 台阶下肃立着的文武百官 顿时发出了一阵哗然声响 他们知道皇太孙年幼 尚在强保当中 而天子就连亡顾二字都说出来 想必是情况不妙 这种形式下 天子势必要择一信任之人 辅佐诱主 可今日天子提出的人选 就已令他们难以接受 古往今来 可还从来没有让一个公主 监国理政的规矩 结果天子还准备让于洪商 临朝称至 这让他们感觉太过了 陛下 那文武百官当中 当即就有一位理官出列 陛下 如今宫中 尚有皇后与贵妃在 由二位辅助太孙李政 才是名正言顺 合乎礼法 陛下您绕开后妃 以公主监国 究竟是何道理 还有 成忧他日 公主外嫁 这大进射击 或有 为王之忧 此时台阶下的朱臣 已经是群情奋勇了 不过 他们才刚打算开口劝诫 景太帝就一挥大袖 以浩瀚龙气 镇压全场 使得所有的文武百官 都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 这股庞大 恢弘的龙气 威压 甚至让他们无法移动躯体 也无法开口说话 景太帝则是铁青着脸 朱臣公 朕此事已是 有苦登静之举 离死不远 而今只想趁着体内 还有点缘起未散 多交代一些后事 你们在这个时候 过躁变驳 居心何人 又使何用心 他令群臣都哑然无语 然后向那理官邪目 看了过去 景太帝知道 此人的质询 没有任何恶意 都是出自于其终止之心 所以他没有生脑 而是与生平静无波的解释 你问朕为什么 此时因这后宫内怨 朕之放心常乐义人 如今的大境 外有盟无人虎视眈眈 瓦剌大汗 也先寄予中原 寄予逐处处已非一日 内则有叛乱之忧 以以往于剑身为首的 正统帝处子 都与昨夜逃顿 向王世子于启雍 与长宁郡主于云皇 也不知去向 朕还知一些藩王早就应许反制 知此的宫边之后 朝局势必迷了 有无数的后患首尾 需要处理 此称所谓内忧外患之局 皇后与贵妃都是深宫妇人 不知国家大事 哪里能应付得来 朕以为 非常乐长公主 不足以承担朝纲 承担设计 那理官不经哑人 他随后强顶着龙器威压 再次一败老 即使陛下定要为公主监国 那么临朝听政足以 何须称制 临朝称制与临朝听政 这两个词 别看只有两字之差 可性质意义 却是截然不同 临朝听政中的 听是管理的意思 听政之一 就是管理国家大政 临朝听政 虽有上戎侍朝 欲文大小政事 管理文武百官之权 可以应斥令社书 扔许以右帝的名义 搬行天下 是代表右主的意思 代行之权 临朝称制则不同 始皇以来 天子的命令专称制 不告公文专称告 临朝称制 则是将于洪商的一切规格 权柄与地位 都提升到天子的级别 景太帝从容笑道 正因公主监国一事 前所未有 所以朕才必须重其权 厚其位 不如此 不足以权摄百官 不足以威压宗室 至于他未来嫁娶 却有常乐他的心意 由你们这些忠职大臣 护持大进社稷 朕有何忧 他随后又看向了秦臣 朕时间不多 这些思量原本无需叙致于口 之所以愿意向你们解释 是希望朱成功能够齐心合力 同心同德辅佐监国 辅助太孙 安定朝堂 安定社稷 秦臣闻言 则是一阵沉默 那位连续两次质疑劝谏的李官 也再没有说话 他们都听说景太帝言语中的决然与杀鸡 这位天子也将他的心意解说得明明白白 这个时候还要质疑 那就是自取死道了 此时景太帝又将大秀一挥道 再宣 仅日冠军侯 忠军都督千世李宣 与朝白黑战讨平逆贼 诛杀良亨 刻定于其阵妄图复辟之乱 与社稷公莫大淫 若其家冠军侯李宣 为太报冯阳郡王 即日起 指掌武军都督府与神祭营一饮军务 并入朝府政为内阁赐府 太孙于幼龙婿尊其为上府 他侧目看向了首府陈巡 神祭营阔军制十个营团 总处十万八千人 勇为定制 并不与户部需优先拨给前两军线 锦太帝这些话说出来 不但李宣为之一阵发愣 台阶下的群臣也是一阵呆入目击 首先大靖立国以来 可从来没有异姓王的先例 即便是昔日的开国大将中山王 开平王 也是死后追赠 其次 李宣以五人身份 执掌国政 也是前所未有 更不用说 他一人执掌武军都督府 管辖天下位所数百万大军 还有如今公认为天下第一强军的神纪营 权柄之重 耸人经文 至于那尚父一词就更是骇人视听了 尚父一座尚府 这是古时用以尊礼大臣的称号 自屡望江子牙而始 而后世更多为全臣所居 可当他们想要开口的时候 却有句无话可说 即便礼部的那些几世中 在思量了片刻之后 也说不出此为乱命 臣等不敢奉赵之类的话出来 景太帝明显是在笑唐时郭子怡的故事 欲将皇太孙托估给冠军侯李轩 那位史书中评价再造王室 勋高一旦 已身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的名将郭子怡 封号就是焚扬王 这个也同样是宰相之尊 被唐德宗尊为尚父 景太帝没等群臣反应过来 继续说道 愿内阁割臣高谷 萧辞 免出大学侍职 以从贼论处 以少师陈巡为首府 赠部前吏部尚书汪文 同正是权向天入阁 少赴于杰 一切职权如故 执掌宾部与金银一应军务 此次任何同 冯阳郡王李轩 刑部尚书于世约 历部尚书何文渊 历部尚书胡营 并为扶政大臣 担负社稷之重 日后一切三平以上官员任免 三万人以上兵马调动 百万两文银以上的国库之初 都需请监国掌公主 与八位扶政大臣合议 直至太孙亲政为止 文武百官听到这里 才暗暗松了一口气 都心想这位天子 到底是没有彻底昏了头 这位对冠军侯李轩 虽然兴之无疑 视若公骨 可终究还是留着 少赋于杰这个制衡之人 这二人 一个执掌兵部与金营 一个执掌武军都督府与神机营 足以形成分庭抗礼之举 而八位辅国大臣的存在于 首府陈巡 也不会使朝政 成为冠军侯李轩的一言堂 然后是朕的后宫私事 景太帝看向自己的众多后妃 眼中献出了几分歉疚之意 我那无能兄长继位之初 就已废除殉葬 此致 此不能由朕服侍 朕所有非平 除皇后与贵妇之外 其余人等 愿意聚于宫中的 就聚于宫中 愿意归家的 就朝廷 按国朝制度 拨给银钱与财物供奉 有其家人迎奉荣养 在太村成年之前 紫禁城 又见过长公主之长 皇后汪氏扶植 他抓住了于洪商的手 洪商 朕这些后妃 虽然是你的长辈 可他们由于出身 大多见识不明 他们如有所命 你想听就听 不想听就置之不理的 一切以国事为重 你弟弟见记 他还有苏醒的希望 无必要将他救醒 还有 你要善待你的母后 还有你的两个妹妹 他指的是汪皇后 这位名义上 是于洪商的嫡母 景太帝心想自己这一生 最愧对的 就是自己的皇后汪氏了 于洪商也感觉到 景太帝捏手的力度 陡然加重 他正想回话 却发现景太帝手上的力气 陡然放松 景太帝的头 也无力地低落了下来 整个人几乎 前倾扑倒在地 父皇 于洪商急忙将景太帝扶住 他意识到了什么 面色顺时煞白一片 眼中顿时掉下痘大的泪珠 皇后汪氏原本是容颜清冷 神色疏远淡漠地看着景太帝 可当景太帝无力前扑之时 他的眼圈也一阵地发红 台阶下的秦臣则是一阵沉寂如死 直到他们感应到景太帝 却已生机消散 气息全无 那凌驾于众人之身的天子之威 也消散无踪 这些文武百官 就不约而同地摆渔在地 他们都面显悲色 发出了耿气之影 臣承公送陛下 龙与宾定天 李轩随着秦臣败倒 他想着自己入京以来 与景太帝之间的种种 也同样心生悲异 本集结束了 订阅加关注 从此不迷路 此不迷路 绝对 这些文武的 绝对 颜角 不迷路 不迷路 广益